李玄几门神通同时施展,惶惶之威,震害四方,大跃天窟里的那些血子,血徒,血奴,此刻都被惊呆了,与清华境战斗,对峙无数年,何曾见过如此恐怖的强者?尤其是几名血子,本就发白的脸色,此刻更白了,甚至浑身都在颤抖着。 实在是李玄此刻展露出来的气势,太惊世害俗了。血子劫,实力还是不弱的,我那一掌,也是用了不少实力,才一巴掌拍死她的。 李玄心里感叹着,不朽天尊还是很强的,不过,她更强,毕竟不论是神通,肉身等都增幅了百倍。 看好了,何谓神通,为师指出一招。李玄声音仿佛带着天威一般说道。 是,师父啊。 许言几人激动不已,目不转睛,紧紧地盯着下方,身如大悦,手轻风雷,神通环绕的师父。 李玄一步踏出,看着下方准备盾逃的几名血子羽,一众血徒,他抬手一挥,神通倾泻而出。 轰隆。 这一刻,大悦黄等在内的大悦舞者,全都惊骇得瞪大双眼。 镇守了漫长岁月的大悦天窟,此刻在动荡中,在摇晃中,血煞滚滚的天窟, 此刻被惶惶之威淹没。 血煞仿佛被蒸发了,那恐怖的威力直接将那些血子、血徒、血奴淹没其中。 可见风雷狂暴,一条金色巨龙横扫,更有神妙之势在涌动排列,进化庞大的血煞之气。 更有恐怖的宛若巨大熔炉,将一切都熔炼一空。 平生从未见过如此恐怖的武道之法。 神通? 大悦黄喃喃自语着。 这一刻,他恍惚之间仿佛感受到了,神通这个词蕴含的强大与神妙。 非洲上,所有人都处于震撼之中。 高人实力有多强,那是一个谜。 对于武天南他们而言,那是超脱天地的存在,如今看到的,也不过是高人为了教导徒弟,随手施展的神通而已。 恐怕连万兆分之一实力都没有施展出来。 风炎与成战,此刻已经完全处于呆滞状态。 高人出手,灭杀血子图已经足够震撼了。 但,此刻镇压天窟,那展露出来的气势更为恐怖。 当然,他们也知道,高人没有动用真正的实力。 否则,若是施展灭杀血子图时的神魔之躯,恐怕会直接把大悦天窟给撑崩塌了吧。 兴许,正是因为如此,高人才没有斩露神魔般的身躯。 李玄出手之后,便回到了非洲上,坐在椅子上,悠然自在。 而大悦天窟,原本汇聚的血子,血图,血奴,此刻都已消散一空,就连浓郁的血煞之气都已淡去。 这才是神通真正的用法呀,我还是太差了一些。 许颜回过神来,感叹一声道。 嗯嗯。 梦冲,素灵秀,方浩,都纷纷点头。 刚坐起来,晃着脑袋,睁开朦胧眼睛的江不平,也看到了这一幕,他惊呆了。 完了,不化之气影响意识越来越严重了,我再沉睡一会儿,希望下次醒来,能够正常一点。 喃喃自语了一句,他头一歪,继续沉睡下去。 天窟寂静无声。 大悦黄神色震撼,久久没有回过神来,其余大悦舞者更是彻底呆滞了,沉浸在那黄黄之微景象中难以自拔。 去天窟里面,搜刮血云金,搜刮天窟宝物。 肃灵秀兴奋地开口道, 这天窟是师父打下来的,里面的战利品当然是师父的,而师父不在乎这些,所以这些战利品都是徒弟的。 非洲化作一道流光,进入大悦天窟。 等到非洲进入了天窟,大悦黄等强者才回过神来,玄机一个个激动不已。 大悦天窟,今日要被荡平了。 走,随我进入天窟,一鼓作气,荡平此天窟,感谢高人助我大悦灭天窟之恩。 大悦黄振奋地说道,吩咐其中一名不朽天尊回大悦京城坐镇,其余不朽天尊,与一众真王天尊,随他进入大悦天窟,彻底灭杀天窟里的名誉武者。 天窟入口周围的名誉武者,固然占据了天窟里的大部分,但天窟深处,依然有名誉武者留守,甚至还有学子坐镇。 但已经不足为据了,已如今大悦国的实力,足以倾角一空,荡平此处天窟。 非洲进入大悦天窟,放眼望去,宛若进入了一个小世界。 灵域出现的天窟,与之相比,天差地别。 这才是真正的天窟啊。 许言感叹一声道,梦冲几人,纷纷点头认可。 天窟边壁灰蒙蒙的,但天窟内却是弥漫淡淡血光,一缕缕血煞之气弥漫,就连地上都染了一层血色,仿佛被鲜血浸染了一般。 入口周围的名誉血徒,血奴,进阶被灭杀,因此非洲进入之后,没有见到一个血徒或血奴的身影。 非洲直接向着天窟深处而去。 轰隆! 一道血光,从天窟深处而来,气势强大,乃是一名血子。 显然,这是名誉一方留守的血子,感知到天窟入口的变故,因而前来查看。 我去会会他。 封炎身形一动,直接迎了上去。 身后,大月皇几人也来了。 多谢高人,劫我大月之位。 大月皇恭敬地行礼道。 嗯。 李玄淡然地点头。 在大月皇身后,随同而来的不朽天尊,当即上前与封炎一起围杀那名血子。 前辈,我等前去荡平名誉老巢。 不知可否。 大月皇又恭敬地问道。 去吧。 李玄点头。 多谢前辈。 大月皇松了一口气,对身后的真王天尊吩咐道, 去,清剿名誉之敌,天窟一切宝物,不得拿取,明白吗? 是,陛下。 一众真王天尊恭敬地应道。 随着一众真王天尊在一名不朽天尊的率领下, 浩浩荡荡向着天窟深处而去,意味着此处天窟将被荡平。 而大月皇持枪出手,参与对那名血子的围攻。 随着大月皇出手,那名血子支撑不一会儿,就被大月皇一枪击杀。 将血子携带之物,恭敬地送到了非洲上来。 看着悠然坐在椅子上的高人,大月皇心中猜测着, 前辈肯定是来自那传闻之地,如此说来,血子己所言, 恐怕是真的,欲要侵入清华境。 正是因为识破了名誉的图谋,这位前辈才会出现在清华境。 李玄目光看来,开口道,大月皇,说说此方天窟吧。 大月天窟与淋浴出现的天窟,有着极大的不同, 地上有泥土、草木,有天地法则气息, 仿佛是在此方天地空间内,另外开辟出来了一个小世界, 或者说是小洞天。 天地屏障,并非在天窟的底部, 而是在天窟上方,宛若天穷一般的天窟上方, 隐约可见一层屏障阻隔着。 李玄从其中,感应到了道则的存在。 前辈叫我大月就可以了。 大月皇慌忙开口道。 接着,便开始介绍这一处天窟。 按照大月皇的介绍,这一座天窟,历史久远, 在他成为舞者,创立大月王朝之前, 这一处天窟就存在了。 传闻天地曾发生过变故, 此后便出现了天地窟窿, 最初之时并没有入侵者, 只是后来入侵者发现了天窟, 因而欲要侵入这方天地。 根据记载,天窟最初出现之时, 曾有舞者探索, 甚至欲要借此一探天地之外, 但都无法如愿。 直到天外之敌入侵, 才知道天窟竟然可以从外进入, 也不对,是这方天地的生灵, 无法离开。 外来入侵者,目的是为了侵占这一方天地, 掠夺这方天地生灵本源, 曾经制造了无数灾祸。 后来镇守天窟, 就成为了神域舞者的必然责任, 而在陆续的岁月里, 天窟越来越多, 仿佛天地不断出现窟窿。 整个清华境最大的三座天窟, 也是最久远的天窟。 李玄默默地听着大月皇讲述, 根据大月皇所言, 这方天地曾出现过变故, 至于是何变故,他也不得而知。 天窟出现,也是变故之后, 而天外之敌, 借助天窟入侵, 则是后来的事情了。 闻名玉,也是一个天地, 欲要吞并我们所处的这一处天地, 清华境天窟, 都是名玉天窟, 面对名玉生灵的入侵。 至于具体的信息, 我等也不知道, 毕竟天地之外, 是什么情形, 纵然是不朽天尊, 也是无法探索的。 大月皇感叹一声地说道, 不朽天尊固然强大, 兽与天骑, 却是无法离开这一方天地, 无法探索天地之外, 终究是有限制的。 说到最后, 他看向了高人。 高人, 是否知晓天地之外的情形? 许言几人也是如此, 师父是超脱天地的高人, 天地之外如何, 应该没有人比他更了解了吧。 李玄老神在在, 淡然地道, 天地之外如何, 境界到了就知道了, 境界不到, 知道也无意。 高人嘛, 当然是什么都知道, 至于不告诉你们, 那是你们太弱了, 知道也无意。 大月皇心里暗道果然, 这是真正的高人, 知晓天地之外的情形。 接着, 继续讲述大月天窟, 历代镇守天窟的大战等等, 以及穴子鸡等穴子何时出现, 制造了那些祸端等等。 如今天窟里的名誉之敌, 虽然被荡平了, 但无法阻止名誉入侵, 他们必然还会派遣强者进入, 意图再次占据这一处天窟, 作为入侵天地的据点。 大月皇有些无奈地说道, 天窟承受进入的实力是有限的, 目前而言, 这一处天窟, 入侵能够从外进入的最强实力, 也就穴子鸡那一个层次。 这也是大月国能够镇守住天窟的原因。 否则, 来一尊血灵强者, 足以击溃清华境了。 李玄文言点了点头, 果然如自己所料, 外来入侵者终究受到天地屏障的限制, 实力太强者是无法进来的。 而血子鸡这样的名誉强者, 对他而言无非一巴掌的事而已, 不足为虑。 至于血灵级的强者, 实力如何暂且不提, 无法进入这方天地, 自然就无从谈起威胁了。 大月皇可以在天窟里布置大镇, 镇守住入口, 想要进来必须打破镇法才行。 而大镇有不朽天尊主持与坐镇, 纵然是血子鸡那个层次的敌人, 也无法攻破大镇进来的。 况且, 有了大镇阻拦, 一旦发现强敌, 也可以在大镇被破前来源, 继续将敌人阻击在天窟之外。 方浩听完大月皇的讲述后, 忍不住开口道, 这天窟最适合布置大镇, 阻击敌人入侵了, 更可以布置一座又一座大镇, 将入侵的敌人围杀。 而且, 也可以在城池里布置护城大镇, 如此一来, 能够凭着大镇以若是抵御强敌, 也能够争取时间等待强缘到来。 何谓镇法? 大月皇疑惑地问道。 方浩解释了一番, 听得大月皇一脸震惊之色, 竟然有如此玄奇之术。 镇法之道, 乃是我修炼的奇门武道所属之一, 非三言两语可以说得明白, 待我给你演示一番, 你便知道了。 方浩神色有些振奋, 他突然发现, 奇门武道在神域, 又要大显神威了, 尤其是用以镇守天窟。 陛下, 名誉之敌, 以尽数绞杀。 此时, 传讯真王来禀告道。 好! 大月皇大喜点头道。 非洲速度骤增, 瞬息来到了天窟核心之地, 但见一片血红之色, 尤其是上方仿佛有一层血膜覆盖, 血光阴晕而下。 名誉之敌, 尤其是血子镜的敌人, 都是从这里进入天窟, 侵入这方天地的。 大月皇指着上方, 仿佛被一层血膜覆盖之触道。 方浩点了点头道, 看好了, 我给你演示一下, 何为阵法? 目光一扫, 看到了天窟核心之地, 血云精不在少数, 更有一些其他材料, 于是抬手一招, 一件件的材料飞了过来。 哼! 炼气如浮现, 方浩当场炼制布阵器具。 以神域的材料, 炼制出来的布阵器具, 布置出来的阵法, 更为坚固, 阵法之威也更强。 终于, 布阵器具炼制完毕, 方浩大手一挥, 光滑菲利尔起, 落入四面八方, 其中八面小棋子菲尸儿上, 落在那一层血膜处。 大月皇, 看好了, 我此事布置的, 乃是八方禁锢所临阵。 轰隆! 阵法开启, 一股悬光浮现, 刹那之间, 烽火涌动, 锁链纵横, 不过瞬息之间, 就将名誉侵入之处, 彻底封锁在阵法之中。 大月皇看得惊呆了, 这阵法之玄妙, 当真不可思议, 虽然此阵法封禁之力, 似乎不是太强, 但毕竟是仓促布置的。 而且, 能够阻挡意识, 也足以争取出很多时间, 足以扭转局势了。 方小兄弟, 我大月愿, 奉你为国师, 为我大月抵御名誉之敌, 为我清华境抵御名誉之敌, 提供帮助。 大月皇郑重地行礼道。 方浩, 此时显露阵法妙用, 自然是有目的的。 修炼越到后面, 所需的资源就越多, 尤其是他修炼的奇门武道, 不论是奇门兵侠的升级, 炼气, 阵法的修炼, 都需要消耗庞大的资源。 前期全靠大师兄和二师兄提供资源, 现如今, 他已经有实力了, 也该自己挣资源修炼了。 而神域缺阵法, 镇守天窟, 防御外敌, 阵法的妙用尽显无疑。 如此, 他就能获得源源不断的修炼资源, 不断钻研炼气, 阵法, 而不用担心消耗资源的问题。 如此庞大的资源, 以及不断钻研各种炼气与阵法, 实力提升的速度, 阵法的提升, 都将进入快速提升期。 奇门武道的修炼, 由于涉及了炼气, 阵法等, 消耗的资源比纯正武道, 肉身武道, 都要多得多。 现在, 就是一个机会。 李玄默默点头, 经过万事蒙的历练, 方浩也老练了起来, 懂得把握时机, 为接下来的修炼铺路了。 阵法一道, 哪怕传出去, 也并非坏事。 最终获益的人是他。 许言与梦冲, 二人都有自己的路, 懂得怎么为自己修炼铺路, 接下来二人都会离去, 闯荡清华境, 闯荡神域。 纯正武道也好, 肉身武道也罢, 在磨练中, 在战斗中, 在行走天地中, 更能感悟武道之真谛。 正如许言在灵域, 行走四方, 武道突飞猛进。 在神域, 也必然会走这一条路, 这也是正确的路。 方浩的修炼, 全靠资源提供, 可以尽情地施展 奇门武道的玄妙, 钻研奇门, 阵法, 炼器, 静止等等。 在灵域, 有万事蒙提供庞大资源, 所以方浩才能如此迅速提升。 肃灵秀也是如此, 不过他是炼丹, 医治。 做国师, 也并非不可以, 只是我有几个条件。 方浩笑着说道, 小兄弟请说, 大月黄心里大喜地道, 条件也很简单, 镇法之道, 终究需要消耗不少材料。 方浩将自己的条件一一说出, 最后又道, 我一人, 自然无法奔波四方, 为各大城池布置镇法, 不过我可以传授有镇法天赋者, 如何布置镇法, 乃至如何炼制布镇器具。 奇门武道射击广, 而镇法, 炼器只是其一, 方浩也存了传播镇法, 炼器的念头。 兴许实力足够强大了, 创立宗门也未尝不可。 当然, 这太遥远了。 大月黄一听, 顿时兴奋不已, 点头道, 好, 一切都遵循方兄弟的意思, 我在大月设立镇法学院, 全凭方兄弟做主。 整个大月, 任何人都不得违背方兄弟之意, 轻大月资源, 供方兄弟布置镇法。 方浩露出了笑容, 道, 好, 成交。 素灵秀掏出几个瓶子来, 笑意盈盈地道, 大月黄, 我这里有丹药。 你要不要看看效果如何? 大月黄心中一动, 高人的徒弟, 自然不凡。 好。 他接过丹药一看, 以他的实力, 自然看出了丹药的神效。 更令他震惊的是, 这些丹药所用的似乎, 只是普通的灵药, 而非神药。 若是用神药炼制, 又将是何等神效? 素姑娘有何条件? 大月黄自然意识到, 这些丹药的价值, 一旦丹药足够, 武者修炼速度, 突破瓶颈, 恢复伤势, 战斗中恢复消耗, 都将大大提升。 与我师弟差不多的条件。 素灵秀笑着说道, 好。 大月黄一口答应下来, 承战级的冒汉, 却是插不上嘴, 毕竟他才真王天尊, 而大月黄可是清华镜, 三大之强者之一啊。 方浩与素灵秀, 这就与大月合作了, 万雷宗呢? 万雷宗也需要啊。 他只能暗暗决定, 等大月黄离去后, 私底下找方浩与素灵秀 谈一谈条件。 方浩与素灵秀, 其实并没有考虑万雷宗, 究其原因, 万雷宗是五道宗门, 而大月国则是并非宗门, 二者之间终究存在差别。 大月可以更自由, 更能够发挥所长。 况且, 万雷宗或是天舞门有所需, 二人也可以提供协助, 只要付得起价就行了。 二人可没有绑死在大月国。 而且, 在清华镜待多长时间, 还是一个未知数的, 终究有一天会离去, 神域如此之大, 他们都想多走走看看。 大月黄满怀期待地看着许颜与孟冲。 别看我, 我的五道可不一样, 我许颜是要行走神域天地, 会议会这神域天骄, 会议会这神域强者的。 许颜淡然地说道, 我也是。 孟冲摸着光秃秃的脑袋道, 大月黄有些失望。 接下来, 不用许颜他们动手, 大月黄就吩咐一众真王, 搜刮天窟资源, 包括雪云金之类的, 全都送到非洲上来。 这是战利品。 在天窟探索一圈后, 非洲从天窟离开, 而大月黄安排人坐镇天窟, 防止名誉之敌入侵。 接着, 便返回大月京城, 处理大月纷乱之势。 镇守大月天窟的强者, 终于有了用武之地, 被派遣出去, 清扫大月境内叛逆与血徒、 血奴, 镇压其余天窟动乱。 甚至, 派遣一部分强者, 前去支援万雷宗与天窟门。 在大月黄宫别院里, 安排李玄几人住下, 大月黄向高人告罪一声, 便忙着处理朝政去了。 别院里, 城战正在开条件。 方浩与肃灵秀也给出了承诺, 城战无奈了, 想要把人请到万雷宗去, 是不可能了。 不过, 好在有合作空间。 天窟动乱之势, 目前已经进入平息阶段, 而灵御来的夏宗天骄, 也该安排上了。 御灵府众人, 归属大月王朝, 已经有真王来安排了。 看在高人的面子上, 待遇提升, 而且也不用担心沦为炮灰了。 灵御众强者, 心里松了一口气, 虽然无法继续跟在高人身边, 但沾了高人的光, 待遇优厚, 不会成为炮灰, 也足够了。 接下来, 就是努力修炼, 争取早日突破宁法天尊, 突破真王天尊, 甚至问鼎不朽天尊。 他们可是听说了, 大月国不朽天尊里, 其中一人, 就是曾经来自 灵御御灵府的灵体天骄。 而御灵府来的舞者, 也都归属到他门下。 城战带着雷云山庄众人, 以及千五殿众人离去, 归属万雷宗的, 送到万雷宗, 归属天舞门的, 护送到天舞门。 而傅天海, 大周皇, 新孟柔等人, 他们归属的上宗, 并不在清华境, 只能等各自所属上宗来人了。 大月皇已经安排人, 给各自所属上宗传讯息了, 但需要一段时间, 才会有人来。 按照城战所言, 清华境外的灵域下属宗门, 都是大月国负责传讯, 而且各自所属上宗, 在神桥开启时间内, 大多会来清华境。 本来, 林关城就有各自所属宗门派遣人员, 但林关城都被灭了, 只剩下大月国负责传讯息了。 新孟柔, 傅天海, 与大周皇等人, 只能暂时在大月京城住下, 等待他们各自所属的上宗来人。 大月国因为大月天窟被荡平, 可以腾出更多的强者出来, 正在清扫大月境内, 击杀侵入的血徒、 血奴与叛逆。 更有不朽天尊趁此时机, 前去荡平各地的天窟。 万雷宗与天武门的大战, 随着大月国强者的支援, 也趋于尾声, 不论是万雷宗主或是天武宗主, 都大为震撼, 竟然有高人降临清华境。 他们与大月皇一样, 都怀疑高人的出现, 目的就是为了破坏名誉的图谋。 大月京城, 两座锦铃的武道院拔地而起, 分别是奇门院与丹医院, 方浩与肃灵秀已经进驻。 肃灵秀身边跟着月儿, 孟叔叔、周英, 还有杜玉英与云苗苗等人, 负责帮忙处理丹医院事宜。 奇门院里, 岳长明依然跟随着方浩, 大月皇也派遣了人手协助。 肃灵秀开始给大月国舞者治疗伤势, 寻常伤势给丹药就行了, 伤及根基的伤势, 肃灵秀才会亲自出手。 当然, 医治并非免费的。 来到神域之后, 一切都开始走上正途, 开始了各自的武道之路。 许颜与梦冲, 暂时没有外出闯荡, 而是在沉淀自身, 感悟自身神通, 修炼神通五点上的神通。 谢灵风也是抓紧时间, 正在拼命修炼当中。 五天南画了一幅画像, 一直在寻找的人。 来到神域了, 他自然要继续寻找自己的引路人。 凭着高人门下人的关系, 五天南在大月寻找强者, 探听消息。 结果, 没有任何音讯。 不论是大月皇, 或是任何一位不朽天尊, 就连曾经来自灵域的那些强者, 都没有人见过他画像中的人。 不过, 五天南并不气馁, 神域如此之大, 清华静只是其一而已。 终究有找到线索的一天的。 前辈, 我武道之路, 已经明确了, 我感觉找到了, 何是我该走的武道之路, 但晚辈自感实力不足, 不足以行走神域寻人。 神通, 晚辈是否也能够修炼? 五天南拜服在地地说道。 李玄目光看来, 稍微沉吟了一下, 开口道, 能否修炼神通, 且看你自己, 你若是想学传你几门神通, 也并无不可。 他并不排斥, 将神通传给修炼太仓武道之人, 毕竟若是太仓武道, 也能够修炼出神通来, 同化太仓武道, 使得太仓武道沾染上他的武道的痕迹。 武道传播越广, 他这个武祖的得意自然越大。 多谢前辈。 五天南激动不已, 恭敬地行礼道, 便传你几门神通吧。 李玄想了一想, 将许言已经参悟出来的小神通, 传给五天南, 再传两门尚未参悟出来, 但也可以适合五天南的神通。 抬起手一点, 直接将神通之法, 传入五天南的神魂之中。 五天南精神一震, 只觉得神魂之中, 出现了神妙的神通之法, 只是细细参悟一番, 便觉得玄妙异常, 有一种难以参悟之感。 多谢前辈。 李玄点了点头。 谢天恒一看, 顿时精神一震, 他修炼的武道, 既不是大荒武道, 也不是纯正的太仓武道, 但大致的武道之路, 还是依循着太仓武道而行的。 尊上, 我也想参悟神通。 谢天恒恭敬地行礼道, 他属于李玄的剑道门徒, 论关系, 比武天南更亲近。 可啊。 李玄将几门神通, 传给了谢天恒, 其中包括见到神通。 欣孟柔有些心动, 只是他脸皮终究薄了一些, 关系没有这么亲近, 不好意思求神通之法。 杜玉英与于喵喵双眸一亮, 神通之法, 他们一直都念念不忘, 现在是机会了。 前辈, 晚辈也想学神通? 行吧。 人民币由Snipe截图。 李玄点点头, 这两丫头已经差不多是屠媳妇的身份了, 自然没有不允的道理。 抬手一点将几门神通传给二女, 接着不等子韵开口, 也传他神通了。 顺便, 玉儿, 月长明也都传了。 神通之法, 你们若是参悟了, 或是觉得谁能传, 那便传吧, 也非什么武道之名。 李玄最后说道, 是, 前辈。 新梦柔心里一松, 自己也能从杜玉英和云淼淼那里, 获得神通之法了。 传了这么多神通出去, 有几个能参悟出来, 太参悟道若是找到修炼神通之法, 太参悟道的实力将会有一个不小的提升。 李玄心里沉吟着, 紫韵得了神通之法, 皱着秀眉, 怎么都参悟不明白, 眼眸一动, 便凑到孟冲身边, 拉着孟冲的手, 让他给自己讲解神通之法。 孟冲一脸无奈之色。 杜玉英与云淼淼淼双眸一亮, 当即去找许颜了, 不过月儿已经先一步去找许颜了。 许颜见此只能给所有人讲解神通了, 这种事情总不能麻烦师父吧。 他是大师兄, 这些责任都是他的。 于是乎, 武天南、谢天恒等人都在听许颜讲解神通, 甚至许颜给他们指点出 太参悟道修炼神通的方向。 李玄默默地听了一会儿, 不由地点头, 不愧是我的舞蹈开拓者, 对于太参悟道也颇为了解, 许颜是最有机会, 真正地走出属于自己的舞蹈的人。 许颜的舞蹈在于纯粹, 这种纯粹是多方面的, 并非单一的, 真正地有一种舞蹈进阶在心, 随心所欲之感。 当然, 许颜目前还无法做到舞蹈在心, 随心所欲但已有了基础与轮廓了。 这也是许颜走出属于自己的舞蹈之路, 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李玄期待着, 许颜走出了属于自己的舞蹈之路后, 自己又会有什么收获? 许颜一番阐述神通之法, 到最后, 他自己也有了新的感悟, 竟然又明目了一门神通。 虽然只是小神通, 但毕竟又为大荒舞蹈增加了一门神通。 五天南等人也有收获, 各自沉淀去了。 随红武回来了, 再次来拜谢救命之恩, 更是送来了珍贵的神药, 神采等宝物, 更请方浩为他炼制新的神器。 方浩一口答应下来, 还为随红武量身打造一副神器, 炼制神器的材料自然是随红武提供, 而且报酬也不低。 可以预想到, 清华镜的不朽天尊们都会上赶着上门求炼制神器的。 风炎兄, 此次多谢你来源, 这是一点心意。 随红武感激地说道, 小事一桩。 风炎白白手道, 九山镜动乱, 不知是否平息, 风炎兄何时回九山镜, 可否需要我前去支援? 随红武又问道, 不急, 不急, 九山镜问题不大, 真要有问题, 早就来求援了。 风炎白白手。 随红武算是看出来了, 风炎正是准备借此时机留下来了, 跟随高人的徒弟与跟随高人似乎没有什么区别。 风炎屁颠屁颠地跑去给方浩打下手去了, 令随红武一脸无奈, 这哪还有不朽天尊的高傲? 看起来像个谄媚之人。 他哪里知道, 风炎对神通之法, 心痒痒的, 所以在卖力表现, 争取早日能够得到神通之法的奖励。 不需要高人传授, 方浩与素灵秀就掌握有神通之法吗? 所以, 他办起事来可卖力了。 李玄对此也不以为意, 有一名不朽天尊跟着, 也算不错, 总不能遇到徒弟对付不了的人, 都要自己亲自动手吧, 有个不朽天尊打手在, 正好可以弥补这方面的缺失。 世猫混在奇门院与丹医院, 偶尔甚至溜到大岳国皇宫去, 小日子过得可潇洒了, 更是带着玉小龙与小哈, 在打听哪里有灵兽, 准备在神域创立妖族。 大岳皇等强者都知道这只胖猫, 乃是高人的宠物, 所以都睁一眼闭一眼, 甚至偶尔还给点宝物威威。 赤猫是真的越来越懂得利用自身优势了。 赤猫这只文化虎, 精明着呢? 终于编好了。 李玄看向大道经书, 整个人都松了一口气。 破虚境之上的五道之法, 终于彻底编好了。 而在后面的五道之法, 也已经有了理论框架。 大日星辰不灭体第二重, 第三重也编了出来。 正好可以在许言与梦冲, 外出闯荡前将五道之法传给二人。 第五门五道也要完成了。 最令李玄兴奋的是, 第五门五道也要完成了。 这是为江不平创造的五道, 契合江不平的天赋。 而且江不平实力已经不低了, 所以第五门五道, 江不平一旦参悟明白, 修炼入门之后实力不会低。 万雷宗, 天五门, 前来拜见高人。 丹医院外传来了恭敬的声音。 进来吧。 李玄淡然地开口道。 来人是万雷宗主与天舞宗主二人, 各自带领门中一名不朽天尊来拜访。 李玄老神在在地坐在椅子上, 彩铃在一旁欺茶侍候着, 瞪大一双美目, 看着进来的人。 其中一人给人一种恐无有力之感, 壮瘦的身材几乎不输给梦冲。 天舞门宗主。 另一人身上仿佛雷霆前藏, 给人一种爆裂之感。 万雷宗主。 二人身后都跟随着一名不朽天尊。 李玄身上神秘气息, 若隐若现, 甚至背后偶尔浮现出大荒神香虚影。 万雷宗主与天舞宗主四人一眼看来, 顿时心头一震。 高人? 神不可测。 姿态越发恭敬了起来。 拜见高人, 多谢高人, 解清华敬之威。 万雷宗主四人恭敬的行礼。 并且奉上了厚礼。 十二上前接过, 默默退到一边。 万雷宗主与天舞宗主此来, 除了拜见神秘高人, 在高人面前露露脸, 刷刷存在感之外, 就是为了方浩的阵法与肃灵秀的丹药而来。 拜见完高人, 二人又去找了方浩与肃灵秀, 谈妥了合作事宜, 拿到了所需的丹药与阵盘之后, 心满意足地离去。 有了阵法之后, 清华敬将来必然固若金汤, 茗玉的威胁将大幅降低。 哼! 大月皇突然离去, 降临大月天窟。 茗玉有不弱于雪子级的强者, 意图进入天窟, 坐镇的不朽天尊阻挡不了太久了, 大月皇只能亲自出手。 此事之后, 大月天窟里, 安排了两名不朽天尊坐镇, 方浩又精心布置下了九重大镇。 有了九重大镇, 再加上两名不朽天尊坐镇, 足以抵御大月皇这个层次的强者, 一天一夜不在话下, 甚至足以完全抵御主。 我实力还是弱了一些, 不值得阵法, 还不够强。 方浩心里感叹一声, 不过他很快就能提升实力了, 有了足够的资源, 他的实力将会突飞猛进。 李玄悠然地坐在椅子上, 微微眯着眼, 看似在惬意假媚, 实则心神都在大道经书上。 终于编完了。 第五门五道, 终于编完整了, 不论是理论框架, 五道之法, 乃至融合不化之气, 将不化之气化为神魂的一部分都编了出来。 接下来就全看江不平自己了。 江不平这小子, 天骄沦为废物, 又是弃子, 天生神魂, 大有弃运之子之姿, 参悟修炼出来, 应该问题不大。 李玄对于江不平还是颇有信心的。 江不平摇晃着脑袋, 再次从沉睡中醒来, 这一次他松了一口气, 没有那些匪夷所思的画面了。 不过, 玄疾又是一愣。 自己这是在哪里? 被人救了吗? 无精打采地站了起来。 你醒了? 十二出现在他面前道, 多谢这位大哥相救。 江不平感激地道, 不是我救你的, 随我来吧。 十二带着江不平来到李玄跟前。 许颜, 孟冲, 素灵秀和方浩几人, 听说江不平醒了, 都好奇地过来了。 江不平有些发愣, 不过他感激地道, 江不平, 多谢诸位救命之恩。 泰昆弃子江不平。 封言嘀咕了一下, 颇为诧异的样子。 江不平嘴角抽了一抽, 这才发现, 封言这位不朽天尊。 突然, 他发现这些人, 包括封言这个不朽天尊, 都站立在那名青年之下, 非常恭敬的样子。 李玄注视着江不平, 心里感叹, 不愧是气韵之子, 沾染了不化之气, 只是有些无精打采, 不容易集中精神, 仅此而已, 并没有施灵智, 也没有浑浑噩噩。 今天, 他是要收徒的, 外人就不需要再了。 所以, 他看了封言一眼, 他识去地退去了。 院子里, 只剩下了许言是个徒弟, 十二, 周英, 孟叔叔, 还有赤猫, 都不是外人。 谢凌峰在闭关苦修, 还没出关呢。 谢天恒在参悟神通, 因此并不在这里。 江不平。 李玄开口。 前辈, 是我。 江不平强制打起精神来, 应道。 你天生神魂, 资质不凡, 不过沾染了不化之气, 因而神魂沉重, 时常无精打采, 意识难以集中。 沾染不化之气, 却没有失去灵智, 没有变得浑浑噩噩, 可见你神魂不俗。 李玄一字一句地开口说道。 江不平心头一惊, 自己天生神魂之事, 除了母亲, 就只有他自己知道。 而母亲早已逝去, 这世间无人知道。 这位前辈, 难道一眼就看出来了? 这怎么可能? 神魂是否天生, 一旦突破炼神境, 凝炼了神魂, 外人是无法探查出来的。 当初, 他遭遇暗算, 沾染了不化之气, 假装浑浑噩噩噩失去灵智, 江族有不朽天尊, 探查过他的神魂, 根本没有察觉出来。 否则, 他如何能够顺利蒙混过关, 逃出太坤境? 前辈, 如何知道我天生神魂? 江不平深吸一口气道, 是福不是祸, 是祸躲不过。 他也干脆直接承认下来了。 没有什么是可以瞒过我眼睛的。 李玄神秘一笑, 这是他接下来传小天道之眼做的准备。 你天赋卓越, 意志不凡, 神魂沾染不化之气, 即使劫也是机缘, 我这里有一门舞蹈, 可让你涅槃重生, 超越巅峰, 荡尽心中不平。 你可怨拜我为师。 李玄正色地问道, 江不平一愣, 这位前辈要收自己为徒。 沾染了不化之气, 既是劫也是缘, 难道前辈可以解决不化之气带来的影响? 不论如何, 这是一个机会。 是他重新崛起的一个机会, 若是有机会重新崛起, 他岂会甘心就此沉沦下去? 奈何神魂沾染不化之气, 乃是无解之事, 他没有失去灵智, 没有变得浑浑噩噩以示万幸, 哪敢奢求恢复, 现在, 重灵巅峰的机会出现了。 江不平扑通一声跪下, 恭敬地磕头道, 弟子江不平拜见师父。 嗯, 起来吧。 李玄点点头。 江不平激动地站起身来, 道, 师父, 真的可以解决我神魂沾染的不化之气吗? 这在于你, 能悟出来便能解决。 李玄没有把话说死。 看向许言四个徒弟, 道, 这是你大师兄许言, 二师兄梦冲, 三师姐素灵秀, 四师兄方号。 江不平见过大师兄, 二师兄。 江不平恭敬地行礼道, 五师弟客气了。 许言笑着开口道, 江不平竟然是天生神魂, 难怪师父会动了再次收徒的心思。 师兄弟几人一番熟络之后, 江不平满怀期待地看着师父。 为师这里有一门舞道, 名曰集魂舞道, 你天生神魂, 最适合不过了。 此门舞道正如其名, 在于一个极字。 集魂者, 乃以魂为本, 肉身为炉, 一切修炼, 尽在神魂之上, 乃是将神魂之一道, 修炼到极致。 肉身对于集魂舞者而言, 已是不重要了, 乃是以魂为体, 以魂为根, 不会因为肉身不存, 而神魂若扶贫无依, 也不会因为肉身不存, 而需要重新凝聚肉身, 乃至夺赦重生。 集魂舞者, 肉身只是为了修炼集魂的颅顶, 且并非一定要以血肉之身为颅顶。 李璇阐述述了第五门舞道的理论, 集魂舞道。 以魂为本, 以魂为根, 乃是一种极致的舞道, 也可以视为一种极道之法。 江布平心中激动, 恭敬地倾听着, 生怕遗漏了一丝。 越是听下去, 越是振奋, 集魂舞道正好适合他修炼, 若是他一开始, 就是修炼的集魂舞道, 如今实力, 恐怕不会弱于不朽天尊了。 许炼几人也在听着, 尤其是许炼, 他若有所思, 集魂舞道虽然不适合他修炼, 但也可以取之能用之法, 融入自身舞道之中。 梦冲也在沉吟着, 他修炼的是肉身舞道, 乃是肉身上的极致, 而集魂舞道, 则是神魂或者说, 原神上的极致。 正好是两个极致的舞道。 在听了师父讲解集魂舞道之后, 许炼四人才明白, 师父为何要收江布平为徒了, 实在是江布平太适合修炼这门舞道了。 李玄讲解着集魂舞道的理论, 心里也暗暗期待, 一旦江布平修炼成功, 自己又会获得什么反馈? 原神蜕变。 现如今他的原神已经很强很强, 必会比肉身弱多少了。 若是再次蜕变, 又当如何强大? 好在, 肉身舞道他也编出来了, 同样走向极致的肉身, 一旦梦冲参舞出来了, 自身的实力又将有一个大幅提升。 不论是肉身舞道, 单一舞道, 集魂舞道, 奇门舞道, 都是以纯正舞道为基础的, 纯正舞道的强大, 才能发挥出最强实力。 李玄心里感叹着, 而且, 许言这个他的舞道开拓者, 也必然会从集魂舞道中, 集取所需, 进一步提升, 将纯正舞道走得愈发纯粹, 愈发强大。 大道经书上, 给出的集魂舞道信息, 集魂舞道, 功法完善度, 终上, 参悟难度, 高, 修炼难度, 高, 修炼难度高的主要原因, 在于江不平要成功入门, 必须解决神魂上的不化之气。 不然, 以江不平的天生神魂, 修炼难度不会达到高的评级。 集魂舞道在于修炼出不化神魂, 唯有修炼成不化神魂, 才能真正地显露, 集魂舞道的威能。 而修炼出不化神魂, 本需要一步一步修炼, 历经多次集魂蜕变, 其中过程, 恐怕会承受一些苦楚。 正因为如此, 集魂舞道难修, 也不是常人所能修炼的, 而你神魂沾染了不化之气, 却是一个契机, 将不化之气彻底融入神魂, 成为神魂的一部分, 进而使得神魂直接蜕变为不化神魂。 直接免去了漫长苦修, 直接移步到位, 成为真正的集魂舞者。 但前提是, 你能够顺利解决不化之气。 李玄说到最后, 神色肃穆地看着江不平说道。 江不平激动不已, 这世上竟然有如此神妙, 强大的舞道, 超乎想象, 与他所认知的舞道, 完全是两个概念, 更是天地之别。 集魂舞道之强, 甚至超越了他对舞道的认知。 机缘? 自己的大机缘来了。 终于看到了崛起的机会, 终有一天, 自己可以荡尽心中不平。 师父, 弟子一定勤奋苦修, 绝对不会辜负你的期望。 江不平拜扶在地, 恭敬都说道。 舞道路漫漫, 没有止境时, 好好努力修炼吧。 为师便传你集魂舞道之法, 带你成功将不化之气, 融入神魂, 修炼出不化神魂, 你便恢复了。 李玄说着, 开始传江不平集魂舞道之法。 江不平恭敬地听着, 生怕遗漏了任何一丝, 尤其是如何解决不化之气之法。 你可记住了。 李玄将舞道之法讲解一遍后问道。 弟子记住了。 江不平恭敬地道。 嗯。 李玄满意地点头, 不过他还是再次摘取着重要点, 给江不平又讲解一番。 谢师父传道之安。 江不平恭敬地行礼道。 好好参悟吧, 争取早日修炼有成。 李玄点了点头。 是, 师父。 江不平深吸一口气, 目光坚定, 他要闭关, 他要参悟集魂舞道。 只是, 不化之气时刻影响着他, 使得他难以集中意识, 这就意味着他参悟功法的难度大增。 不过, 他已经有了解决之法, 以疼痛刺激自己的意识, 让自己可以集中精神, 就如他上一次与山真王大战一般。 五师弟, 你神魂受不化之气影响, 意识不容易集中, 师姐我这里有一种丹药, 可以助你集中精神。 素灵秀笑意盈盈地说道, 真的, 多谢师姐。 江不平大喜。 这丹药, 是师姐专门为你炼制的, 服用之后, 会时刻刺激神魂, 提振精神, 也能温润神魂, 一枚丹药, 可以让你维持六个时辰的精神状态。 素灵秀取出一瓶丹药, 递给江不平道。 这是, 他在钻研不化之气, 尤其是江不平的状况之时, 专门钻研出来的一种丹药。 多谢师姐。 江不平大喜。 丹药若是不够, 跟师姐说, 师姐在为你炼制。 素灵秀笑道。 是, 师姐。 江不平感激不已。 五师殿, 四师兄我炼器的, 这里有几件神器, 也能助你。 这是阵盘, 可以汇聚天地灵器, 方浩也取出几件神器说道。 多谢四师兄。 江不平心里震撼, 这师兄师姐随手给出来的东西, 都是他从未见过的, 都玄妙不凡的宝物。 纵然是太昆镜, 在神域属于顶尖大镜之一, 也未曾有这等玄妙宝物。 许言笑着说道, 你大师兄我, 修炼的是纯正舞蹈, 可没有这些东西给你, 不过舞蹈上的一些问题, 我可以给你一些建议。 梦冲摸着光头黑黑道, 我修炼的是肉身舞蹈, 若是你想知道, 怎么运用肉身, 找我就对了。 江不平心中振奋, 师兄师姐各有不凡, 自己在如此强大神器的宗门里, 崛起之势谁人能挡。 李玄传完江不平急魂舞蹈, 五个徒弟在相互交流, 增进感情, 他也默默地看向大道经书。 小天道之眼, 功法完善度, 中, 参悟难度, 高, 修炼难度, 高。 这是天道之眼的简化版, 也是修炼天道之眼的基础, 李玄花了不少心思, 才终于编出来了。 小天道之眼也已经很强了, 不过要参悟和修炼出来, 难度不小, 至于是否有某些天才地宝, 可以辅助修炼, 这就交给徒弟去探索了。 李玄心里嘀咕着, 接下来, 他就要传许言四人小天道之眼。 至于江不平, 他修炼的是极魂武道, 小天道之眼不适合他, 不过极魂武道也有独特的神通。 而且, 极魂武道因为是神魂极致, 自然也具备一定的窥破虚幻等能力。 等江不平修炼成功之后, 再编一些适合极魂武道的神通, 传给他便是了。 许言与梦冲, 也差不多要外出闯荡了, 比如去万雷宗与天舞门的天窟里, 甚至离开清华境。 神域浩大, 三十六境各有不同, 行走天地, 会武天下, 才能更快速提升实力, 增加武道的感悟。 所以, 破虚境之上的武道之法, 以及大日星辰不灭体第二第三重, 也到了传给许言与梦冲的时候了。 江不平满怀激动地去闭关参悟, 集魂武道去了。 知道为师, 如何一眼便看出, 你们武师弟是天生神魂吗? 李玄这个时候, 看向四个徒弟, 笑着说道, 师父, 难道是有什么神通, 可以看透这一切? 许言双眼一亮, 兴奋地问道。 李玄点头, 师父, 师父, 是什么神通? 素灵秀激动不已, 小跑到师父身旁, 给师父按捏着肩膀, 师父, 师父, 传给徒儿呗。 李玄乐呵一笑, 手中的玉如意拍了拍素灵秀, 给他按揉肩膀的小手, 道, 行了, 今日便是传你们这一门神通。 许言四人都激动不已, 若是修炼成功了这门神通, 岂非什么伪装, 什么特殊之人, 都瞒不过一双眼睛, 为师要传你们的神通, 乃是同树类神通, 天道之眼, 当然以你们如今的境界, 想要修炼天道之眼, 是无法做到的。 因此, 传你们修炼天道之眼的基础, 小天道之眼。 李玄讲解了一番天道之眼, 怎么玄乎, 怎么强大, 就怎么吹, 听得四个徒弟, 神情激动, 脸色胀红, 恨不得马上修炼成功。 小天道之眼, 虽只是天道之眼的基础, 却也是玄妙莫测, 一旦修炼有成, 看透虚幻, 破开幻象, 杀敌, 追踪轻而易举。 接下来, 李玄将编好的小天道之眼, 仔细讲解一番, 传授给四人。 等到徒弟全都铭记下来, 最后又补充道, 如何修炼, 如何参悟, 是否可以借助外物, 你们自行探索。 小天道之眼, 感悟不同, 修炼出来了, 也会有些差异的, 并非所有人修炼的都一致。 李玄对于瞎编, 已经很熟练了, 为了避免出现徒弟彼此参悟之后, 修炼出来的有所不同, 因此, 提前把这个可能出现的漏洞给堵上。 是, 师父。 许颜四人激动地硬道, 传完了小天道之眼, 接下来就该传后续的武道功法了。 目光看向许颜, 开口说道, 徒儿, 你以明悟破虚境武道之法, 神通的修炼, 也大有进展, 相信要不了多久, 就会突破神香境, 乃至破虚境。 你以明悟破虚境武道之法, 传给你。 许颜一听, 顿时来精神了, 激动地道, 是, 谢师父。 李玄手里转着欲如意, 目光深邃, 沉声说道, 破虚境, 破开天地空间, 不受天地空间束缚, 你既以明悟破虚境之法, 想来已明白, 破虚境乃是为了超脱天地的一个基础。 许颜点头, 恭敬地道, 弟子明白。 李玄站起身来, 一手背负在身后, 微微抬头看向天穷, 神秘气息若隐若现, 使得高人的形象瞬间无限拔高。 天地, 对于弱小者而言, 乃是广袤浩瀚, 终其一生, 也无法变缆天地。 而对于有志于武道巅峰者, 到了一定的境界, 却又仿佛是一个囚龙。 多少武道雄才, 最终都想超脱天地, 超脱稚古, 踏足武道之巅, 又有多少武道雄才, 终其一生, 只能困顿在天地之中。 悠悠的声音响起, 许颜心中一震, 仿佛看到了无数武道雄才, 困顿在天地之中哀声叹气, 甚至因此而心性大变。 天枯乃是天地之窟窿, 天地之外的敌人, 侵入而来, 但此方天地的武者, 却又无法脱离天地而去。 想必不少强者, 都心生无奈, 颇为不甘吧。 许颜心里想着, 这一刻, 他深切地感受到了, 师父话中那些武道雄才的悲凉。 李玄自觉铺垫得差不多了, 神色肃穆地道, 破虚境之上, 便是天地境。 以身为天地者, 超脱于身外之天地, 以武道之法则, 开辟武道之天地。 以武道之意, 而成天地之意, 天地境。 许颜精神一震, 脸上露出兴奋之色, 这一瞬间, 脑海中浮现出了破虚境以下, 所有的武道境界。 从练皮, 练骨, 练脏为基础, 气血境, 先天境, 一直到破虚境, 一步一步走来的武道境界, 一步一步修炼而来。 最终, 都只是为了天地境打基础。 原来如此, 正如神意境, 我一级天意, 我心急天心, 这起飞就是为了让武道之意, 成为天地之意的基础。 神缘境, 亦与真缘融合, 因而蜕变, 这起飞是天地之气, 天地之力, 容纳了武者之意, 天地才是真正的属于自身之天地。 许颜越是深思, 越是明悟, 脑海中将各武道境界真意, 都提取出来, 化为了武者天地的框架。 李璇看着许颜, 暗暗点头, 不愧是自己的武道开拓者, 这就有了明悟了, 如此看来, 明悟天地境武道之法, 也不会太难了。 师父, 破虚境之下, 都是基础, 为了开辟自我的天地, 打下的基础, 是吗? 许颜明悟之后, 兴奋地问道, 李璇一脸欣慰之色, 徒儿, 你终于明悟了。 心里却是感叹, 妖孽啊, 这就脑补完善了, 得到师父的肯定, 许颜越发兴奋了。 天地境, 以武道法则为根基, 开辟武者之天地, 以身为天地, 但并不意味着, 天地境已经超脱天地了, 只是以身为天地, 等凭于身外天地, 以我天地, 撼动这方大天地, 真正的具有天地之威。 天地境的修炼, 是很困难的, 需要将自身武道法则, 灵台, 元神等等, 都列入天地之中。 感悟不同, 天地自然也不同, 天地之境, 因人而异, 各有不同。 李玄继续讲解天地境的理论, 将天地境理论讲解完毕, 这一境界的利益, 已经呈现了出来, 许颜有了直线的了解之后, 李玄才开始传天地境修炼之法。 这一境界, 正如李玄所言, 是很难修炼与突破的, 而一旦突破, 将是巨大的提升, 距离真正的超脱天地, 就真的不远了。 天地境的武道之法, 比破虚境更难以参悟, 更繁杂, 更难以实现, 整篇功法也更长。 虽然天地境武道之法繁杂了一些, 涉及更多, 但以许颜的妖念, 终归是可以参悟出来的。 只要天地境成功参悟出来了, 那么天地境之上的境界, 又会变得容易一些了。 可以说, 天地境乃是一个巨大的跃升, 从这一个境界开始, 就要触及到的层次了。 李玄心里默默地想着, 大道经书上, 给出的天地境信息。 天地境, 功法完善度, 中, 境界衔接度, 中下, 参悟难度, 高, 修炼难度, 高加。 李玄绞尽脑汁, 既要天地境足够强大, 又能够容易修炼出来, 却是始终无法将修炼难度降低。 最终只能如此确定下来了, 不过他相信, 以许颜的妖念, 是可以参悟出来, 是可以修炼成功的。 正好, 许颜也将闯荡神域, 行走神域天地, 感悟天地之旋奇, 有助于他感悟天地境, 有助于他如何明悟, 以身为天地的修炼。 李玄开始传授天地境武道之法, 许颜全神贯注地倾听着, 神色肃穆, 这一境界极其重要, 他也意识到, 这是一个非同小可的境界。 一旦踏入此境, 将真正地踏入了武道巅峰之路, 将为超脱天地, 迈出关键的一步。 这一次传授天地境武道之法, 李玄破例地反复讲解了三次, 而许颜也破天荒地, 问出了武道之法中的几个问题。 李玄都耐心地一回答, 直到许颜彻底铭记, 将天地境武道之法牢牢地记下, 且有了初步的概念之后, 武道之法终于传授完毕。 而在一旁默默听着的梦冲, 素灵秀与方浩则是一脸震撼, 太悬忽了, 太强大, 太难以参悟了。 果然, 武道越到后面, 越难以参悟, 越难以突破呀。 素灵秀也将功法牢牢记在心里, 毕竟单一武道, 修炼之法与纯正武道差不多, 境界的提升都是一样的。 方浩在沉吟着, 奇门武道的路, 方向都已确定, 他只需要一直修炼下去就可以了。 但, 前路他还没有参悟透彻。 天地奇闻, 难以凝炼, 难度很大。 方浩心里感叹一声, 玄疾又振奋了起来, 一旦凝炼成功, 他施展天地奇门时, 这奇门便如天地一般。 入奇门者, 如入他的天地, 在他的天地里, 生死一切, 进阶在他掌控当中。 将破虚境之上的武道之法, 传给了许言之后, 李玄心里感叹, 境界越高, 修炼到越后面, 武道编起来难度越大。 每一个境界, 都要深思熟虑, 都尽可能地使得实力大跨越提升, 又能够在很大程度上, 具有连贯性, 易于参悟出来, 避免出现因为无法参悟出来, 而导致武道停滞不前的情形出现。 天地境武道之法, 李玄可谓是花了大心思的, 才终于编得满意, 且又足够强大。 天地境之上, 修炼方向大致已经确定了, 不过不急于编出来, 需要深思一点, 尽可能地完善。 李玄心里沉吟着。 太苍武道, 到了不朽天尊境之后, 在网上如何修炼, 是什么境界, 他尚不清楚。 看大跃皇等不朽天尊的样子, 似乎对于前路, 也没有具体地了解。 不朽天尊, 乃是与天地同合, 与天地其寿, 但实则并非真正地与天地合一了, 看似具有执掌一方天地之力, 但终究显得有些虚浮。 以我的了解来看, 不朽天尊之上, 应该是具有真正的, 与天地合一之力, 即将一方天地掌控在手, 真正地具有掌控天地法则之力。 李玄对于不朽天尊之上的境界, 有了一些猜测。 而太苍武道, 更往上的修炼, 必然是要涉及道则了。 宁法入体, 成为宁法天尊, 那么涉及道则, 应当是宁道, 则入体了, 您道敬吗? 李玄若有所思。 太苍书的主人, 究竟是什么境界? 竟然可以记录下太苍天地的法则与道则。 李玄又想到了太苍书的主人, 想到了吴国皇宫里的那个神秘小石屋。 太苍书他至今, 尚未彻底铭记下来。 道则终究涉及太深, 哪怕以他破虚境的修为, 想要短时间内铭记, 也是有些困难的, 越到后面道则, 越是深奥, 铭记起来难度越大。 以超脱天地为目标, 等我超脱天地了, 就真的无敌了吧? 即便是太苍书的主人, 也不用拒了。 李玄心中自信满满。 当然, 太苍书的主人是否还活着, 是一个未知数。 甚至于, 他怀疑神秘小食物里的存在, 可能就是被封禁的太苍书主人呢? 传授完许言天地境武道之法, 接下来自然是传授 梦冲大日星辰不灭体第二重, 第三重的功法了。 肉身武道乃是肉身之极致, 一窍一星辰, 又何尝不是再铸就自身的天地, 肉身天地, 身如天地之宏大, 亦如天地之强悍。 李玄开始讲解大日星辰不灭体, 将第二重与第三重, 仔细地讲解几遍, 尤其是第三重, 涉及到了肉身天地的修炼。 等到梦冲彻底铭记下来, 李玄又给方浩, 补充了一番奇门武道的后续修炼之法, 进一步增强奇门武道。 至此, 武道修炼之法传授完毕。 李玄品着灵茶, 看着许炼又道, 徒儿, 你距离会见境, 只有半步之遥了, 为师今日便传你, 会见境之上的境界吧。 许炼距离会见境, 已经非常近了, 也该将后续地见到境界, 传给许炼了。 会见境之上, 乃是圣见境。 李玄早已编好了, 这是衔接会见境的最好的一个境界了。 会见境之上, 是圣见境, 在于一个圣字。 你要好好明误, 圣之真意, 见之大圣, 无见不败, 无见不从, 无见不尊, 无见可敢于之敌。 圣见一念, 世间之见皆为之响应, 皆膜拜而从。 一念圣见, 天地之见, 尽可汇聚而来, 一念可具天地之见为用。 李玄将圣见境, 亦传给许炼。 许炼神色激动, 心中大为震撼, 会见境已经玄乎异常, 而圣见境更是不可思议。 一念之间, 天下之见, 皆可为己所用, 皆可为圣见之徒。 这岂非, 一念之间, 天下之见都已具备了灵志, 为圣见赴汤蹈火。 简直不敢想象。 会见境, 已经如此难以参悟, 如此玄乎, 如此强大了, 圣见境我何年何月, 才能明悟。 兴许我超脱天地之时, 有了足够的五道境界, 五道感悟, 才能明悟圣见境吧。 许炼心中感叹地想着, 传授完许炼圣见境, 李玄自然也传授 梦冲明刀境之上的境界, 刀与剑有相同之处。 所以, 明刀境之上, 同样名叫圣刀境, 一旦踏入圣刀境, 与圣剑境类似。 李玄也想将刀知道, 明刀境之上的境界, 换一个玄乎的名称, 不与剑道相同。 奈何, 不容易编啊, 于是只能作罢, 以圣刀境为名。 剑道也好, 刀道也罢, 最终不过殊途同归, 只是刀与剑的义不同而已。 李玄传授完之后, 补充一句说道, 武道传授到此结束了, 接下来就全靠徒弟的了。 而李玄也要为后续的武道, 包括边强大的神通, 以及给神通, 划分等阶, 都要开始安排上了。 武祖也不好做呀, 太飞脑子了。 李玄心里感叹一声, 许颜与孟冲, 各自找地方沉淀参务去了。 方浩也回去忙齐门院的事情, 不论是炼器, 还是阵法都非常忙碌, 不说整个清华境, 仅仅是大越国对阵法的需求, 就非常庞大。 肃灵秀也是如此, 忙着炼丹, 钻研各种丹药。 而江不平这个新收的徒弟, 也在闭关参务疾魂武道之中, 不过李玄估摸着, 短时间内是无法入门的。 不化之气, 不是这么容易解决的。 终于, 又可以安静下来, 钻研太仓书了。 李玄吐出一口气, 取出太仓书, 继续钻研了起来。 时间匆匆, 来到神域后, 所有人都在忙碌着, 李玄所在的院子, 无人来打扰, 他也乐得清静。 但他并不悠闲, 看似悠闲地在看书, 实则分心己用, 为武道大业绞尽脑汁。 这一天, 武天南突破宁法天尊敬了。 而新梦柔, 岳长明也相继突破, 接着傅天海, 大周皇几人, 也跟着突破宁法天尊敬。 谢天恒也随即突破了, 一突破之后, 就又嚣张起来了, 找老丈人切磋, 击败了傅天海这个老丈人。 看到女儿就埋怨他, 找了个什么夫君, 不懂得孝敬老丈人。 傅云气得不行, 于是傅天海埋怨一次, 他就揍谢天恒一次, 这家子就开始热闹起来了。 直到谢天恒向老丈人服软为止, 闹剧才结束了。 你徒弟许言, 突破神通境大城, 你神通之力翻倍提升。 许言突破神通境大城了, 实力又强了一点。 李玄有些遗憾, 竟然没有提升境界, 只是神通之力翻倍提升而已。 随着许言突破, 孟冲也突破神通小城了。 接着是素灵秀也突破神通小城, 李玄实力又一次有了提升, 虽然提升幅度不算大。 来到大越国的半年之后, 杜玉英、云淼淼, 紫运、月儿也相继突破宁法天尊了。 而这一天, 太淼宗、大周国、云天碧海城, 各自所属的上宗都派遣强者来了。 终于又到了告别的时候, 孟冲, 你一定要来找我呀。 紫运整个人挂在孟冲身上道, 他本来也想留下来的, 但是想到自己修炼的武道终究有所不同, 唯有去了大周国上宗才能更好地修炼。 行吧, 我游历神域, 终归会去你那里的。 孟冲点头, 大周国的背景比玉陵府、 千五殿、雷云山庄都要强, 属于神域第一王朝、 大延王朝的下属。 大延王朝统御神域大进大延进, 实力极强, 超越大阅国太多了。 杜玉英与云淼淼也要离去了, 再向许颜和肃灵秀告别。 太延宗上宗乃是太延神宗, 实力之强在神域属于顶尖的存在。 而由于新孟柔修炼的功法特殊, 因此进入太延神宗也会受到重视, 地位不会太低。 云天碧海城所属的碧海境云天岛, 实力也是极强, 生存着海灵一族。 彩铃儿却是没有打算去碧海境, 而是选择留了下来, 对他而言最大的机缘就是跟着高人。 许兄, 我在碧海境等你到来。 谢灵风笑着说道, 他也要随父母外公前往碧海境。 好。 许颜点头。 谢灵风距离神通境已经不远了, 相信到了碧海境之后, 很快就能够突破神通境。 而且, 后续一直到破须境的五道之法都传给了谢灵风, 不会出现五道停滞的情况发生。 若是谢灵风修炼到破须境, 实力只会比不朽天尊强, 足以横行神域了。 不过, 神域存在天窟, 面临着天外之敌的入侵, 入天窟战斗, 终究是存在危险的。 好在, 每个人都有保命御符。 一一息别之后, 跟随着上宗之人, 踏上了前往上宗之路。 随着来自灵狱的熟人, 进阶离去之后, 五天难待了几天, 也告辞离去, 闯荡神域, 寻找他的五道引路人了。 每个人都有了五道之路, 许颜与梦冲, 也准备外出闯荡了。 师父, 弟子此去, 不入破墟, 恐怕不会回来了。 许颜恭敬地向师父告辞, 去吧, 五道之路, 终究在脚下, 看看这神域天地, 遍揽天地之玄奇, 有助于五道感悟。 李玄点头说道, 徒弟的安危, 他并不担心, 有保命御符在呢。 何况, 许颜与梦冲, 也不是出入五道界的心嫩了, 闯荡五道界的经验老练着呢。 况且, 都有着保命神通。 许颜距离神香境不远了, 一踏入神香境, 寻常不朽天尊, 都无法破开他的阴阳不灭剑防御。 梦冲也是如此, 防御强大无比, 而且脸稀, 顿陶之术, 都远非太仓武者能比的。 素灵秀, 方号, 以及闭关参悟集魂五道的江不平, 都暂时出关了。 大师兄, 二师兄, 静候你们的威名, 传遍神域。 素灵秀笑嘻嘻地道。 好。 许颜点头。 梦冲摸着光头道, 师妹等着便是, 灵域是一样, 传遍神域的。 师弟, 你接下来去哪里? 许颜看向梦冲笑道。 暂时在清华境闯荡, 我想去天窟转悠, 杀一些血奴, 血徒, 搜刮一些天窟宝物。 梦冲想了一想说道。 我也有此想法, 我去天武门地盘, 正好是千武殿上宗, 突然有些怀念, 赌千武殿山门的事了, 可惜无法在天武门这么干。 许颜有些遗憾地说道。 大师兄去天武门, 那我就去万雷宗吧。 梦冲也有了决定。 师兄第二人, 各自告别师弟妹后, 各自踏上了行程。 方浩一脸羡慕之色, 可惜啊, 我抽不出身来, 实力也弱了一些, 我的武道之路, 不同于大师兄和二师兄, 否则我也要闯荡一番, 只能等实力提升之后再闯荡了。 素灵秀却是没有这个想法, 笑着说道, 我还是喜欢待在师父身边, 师父走到哪, 我就跟到哪, 同样可以变懒天地。 江布平一脸羡慕之色, 怎么样,武道尚未入门, 不然我也去闯荡这神域了。 目光逐渐坚定, 神色沉宁, 道, 太昆镜, 我会再回去的, 一些人, 一些账的都该清算清算。 师弟, 我相信, 你一定可以修炼成功的, 一定可以解决不化之气的, 到时候你就可以报仇了。 素灵秀安慰道, 武师弟, 若有所需, 师兄会助你一臂之力, 让你在太昆镜大显神威的, 让那些人看看, 你是如何傲视神域添骄。 方浩拍了拍姜不平的肩膀说道, 多谢三师姐, 四师兄, 我一定会修炼成功的。 姜不平振奋地说道, 方浩继续忙着奇门院的事情, 同时传授布阵之法。 而素灵秀也是如此, 开始传授单一之术, 传授炼丹之识。 姜不平继续避关苦修去了。 小院子里静了下来, 李玄坐在椅子上, 捧着太仓书看, 身边只有彩莲在侍候着。 你的血脉不凡, 乃是海灵皇者血脉, 只是未曾激活, 一旦激活, 你将获得海灵皇者传承。 也罢, 跟随我有些时日了, 便指点你激活血脉吧。 李玄看着正在安静沁茶, 事后左右的彩莲说道, 谢谢前辈。 彩莲一正, 玄机激动地盈盈下拜道, 既然选择随时我左右, 就不要叫前辈了, 叫,先生吧。 李玄笑了一笑说道, 是,先生。 彩莲欣喜地道, 李玄抬手一点, 将激活血脉之法, 传入彩莲神魂之中。 去吧, 找个地方自己激活血脉, 这些天就不用随时左右了。 李玄目光回到太仓书上。 是。 彩莲攻进后退, 激动不已地离去, 闭关激活血脉。 清华境经历明玉天窟大举入侵, 虽然大战已经平息, 彼此又恢复了对峙状态。 但清华境内, 依然风波不断。 这一次明玉的大举入侵, 使得清华境, 尤其是大越国, 有一种摇摇欲坠之感, 使得一些舞者投靠了明玉。 而如今, 明玉被击退, 这些投降者已经变成血影的, 正在四处躲藏, 甚至制造纷乱, 他们已经回不了头了。 暗中投靠, 却是还没有变成血影, 或是血奴, 血徒的, 则是惶惶不可终日嘛, 生怕某一天就会暴露了自己。 也有人, 因此被人抓住了把柄, 正在被人利用着。 清华境虽然是三大势力统御, 但大大小小的其他势力也是很多的, 一场势力格局的洗牌也正在悄然上演着。 对于大越国, 万雷宗, 天武门而言, 至于那些势力的更迭, 他们并不放在心上, 只要承担所属区域天窟镇守任务, 能够完成即可。 天武门统辖地狱, 铁岭山范围内有一座天窟, 此天窟在清华境内属于中等网上。 镇守这个天窟的, 乃是一宗二世家, 其中一世家, 在这一次冲击中, 家主陨落了, 实力受损。 而一宗宗主, 眼看守不住, 清华竟有陷落之威, 暗中投靠了名誉。 还不等他完成内应任务, 大越国就击败了名誉入侵, 腾出了强者来, 支援四方, 几名真王天尊降临此地, 联手将这一处天窟给镇压了下去。 奈何他看似隐秘的投靠, 却也泄露了, 把柄被人拿捏着, 话语权正在一步步被剥夺, 而无可奈何, 宗门到了危险的关爱。 宗门里的长老们, 都对他这个宗主表达了不满, 只能以大战受了暗伤, 实力下降, 只能退让为由, 暂时糊弄了过去。 更是以闭关疗伤之名, 不再管宗门事务。 卫宗主, 你知道该怎么做了? 铁岭山某处隐秘山谷, 一名穿着黑袍, 脸上戴着面具的男子, 应笑着说道。 卫宗主神色阴沉无比, 沉声道, 你邵家, 投靠了名誉。 邵家, 铁岭二世家之一, 也是这次名誉入侵中, 实力受损最小的一个势力。 卫宗主, 谁告诉你, 我是邵家的人。 面具人冷笑道。 哼, 你处处为邵家夺取话语权, 增加邵家在铁岭的势力范围, 不是邵家之人, 还会是谁? 卫宗主冷笑一声说道。 卫宗主, 劝你不要想太多, 此次计划, 务必完成, 否则你知道后果的。 面具人笑了一笑说道。 无法容纳穴子进入。 哪怕我愿意做内应, 穴子也无法进来。 卫宗主沉声说道。 清华镜需要一名穴子, 为我们撑腰, 但不是让穴子进来, 穴徒就可以了, 三天后, 会有一名穴徒进入铁岭天窟。 你只需要, 你的任务是瞒过镇守者, 让穴徒大人进入清华镜, 只要穴徒大人进入清华镜, 晋升穴子就很容易了。 面具人沉声道。 卫宗主脸色变了一遍, 他想到了穴子图, 当初就是以血图身份 进入清华镜, 血迹了奇云郡城, 晋升穴子的。 怎么, 卫宗主心生大意, 不愿做这等事了? 面具人看着犹豫的卫宗主, 声音音策策地说道。 放心, 此事我会办妥的。 卫宗主深吸一口气道, 事到如今, 他已经没有回头路了。 如此最好, 今后卫宗主的好消息。 面具人说完, 身形一动就消失在原地。 回不了头了。 卫宗主喃喃自语一句, 转身离去。 而在二人离去不久, 许言从一株大树后走了出来。 清华镜, 可真够乱的, 那间不少啊。 不论是面具人, 还是卫宗主, 都是真王天尊, 实力不弱, 想要将两人斩杀, 难度不小。 去铁岭天窟, 血图是吧? 我若是把他们辛苦 接应过来的血图杀了, 再暴露他们的那间身份, 许言心里有了计划。 直面与血图交手, 想要斩杀对方, 难度不小。 哪怕他现在已经是 神通境大成了, 毕竟能够被安排进来 清华镜, 欲要重演血子图之举的血图, 实力在血图中 必然是不弱的。 正面交手, 无法斩杀对方, 那便不正面交手好了。 铁岭天窟的动乱 已经平息, 这一日, 镇守铁岭天窟的强者, 轮直到了卫宗主所守的宗门。 宗主, 你来了? 镇守的长老看到卫宗主出现, 不由得一愣地说道。 嗯, 我去天窟看看, 防止有血图再次入侵。 魏宗主点头, 进入天窟之后, 来到了天窟深处, 这里同样有一名真王天尊镇守。 我在此闭关几日, 你回宗门休整几天吧。 看向那名真王天尊说道。 是, 宗主。 那名真王天尊镇了一下, 便起身离开。 自从大战之后, 宗门实力下降, 宗主数次向少家退让, 镇守天窟的苦差事, 大部分都落在了他们头上。 轮值的时间, 比少家的强者长得多。 宗主此来, 兴许是心怀愧疚, 顶替他暂时镇守几日吧。 而且, 宗主的实力比他强, 宗主再次镇守, 自然不会出问题。 天窟深处, 就只剩下了魏宗主一人。 他取出了一枚名誉雪珠, 朝着上方那层血魔抛去, 雪珠没入了血魔之中。 安排好了。 半晌之后, 一道阴冷的声音传来。 大人, 已经安排妥当了。 魏宗主沉声说道, 很好。 血光阴晕, 一道血色身影, 从血魔之中降临而来。 这名血徒, 皮肤淡红, 脸色微白, 修长的食指宛若刚找一般, 泛着淡淡的寒光。 气息极其强大, 虽然远不如血子, 却又堪比真王天尊巅峰。 做得不错。 血徒满意地向魏宗主点头。 魏大人笑了, 是小的荣幸。 魏宗主毕恭毕进地道, 走吧。 是, 大人, 不过为了避免泄露宗介, 还请大人穿上这件甲咒。 魏宗主取出早已准备好的甲咒, 递给了血徒。 血徒穿上甲咒, 整个人都笼罩了甲咒之中, 只露出了一双眼睛, 但若是仅仅如此, 也瞒不过其余镇守天窟的舞者。 大人稍后片刻, 我把人打发掉。 二人来到距离天窟出口不远处, 魏宗主低声说道, 嗯。 血徒应了一声。 魏宗主匆匆来到天窟入门, 看向镇守的长老, 道, 大越国的奇门院, 今日就会有人来布置那什么镇法。 你带人去百里之外迎接, 此地我镇守即可。 那名长老一正, 道, 宗主, 此事应该你带队。 我不想见到邵家的丑恶嘴脸。 魏宗主低沉的声音隐藏着愤怒。 既然如此, 那我带人去吧。 那名长老无奈, 自从宗主被邵家羞辱之后, 脾气变得暴躁了。 奈何, 宗门实力下降, 暂时无法找回场子。 这名长老带领几名宁法天尊离去, 而天窟出口处只剩下几名宁法天尊在镇守, 魏宗主看了一眼, 不足以为虑。 大人, 可以了, 出口处那些几人, 就是大人的血量了。 魏宗主来到血徒身边笑着说道, 好, 很好, 散尼宫。 血徒大喜。 正在镇守天窟出口的几名宁法天尊, 突然神色一变, 抬头看向走来身披甲州的身影。 名誉血徒? 宗主, 你这是? 所有人都惊呆了, 宗主叛变了, 投靠名誉了。 哄。 血徒出手了, 刚找一般的食指, 骤然绽放出星红的光芒, 一把将几名宁法天尊抓了过来。 啊, 宗主叛变了。 有宁法天尊怒吼一声, 欲要将声音传出去。 哼。 魏宗主冷哼了一声, 真亡天尊之力, 早已覆盖四方, 将声音阻隔在内。 姐姐, 不错的血石。 血徒阴冷地笑着, 手爪猛地抓向一人胸口, 似乎想要将人心脏挖出来。 嗡。 骤然之间, 一道黑色的剑光, 从那人手中展出。 这一剑, 仿佛可以绝灭一切, 灵力无匹, 杀伐无双。 骤然而来的变故, 使得血徒神色大变, 身上血光涌动, 身形晃动之间, 就要抵挡这一剑, 就要避开这一剑。 然而, 这一剑太快了, 太出乎意料了。 区区宁法尽五指而已, 他何曾放在眼里, 故而没有丝毫防备, 带这一剑斩来, 他已经来不及应变了。 破。 绝天一剑, 绝灭一切。 许言叙事待发的一剑, 瞬间就斩杀了这名亵徒。 接着, 抬手就是一掌, 赤裂燕红的掌力, 宛若大日之火一般, 直接将血涂正在崩灭的尸身, 直接轰灭一丝灰烬都没留下。 骤然而来的变故, 魏宗主都惊呆了, 只觉得头皮发麻, 那一剑之灵力, 乃是他平生未见。 若是这一剑对他出手, 必死无疑。 此刻, 他一颗心沉了下去, 自己暴露了。 血涂被斩杀了。 宗主, 未曾想到, 你竟然真的叛变了。 此刻, 本该离去的镇守真王, 出现在了天窟, 神色愤怒, 咬牙切齿。 你们, 早已知道了。 魏宗主苦涩一笑地道, 若不是这位小兄弟, 我们就被你瞒过去了。 长老冷声说道, 既然如此, 那就没什么可说的了, 站吧。 魏宗主深吸一口气, 骤然目光凌厉, 一掌向许言杀了过去。 你是何人? 许言身前, 阴阳不灭剑循环不息, 淡然地道, 剑神许言。 坏我大事, 今日必杀你。 魏宗主怒不可遏地说道, 宗主, 你冥完不宁。 两名镇守天窟的长老, 直接出手, 围攻魏宗主。 轰隆。 骤然之间, 天窟震动, 深处血光绽放, 一道道血色身影降临而来。 名誉入侵了。 快传讯求援, 铁领天窟, 有名誉之敌入侵。 一名长老沉声说道, 长老已经传讯出去了。 天窟入口, 有武者应道。 我去镇压名誉入侵者。 许言身形一动, 直接向着天窟深处而去, 抬手一掌, 一声龙银响起, 金色巨龙怒吼着, 沙相降临的血色身影。 哄, 大战爆发。 许言看着不断出现的血奴, 甚至还有一名血徒, 他振奋不已, 双眼战意昂然。 正好借此磨练神通。 一念之间, 山河浮现, 剑中山河。 真龙怒, 绝天一剑, 大斋天守, 树门神通同时施展, 一人抵挡名誉大军入侵。 一个个血奴, 在剑光之中被斩灭, 就连那名血徒都感受到了威胁, 星红的长刀不断斩出, 却是始终无法, 伤到许言丝毫。 后方, 两名长老在围攻卫宗主, 却是依然落入下风, 此刻大战中的三人都震惊不已, 那是什么武道, 太强大了。 少年一人, 独占名誉之敌, 而不落下风啊。 许言越战越兴奋, 越战越强, 热血沸腾之间, 仿佛对于武道, 对于神通, 对于杀伐之道, 有了新的感悟。 这才是我的路, 无敌之路。 许言心中沉宁着。 Wong! 某一刻, 一剑斩出, 剑光在半空之中, 宛若有了灵质一般, 转了个弯, 避开了血徒的抵挡, 从后方刺入了血徒的肩膀。 Po! 血液飙射, 那名泄徒一脸震惊之色, 剑光有灵。 这是什么剑道? 某一刻, 一声龙银响起, 这一声龙银, 与之前的龙银, 有了一些不同。 仿佛具有了灵性一般。 金色巨龙, 双眸凌凌神威, 抬起一只龙爪, 猛地抓出, 雷光在爪子上浮现, 旋即藤魔变换着方位, 宛若并非一道掌力, 而是真正的真龙。 许妍微微闭起了眼睛, 剑光从她手中不断涌现, 每一道剑光, 都似乎在施展着一种剑法, 仿佛可以自行对敌。 哦! 又一条金色巨龙咆哮而出, 杀入了血奴之中, 甚至俯冲而上, 轰击向了那一层血魔, 直接将尚未降临的血奴轰灭。 这就是会剑之妙啊。 许妍沉浸在玄妙的感悟中, 这一刻会渐进的玄妙, 不断地涌现。 灵台之上, 元神手中持着一柄剑, 而无形的剑意仿佛遍布了灵台, 形成了一种玄妙的状态。 某一刻, 一条金色的小龙出现在了灵台之上, 在元神深周盘旋着, 双眸异一一生辉, 仿佛充满了灵智。 响龙掌第七宠, 怒而起风雷, 且而无踪。 某一刻, 金色巨龙在血奴大军中消失了, 仿佛潜藏了起来, 无踪无影, 只是骤然之间, 一只龙爪浮现, 响起风雷滚滚, 龙影盘旋, 龙威浩荡, 更有一股狂暴的怒意。 嗡! 天窟之内, 骤然响起了剑淫之声, 仿佛天窟万物, 都已化作了剑, 每一柄剑都具有灵智一般, 更可怕的是, 这些剑排列成了某种剑阵。 会剑斩魔? 许颜睁开双眸, 气质洒脱, 挥手之间, 剑阵裂, 龙威起, 包括那名血徒在内, 一众名誉入侵者, 尽数灰飞烟灭。 铁岭天窟里, 许颜大显神威, 斩杀一众名誉之敌, 而正在与两名长老战斗的魏宗主, 此刻惊惧不已。 此人是谁, 竟然如此强大, 武道之法, 简直不可思议。 清华境内, 从未听闻此等神庙之法, 难道是来自大境的绝世天骄? 逃! 必须逃! 魏宗主疯狂出手, 打得两名长老狼狈不堪, 正要寻击顿头, 骤然之间, 一道剑光从天而降, 龙吟之声响起。 更有一只大手, 蕴含着强大的威能, 向他拍了下来。 许颜已经出手了! 铁岭天窟的变故, 魏宗主的叛变, 短短时间就在天武门地狱传了开来, 而天武门大为震怒, 也意识到, 一些背叛者没有暴露出来。 当即下达了清查令, 开始寻查统侠地狱内的 所有镇守天窟的势力。 而剑神许颜之名, 也在天武门地狱传开, 一人斩灭名誉之敌, 最后更是斩杀了魏宗主。 虽然有两名真王天尊协助, 但能够在短时间内将魏宗主斩杀, 实力之强, 也是极其不俗的, 放眼清华境内, 恐怕没有一位天骄能比。 尤其是那神妙的剑道, 那栩栩如生的真龙, 都超乎了想象, 这等武道之术, 简直不可思议。 不愧是高人之徒啊。 天武门宗主感叹一声说道, 其与长老纷纷点头, 高人之徒, 武道神庙当真, 匪夷所思。 整个天武门, 同龄之中, 无一人是其对手。 任何人, 不能得罪高人之徒, 尽量给予方便。 天武门宗主沉生说道, 不论是高人的强大威慑, 还是与方号, 肃灵秀的合作, 都必须端正了态度, 不能得罪高人之徒。 许颜在天武门统御的地狱行走, 进入一个个天窟, 魔力自身舞蹈。 而不久之后, 万雷宗地狱内, 也传出了一个光头猛少年, 肉身雕悍无比, 一人横推血奴, 那狂暴的争斗, 震撼了观战的武者。 头悬大日, 风雷在手, 甚至化作金甲巨人, 强悍无匹, 宛若天神。 于是乎, 刀绝梦冲之名, 没有传出来, 不够响亮, 反而被一众武者称之为, 天神梦冲。 天神梦冲之名, 开始广传出来。 天神梦冲, 不叫刀绝了呀。 大越国京城, 丹医院的小院子里, 肃灵秀感叹地说道, 师姐, 你还是叫丹医仙子呢? 方浩笑着说道, 许言与梦冲的事迹, 已经传了过来, 自从方浩开始炼制传训符, 在清华境重建类似万世盟的传训体系之后, 讯息传递的速度大增。 传送阵也开始安排上了, 并且开始传授阵法之道, 一些简单的阵法布置, 已经不需要他亲自前往了。 李玄心里感叹, 果然闯荡武道界, 才更适合许言与梦冲二人, 这才闯荡不久, 就有了提升了。 你徒弟许言, 突破会渐进, 你会渐进大城。 许言终于踏入会渐进了。 至于圣渐进, 何时可以参悟出修炼方向, 暂时还未可知, 不过李玄对许言有信心。 你徒弟许言, 降龙掌突破第七重, 你降龙掌第七重大城。 第七重降龙掌是一个巨大的突破, 一掌拍出已经不是简单的狂暴无比的降龙掌力, 而是宛若拍出了一条真龙。 这一条真龙具有一定的真龙之性。 第七重降龙掌已经是神通之掌了, 初步具备了降龙法则之意。 李玄心里欣喜地想着, 许言的真龙怒乃是一门从降龙掌里衍生出来的神通, 而第七重的降龙掌本身就已经是相当于神通了。 真龙怒与降龙掌可以完美地叠加在一起, 宛若两门神通融合施展, 威力自然暴增。 你徒弟孟冲, 明悟大日星辰不灭体第二重, 你大日星辰不灭体突破第二重。 在许言与孟冲的消息相继传来, 直到这一天, 孟冲在万雷天窟里, 肉身硬汉一名顶级血涂攻击, 展露强悍的肉身之力, 但也受了一些轻伤的时候。 大道经书的反馈也跟着出现了。 孟冲, 明悟了大日星辰不灭体第二重了, 这显然是他在大战中以肉身硬汉攻击, 净显肉身狂霸之姿, 而有了顿悟的结果。 在大战中, 在危险的战斗中, 甚至以肉身受到轻伤为代价, 明悟了大日星辰不灭体第二重。 肉身舞蹈也突破破虚境了。 李璇肉身发生着蜕变, 翘穴之中, 宛若郁郁着星辰, 强悍无匹的星辰环绕肉身, 仿佛使得他的肉身如同天地一般。 万千星辰汇聚一体, 大日星辰不灭体后续的肉身方向, 我差不多有眉目了。 这一刻, 李璇心中有了想法, 大日星辰不灭体的后续肉身知道, 他已经找到了。 以我现在的实力, 只手捏爆大月皇, 都是轻轻松松的。 李璇兴奋不已。 随着肉身舞蹈突破破虚境, 实力自然又大幅提升了, 仅凭肉身蛮力, 就足以只手捏爆大月皇这样的不朽天尊了。 素林秀这丫头, 也差不多能够明悟破虚境了吧。 李璇充满了期待。 素林秀也明悟之后, 他三门舞蹈都达到了破虚境, 实力自然又会进一步提升。 方好的奇门舞蹈一直都在进步中, 毕竟奇门舞蹈的修炼比较特殊一点, 想要将奇门舞蹈也提升到堪比破虚境, 并不是这么容易的。 江不平这家伙, 什么时候才能修炼成功集魂舞蹈? 李璇想到了新收的徒弟江不平。 这些十日以来, 一直在闭关参悟, 一直在尝试着融合不化之气, 解决神魂中的不化之气, 使得神魂蜕变为不化神魂。 奈何不化之气, 并非如此容易解决的。 不过, 江不平也有了进展, 随着他不断参悟, 不断尝试着融合不化之气, 他现在的精神意识, 哪怕不受刺激, 也能够集中一些了。 这是一个好的现象, 意味着解决不化之气的方法是正确的, 接下来就是要靠时间一点点地慢慢化解了。 这个时间, 固然漫长了一些, 至少看到了希望。 而第一步, 往往是最艰难的, 只要顺利解决了不化之气, 此后他的神魂将不会再惧怕不化之气, 甚至可以尝试着, 摄入一点点不化之气, 用来修炼神魂了。 江不平是真王天尊镜, 他一旦解决不化之气, 蜕变为不化神魂, 成功修炼出即魂武道, 实力不会弱于真王天尊。 而这只是起步阶段, 随着他的修炼, 即魂武道之威将会不断展现出来, 可以在比较短的时间内, 将实力提升到不朽天尊的地步。 李玄对于江不平的实力提升, 有了一个大致的评估。 许炼这个大师兄, 想要继续保持大师兄的强大实力, 就有些压力了。 不过他距离神香境不远了, 等到江不平解决了不化之气, 许炼已经突破神香境了。 以许炼的实力, 移入神香境, 真王天尊已非敌手。 凭借着阴阳不灭剑神通, 寻常不朽天尊都难以伤到他。 这是新的传讯符, 虽然无法做到可以传讯神域, 不过大半个清华境内传讯, 却是毫无问题的, 以此构建传讯体系便捷得多了。 方浩将一叠传讯符交给大月皇说道, 这是他最新炼制出来的传讯符, 传讯距离有了巨大的提升, 而下一个阶段的传讯符, 则是只要有天地法则所在的地方, 就可以进行传讯。 由于涉及到了天地法则, 方浩目前的实力还不足以炼制出来, 而且对于天地法则的了解还不足够。 好好好, 有了传讯符, 清华境内, 任何一座城有变故都可以及时获知。 大月皇大喜不已, 代表万雷宗而来的城战, 也是大喜不已, 传讯符使得清华境进入一个新的时代啊。 传讯符目前的传讯距离, 最远可以达到十万里, 暂时是极限了, 更远的话, 目前的神才无法支撑传讯。 而且, 炼制十万里传讯阵, 布置十万里传讯阵, 并不容易, 消耗颇大。 方浩接着说道, 他心里很兴奋, 与大月皇合作, 果然是明智之举。 如此庞大的资源挥霍之下, 不论是阵法, 练气, 静置等等, 都有了巨大的提升, 迈入了一个新的台阶。 奇门五道也在快速提升当中。 方兄弟需要什么? 尽管开口, 十万里传讯阵也暂时够用了, 支援四方的速度也会大幅提升。 大月皇激动不已得到。 好, 那我就不客气了, 传讯阵每次开启都需要动用灵精, 是小事, 重点的传颂阵的防护大阵, 必须要经受的助攻击。 而且, 一旦传颂过程中, 传颂阵被攻击损毁, 传颂之人也能够安然无恙, 这是非常重要的, 方浩接下来, 开始为布置传颂阵而忙碌着。 另一边, 丹医院里, 肃灵袖手一挥, 一个大罐子出现, 里面装满了丹药。 大月皇, 这些丹药, 可以提升宁法镜突破练针镜的几率, 可以助宁法镜突破瓶颈, 这是炼针丹, 一共一万枚, 多得不敢说, 让你大月国增加几百名真王天尊, 还是可以做到的。 几百名真王天尊, 足以让大月国实力大增。 好, 好, 好。 大月皇大喜不已, 自然又是源源不断, 将各种珍惜神药, 送到肃灵袖手中。 这是治疗根基损伤的丹药, 哪怕是真王天尊, 一般的根基损伤, 都能够恢复, 若是损伤太严重的, 只能来找我医治了。 素灵袖继续取出丹药来。 多谢素姑娘。 大月皇激动不已。 玄机, 他又神色肃穆地问道, 素姑娘可有增加突破不朽天尊镜的丹药。 炼针一称, 不朽难入。 这句话在神域广为流传。 整个清华镜争王天尊有多少, 没有具体的技术, 但不朽天尊却是明明白白的, 只有大月国、万雷宗和天武门存在不朽天尊。 加起来不到二十名。 由此可见, 不朽镜究竟是何等难入? 诸多古老真王天尊, 早已处于真王巅峰, 甚至继续抵运无数载, 直到寿元浩镜也未能踏入不朽镜。 丹药的出现, 让大月皇等人看到不朽镜的突破几率, 兴许可以提升一些。 每多一名不朽天尊, 对于清华镜而言都是意义非凡的, 足以将清华镜的整体实力提升一大截, 更容易应对名誉的入侵。 哪怕证明不朽天尊实力稍弱一些, 也是如此。 素灵秀沉吟了起来, 不朽天尊这个境界太高了, 况且他修炼的并非太苍武道, 如何炼制可以增加突破不朽天尊几率的丹药, 对他来说并不容易, 需要花更多的时间琢磨。 而且, 即便琢磨出来了, 以他如今的境界是否能够炼制出来, 也是不确定的。 有一点可以确定的是, 炼制突破不朽天尊的丹药, 所需的药材必然是极其不俗的, 炼制失败一次, 就是一次不小的损失。 当然, 这些损失都是大月皇他们承担, 素灵秀不会考虑这个, 他需要考虑的是, 怎么钻研出合适的丹药来。 大月皇, 不朽天尊净毕竟不俗, 想要增加突破几率, 难度不小的, 而且所需的药材必然极其珍惜。 这样吧, 你可以将神域的天才地宝名册给我一份, 也可以凑一些给我, 如此我才能更容易钻研出合适的丹药来。 好, 没问题。 大月皇点头, 增加突破不朽天尊几率的丹药, 并非他一人之事, 所以, 素灵秀所需的药材并非大月国一家承担。 一旦真的钻研出来了, 不论是大月国, 万雷宗, 天武们都存在距离不朽天尊, 只差一步之遥的顶尖真亡天尊。 有了丹药辅助, 必然会有人, 可以突破的。 大月皇兴满意足地带着丹药离去, 承战代表万雷宗, 也从素灵秀手里购买到了所需的丹药。 天武们也是如此, 皆大欢喜。 素灵秀心里明白, 不论是大月国, 万雷宗, 还是天武们, 对他如此恭敬, 有求必应, 不敢动任何歪心思, 都是因为师父的震慑缘故。 不能什么都靠师父啊, 我也要提升实力, 虽然我的单一舞蹈不擅长战斗, 但这是与大师兄, 二师兄相比而言。 素灵秀心里嘀咕着, 唯有自身实力强大, 才能真正地面对一切威胁。 使得清华镜武道界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 翻开了新的一页, 对于清华镜武者而言, 正法与丹药已经不是莫名词了。 而丹药的稀缺也导致了, 在清华镜武道界属于奢侈之物。 清华镜正处于翻天覆地的变化之中, 首先是丹药, 逐渐进入了宁法镜武者的视野之中, 所有武者都有一个常识, 丹药可以加快武道修炼, 增加突破几率。 炼器也进入了武者视野, 几乎所有曾经的断气师都转而学习与修炼炼器之术, 随着炼器之术的流传, 最大的变化就是武者手中的武器威力提升了。 这也使得清华镜的整体实力有了不小的提升, 最直观地莫过于明玉天窟里的血徒, 血奴了, 上一次战斗与下一次战斗, 面临的压力都大幅提升。 清华镜武者手中的武器, 展露出来的威力竟然强了三成以上。 而丹药的普及也使得伤亡大幅降低。 最直观的是, 战斗中一名武者被一击重创, 在以往是绝对无法活着走出战场的, 结果一枚丹药下去, 短短时间就恢复了六七成伤势, 再次嗷嗷叫着投入了战斗之中。 渐渐地, 清华镜内流传了这么一句话, 天下炼器出其门, 丹道之源在灵秀。 炼器来自其门方号, 而丹道来自单一仙子素灵秀。 方号与素灵秀之名, 响彻清华镜, 成为了清华镜舞者膜拜的人, 凡是炼器, 炼丹的舞者都供奉了方号与素灵秀。 而渐渐地, 炼器师与炼丹师在清华镜地位尊崇, 人人都想成为炼器师与炼丹师。 但不论是炼器还是炼丹, 都讲究天赋。 五年时间, 清华镜从最初的危机, 动乱, 近乎被名誉入侵成功, 到如今进入一个新的时代, 武道界实力大幅飙升, 出现了炼器师与炼丹师两大特殊舞者。 鸣玉天窟更是被荡平了一个又一个, 极大的压制了鸣玉的气焰, 使得鸣玉入侵的机会大幅缩小。 而这一切都源于五年前, 神桥开启, 高人降临。 也因此, 从鸣玉而来的那些天骄, 备受重视, 受到了优待培养。 当然这些灵体天骄, 自身天赋也不差, 实力提升自然不慢。 许炎与孟冲之名, 早已在清华境如雷贯耳。 前不久, 许炎在天舞门天窟里, 与一名血子交手了几机, 虽然不敌, 却也轻松退走。 而剑道的理念, 也随着许炎的声明远播, 而在清华境广传, 激励着每一个剑道舞者, 都在追求真正的剑道之路。 比如, 剑心通明, 比如领悟剑意。 如今, 整个清华境, 所有修炼剑道的舞者, 都认定了, 没有剑心通明, 就不算真正地踏入剑道门槛。 而剑势, 也随之传开来, 诸多剑道舞者, 开始从修炼剑势入手, 这也使得这些剑道舞者的实力, 有了不小的提升。 天下剑道, 许炎为尊, 这句话已广传清华境。 孟冲天神之名, 自然也响彻清华境, 更是被一些尊崇蛮肉身蛮力的舞者, 奉为体修之尊, 体修的引路人等等。 之所以如此, 是因为孟冲传授了舞者天锤百炼功, 但也算是在太仓舞道里开辟出来了一条分支。 五年时间对于强者而言并不长, 但对于清华境来说, 却是天翻地覆般的变化。 甚至有些强者不过闭关苦修, 短短几年时间出关, 发现整个清华境都变得陌生了。 又是阵法, 又是丹药, 舞者们都在讨论什么剑势, 剑心通明, 剑意亦或者在讨论, 要炼制一把什么样的灵器。 甚至于, 有肌肉囚结的舞者, 在讨论着怎么修炼肉身, 去哪里购买辅助修炼肉身的丹药等等。 与以往的每次出关, 都是哪一处天窟动乱, 哪里的天窟伤亡惨重, 完全不同了, 鲜少听到讨论天窟之事。 恍惚间, 有一种天窟已经彻底平定, 沧海桑田之感, 明明只是过了几年时间而已啊。 五年时间, 李璇已经将《太仓书》看到了第十六页了, 距离看完整本《太仓书》只差两页而已。 对于太仓天地的道则, 对于道则的了解, 有了大幅的提升。 五年了呀, 收获不小啊。 李璇心里感叹一声, 果然实力强了, 时间对于强者而言, 变得不重要了。 恍惚眨眼之间, 就过去了五年了。 这五年来, 不论是阵法的推广, 炼丹术的推广, 太仓武道体修的出现, 都给他带来了丰厚的反馈。 实力进一步得到了提升。 许颜也在前些天, 突破神通镜圆满了, 正在为积蓄底蕴, 突破神香镜做准备当中。 梦冲神通镜大城, 素灵秀神通镜大城, 而且素灵秀已经明误了单一武道, 破虚镜武道之法。 李璇三门武道都踏入了破虚镜。 方浩的奇门武道也是进步迅速, 并且进一步明误奇门武道前路, 使得李璇的奇门武道也大幅提升。 虽然尚没有堪比破虚镜, 但也不远了。 这五年来, 清华镜日新月一般的变化着, 首先大城都布置了护城镇法, 更大的城池之间布置了传颂镇便于往来。 随着传颂镇迭代, 如今的传颂镇一次传颂距离, 提升到了30万里, 极大提高了武者往来便利, 尤其是对危机天窟的支援。 这也就导致, 明语天窟的威胁正在不断下降当中。 甚至, 强者突然离去, 镇压一个天窟, 镇压完了一个天窟, 不带实力空虚的天窟里的明语敌人反应过来, 强者已经返回来重新坐镇天窟了。 这一招屡试不爽, 明语也屡屡战败。 太仓体修, 有些意思。 李玄心里笑了一笑, 太仓武道出现体修一脉, 出乎他的意料。 当然, 因为体修源自梦冲, 而梦冲又是他编的肉身武道修炼者, 他的徒弟。 自然而然的, 太仓体修的出现也给他带来了一些反馈。 先生, 这是我新做的灵膏。 彩铃捧着一叠灵膏过来。 自从激活了海灵族黄者血脉, 彩铃的实力正在快速提升当中, 短短五年时间, 如今已经是宁法天尊中期了。 尤其是, 在激活了黄者血脉后, 彩铃看起来更美艳动人, 更纯洁无瑕, 隐约间有一种黄者之气。 嗯, 李玄点了点头。 五年时间, 江不平也有了不小的收获, 虽然尚没有解决神魂中的不化之气, 尚没有踏入疾魂武道之门。 不过现在无需外来刺激, 也能够集中精神意识, 不化之气对她的影响正在进一步降低。 照此趋势发展下去, 终有一天会解决不化之气, 踏入疾魂武道之门。 许言已经神通圆满了, 这五年来, 清华境她都已经闯荡一遍了, 接下来该离开清华境了吧。 李玄心里嘀咕着, 天地经这个境界终究太玄乎了, 这五年来, 许言始终未能明误参悟透。 行行走走, 便揽天地风光, 感悟五道真谛, 相信许言可以明误出来的。 李玄对此也不着急, 这才过去了五年而已。 境界越到后面越来越玄乎, 参悟起来自然更难, 何况天地境本是一个大跨越的境界。 太苍道则我已经了解了大半, 天地境之上五道之法, 差不多可以确定了。 道则呀, 天地之根源, 运转天地之所在。 李玄心里感叹一声, 天地法则乃是天地衍生, 而天地道则则是天地之根源, 运转天地之本, 若无道则, 甚至道则崩塌, 天地也就寂灭了。 天地道则之外, 又该怎么编呢? 超脱天地, 不能是尽头啊, 五道无止尽呢。 李玄已经开始琢磨着, 超脱天地之外的五道方向, 以及五道之法了。 道也不用太急, 等我真正超脱天地了, 自然就知道, 接下来该怎么编了。 李玄心里嘀咕了一下。 五天南修炼出天波掌, 你编的神通, 开始流传五道, 你获得神通之道。 突然, 大道经书翻开, 出乎意料地反馈来了。 李玄一正, 五天南竟然真的修炼出了神通, 更令他惊喜的是大道经书的反馈。 神通之道, 乃是通晓神通本意, 直指神通之根本, 掌握了神通之道, 意味着明误了, 神通的根本可以创造神通了。 我的神通五点, 类似白骨化身, 一念重生这样的神通, 都可以开创出来了。 李玄大喜不已。 掌握了神通之道后, 他的神通五点, 再也不是瞎编了。 编出来的神通, 都是必然可以修炼的, 再玄妙的神通, 他也知道该如何开创出来了。 比如, 他一直心心念念的 白骨化身类的神通, 如今也终于真正明误了, 该如何去创造出来。 田伯掌啊, 虽然只是小神通, 但也不俗了, 也是很强大的。 田伯掌, 正是他编的小神通之一, 也是许言已经明误出来的 小神通之一, 一掌拍出, 宛若波涛荡漾, 绵绵不绝, 威力颇为不俗。 神通之法, 太苍武道也能修炼出来了, 虽然暂时只是小神通, 一些真正的大神通, 太苍武道依旧无法修炼出来, 但也可以提升太苍武道的实力了。 本以为, 最先修炼出神通的会是谢天恒, 未曾想到是武天南。 这个家伙, 不愧是曾经内遇的气韵之子, 天赋与气韵都不俗, 也不知道他的武道引路人 究竟是何身份, 实力如何。 李玄心里感叹一声, 当初知道了武天南的经历之后, 就感叹这个家伙有大气韵, 果然如此啊。 同时, 对武天南的武道引路人 第一次生出了好奇之心。 神通五点尽快编好, 就定为三千神通吧。 李玄心里有了想法。 各类神通, 大神通, 小神通等等, 合共编个三千之数。 接下来的日子, 李玄一边铭记太苍书道则, 一边开始编神通。 神通圆满了, 该继续抵运了。 我如今, 获得的天才地宝虽然不少, 但缺乏一些特殊宝物, 清华境里, 恐怕没有这等特殊宝物, 该去其他境闯荡了。 一座山峰上, 许颜睁开双眸, 露出了沉思之色。 对于神通境如何继续抵运, 他有了一些新的感悟, 寻找一个具有特殊的天才地宝, 如此才能使得突破神香境时, 蜕变得更强, 更具有独特之处。 想到如此, 许颜身形一动, 消失在了原地, 他去找天舞门宗主, 打听一下, 某些具有特殊功效的天才地宝, 在何处可得。 天舞门宗主对于许颜来访, 表现得很热情, 丝毫没有清华镜三大志强者的架子, 与许颜平被论交, 毕竟, 这可是高人之徒。 许兄弟所需的天才地宝, 厚重而沉宁, 坚实而柔韧, 清华镜大抵是没有这等宝物的, 倒是九山镜或许存在。 九山镜, 乃是九座大山之镜, 九山之大, 超乎想象, 其中盛产一种重金, 兴许九山镜里, 才有厚重而沉宁的宝物。 听到许颜的来意后, 天舞门宗主沉吟了一下说道, 他毕竟是不朽天尊, 自然见多识广, 对于神域三十六镜, 不说都熟悉, 但相邻的九山镜, 对他而言还是颇为熟悉的。 九山镜吗? 许颜点了点头, 他想到了封严, 这位来自九山镜的不朽天尊。 九山镜山多灵密, 灵兽也较多, 各类神药也比清华镜多一些, 而且, 九山镜除了名誉天窟外, 还有其他天窟, 里面有一种名为万金瓶的宝物, 小小一朵浮瓶, 却是重达万金, 而诡异的是, 它可以浮在水上。 小有可以去找找, 兴许是小有所需之物。 天舞门宗主想了一想, 说出一种九山镜独有的宝物。 许颜好奇地问道, 九山镜那处天窟, 叫什么天窟? 来到神域已经几年, 对于天窟也了解不少, 神域面对的外敌不止名誉一处, 因此天窟也有分类, 似乎是乌魔天窟, 由于这一处天窟不大, 威胁一般, 所以没有太多关注。 天舞门宗主想了一想说道, 多谢天舞宗主, 告辞。 许颜得到需要的讯息之后, 拱手告辞, 准备前往九山镜, 去乌魔天窟一探究竟。 小有慢走! 从天舞门离开, 许颜直奔静门而去, 这是前往九山镜最快捷的途径。 静门所在, 大越、万雷、 天舞三方交界处, 三大势力在此建立了一座大城, 叫做清华城。 静门乃是神域三十六镜, 快速往来的特殊门户, 乃是天地法则形成, 有些类似于灵域之门。 穿过静门, 可以直接抵达另一景。 九山镜, 因为镜内有九座巨大的山峰而得名。 九山之大, 超乎想象, 而每一座大山都存在着一处天窟, 也意味着每一座大山都有强大的势力坐镇。 千叠山, 九山之一, 解启之事得名。 在千叠山一角, 有一处天窟, 昏昏暗暗, 灰沉沉的天窟并不大, 坐镇的强者中只有两名真王天尊。 进入此处天窟的舞者也不多, 每天也不过十几人, 而且很多时候都是宁法天尊以下的舞者。 此处天窟几乎成为了千叠山内 一些小势力弟子的历练之地。 之所以有真王天尊在此坐镇, 究其原因, 乃是此处天窟曾出现了堪比真王天尊的巫魔, 制造了一场杀戮, 一个小势力近乎被灭。 正因为如此, 才安排了真王天尊轮值镇守。 哦! 天窟里传来了狼吼般的声音, 隐约还有厮杀声传来, 此次进入天窟的舞者乃是三名宁法天尊带队, 十几名炼神镜的年轻一辈进入历练。 此处天窟的里的巫魔因为长着一张狼脸, 因而被称之为狼巫。 强大的狼巫不过宁法天尊镜, 大部分不过是炼神镜, 甚至是小天人镜。 由于与清华镜相邻, 而清华镜的天窟之名自然也会传到九山镜来, 剑神许炎, 天神梦冲之名自然也传到了九山镜。 对于九山镜的天窟而言, 对于这些传言保持着怀疑的态度。 清华镜出了如此妖念, 怎么可能多半是吹嘘出来的为了清华镜的面子? 毕竟, 前不久才遭遇危机求援。 虽然认为清华镜有吹牛的成分, 却也认为许炎与梦冲应当确实是不错的天骄, 就是名头吹得太大了。 竟然妄称剑神, 天神! 天窟里一群青年男子正在围攻一个狼面壮汉, 战斗激烈, 而两名名法天尊正在一旁掠阵。 吼! 狼面壮汉手中持着狼牙棒, 挥舞之间力大无比, 面对围攻却是丝毫不拒, 纵然浑身伤痕累累, 眼神依然凶利异常。 这狼舞好强悍的肉身, 传闻清华镜出了什么体修舞者, 也不知道与这狼舞比如何。 一名宁法天尊惊叹地说道, 什么体修, 不过是侧中肉身修炼而已, 硬是编出一个体修的名称。 另一名宁法天尊不以为然地道。 有道理, 倒是那个叫剑神许炎的天骄, 恐怕天赋不俗, 哪怕有夸张成分, 但再怎么夸, 也必然是有其出众之处的。 这是必然的, 不过我听闻, 那个叫许炎的年轻人, 他有一门神妙的掌法, 似乎是叫真龙掌, 一掌拍出一条真龙, 也不知道他是怎么修炼出来的。 什么真龙掌, 据文是叫降龙掌, 若是传闻中的真龙得知此掌名, 恐怕会气死, 非要拍死他不可。 真够狂啊, 竟敢叫降龙掌。 两名名法天尊乐呵呵地闲聊着, 谈及清华镜传来的一些讯息。 此刻, 那名狼巫在围攻下, 哪怕再兄弟, 也快要支撑不住了。 哄! 骤然, 狼巫一条腿被重创, 顿时跌倒在地上, 而攻击瞬息而至, 将其斩杀。 长老, 杀了狼巫了! 有年轻人兴奋地 拿起狼巫的狼牙棒武器道。 很好, 有此经验, 将来进入天窟战斗, 也不会乱了分寸了。 一名名法天尊点头说道, 走吧, 回去了, 这个天窟应该不会再有乌魔进来了。 另一名名法天尊挥手说道, 正要带领门中弟子离开历练的天窟, 骤然之间淡淡的粉色光芒, 弥漫了过来。 这是, 两名名法天尊一正, 回头看去, 但见天窟深处一道曼妙的身影降临。 轻杀照体, 容颜妩媚绝力, 斜躺在一张榻上, 魅惑无双。 随着这一道曼妙身影降临, 那些历练的弟子双眼瞪大, 沉浸在美色之中, 不可自拔。 不好! 一名名法天尊心中一惊, 正要唤醒弟子, 却见床榻上的女子伸出一只手抓了过来。 明明隔了遥远的距离, 但是那一只手仿佛可以无限延长一般, 直接抓在他的脖子上, 将他拉到了床榻上。 另一名名法天尊刚要求救, 却是还没来得及开口, 脖子一紧, 就被一只手抓了过去。 都过来啊! 床榻上的女子勾了勾手指, 那些年轻的弟子全都疯狂跑了过去, 但刚到床榻边缘, 一个个眼神失去了光彩。 可见一道道神魂被吸入了女子的嘴里。 紧接着, 这些舞者眼神再次亮起, 仿佛恢复如初了, 但若是仔细看, 却是会发现, 他们的神魂早已不是原来的神魂了。 无法动弹的两名名法天尊, 此刻眼中满是恐惧之色。 这是什么物魔? 竟然以神魂为实, 必然是极其恐怖的存在, 但如此恐怖的存在, 为何会降临这一个小小的天窟里? 女子笑容妩媚, 看向两名名法天尊, 慵懒地问道, 你们刚才说的, 有人拍出一掌, 拍出一条真龙来。 是, 是。 宁法天尊僵硬地点头, 什么样的真龙? 传闻是金色巨龙, 一栋风雷起, 传得玄乎齐玄。 可知那人长什么模样? 据传俊朗非凡, 自称剑神许言, 我没见过他。 女子听完之后, 双眸露出了寒光, 嘴里喃喃着, 是你那个徒弟, 竟然来了神域, 且看你徒弟能有几分能耐, 且看你如何来救你徒弟。 慵懒地躺在榻上, 张开红润的小嘴, 轻轻一吸, 两名名法天尊的神魂 就被吸入了口中, 眯着明亮的双眸, 看向这个昏暗的天窟。 怎么把他引入这里来呢? 天才地宝, 可以试试。 嘴里喃喃自语着。 而一名名法天尊, 此刻转身离去, 不久之后, 在他身后, 跟随着一名真王天尊而来。 你是? 刚进来的真王天尊, 神色一惊, 气势瞬间爆发, 就要强势出手, 震杀眼前的这名妖媚女子。 不要暴躁嘛。 妩媚轻柔的声音响起, 紧接着他怀里, 多了一具柔软温润的身体, 这一刹那, 他的心肝都在发颤。 人家寂寞了, 所以找你玩玩吗? 难道你不想吗? 真王天尊神色恍惚, 只觉得浑身热血, 分成两股, 一股往上直冲脑门, 瞬息之间, 满脑子都是高昂的情绪。 另一股往下, 瞬息之间, 就撑起了裤子。 来嘛。 女子吐气如蓝, 媚眼如丝, 真王天尊恍惚之间, 已经迷失了, 双臂搂着女子, 整个人处于亢奋状态。 哥哥, 我会让你快乐的, 你要乖乖听话哦, 知道吗? 会的, 会的, 我会听话的。 粉色的花瓣, 萦绕在四周, 床榻上女子慵懒地躺着, 而在她脚边, 那名真王天尊趴着, 像是一条讨好主人的狗。 你去把事情办好, 不要忘记了哦, 一定要把人引到这里来。 对了, 你那位兄弟, 也让他进来吧。 是, 是。 真王天尊离去。 不一会儿, 另一名真王天尊进来了, 很快就沦陷了, 变成了一条忠诚的狗。 该打扮一下这个天窟呢, 要漂亮一点, 也弄一些东西过来吧, 这样才更有吸引力。 女子喃喃着, 两名宁法天尊, 带领着弟子, 开始对天窟进行布置。 九山尽山多灵蜜, 灵药, 神药繁多, 果然如此啊。 行走在山林之间的许言, 不由得感叹不已。 随处可见的灵药, 这里每一株灵药, 在内域甚至在灵域, 都是极其珍惜的。 这一路走来, 神品灵药都见到了不下上千株。 九山尽更适合师妹啊, 在这里完全不愁没有炼丹材料。 许言感叹着, 雾摩天窟在千叠山, 距离这里颇为遥远, 近几个天窟, 且进入天窟里看看, 与清华境的天窟有何不同。 许言的目的地, 是千叠山的乌摩天窟, 不过距离它目前所在有些遥远, 途中, 需要经过几个天窟, 甚至其中一个天窟, 由雪子作证。 正好可以进去历练一番, 增加自身抵御。 只要神与武者, 都可以进入天窟战斗, 倒是没有外来武者不可进入的说法, 这也方便了许言形式。 大盖山, 九山境九山之一, 是九山境第一世加万家统域的地盘, 整座大盖山境内, 大小势力上百, 全都是一副万家而存在。 蛇丰天窟, 是大盖山排名第三的天窟, 天窟里有一尊血子存在, 每隔一段时间, 就会发起冲击, 欲要从天窟里杀出来。 在此作证的不朽天尊, 乃是万家的一名祖老, 与那名血子已经交锋数十次, 彼此都无法战胜对方。 进入蛇丰天窟的武者, 实力最弱的, 都必须是宁法天尊, 与一众血奴, 血徒大战, 除了消灭不断增长的血奴之外, 也是为了蛇丰天窟里的宝物。 在蛇丰天窟里, 有一种最珍贵的宝物, 名叫血腥果, 具有滋润神魂, 邓静意识, 有助于参悟功法, 以及可以辅助修炼非常狂暴, 而威力强大, 但容易失控的杀伐之术。 有了血腥果辅助修炼, 可以使得狂暴而容易失控的杀伐之术, 变得温和起来, 能够顺利修炼成功, 避免因为失控, 反伤己身的情形出现。 由于血腥果数量稀少, 且不容易获得大都生长在名誉核心之地, 因而血腥果价值昂贵。 每隔一段时间, 万家的祖老都会主动腰战那名血子, 彼此双方爆发大战, 创造出获得血腥果的机会。 上一次大战刚结束, 只是这一次大战并没有获得血腥果, 万家正在酝酿向蛇风天枯的名誉之敌发起战斗。 目的自然是为了血腥果, 为了万家天骄万天灵。 并且, 万家更是发布了高额悬赏, 给出了丰厚的报酬, 故而不少真王天尊都蠢蠢欲动, 欲要拼一把。 血腥果, 可以滋润神魂, 邓静意识, 有助于参悟功法。 许言得知血腥果此种宝物之后, 不由得双眼一亮。 滋润神魂什么的, 他并不在意, 他在乎的是有助于参悟功法, 某种程度上来说, 是否在吞服血腥果后, 悟性会得到短暂的提升。 好东西啊, 不知道是否可以让我明悟天递进武道之法。 天递竟太玄妙了, 他在清华经历练如此长时间, 只是朦胧之间有了一些感悟, 距离明悟功法, 还差得远。 血腥果有此神效, 兴许可以助他更进一步参悟天递进武道之法。 小天道之眼, 我已经有了一些感悟, 但还差了一丝丝, 血腥果纵然无法对参悟天递进有太大作用, 对参悟小天道之眼应该用得上。 许言沉吟了起来, 若是正如所料, 血腥果可以令人在服下之后, 短时间内获得悟性的提升, 而这短时间的悟性提升, 足以让他参悟出小天道之眼这门神通了。 这几年来, 许言一直在尝试着修炼, 已经有了不少感悟, 只差灵门一脚了, 有了血腥果辅助, 可以将修炼成功小天道之眼的时间大大缩短。 小天道之眼的神庙, 许言可是非常在意的, 有了小天道之眼, 一切迷惑, 一切虚幻都能够看透。 并且, 小天道之眼也是具有强大的功法作用的。 在战斗中, 甚至可以预判敌人的攻击, 窥探到敌人的薄弱之处, 妙用无穷的一门神通。 小天道之眼已经如此神庙了, 实在难以想象天道之眼, 又是何等不可思议。 许言决定了, 去蛇丰天窟探寻血腥果。 蛇丰天窟每日都有舞者进入, 一是为了获取名誉血珠修炼, 寻找天窟里的宝物, 二是为了减少血奴的数量增长, 维持在一定的平衡之间。 血腥果只有核心之地才有吗? 不一定, 其余地方也可能生长, 只是太稀少, 太难遇见了, 而且可能早已被人采摘走了。 可惜了, 若是我能够采摘到一枚献给天灵少爷, 必然会获得重赏。 嘿, 什么重赏我不在乎, 若是能够得到血腥果, 我就用磁果换一个跟随天灵少爷的机会。 你说得对, 重赏哪里能够与跟随天灵少爷比? 那可是万家绝顶天窟, 传闻有踏入不朽天尊的资质。 这你就不懂了吧, 天灵少爷为了血腥果, 就是为了参悟一门功法, 一旦参悟成功, 未来必成不朽天尊。 蛇丰天窟外, 一群舞者聚在一起闲聊着, 都是关于血腥果之事, 以及万家天窟万天灵。 万家的天窟都这么重视血腥果, 想要辅助修炼功法, 如此看来, 这血腥果神效不凡, 若是用来炼丹, 是否可以炼制出更神效的提升悟性的丹药? 许颜暗暗想着, 不过哪怕获得血腥果, 他也没有返回清华境, 交给素灵秀炼丹的想法, 这一来一去, 太花费时间了。 若是血腥果有剩余, 下次重聚时, 再送给素灵秀也不迟。 蛇丰天窟, 阴晕着淡淡的血气, 仿佛有一种外来的气息, 在凝聚在天窟之内。 每一处有血子坐镇的天窟, 其广阔都宛若一个小世界。 同样是明玉天窟, 但与清华境的明玉天窟有些不同, 这里的血气更浓郁一些, 而且似乎有外来气息。 明玉的气息吗? 难道这里的天地窟窿更为脆弱, 才会让明玉气息汇聚而不散? 许颜行走在天窟里, 察觉着此地天窟的不同之处, 不由得暗暗好奇。 血腥果这种宝物, 难道是因为明玉气息汇聚 因而才出现的。 蛇丰天窟入口内建造了一座大城, 明玉莱迪想要从天窟冲出, 必须击溃这一座防御大城。 某种程度上而言, 大概山一方是占据了一些优势的, 否则无法在天窟内建造一座防御大城。 大城中央是一座高塔, 隐约间有一道强大的气息存在, 那是坐镇此地的万家祖老, 不朽天尊强者。 血腥果生长在天窟深处, 处于明玉阵营核心地带, 其余地方兴许存在血腥果, 但可遇不可求, 所以最便捷的方式就是前往天窟深处采摘。 许言看向天窟深处, 隐约间可以感应到四周有一些战斗。 从其他武者口中得知, 万家准备在二十天后, 主动向明玉一方发起战斗, 杀向天窟深处, 为了采摘血腥果。 为此,万家给出了丰厚的报酬, 一些散修真王天尊, 正在汇聚而来, 助一臂之力。 二十天,时间太久了。 许言可等不了二十天, 每一天对他来说都是极其宝贵的。 这个天窟里, 只有血子对我有威胁, 只要避开血子, 其余血徒都不足为虑。 许言一路向着天窟深处而去。 由于刚大战不久, 因此天窟里只有灵星的冲突与战斗, 血徒与血奴都返回了大本营之中, 在外巡视的数量不多。 我可以冒充血徒吗? 许言突然想到这个问题。 模仿血徒气息似乎也不太难, 和光同尘也可以和血徒之气息。 许言若有所思起来。 在此之前, 他未曾想过冒充血徒之事, 为了采摘血腥果, 他突然有了这个念头。 不过, 血徒的皮肤都是血红色的, 哪怕最强的血徒皮肤没这么红, 但也带着一些红色。 想要冒充血徒, 首先要让皮肤变成血红色。 模仿气息不难, 但血红色的皮肤该怎么模仿? 许言沉吟着, 他想到了五道第一镜气血镜, 若是将气血浮于皮肤上, 岂非也就变成血红色了, 值得一试。 许言暗暗兴奋了起来, 只需要避开那名血子, 就绝对不会被识破, 而那名血子总不会关注 每一个回来的血徒的采摘到血腥果, 马上就走。 只要采摘到血腥果, 哪怕暴露了, 也能退回来。 许言自存, 以自己的顿逃速度, 足以在血子追杀上来之前, 回到天窟入口的防御大城里。 那名万家的祖老, 自然会出手抵御来袭的血子。 找个巡视的血徒冒充。 许言开始在天窟里寻找起血徒来。 终于, 在靠近天窟深处的外围, 遇到了一名血徒, 带领着十几名血奴, 正在巡视。 刷! 为了避免制造出大的动静, 冒充计划失败, 许言一出手就是剑中山河, 顺息笼罩而下, 将这支队伍笼罩入剑中山河之中。 扑扑! 那些血奴, 瞬息之间就化作血雾消亡。 吼! 那名血徒大惊, 持刀在手, 猛然一击, 又要抵挡下攻击, 同时发出球员。 但在剑中山河中, 一切动静都无法传开来。 吼! 剑意凌厉, 剑光席卷, 不过几息之间, 那名血徒就被灭杀了。 许言抬手一招, 这名血徒的血猪被他射取了过来, 直接收在身上, 衣服, 星红长刀也射取了过来。 换上血徒的衣服, 将星红长刀挂在腰间, 沉映了一下, 脸上肌肉稍微蠕动了几下, 变成了那名血徒的大致模样。 深吸一口气, 久违的气血涌动了起来, 皮肤变成了淡红色。 身上的气息也逐渐改变, 与身上的那枚血猪契合, 此刻的许言与一名血徒无异。 应该不会被发现吧? 许言打量了一下自身, 确定没有破绽之后, 这才动身前往天窟深处, 冥玉地盘核心所在。 至于带领的血奴小队, 消失了就消失了, 谎称遭遇袭击, 血奴被杀就是了。 这种事情又不是一次两次了。 甚至于, 许言曾听闻, 有些血徒一旦受伤了, 血力消耗严重, 甚至会吞噬挥下血奴补充消耗。 这在冥玉都不是什么秘密了。 越往天窟深处去, 血气越浓郁, 映照四方有一股阴阴的气息弥漫。 一路上, 遇到了好几波巡视队伍, 对于他这个孤零零的血徒, 其他巡视的血徒都没有说什么, 只是神色之间仿佛已经认定了他遭遇袭击, 曾受伤了, 吞噬了挥下血奴。 一座座巨大的血红色石屋排列, 形成一排排队列, 放眼望去, 可见石屋群中央是一座高耸的巨大石屋, 石屋顶端闪耀着血光。 那就是血子所在。 而在血子的高耸石屋四周, 那围那一圈是血徒的居所, 最外围的则是血奴居所。 许颜发现, 血奴并非独自一人居住一间石屋的。 血徒拥有独立的石屋, 从石屋上的血光强弱, 可以辨别彼此之间的实力强弱, 以及地位高下。 我的石屋是哪一座? 许颜突然沉吟了起来。 算了, 我是来找血腥果的, 又不是要在此居住, 只是血腥果在何处? 许颜进入了石屋群里, 尽量让自己表现得平常, 表现得很熟门熟路, 暗地里却是在探查着血腥果所在。 咦, 那是血腥果? 突然, 许颜看到前方不远处, 一名血徒的石屋前, 生长着一株藤蔓般的血红植物, 植物沿着石屋生长, 一颗鸡蛋大小, 形如心脏的血红色果子悬挂在藤蔓上。 许颜悠哉悠哉地, 仿佛闲庭阔步一般, 就来到了石屋前, 来到了血腥果下, 盯着血腥果打量了一番, 然后抬手就摘了下来。 啪! 石屋的门打开了, 一名血徒走了出来, 瞪着他怒道, 八六七, 这是我的东西。 八六七? 许颜心里一正, 玄机明白了, 这是自己冒充的血徒代号。 兄弟, 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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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功的机会来了。 许颜靠上前去, 顺势揽着对方的肩膀, 一副很熟络的样子, 把对方拉入了石屋里。 我有一妙计, 可力大功, 这东西既然是你的, 那我们联手吧, 功劳平分。 许颜一副神秘兮兮, 压低声音, 生怕立功机会被外人听去似的。 那名血徒有些猛, 自己与八六七很熟吗? 什么立功机会? 不过依旧下意识地问道。 二人顺势就进入了石屋里, 石屋里的一切, 进阶落入许颜眼中, 令他意外的是, 桌子上竟然还放着两枚血腥果。 这血腥果, 对于血徒而言, 似乎没有什么用处, 只是当成灵果来使用。 许颜心里稍微意外了一下, 不过想到名誉生灵终究有所不同, 修炼的武道也不同, 对此也就不意外了。 血腥果这种特殊宝物, 只对这一方天地的舞者, 才有神效作用。 这有大用处啊, 可以吸引人来。 许颜几步上前, 将血腥果拿了起来, 嘴里一边说着, 紧接着又揽在血徒肩膀上, 道, 兄弟, 你听我说, 我有一个大计划。 876, 为何我觉得你有些不对劲? 那名血徒突然皱眉, 隐约有些警惕的样子。 因为我…… 破。 剑刺入了血徒心口, 瞬间湮灭了对方的生机, 在对方难以置信的眼神中, 许颜缓缓说道, 不是876血徒。 破。 血徒化作飞灰消散。 许颜将对方的血珠收起来, 身上气息变换了一下, 变成了刚刚被杀的血徒。 看看, 还有没有什么宝物? 许颜在石屋里搜寻了起来。 很快, 他找到了这名血徒的名称, 666。 从现在开始, 我就是666血徒了。 许颜露出了笑容, 穿上666血徒的衣服, 走出了石屋, 然后继续寻找着血腥果, 这东西是宝贝, 而且万家正在重赏, 欲要获得血腥果。 万家乃是大盖山霸主, 同于大盖山之地, 资源丰厚, 天才地宝无数, 正好可以用血腥果, 交换自己所写的特殊宝物。 许颜直接来到旁边的石屋, 敲了敲门, 一名血徒开门疑惑地看着他。 老六, 你找我合适? 是这样的。 许颜顺手揽住对方肩膀, 一边进入石屋, 再顺手把石屋门关上。 这一连串的动作熟练非常, 仿佛经过无数次的练习。 老六我今日来, 是有一件立功的大计划, 要跟你分享。 这种果子你知道吧? 其实啊, 许颜一边将桌子上 那一枚血腥果拿起来, 一边神秘兮兮地说着。 那名血徒好奇问道, 什么计划? 你个哈儿, 能有什么计划? 许颜确定了, 这位血徒与666血徒 关系非常之好, 毕竟是邻居嘛。 而且看对方的眼神, 似乎有些诧异, 老邻居怎么变了性格似的。 所以, 此人不可留啊, 否则有暴露的风险。 嘿, 你这就不懂了吧, 我老六速来沉稳。 poo。 一手揽住对方肩膀, 一剑就刺入了对方心口, 烟灭其生机, 并且令他在临死前 都无法发出一点点声音来。 那名血徒惊呆了, 老六竟然要杀他! 解决了血徒之后, 许颜收起血腥果, 走出石屋, 沉吟了一下, 走向下一间石屋。 死穷鬼, 连一枚血腥果都没有。 许颜心里暗骂着 从一间石屋里走出来。 这已经是他造访的 第八间石屋了, 结果并非所有血徒 都有血腥果的。 咦, 这里有一个血腥果? 许颜顺手摘了一名 血徒屋外生长的血腥果, 等了一会儿, 石屋里没人出来, 看样子是不在了, 于是转身就走。 这名血子势力不弱, 麾下恐怕有数百名血徒 越靠近里面的血徒, 实力越高, 等级也越高。 这也意味着, 这些血徒拥有更多的资源。 许颜沉吟了一下, 于是乎他慢悠悠着, 向着靠内的那一排石屋走去。 以666血徒的身份, 拜访一个个血徒。 血腥果数量还是太少了, 我都杀了上百个血徒了, 才收集到三十多枚血腥果, 也不知道血腥果, 是否每一次服用都有效果。 许颜心里感叹, 血腥果哪怕在名誉这一边, 也是非常稀少的。 这一路走来, 上百间食物空了, 他们的主人, 都被他这个666血徒给干掉了。 万家该感谢我啊, 削弱了这个天窟的实力。 许颜心里感叹着, 我在清华境, 怎么就没想到, 冒充血徒呢? 眼前的食物, 乃是一众血徒食物中, 最内一圈的食物, 也是最大的一排血徒食物。 意味着, 这食物里的血徒, 实力最强, 必然是堪比真王天尊巅峰的存在。 我毕竟不是血徒, 若是遇到仔细探查, 还是会暴露的, 所以必须谨慎一些。 许颜敲了敲食物的门, 这食物里的主人, 身份地位如此之高, 宝物必然不少吧, 像血腥果这种果品, 应该不会缺的吧? 就是对方的实力太强, 必须一击灭杀, 且不弄出动静来, 否则惊动了那名血子, 就麻烦大了。 食物门打开, 一名身材魁梧, 面向凶恶的血徒出现, 许颜正好一样画胡落, 未曾想对方先开口了, 一脸疑惑地问道, 小六, 你找我何事? 许颜一听, 心里咯噔一下, 666血徒听命于此人麾下, 这一下可不好办了。 血徒众多, 自然也是有领队的, 分成了好多队, 从眼前血徒的语气与神色来看, 666血徒显然是属于齐麾下。 大事? 许颜沉声说着, 一脸凝重之色, 就直接进入食物里, 一副口中的大事, 不能为人之事的。 什么大事? 面向凶恶的血徒眉头一皱, 有些不悦的样子, 但也仅仅是不悦, 并没有警惕, 毕竟名誉入侵此方天地以来, 从未出现过, 被人冒充潜伏进来。 彼此之间的气息是难以隐瞒对方的, 正如名誉血徒, 血奴也无法冒充潜伏进入这方天地的势力一样。 许颜一进入食屋, 就看到了桌子碟子上, 放着好几个血腥果, 心里感叹不愧是最强的血徒之一, 待遇就是好啊。 是这样的, 我听到万家那边。 许颜凑到这名血徒身边, 压低声音, 神色凝重地开口说道, 许颜知道自己只有一击的机会, 而且不能制造出动静来, 否则必然会惊动那座食屋里的血子。 这一排食屋已经是最里面的一排了, 距离血子居住的食屋非常近, 以血子的强大, 稍有动静, 必然会感应到了。 而由于这名血徒是666血徒的老大, 身份地位的悬浮, 自然不能像前面其他血徒那般勾肩搭背的下黑手。 只能尽可能地凑进去, 并且用话吸引对方注意力, 趁其不备骤然下杀手, 一举灭杀对方, 尤其是不能给对方示警的机会。 许言很清楚, 对方哪怕对666血徒不满, 甚至觉得有些反常, 也不会想到是冒充的, 会对他下杀手, 这就是机会。 小六, 直说便是。 那名血徒眉头皱起, 神色不满, 但并没有因此而起防备之心, 也没有躲开, 任由许言凑了过来。 许言已经凑到了对方身前, 几乎贴到对方身上去了, 抬起一只手掌, 与其略带激动地说道, 你看, 这是什么? 嗯? 面向凶恶的血徒, 觉得666血徒的称呼, 太过不尽了, 连大人都不称呼一声, 心里越发不悦, 不过依然低头看向 伸到他胸前的许言手掌。 嗡! 就是这一瞬间, 剑刺入了他的胸口, 并且这一柄剑, 宛若有灵质一般, 从胸口瞬息之间抵达咽喉, 搅碎了他的咽喉, 使得他发不出惨叫。 双眸骤然瞪大, 眼神难以置信, 666血徒, 竟然胆敢以下犯上偷袭他。 至此, 他都没有怀疑这是冒充的。 哼! 身上气势涌动, 就要爆发强大的实力, 将这个以下犯上的家伙镇压。 但就这一刻, 他恍惚看到了一片山河, 恍惚之间仿佛自身处于 一处山河之中, 但见山河里一道剑光展来。 持剑者仿佛是这山河苍生。 迪远! 这一瞬间, 他才惊悚发觉 666血徒是冒充的, 是假的。 破! 雪光刚开始绽放, 压箱底的秘术就要施展, 不求脱困, 只求自保。 却一切都已经来不及了。 黑色的剑光展落, 意识瞬间消散, 肉身也刹那变成了飞灰。 许妍紧绷的神经终于松了下来, 额头甚至隐隐有汗珠冒出, 终于彻底抹杀了对方, 没有制造出什么动静来。 他已经做好了盾逃的准备, 一旦对方成功发出了示警, 他果断逃离。 成功了! 许妍吐出一口气, 玄疾兴奋不已, 开始在食物里搜刮了起来, 将对方的所有资源全都搜刮一空。 这么多枚血腥果, 能够换不少所需的天才地宝了吧? 这一趟来得直啊。 六六血图 许妍一搜刮, 也知道了这一名血图的名称。 六六血图 从现在开始, 我是六六血图! 许妍果断更换身份, 衣服换了, 六六血图的血珠收在身上, 气息与这枚血珠合一, 脸上肌肉蠕动了几下, 大致变成了六六血图模样。 只不过, 六六血图身材魁梧, 许妍只能运转功法, 让肉身稍微膨胀起来, 变得与六六血图一样魁梧。 虽然她不是修炼的肉身舞蹈, 但对于肉身的掌控, 也是极其不凡的。 毕竟是运转了功法, 才变得魁梧, 这是一个破绽, 与血图相处时间久了, 会被发觉异常, 容易暴露。 许妍对此却并不在意, 她又不是要长久潜伏。 而且, 由于明玉从未出现过潜入者, 他们的认知里, 神域舞者是无法冒充于潜入的, 毕竟气息无法改变。 正因为如此, 哪怕发现一些异常, 也不会第一时间怀疑是外来冒充者, 这也就给了许妍下黑手的机会。 六六血图的身份, 应该更好用了。 许妍从石屋里出来, 看向最内围的这一排石屋, 每一间石屋里, 都居住着一名血图, 而且都是蛇风天枯鸣玉血图中的佼佼者。 可以说是核心人物之一了。 来到旁边的石屋, 许妍抬手敲了敲门。 谁? 里面传来沉闷的声音, 似乎被人打扰, 有些不悦的样子。 我,六六。 许妍模仿着六六血图的声音说道。 门打开了, 对方皱着眉头看着她, 什么事? 里面说。 许妍自顾自走入石屋里, 对方眉头一皱, 但也没说什么, 随手把门关上了。 等到许妍从这间石屋出来的时候, 里面已经空了。 继续! 许妍继续开始了行动, 每一次下黑手都要谨慎非常, 毕竟每一个血图的实力都不弱, 稍有不慎就会制造出动静了。 一天后, 许妍站在了一座石屋前。 这一座石屋乃是血图石屋中 最大的几间石屋之一, 屋顶的血光尤为刺眼。 无一步显示着, 这名血图的实力在一众血图中排名前十。 我杀了多少血图了? 许妍沉吟了一下, 回头看向这些石屋大抵空了七成吧。 除了外出巡视的留在石屋里的血图, 大部分都被他杀了, 收获自然也是极其丰厚的。 必须小心一点了。 许妍已经决定了, 干完这一桩就退走。 血腥果已经足够多了。 何事? 令许妍意外的是, 这一名血图竟然是女的, 神色清冷, 仿佛非常不待见溜溜血图。 进去聊一聊吧。 许妍就要进入石屋, 然而对方直接堵住了他, 冷冷道, 你配进去吗? 那我走。 许妍果断转身就走, 换一个目标。 让你走了。 结果, 对方冷冷地说道, 那你待如何? 许妍无奈了。 心里暗骂, 此女该不会与溜溜血图有过节吧? 找我何事? 说。 对方猝起眉头, 似乎随时要出手教训她的样子。 我发现, 这东西可以吸引万家无者。 许妍取出一枚血腥果, 凑上前去, 沉生说道, 我有一个大计划, 准备找人联手一番, 一旦成功, 乃是大功一剑。 你看我们进去详聊如何? 对方沉吟了半赏, 转身进入了石屋里。 许妍紧随而入, 随手关上门。 心里开始琢磨着, 怎么下杀手了? 对方显然不会允许她勾肩搭背的, 甚至靠得太近都不行, 如此一来, 就不容易下黑手了。 我这个计划是。 许妍凑近身去, 对方眉头皱起, 骤然抬起手, 一掌向她拍了过来。 你是越来越放。 哄。 就在此时, 许妍也出手了。 对方出手, 只是给一个教训, 并非下杀手。 而许妍出手, 看似为了抵挡, 实则是下黑手。 捏。 女血图神色一变, 身上血光涌现, 便在此刻, 山河笼罩而下, 剑光凛冽, 许妍全力出手的刹那, 瞬间恢复了真身。 随着她恢复真身, 女血图眼神惊骇, 张口就要发出示警, 轰隆声中, 剑中山河在激荡着, 仿佛下一刻就要崩溃。 呜。 许妍一剑斩出, 自斩神魂的驯风剑翼, 激发到了极致, 与此同时, 剑光宛若活得一般, 以刁钻的角度, 钻入了女血图的体内。 破。 鲜血喷涌, 也在这一刹那, 剑中山河被对方破开一个缺口, 一声低沉的惨叫发了出来。 哄。 许妍神色冷明, 瞬息之间, 剑光将对方淹没, 彻底灭杀了对方。 然而, 这一番下黑手, 导致食物动荡了几下, 制造出了动静来, 许妍迅急地搜刮完食物的一切, 重新变成溜溜血图的模样, 更是在左脸颊上, 制造出浮肿的假象。 略显狼狈地打开食物的门, 一手捂着肿胀的脸, 同时显得尴尬无比的样子, 从食物里溜了出来。 这边的动静, 已经惊动了附近食物的血图。 溜溜血图, 你进去里面做什么? 一名甘瘦的血图, 神色冷丽地问道。 关你屁事。 许妍粗声粗气, 学着溜溜血图的口吻说道。 那是我女人, 结果,那名血图大怒不已, 气势爆发, 心红长刀在手。 许妍猛了一下。 这快要暴露了呀, 赶紧溜才是。 你女人真不错。 许妍说完这句话, 飞快铭玉营地外飞去。 你找死? 你来啊, 凭实力说话。 许妍一副要与对方争夺的架势。 哼! 感受血图化作一道雪光追杀而来, 煞时间整个营地都被惊动了。 许妍却是不急不慌, 继续向外飞去, 一边说道, 哎, 斗一场。 仿佛是要与对方去营地外决斗似的。 此刻, 他依然是溜溜血图的模样, 没有人怀疑他是冒充的。 血子还没发现问题, 溢出营地, 马上开溜。 许妍一颗心紧绷着。 最大的石屋顶上, 一道身影抬起头, 看向远去的两名血图, 初始不以为意。 结果突然发现, 营地里的血图怎么稀稀拉拉的。 仿佛凭空消失了七成。 如此大的动静, 所有血图都必然会现身的, 结果营地里, 血图的居所区域, 只有寥寥血图, 在看热闹的样子。 人呢? 身形一动, 从石屋里出来了, 看向那几名血图, 沉声问道, 其他人呢? 大人, 不知道啊。 其余血图也猛了, 这个时候才发现, 其他人哪里去了? 许妍已经离开了营地, 而对方就要追上来了, 他速度瞬息骤增, 快速拉开距离。 溜溜, 你给我留下。 后面的甘兽血图, 怒吼连连, 速度也骤然暴增。 远离了冥玉营地后, 许妍神色一冷, 心面一动之间, 剑阵刹那之间浮现出。 乍暗。 骤然回身, 一剑斩落。 神通, 绝天一剑。 你不是溜溜血图哦? 甘兽血图神色亥然, 他心中浮现出一个可怕的念头, 对方竟然可以冒充潜伏进来, 自己的女人是否被他杀了? 杀你的人? 此刻, 许妍骤然出手, 打了对方一个措手不及, 瞬息之间, 神通全开, 务必在最短的时间内斩杀对方。 哼! 战斗异常激烈, 由于许妍占据了先机, 打了对方一个措手不及, 而且神通的玄妙, 超乎对方的想象, 一时大意之下, 不过瞬间, 就被一剑斩掉了一条手臂。 你是何人? 甘兽血图神色亥然, 不敢再缠斗下去, 想要顿头。 剑神许妍! 一道道剑光涌现, 每一道剑光都激荡着一种剑意, 仿佛活的一般, 环绕在甘兽血图神舟, 剑中山河笼罩而下。 噢! 真龙怒, 在山河之中浮现。 许妍倾尽全力, 趁着占据先机的机会, 趁着对方受创, 实力大将的机会, 狂暴的攻击, 倾泻而出。 破! 终于, 一道剑光, 刺入了对方的体内。 一进入对方体内, 剑光宛若活的一般, 在对方体内游走着, 不给对方驱除剑光的机会。 此消彼长之下, 不过几夕时间, 许妍终于一剑将对方斩杀。 若非打她一个措手不及, 重创了她, 恐怕难以击杀。 许妍感叹一声, 神通静圆满, 终究还是差了一点, 若是突破神香镜, 正面交锋也能战胜对方。 哼! 骤然之间, 明玉迎地方向, 一道恐怖的血光冲天起, 强大的气势快速涌来。 许妍转身就逃。 直接施展神通, 一念无踪, 身形刹那消失, 瞬息之间, 就回到了蛇风天枯的大城前。 血子来袭! 许妍高呼一声。 哼! 高楼之上, 不朽天尊的气息涌现, 瞬间降临而来。 血子来袭! 万家族老吃惊地道。 难道, 明玉又要大举入侵? 没错, 我刚摘了一枚血腥果, 就看到血子的气势, 正在杀过来。 血炎一边进入大城, 一边点头说道, 你摘到一枚血腥果。 那名不朽天尊大喜地说道, 万老, 你个卑鄙无耻之徒, 用了什么方法? 杀了我的血徒? 愤怒的咆哮, 已经传了过来。 恐怖的血光席卷向大城, 那名血子愤怒不已。 我万家, 会有人找你的。 万家族老留下一句话, 便迎向了杀来的血子。 大城里, 诸多舞者神色肃穆, 纷纷准备战斗。 而血子与万家族老的大战, 已经开始了, 比任何一次都要激烈, 那名血子仿佛在拼命一般。 万家族老一时之间, 被打得有些手忙脚乱, 更令他纳闷的是, 蛇丰血子叫嚷什么? 老夫什么时候, 灭了他的血徒了? 不怪蛇丰血子愤怒, 在经过一番清点与探查之后, 他震惊地发现, 血徒实无空了一大半, 自己辛苦培养的血徒, 竟然至少没了七成。 他第一时间想到的, 就是万家族老干的, 毕竟除了他之外, 没有哪个武者有此实力。 愤怒之下, 就直接杀了过来。 七成啊, 直接损失了七成血徒啊, 万家的老不死, 究竟用的是什么方法做到的? 万家老二, 你个卑鄙无耻之徒, 你是如何杀了我如此之多血徒的? 我与你不死不休。 此仇必报, 你们的人休想在天空行走, 本血子要亲自出手, 全都给灭杀掉。 万家老儿, 你给我死来。 蛇丰血子疯了。 万家族老一边竭力抵挡, 阻止蛇丰血子杀向大成, 一边破口大骂。 你休要放屁, 我何时杀你血徒了? 休要狡辩, 除了你还能有谁, 潜入我地盘, 暗杀我血徒, 杀了七成啊。 你个卑鄙无耻之徒, 啊, 我盯上你万家武者了, 我要杀光你们。 蛇丰血子壮弱疯狂。 万家族老整个人都傻了, 蛇丰血子的血徒被杀了七成。 操! 难怪会怀疑他了, 除了他这个不朽天尊, 谁能够做到? 但, 他也做不到啊。 一靠近名誉地盘, 蛇丰血子第一时间就会发现他了。 他若是可以翘无声息潜入, 还杀什么血徒, 直接暗杀蛇丰血子啊。 突然之间, 他脑海中冒出了刚才那个少年。 难道是他做的? 绝无可能, 谁能够潜伏名誉地盘行暗杀之事, 即便能够潜伏, 暗杀一二名血徒, 兜了不得了, 竟然暗杀了七成。 绝无可能, 定然是蛇丰血子, 借故发疯罢了, 想要打破彼此之间形成的默契。 万家族老突然神色恍然, 本来彼此之间形成一个默契, 蛇丰血子不会对他之外的神域武者出手, 而他也不对血徒之下出手。 也就是, 二人的对手只有彼此。 现如今, 蛇丰血子显然是想要借故打破这个默契。 自认为想明白了原由的万家族老, 也怒吼一声, 发疯似的与蛇丰血子对轰了起来。 名誉的奸诈之徒, 要战就战, 休要找借口。 轰隆! 这一场大战, 激烈无比, 是双方交手无数次以来, 最激烈、 最惨烈的一场大战。 蛇丰血子认为, 万家族老这是鄙视他, 哪里咽得下这口气? 而万家族老认为, 蛇丰血子是在找借口, 既然如此, 就让对方知道自己也能疯起来了的, 岂能示弱。 于是乎, 两名强者, 厮杀激烈, 大战一日一夜不罢休, 仿佛非要奋出个生死。 看得城中的一众武者头皮发麻, 如此惨烈的不朽天尊敬大战, 头一次见到, 万老能获胜吧? 应该可以吧? 不好, 你看万老吐血了? 不好慌, 蛇丰血子也吐血了。 城里的武者, 心里有些忐忑, 万一万家族老落败, 这一处大城, 岂非要陷落? 而始作勇者许妍, 看着城外的大战, 却是感叹不已。 不愧是不朽天尊啊, 这封起来, 太可怕了。 心里暗暗庆幸自己逃得快, 否则就要面对发疯的蛇丰血子了。 这么大战下去, 不会同归于尽吧? 许妍暗暗则舌。 蛇丰血子, 似乎因为损失七成血徒, 气得失去了理智, 非要不死不休的架势。 此时, 若是万家族老陋妾, 封禁退去, 必然会落入下风, 将会处于被动状态, 落败就必然了。 还行, 这万家族老, 也是一点不耸, 有一股子大表同归于尽的气势。 许妍暗暗点头, 不愧是老江湖了, 深安此刻死也不能退缩之理, 拼着一股子劲, 越战越疯狂。 血腥果之事, 万家很快就会得知, 到时候就可以交易一番了, 不过不能在这里交易, 毕竟防人之心不可无。 许妍没有继续观战下去, 转身离开蛇丰天窟, 等候着万家天骄万天灵找上来。 蛇丰天窟的不朽天尊大战, 持续了三天三夜, 惨烈程度超乎想象, 堪称蛇丰天窟有史以来, 最惨烈的不朽天尊大战。 万老儿, 此事不会就此罢休, 你给我等着。 蛇丰穴子一边吐血, 一边化作一道血光退走。 怕了你不成。 万家族老虽然伤势惨重, 嘴角不断冒血, 却又丝毫不怂。 心里有些疑惑, 这蛇丰穴子突然发疯, 难道真的是因为血徒被杀了七成? 没道理啊, 谁能杀得了这么多血徒? 除非他亲自出手, 但他一出手, 绝对瞒不了蛇丰穴子。 而不朽天尊之下的武者, 谁能有此实力, 纵然是偷袭暗杀, 也不可能办到的。 得赶紧疗伤才行, 袭击名誉大营的计划, 需要取消了, 正好有人摘取了血腥果。 万家族老当即返回城中, 抓紧时间疗伤, 指不定什么时候蛇丰穴子又发疯杀来呢。 计划赶不上变化, 突袭名誉大营, 采摘血腥果的计划取消, 为了此事而赶来的武者, 不由得失望不已。 但也知道, 这是无奈之举。 毕竟, 刚刚结束的大战, 实在太惨烈了, 万家族老伤是之惨重, 超乎想象。 这是他们第一次见到高高在上, 执掌一方天地的不朽天尊, 竟然如此凄惨狼狈的。 观战了三天三夜, 如此强者大战, 直了, 不往这一趟。 没错, 不往这一趟。 不成不朽, 终究化尘土啊, 如何才能踏入不朽境啊? 见到了不朽天尊的强大之后, 一众真王天尊都心头感叹不已, 羡慕不已。 然而, 不朽境仿佛真正的天谦, 能跨越天谦, 踏足不朽境, 万中无一。 多少曾经赫赫威名的天骄, 最终止步在不朽境前, 始终无法跨越这一步。 想要踏入不朽境, 除了天赋之外, 还需要机缘, 需要大气韵, 大毅力。 有人摘得一枚血腥果? 是的, 少爷。 人在何处, 有何要求? 在玉竹坡, 似乎想要换取一些天才地宝。 走, 去玉竹坡。 万家三少万天灵, 在得知血腥果之后, 当即前往玉竹坡。 玉竹坡, 在大概山小有名气, 因生长着一种如玉般的竹子而得名, 风景宜人, 有些舞者喜欢在此前修。 许颜将血腥果与行踪, 透露给了万家之人, 便在玉竹坡等候着。 以万家的底蕴与威望, 不至于干抢人宝物的事情, 一枚血腥果, 尽量交易到多一点所需的天才地宝。 几根玉竹被许颜交缠在一起, 做了一个简陋的椅子, 他悠然地坐在椅子上, 等待着万天灵的到来。 许颜已经列出了自己所需的宝物, 以万家的底蕴, 哪怕无法凑齐, 也能够凑个七七八八。 至于交易是否存在危险, 许颜并不放在心上。 而且, 万家底蕴与威望都不错, 应当不至于为了一枚血腥果, 就直接动手抢, 毕竟这血腥果准备交易给他们了。 当然, 若是当真动了邪念, 又要抢夺血腥果, 许颜也不惧, 不朽天尊不出, 那些真王天尊, 可奈何不了他。 即便不敌, 也能轻松退走。 希望万天灵不会有什么气压散修的心思。 许颜心里嘀咕着, 能不得罪万家, 他自然不会去得罪, 毕竟这是一个强大的世家, 又不止一位不朽天尊强者。 但他也不会忌惮万家的实力, 该杀照杀, 哪怕现如今不敌, 待实力提升上来了, 该算的账都会讨回来。 而且, 许颜自信除了不朽天尊之外, 真王天尊以下武者, 都无法对他造成任何威胁。 哪怕不敌, 也能轻松顿走。 神域的每一位不朽天尊, 都不会轻易离开镇守之地, 生怕被天枯强敌抓住机会入侵, 这也就意味着, 被不朽天尊追杀的概率是极低的。 许颜在玉竹坡等待着, 一天后, 来了三个人。 为首一人, 青年模样, 长得文质彬彬, 但眼神之中, 却是毫不掩藏着一股傲气。 练真境初期的实力。 另外两人, 乃是练真境后期, 属于护卫。 许颜目光落在文质彬彬的青年身上, 以对方这个年纪, 竟然已是真王天尊, 天赋确实不俗。 而且, 气息沉稳, 仿佛潜藏着一股强大的力量, 实力在同境之中, 堪称是顶尖的。 万天灵? 可是, 你摘到了血腥果? 万天灵一到来, 就急不可耐地开口问道。 没错, 是我。 许颜点头。 好, 很好。 你有什么条件? 是我万家麾侠, 或是跟随我左右, 亦或者需要功法, 买只万家的庇护。 万天灵兴奋不已地问道。 既不想跟随你左右, 也不需要你万家庇护, 我只需要一些宝物, 只要你有这些宝物, 那血腥果就是你的了。 血腥果将准备好的清单递了过去。 万天灵眉头一条, 颇为意外, 区区宝物。 哪里比得上跟随自己左右更有价值? 哪里比得上, 获得万家庇护更有价值? 有了万家这座靠山, 还怕缺宝物? 不过, 对方既然需要宝物, 倒也是一件好事, 这一场交易就简单多了。 好, 没问。 万天灵接过清单, 点头就要答应下来, 只是目光看到清单上的宝物, 当即顿住了。 眉头微微皱起。 你确定要的是这些宝物? 抬头看着许颜皱起了眉头。 当然。 许颜点头, 不过见万天灵似乎有些难办的样子, 补充道, 不一定要凑齐, 能凑个五成也可以了。 万天灵看着清单, 沉吟了半赏, 道, 实不相瞒, 你所需的宝物, 我目前只能凑个一成, 毕竟你所需的宝物, 比较特殊一些。 一成有点少了, 五成, 没有五成, 不交易。 许颜摇头说道, 血腥果的价值, 比他清单上的五成宝物更高, 只不过他所需的宝物, 比较侧重某一方面的功效, 可能在九山境比较稀缺, 并非是价值太高。 五成, 需要时间收集, 可否用别物替代, 比如一门不朽进功法。 万天灵沉吟了一下说道, 功法就免了, 以你万家的能耐, 凑齐五成, 并不难吧。 许颜摇头道, 万天灵皱着眉头, 开口道, 你把血腥果给我, 待我凑齐了宝物, 再让人送给你。 如何? 许颜笑了, 当面交易, 互不向欠, 否则免谈。 你这是信不过我万天灵, 或是, 信不过我万家的信誉? 万天灵神色有些冷了起来。 许颜淡然一笑, 丝毫不在意对方的态度变化, 从万天灵一出现, 就发现, 这是一个很自傲, 甚至自视甚高的人。 一场交易而已, 何谈信誉? 若是你拿不出来, 那这交易, 就此作罢, 我找能够拿出东西来交易的人。 许颜直视着万天灵说道, 你所需之物, 我让人凑个八成给你, 但如今我急需血腥果, 你且将血腥果给我, 东西必然会如数交到你手上的, 如何? 万天灵深吸一口气, 沉声说道, 也并非不可, 你发个五道誓约吧。 许颜想了一想说道, 从未有人, 敢让我万天灵发誓的。 你在消耗我的耐心, 你可知后果, 万天灵神色越来越冷。 难不成, 你还要直接出手抢夺? 许颜取出一枚血腥果在手上, 笑呵呵地说道, 万天灵盯着他手掌上的血腥果, 似乎生怕他一把将血腥果给毁了, 深吸一口气, 道, 三天后, 我把东西凑齐? 可以。 许颜点头, 万天灵转身离去, 而许颜看着对方离去的背影, 在抬头看了看天, 心里嘀咕了起来, 我是现在走呢, 还是等着得罪万家呢? 此刻, 他有点犹豫了。 从万天灵的态度来看, 恐怕不会正常交易, 而是准备下黑手了。 只是, 生怕他毁了血腥果, 现在退去, 不过是缓兵之计。 许颜现在需要考虑的是, 直接离开, 不再想着与万天灵交易, 如此可以免去与万家的冲突。 或是留下来, 若是万天灵真的出手抢夺, 他自然不会挨打不还手, 如此一来, 就必然得罪万家。 要么不出手, 我若是出手, 必然是要把敌人的灰都给扬了, 杀了万天灵, 万家岂会善罢甘休? 罢了, 血腥果又并非, 只有万家可以交易, 没必要徒惹麻烦。 许颜深思熟虑之后, 决定就此离去, 没有必要把时间耗费在万天灵身上。 去千叠山吧, 顺便找个地方, 服用血腥果, 参悟小天道之眼。 得罪万家许颜不惧, 只是没有必要浪费时间与万家纠缠, 最终决定此次交易, 就此作罢。 从玉珠泼出来, 许颜稍微辨别了一下方向, 便动身前往千叠山地狱。 争取早日获得足够的宝物, 将底蕴积聚完毕, 早日突破神香径。 许颜满怀期待, 这次突破, 升华蜕变之后, 将会获得什么特殊体质? 圣体吗? 骤然, 两道强大的气息降临, 一左一右, 寒光凛冽, 向着他杀了过来。 两道身影骤然浮现, 一出手, 就是必杀的一击。 许颜神色不变, 一念之间, 身旁一株大树, 刹那化作了一柄巨剑, 散发着凛冽的杀伐剑翼, 朝着左边的袭杀者斩落。 一根根杂草, 泛着凛冽的寒芒, 宛若具有灵质一般, 密密麻麻地 向着右边的袭杀者抱射而去。 与此同时, 许颜身形一动, 一剑向着前方斩去。 绝天一剑。 刷! 一道身影浮现, 怒吼声中, 一拳轰出, 欲要挡下许颜这一剑。 藏头鹿尾之背。 许颜冷然一笑, 在三名袭杀者震惊的眼神中, 草木皆化为了灵力杀伐之剑, 更可怕的是, 这些剑仿佛各有灵质, 各有剑法。 这一瞬间, 三名袭杀者仿佛处在了剑的世界之中。 万家的人。 许颜看向戴着面具, 不露真容的三名袭杀者, 眉头微微一皱地说道。 交出血腥果, 可免一死。 其中一人声音沙哑地说道。 凭你吗? 许颜露出不屑之色。 三名真亡天尊中期的武者, 也敢来袭杀他, 这是活腻了吧。 速战速决, 三人我不惧, 若是来三个真亡天尊巅峰, 可就只能暂避锋芒了。 许颜眼神一冷, 见到神通刹那之间施展开来, 剑中山河浮现, 三名袭杀者都仿佛进入了剑道里的世界。 无穷的杀鸡, 无穷的剑密密麻麻, 看得三名袭杀者神色大变。 大战落幕, 战斗之地已经草木不存, 隐隐有灵力的剑椅残留在四周。 万家, 我许颜记下了。 许颜冷然一笑。 三名袭杀者全都死了, 在他近乎全力出手的情况下, 又进入了他的剑中山河神通, 区区真亡天尊中期, 岂有活下来的道理。 只是, 许颜未曾在三人身上找到任何身份讯息。 但除了想要血腥果的万天灵, 不会有其他人来袭杀他, 而且以万家的强大, 培养一批死士干一些见不得光的事情, 再简单不过了。 万天灵, 你这是取死之道啊。 许颜身形一动, 瞬间消失在原地, 既然万天灵出手了, 他也就没有必要客气了。 杀了万天灵, 且看万家能如何。 哄。 树道身影围杀而来, 每一个人都戴着面具, 只露出冷力的目光, 出手就是必杀之术, 甚至以伤换伤, 只要能伤到人, 命运生死。 少爷, 快走, 这是一个陷阱。 真王巅峰的护卫, 强悍出手, 不断抵御着攻击。 万天灵目光冷冽, 声音阴冷无比, 好好好, 这是不把我万家放在眼里, 当真好手笔, 以血腥果引我前来。 且看你们, 有几分能耐, 可以杀得了我万天灵。 嗡。 骤然之间, 一道寒光宛若匹炼一般, 席卷而出, 卷向了一名席杀者。 万天灵出手了。 他的武器, 乃是灵禅刃, 薄如禅翼, 纤细而长, 且轻柔如愁, 攻击多变。 身为万家当代天骄, 万天灵的实力, 在铜镜之中, 自然是极强的。 噗刺。 灵禅刃一出手, 在对方抵御的瞬间, 刃间一晃, 变化多端般地, 在对方的胸口, 划开一道伤口。 鲜血喷咬而出。 说, 谁指使你们呢? 万天灵冷力地问道。 回答他的事, 是袭杀者疯狂地攻击, 仿佛不要命了一般。 其中一名袭杀者, 甚至无视他的攻击, 任由灵禅刃穿透身躯, 也要伤了他。 少爷! 两名护卫看着万天灵肩膀受伤, 顿时大吃一惊, 其中一人嘀吼一声, 直接施展了秘书。 刹那之间, 真亡巅峰的强悍实力, 仿佛全部爆发在这一击之上。 噗! 袭杀者当即被斩杀。 少爷, 快走, 迟则生变。 动用秘书的护卫急忙开口说道。 好! 万天灵点头, 趁机冲出了围杀。 而另一名护卫, 则是紧紧相随, 不离左右。 少爷, 我去杀那个拿血腥果的人, 夺下他身上的血腥果。 随着最后一名袭杀者被斩, 动用了秘书的护卫, 一脸愤怒地传声而来说道。 万天灵眉头一皱, 正要叫住护卫, 然而那名护卫已经满脸怒容与杀意地返回玉竹坡而去。 少爷, 此事非同小可, 若是对方得知围杀失败, 恐怕会再有强者到来。 紧随万天灵左右的护卫, 凝重地说道。 走! 万天灵点了点头, 瞬息远顿而去, 眼中却是杀意凛然。 大盖山, 乃是万家地盘, 竟然胆敢在万家设服袭杀他, 这是对万家的挑衅, 绝对不可饶恕。 整个大盖山地域内, 谁人不知他万天灵欲要获得血腥果, 辅助参吾万家密传, 谋划将来突破不朽天尊之事。 血腥果对他的诱惑力太大了, 对方正是抓住了这一点, 以血腥果诱他而来, 想要出其不意, 将他给袭杀了。 在此事发生之前, 谁能想得到, 竟然有人如此胆大包天, 在大盖山袭杀他这个万家天骄的。 小瞧我万天灵的实力了。 万天灵目光阴沉, 若非他实力强大, 刚才那名死士的攻击就不会只是轻伤这么简单了。 纵然不死, 恐怕也会遭受重创, 甚至危及五道根基。 越想到此前的凶险, 万天灵越是杀意凛然。 许妍杀了袭杀者之后, 就向着玉竹坡返回, 循着万天灵离去的方向追杀而去。 既然敢袭杀自己, 就要做好被杀的准备。 至于万家实力如何, 许妍根本不放在心上, 无非如当初出入灵狱时那般罢了, 在逆境中崛起, 然后反杀回去。 来了! 一道强大的气息出现, 并且来人杀意凛然。 正是万天灵身边的两名护卫之一, 真王天尊巅峰的舞者。 许妍丝毫不惧。 顿住身形, 一念之间, 以他为中心, 翘无声息之间, 已经布下了山河剑意, 已经无声无息之间, 将剑中山河覆盖了四周。 地上的草木也蓄势待发, 杀伐剑阵, 以准备就绪。 只要对方踏入山河, 便急于毁灭一击。 交出血腥果, 告诉我你的身份, 让你死个痛快。 万天灵的护卫, 杀意凛然地说道。 万天灵呢, 我正要找他呢。 许妍冷笑一声。 你该死。 万天灵的护卫, 直接出手了, 他动用了秘书, 如此状态, 无法维持太长时间, 因此不再多言, 杀了对方。 若是血腥果在对方身上, 自然可以获得。 哼! 强大的一拳, 宛若巨山轰顶一般, 威势骇人。 剑起! 许妍目光阴冷。 山河浮现, 草木化作万剑洪流, 飞射而上, 剑阵也浮现而出。 嗯? 护卫目光一凝, 心中一惊, 这是什么剑道? 这一刹那, 他感觉自己 仿佛进入了另一个天地, 四周都是凛冽之意, 杀伐气息害人无比。 这是什么武道之法? 护卫心中大害, 这等武道, 前所未见, 闻所未闻。 强烈的威机浮上心头, 他心中大为震惊, 自己可是真王天尊巅峰啊, 哪怕动用了秘书, 此刻正处于秘书衰退期, 然而, 实力终究依然具备 真王天尊巅峰之力。 面对这些剑光, 他竟然感受到了生死危机。 啊! 一声大吼, 脸上涌上出一层血色, 旋即脸色转为惨白, 与此同时, 他身上的气势 再次增强了三成。 面对生死危机, 他再次动用秘书了, 而且是一门大损己身, 却又可以短时间内 大幅提升实力的秘书。 给我死! 护卫双拳不断轰出, 半空之中, 轰鸣之声不断, 一道道全硬, 宛若一座座巨山一般, 不断叠加起来, 不断轰杀而来。 轰隆! 山河摇晃, 万剑不断被轰飞, 然而却是有更多的剑, 不断补充而来。 放眼望去, 剑光仿佛无穷无尽。 死! 给我死! 挑衅我万甲! 你必死无疑! 许言目光冷冽了起来。 动用秘书, 且看你能维持多久。 许言心里冷笑一声。 这名真王天尊的实力, 确实强大, 哪怕许言全力出手, 想要斩杀对方, 也要耗费一些时间。 战斗越来越激烈, 战场中只见剑光若洪流, 权硬若巨山, 在横冲直撞一般, 不断轰飞剑光洪流。 某一刻, 许言目光一凝。 对方的气势开始弱了, 而且出现了一刹那的凝滞质感。 机会来了。 一柄小草锁化的剑, 悄无声息之间, 穿过了重重的剑光, 宛若灵活的小蛇, 避开了重重叠叠的拳印。 似乎具有灵质一般, 引开了护卫的注意力, 灵活而迅捷地, 弥漫出冷力的剑芒, 给人一种极其危险的感觉。 那名真王天尊, 顿时神色一凝, 不敢大意, 全神灌注着这一柄剑, 心中也是惊骇不已, 为何这剑仿佛有灵质一般? 然而, 在他注意力被转移的瞬间, 另一道剑光, 骤然变得晦暗了起来, 仿佛与战场环境融为一体, 在微风徐徐之中, 已经抵尽了他的后脑勺。 破! 剑光如灵蛇, 钻入他的脑袋, 瞬息之间, 化作了狂暴的裂风, 吹袭着他的神魂。 啊! 那名真王天尊, 发出一声惨叫, 双眼都冲血突出, 神魂的剧痛, 使得他双手下意识地捂住了脑袋。 而原本, 如灵蛇一般, 小草所化的剑, 在这一刻, 迅疾无比地, 刺入了他的心口。 玄疾, 重重剑光, 宛若惊涛般席卷而来, 彻底将他淹没。 许言手一招, 一个藏雾带, 从重重剑光之中飞了过来。 对方是真王天尊巅峰, 又是万天灵护卫, 能够给万天灵这个天骄作护卫的, 在万家的地位, 必然不低的。 许言现在正处于积蓄底蕴阶段, 自然不会浪费了对方的携带之物。 万天灵, 且看你能如何? 许言冷笑一声, 身形一动, 再次追杀万天灵而去。 只是, 这一次追杀无果, 万天灵似乎早已返回了万家。 三天后, 且看你来不来交易? 许言心里沉吟着, 既然已经明目张胆, 派出护卫袭袭杀抢夺血腥果, 三日后的交易, 万天灵兴许不会再来了, 而是组织人手来袭杀抢夺自己。 但也不一定啊。 许言若有所思, 三天后, 万天灵如无事发生一般, 再次来御竹坡交易, 必然会有强者暗中跟随。 不朽天尊是不可能的, 以不朽天尊的地位, 万天灵再如何添交, 也配不上不朽天尊亲自护卫。 但, 处于半只脚踏入不朽境, 却是再无寸境的, 这一层次的强者倒是有可能的。 或者, 多带几个护卫。 那就三天后再看看, 你若是不来, 我换一个身份, 继续卖血腥果, 看你上不上钩。 许言心中有了计划。 当即返回御竹坡, 沉吟了一下, 一道身影从许言体内走出, 坐在了他当初坐的椅子上。 神渊化身! 为了防止陷入围杀, 许言决定以神渊化身 再次等候万天灵。 神渝又如何, 想不到这等神妙的五道之术吧。 许言一脸笑容。 神渊化身气息与它一模一样, 对于不知世上有化身一道的舞者而言, 是无法辨别出这是一道化身的。 况且, 许言的神渊化身施展了和光铜陈术, 使得气息平平, 没有一丝属于化身的气息出现。 此种情形下, 纵然知晓化身存在的舞者, 也无法发现这是一具化身。 许言留下一道神渊化身之后, 当即离去距离化身三十里处隐藏了自身。 这个距离, 神渊化身在他的意识相连中, 能够以本意识主导神渊化身, 而不用担心神渊化身沉眠的问题出现。 最不济, 也不过损失这一点神渊罢了。 神渊化身被灭, 对许言而言只是损失一些神渊, 轻轻松松就可以将损失的神渊修炼回来。 灭我神渊化身与杀我无益, 都等着我许言杀上门去吧。 许言已经在盘算着, 若是端了万家宝库, 自己是不是就不用筹缺宝物积蓄抵运了? 回到万家的万天灵, 当即安排人开始调查许言的讯息。 同时调查袭杀者可能来自哪一方势力? 九山境, 有底气与万家交手的只有其余八家, 只是彼此之间一直都没有大的仇恨, 甚至面对天窟危机还会相互救援。 这都是默契, 面对天窟威胁, 其他的仇怨都要暂且搁置, 此乃神域的共识, 三十六境都遵守的规矩。 但, 除了另外八个势力, 九山境还有哪些势力, 胆敢挑衅万家? 而万天灵遭袭的消息, 传到万家族老耳中顿时大为愤怒, 整个万家的力量都开始动用了起来。 不过, 并未声张, 而是暗中调查着, 外界对于此事一无所知。 对血腥果的悬赏, 却是提高了一倍。 大盖山因为万天灵遇袭受伤, 正在暗潮涌动, 而许妍却是在等待着, 三天后, 万天灵是否会来御竹坡。 不论万天灵来与否, 许妍都不会就此罢休。 胆敢袭杀自己, 妄图抢夺血腥果, 就该承受应有的代价。 至于万家, 再强又能如何? 今日不敌, 不代表一知不敌, 终有一天会将万家踩入尘埃。 就以万家为目标, 未灭万家而努力修炼。 许妍心里暗暗想着, 神圆化身坐在椅子上, 悠然自得的模样在等待着来人, 而许妍本尊则早已潜藏了起来, 与周围融为一体。 纵然是不朽天尊, 也无法识破她的藏秘。 这就是许妍的底气, 只要不是正面被不朽天尊阻结住了, 她可以凭此避开不朽天尊的追杀。 只要顺利逃离大概山, 逃离九山境, 万家就威胁不到她, 待她实力提升, 便会找万家了结恩怨。 万天灵不来, 也会派人来一趟吧。 许妍心里嘀咕着, 她已经琢磨着, 换一个身份, 再次以血腥果又是万天灵出现了。 万家 关于许妍的讯息, 已经送到了万天灵手中。 进入了蛇丰天窟, 摘取了血腥果。 万天灵沉吟着。 关于许妍的身份, 暂且不得而知, 但几乎可以肯定, 并非是大概山的舞者。 似乎专门进入了蛇丰天窟, 为了获取血腥果。 不对劲。 万天灵深吸一口气, 神色阴冷无比, 根据蛇丰天窟传来的讯息, 许妍从出现, 再到蛇丰血子发疯, 都太巧合了。 蛇丰血子如此癫狂, 究竟所为何事? 甚至不惜占到两败俱伤, 都是因为他出现在蛇丰天窟, 万天灵目光冷立了起来。 蛇丰天窟的变故, 乃是此人所为, 甚至极有可能与茗玉勾搭上了。 只是, 转念一想, 若是与茗玉勾搭上了, 蛇丰血子岂会为了他的行动, 而与祖老拼个两伤的局面, 目的何在? 对蛇丰血子而言, 毫无好处。 未必勾搭了茗玉, 只是借茗玉之手, 削弱我万家, 针对我万家而已, 血腥果, 恐怕不是这一次摘取的, 无非进入蛇丰天窟, 假借摘取了血腥果, 且用某种方法, 惹怒蛇丰血子, 才使得蛇丰血子疯狂出手万天灵, 从中嗅到了阴谋的味道。 人, 回来了吗? 万天灵突然抬头问道, 没有, 护卫沉重地说道, 凶多吉少了, 万天灵眼中杀意凛然, 少爷, 还去玉竹坡吗? 护卫沉吟了一下问道, 你去一趟, 且看他在不在? 万天灵沉吟了一番说道, 少爷, 若是他在呢? 如约交易, 先把血腥果弄到手, 若是他不在, 自然是做贼心虚了。 万天灵冷笑着道, 血腥果到手, 接下来就是探查他背后的势力了, 我要将其连根拔除。 少爷, 我明白了。 护卫点头, 此次, 会有两名祖佬暗中跟随, 你大可放心。 对于万天灵而言, 血腥果才是当务之急, 是他必须获得的宝物。 蛇丰天枯的血腥果, 一直以来都不容易获得, 况且, 蛇丰雪子刚发完疯, 祖佬也受了不清的伤, 短时间内是无法制造机会 去摘取血腥果了。 故而, 许言手中的那枚血腥果, 对他而言极其重要。 另外, 让人查一下, 曾经哪些人获得过血腥果, 以及哪些人进入过蛇丰天枯深处, 具有机会摘取血腥果的人。 列一个名单出来, 暗中探查一番, 看有没有收获。 万天灵想了一想, 吩咐道, 血腥果的特殊与珍贵, 注定了获得血腥果的人, 都会服用了, 用以参悟舞蹈功法, 尤其是处于瓶颈期的舞者。 即使不自己使用, 也会第一时间交易出去, 获取自身迫切所需的资源。 哪怕是万家, 都没有存货。 想要获得血腥果, 只能等待与名誉开战, 创造摘取血腥果的机会, 而且数量有限, 并非谁都能够获得的。 像万天灵这样的天交, 才会有特殊待遇, 主动出击, 为他获取血腥果, 奈何计划赶不上变化。 违京之计, 想要尽快获得血腥果, 只能与许言交易。 大盖山, 某处阴暗洞窟里, 几道身影汇聚在一起。 目前计划顺利, 为首一人沉声说道, 洞窟里的几人, 全都戴着面具, 而为首之人所戴的面具, 则是多了一对獠牙, 显得凶煞无比。 几人之中, 也是此人实力最强。 万天灵没有被杀, 许言也未死, 计划如何称得上顺利? 其中一人疑惑地开口道, 若是如此简单, 就杀了万天灵与许言, 反倒要怀疑此事, 如今万家已经在探查许言, 而许言必然也会认定是 万家的袭杀, 只需要不断激化他们的矛盾, 加深他们彼此之间的仇恨。 只待在最关键时刻, 杀了万天灵获许言, 目的便达到了, 清华靖与九山靖, 必然发生冲突。 凶煞面具人冷笑着说道, 许言并非清华靖三大势力之一, 当真可以引起双方的冲突。 有人怀疑地说道, 剑神许言之名在清华靖声名赫赫, 而且更是清华靖剑修崇敬对象, 其身份不简单, 若非我亲自去了一趟清华靖, 恐怕都无法确定其重要性。 如今, 许言来到九山靖, 而且欲要与万天灵交易血腥果, 此乃天赐良机, 不容错过。 凶煞面具人自信十足地说道, 接下来该如何行动? 一名面具人问道, 万天灵如今急需血腥果, 而许言身上存在血腥果, 必然会与许言交易的, 接下来的行动就简单多了, 将矛盾进一步激化。 凶煞面具人阴冷地布置着 接下来的行动。 与万天灵约定的时间到来, 令许言意外的是, 此次来的人正是当初 万天灵的护卫之一, 而且, 竟然当真来交易血腥果。 这是你所需的宝物, 清点一下。 护卫开门见山, 神色冷淡, 似乎彼此都心照不宣, 做了一些什么事情似的。 许言点了点头, 也不客气, 清点了起来, 确定无误之后, 直接将一枚血腥果交易了出去。 既然对方如此爽快, 许言自问是个手诺之人, 该交易还是要交易的, 至于杀万天灵之事, 可以交易之后再行动。 况且, 万天灵既然没来, 显然是避免矛盾进一步加深, 以他万家添交的身份, 自然不会是怕了, 而是血腥果对他而言更为重要。 告辞。 护卫松了一口气, 顺利拿到了血腥果, 至于后续的行动, 就与他无关了。 许言笑了一笑, 没有出手阻拦, 看对方的神色, 恐怕不一会儿, 就会有人来对付自己了。 等着便是了。 况且, 这一句神圆化身, 也无法留下这一名护卫。 看着护卫离去, 许言心里冷笑, 血腥果已经到手了, 且看你万天灵会如何。 结果, 令许言意外的是, 他一直没有等到万家来人。 心里不由地疑惑了, 难道自己猜错了? 万天灵真的诚心交易, 且此前矛盾一笔勾销。 咽下护卫被杀得亏了, 以万家的强大, 万天灵竟然能咽下这口气, 奇怪了。 许言疑惑不已, 他现在有些纠结起来了, 既然万天灵选择认怂, 那自己还要不要继续找他报复回去, 毕竟自己又没吃亏? 不对, 万家袭杀我之事, 岂能就此罢休? 他万天灵认怂了, 却是并没有赔偿我了。 许言这么一想, 决定还是要把万天灵引出来, 算一算账才行。 神圆化身回归, 许言拿到了所需的天才地宝, 心里激动不已, 距离积聚足够抵运, 又进了一步了。 血腥果还有不少, 除了万家之外, 其余势力添交也必然需要, 再交易一枚出去, 差不多就能够凑齐了。 许言盘算一番, 决定找个地方, 服用血腥果, 参悟小天道之眼。 在许言离开玉竹坡时, 而万天灵的护卫, 却是已经死了。 堂堂真王天尊巅峰强者, 竟然被击杀了, 交易所得血腥果, 自然也不翼而飞。 暗中跟随护卫行动的两名祖佬, 则是分别遭到了强者阻击, 使得两名祖佬, 没有一路跟随着护卫行动, 也没有护送血腥果回归。 反而彼此都受了一些轻伤, 击退强敌之后, 快速赶来之时, 却是只发现了护卫的尸体。 哼! 玉竹坡被一股强大的力量横扫, 玉竹化作积粉, 而原本在玉竹坡前修的一些舞者, 纷纷脸色大变, 碰! 万天灵一拍桌子, 杀意凛然, 双眸欲要责人而逝。 为了血腥果, 他原本暂且忍下了, 直接进行交易, 结果对方竟然直接杀人夺宝。 其人太甚! 给我找出他来, 我要将他碎尸万段。 万天灵低沉地怒吼道, 整个万家都因为此事被惊动了, 万天灵的两名护卫, 竟然都死了, 而且有人以血腥果设局, 分明是冲着万天灵而来。 这意味着, 在挑衅整个万家, 是要扼杀万家的天骄。 就连万家的一名不朽天尊 都关注了此事, 整个万家开始展露 其强大的抵御与实力。 大盖山, 风起云涌, 一些稍有踪迹嫌疑的武者 都被擒拿, 盘问明白身份之后 才被释放出来。 稍有反抗者, 杀无赦! 出了什么大事了? 天窟入侵了, 有叛逆潜伏? 除了天窟潜入者或是叛徒, 万家不至于如此盘查。 不对劲, 若真是天窟潜入者或是叛徒, 万家必然悬赏, 不会如此隐秘, 什么都不公布的。 大盖山的武者, 全都惊叉不已。 万家如此大动作, 清查大盖山, 唯有出现天窟潜入者, 乃至出现了实力不弱, 身份不俗地投靠天窟的叛逆。 只是, 以往都会公布出来, 且发布悬赏。 而这一次, 进行大清查的, 都是万家的核心卫队带领, 以及附属万家的核心势力阵营。 不少武者怀疑, 万家是否出现了什么变故, 因此, 才只动用万家的核心力量, 并没有高额悬赏。 大盖山的某座城里, 两名普普通通, 宛若底层散修的男子, 看着搜查全城的万家卫队, 相视一眼, 看到了彼此眼神之中的得意。 还要再加一把火, 让人袭击许言, 动用万家卫队里的地影。 万家卫队里的地影, 已经准备行动了, 只是以他的实力, 无法杀得了许言。 杀许言不及, 目前只需要让彼此, 都确认了是对方所为, 再无第三者即可, 许言就交给万家杀。 明白了, 我天煞地影, 只引起矛盾, 激发仇恨, 但不牵涉其中, 只需要将仇恨激发, 自然就会杀戮下去, 若是牵涉太深, 反而容易露出破绽。 神域三十六境, 面对天窟入侵, 同气连之, 彼此相互支援, 三十六境之间的矛盾, 就从九山境与清华境开始吧。 我天煞地影这个势力, 恐怕没有多少人知道了, 不知道才是好事啊。 两名男子传音交流着, 彼此眼中, 竟是得意之色, 仿佛挑起了万家与许言的仇怨, 乃是得意杰作。 一天后, 阴暗的洞窟里, 几名面具人再次汇聚。 没找到许言? 对。 各处地影, 潜伏在各势力的情报中的地影, 都没有关于许言的踪迹。 是, 许言就像凭空蒸发了一般。 洞窟里顿时一静, 计划中的一环出现了问题。 竟然失去了许言的踪迹, 没有许言的踪迹, 又该如何袭杀许言? 又该如何让万家与许言的仇恨进一步扩大? 许言, 是否已经被万家勤拿了? 潜伏在万家的地影, 没有收到许言被万家勤拿的消息。 万一是万家的不朽, 亲自出手呢? 如今万家的不朽天尊, 都无法轻易离开镇守之地, 除非万天灵死了, 否则绝对不会有不朽天尊出手。 况且, 就算万天灵死了, 不朽天尊也无法马上就能出手的, 必须稳住了局势, 不会出现被穴子趁机发起攻击时, 才会出手。 洞窟里又是为之一境, 所有人都疑惑了, 既然许言没有被万家所勤拿, 万家的不朽天尊也没有出手。 那许言怎么凭空消失了? 找, 尽快找出许言来。 凶煞面具人沉声说道, 眼看着, 下一步行动就能完美成功, 结果许言不见了。 这如何能行? 不惜一切代价, 也要把人找出来。 万家与天煞地影寻找的许言, 此刻正在大概山某处荒僻之地, 躲入了一个小山洞里, 取出阵盘, 布置下了隐秘阵法。 除了布置下阵法之外, 许言心念一动之间, 山河建议弥漫在四周, 宛若化作了一片无形的山河, 将山洞笼罩在内。 一切就绪之后, 许言开始准备参悟小天道之眼。 小天道之眼, 乃是天道之眼的基础, 而且神妙非凡, 一旦参悟出来, 修炼成功, 实力必然又会有所提升。 许言心中暗暗激动不已。 可以预想到, 小天道之眼参悟出来后, 等到突破神香进食, 再一次升华蜕变, 必然能够增强抵御。 距离参悟明白小天道之眼, 只差了一点点, 希望血腥果当真有此神效, 可以将这最后的一点给参悟出来, 缩短参悟所需的时间。 许言取出一枚血腥果, 心里期待着。 从李玄传他小天道之眼, 已经过去了如此长时间, 在清华镜时, 许言就一直在参悟了, 只差灵门一角, 就可以彻底参悟出来。 而这灵门一角, 许言期待着血腥果, 能够给予助力, 快速参悟出来。 一枚血腥果服下。 许言只觉得, 一股温润的气息, 流淌在周身, 旋即浮现在了元神之中, 滋润着元神, 灵台都因此发出了阴晕的光滑。 这一刻, 心神明镜, 仿佛进入了类似顿悟般的状态当中。 许言也在这一刻, 参悟起了小天道之眼。 原本只差灵门一角的一点不明之处, 这一刻豁然开朗, 瞬间洞彻明晰, 小天道之眼如何修炼, 有何玄妙, 具有何等威力, 都一一浮上心头。 原来如此。 许言心中激动, 终于将小天道之眼, 彻底参悟起来了, 血腥果辅助参悟功法的功效, 当真是玄妙无比, 难怪万天灵心心念念都要得到血腥果。 参悟明白了小天道之眼后, 许言开始参悟天地境功法。 这一刻, 哪怕有了血腥果辅助, 心神陈宁, 灵台阴晕着光滑, 依旧难以参悟天地境功法, 依旧感觉到了这个境界的玄妙莫测。 许言沉浸在参悟当中, 直到灵台不再散发着阴晕光滑, 血腥果的功效消失, 许言才从参悟中回过神来。 有所收获, 但距离彻底参悟明白天地境, 还差了不少, 是我太缺乏经验了, 对于武道, 对于天地的感悟, 都太少的缘故。 许言心里遗憾。 天地境功法, 太过玄妙莫测了, 哪怕有血腥果辅助, 进入沉浸的参悟状态, 仿佛顿悟一般, 都没能参悟明白多少。 但并非毫无进展, 至少许言有了一些参悟的方向与头绪。 不知道再吃一枚血腥果, 是否还有功效。 许言再次取出一枚血腥果来。 在蛇丰天窟里搜刮了不少血腥果, 足够他奢侈挥霍一把了。 第二枚血腥果下肚, 许言发现血腥果依然有效, 只是效力已经减少了三分之一。 参悟神通吧。 许言深吸一口气, 这点功效, 参悟天地境功法, 显然是不现实的, 用来参悟神通五点里的神通, 再合适不过了。 参悟哪一门神通呢? 许言沉吟了起来, 神通五点里, 神通众多, 包括大神通与小神通, 而小神通他, 有些看不上了。 既然要参悟, 自然是参悟大神通。 旋即, 他选定了参悟的大神通。 这是一门比较特殊的神通, 名为天意定神。 此门神通, 并非功法或防御类神通, 而是一种掌控他们神魂意志的神通。 我一及天意, 天意定其神魂, 定其神智, 定其意识, 让受此神通者, 依照自己的意志行事。 一旦中了此门神通, 哪怕让其杀了自己心上人, 都会毫不犹豫地出手。 在中心的人, 只要中了这门神通, 都会被控制, 按照冥冥之中的天意而行, 哪怕他本人意识是清醒的, 却是无法控制自己去做不属于自己意志的事情。 就这门神通了。 许言心中暗喜, 他想到了, 这门神通的妙用, 既然与万天灵与万家起矛盾了, 这些偏门的手段, 某些时候可以起到意想不到的作用。 比如, 对万家舞者施展这门神通, 吩咐其去刺杀万天灵。 如此一来, 中了此神通的人, 意识是清醒的, 本意是抗拒的, 却是无法违背冥冥之中的天意而行, 他的神魂、 神智都被定住了。 万天灵恐怕想不到, 他身边的万家舞者, 甚至是忠心耿耿的舞者, 会袭杀他吧? 整个万家都会因此而动荡。 可以预想得到, 一旦出现原本忠心耿耿的舞者, 突然叛面下杀手的事情, 万家必然大为紧张, 会第一时间开始清查内部, 独牢也叛变了。 许言嘴角翘起, 所以天意定神这门神通, 非常有必要参悟出来。 越是特殊的神通, 往往某些时候, 可以起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许言开始参悟天意定神, 随着血腥果的消耗, 对于这门神通的名物, 也越来越多, 即将可以彻底参悟出来。 等到血腥果效果消失, 许言有些遗憾, 这一枚血腥果, 没有彻底将天意定神参悟出来。 物性越高, 第一次服用血腥果, 顿悟的效果越强。 许言若有所思, 血腥果短时间内, 增强舞者参悟功法的悟性, 效果如何, 与舞者的自身悟性是相关联的。 以许言的推算, 血腥果可以短时间内, 提升舞者三成悟性, 这似乎是大致固定的。 悟性越高的舞者, 提升三成之后, 参悟功法自然就越容易简单了。 若是悟性差的舞者, 哪怕提升了三成悟性, 也是远远比不上悟性好的舞者的。 最后吃一枚。 许言感叹一声, 再次取出一枚血腥果。 第三颗血腥果, 效果只有一成了, 但也聊胜于无, 对于许言来说, 足够将天意定神这门大神通参悟出来了。 随着第三枚血腥果入肚, 许言明显感觉到, 血腥果的功效减少一大截, 灵台阴晕的光滑都暗淡了很多。 终于迷雾了。 待到血腥果功效消失, 许言睁开双眼, 脸上笑容灿烂。 血腥果, 当真是宝贝, 不知道炼制成丹药后, 效果又会如何? 我吃过血腥果, 再吃炼制出来的丹药, 是否依然有效? 许言沉吟了。 除了血腥果, 是否还有类似功效的天才地宝, 对我是否依旧有效? 许言心里暗暂琢磨着, 若是有比血腥果更强的天才地宝, 用来辅助参悟天地境武道之法, 岂非可以很快就迷雾。 这等宝物, 想必比较稀少。 许言心里暗叹, 只能行走神域之时, 暗暗留意便是了。 若是再有此等天才地宝, 必然是要想办法获取的。 接下来, 就是修炼的时候了。 许言深吸一口气, 眼神激动。 小天道之眼与天意定神两门神通 已经参悟了出来, 接下来就是修炼的时候了。 修炼小天道之眼。 许言首先修炼小天道之眼。 神通的修炼并非一朝一夕可以完成的, 许言藏匿在这个山洞里, 外有隐匿阵法, 山洞内更宛弱一座无形的山河。 纵然是不朽天尊路过, 都无法发现他的踪迹。 在许言修炼神通之时, 大概山越来越热闹了, 仿佛风云激荡, 万家的行动越来越多, 似乎因为迟迟没有发现许言的踪迹, 而大为震怒。 除了万家之外, 天煞地影的成员也在暗中探查, 甚至不惜动用潜伏在其他势力里的地影成员。 然而, 许言仿佛凭空消失了一般, 不仅万家暗中惊疑, 就连天煞地影也是一脸疑惑。 人呢? 哪里去了? 从万家的行动来看, 分明就是没有找到许言。 天煞地影接下来的行动, 因为许言的消失而暂时停滞了, 眼看着计划就要成功了, 而且进展顺利。 结果, 突然就出变数了, 而且出得错不及防。 许言, 是否回清华境了? 哪怕回清华境, 也需要离开大盖山, 但没有找到他的踪迹。 他刚从清华境而来, 短时间内岂会回去, 兴许已经离开了大盖山地狱。 问题是, 他如何在万家的搜查之下, 悄无声息离开大盖山呢? 不仅仅是万家, 还有他们天煞地影。 天煞地影的人, 一时之间都沉默了。 万家也在怀疑, 许言是否已经悄悄逃离了大盖山, 于是请与大盖山相邻的大势力协助搜寻, 最后自然是没有任何讯息。 挑衅了我万家, 杀了我万家之人, 竟然还能逍遥自在, 安然在外, 可以躲过万家追杀, 这是万家的耻辱。 若是不找出人来, 我万家脸面何在? 万家一众阻挠, 愤怒不已。 万天灵气的脸都发黑了, 甚至不惜再次悬赏血腥果, 甚至以身犯险, 又要把人引诱出来。 结果, 自然是一无所获。 除了万家, 天煞地影之外, 还有第三方舞者, 也在寻找许言的踪迹。 来自千叠山, 巫魔天库。 每一名都是真王天尊, 人数虽然不尊多, 但一位真王天尊, 可以收拢一些宁法天尊为眼线, 为自己跑腿办事。 因此, 这一股暗中寻找许言踪迹的势力, 人数也是不少的。 那些个真王天尊, 都是已经被魅惑了, 早已拜服在某人的裙子下, 变成了忠诚的舔狗, 满脑子都是为博美人一笑, 为了完成美人计划。 终于修炼成功了。 对外界一无所知, 一心只修炼神通的许言, 张开了双眸。 此刻, 他的双眼内, 阴晕着某种不可揣测之意, 仿佛一轮日月在眼眸之中轮转, 又仿佛星辰环绕, 或是某种神圣之萦绕。 小天道之眼 经过不短的时间修炼, 许言终于将小天道之眼修炼入门了。 小天道之眼, 一眼宛若天意, 一切皆可看透, 一切皆在掌握之中。 只有修炼出小天道之眼后, 许言才深切感受到, 这一门神通的强大与玄妙。 此刻, 在他的眼中, 阵法清晰可见, 甚至一眼就看透了阵法的破绽, 看透了阵法运行的轨迹。 四师弟的阵法该提升了, 不然有些弱了。 许言感叹一声。 当然, 他也知道, 这是方号炼制的阵盘 与方号亲自施展的天地奇门, 叠加阵法施展, 是不一样的。 而且, 奇门舞蹈也是具有非凡玄妙之处的。 除了这双眼睛, 还有。 在修炼小天道之眼后, 除了双眼之外, 眉心之中仿佛也浮现了一颗眼睛。 当然, 眉心的眼睛似乎另有玄妙, 睁开之时具有莫大之威。 这是天道之眼的基础。 许言心里暗暗嘀咕着。 一念之间, 他眉心之处, 一团淡淡地, 弥漫着某种浩大之威, 宛若眼睛一般的光滑浮现。 这一道光滑, 处于眉心之间, 形似眼睛, 酝养着浩大之威, 许言可以感受到, 眉心的眼睛可以发出强大无比的一击。 手段增多了, 实力也提升了, 底蕴更足了。 许言欣喜不已。 接下来, 该修炼天意定神了。 小天道之眼修炼成功, 还剩下一门天意定神没有修炼。 许言决定了, 修炼完天意定神后, 再离开此地, 去找万天灵算算账。 若是他真有诚心结果恩怨, 必须给足赔偿才行。 如, 将自己所需的天才地宝凑齐。 以小天道之眼辅助, 再施展天意定神, 以我如今的实力, 让一名真王天尊, 听从我的意志形式, 似乎也可以做到了。 不过, 不能实力太强的真王天尊。 否则, 有一定的几率, 挣脱天意定神这门神通的控制。 毕竟, 他才神通尽圆满, 而且意志的掌控本身就是最难的, 而能够修炼到真王天尊的武者, 哪一个不是意志坚韧。 许言经过一番估算, 以自己目前的实力, 只能定住真王天尊出气的武者。 暂时来说, 也可以了, 恶心一下万天灵, 恶心一下万家, 再万家制造纷乱, 足够了。 许言深吸一口气, 开始修炼天意定神这门神通。 而大戴山, 万家终于坐不住了, 给出高额悬赏。 只要提供许言线索者, 即可获得高额奖赏, 若是凭此线索, 请拿到许言, 更允诺对方进入万家, 成为万家一员, 且修炼资源提高一成。 万家如此丰厚的悬赏, 瞬间在大戴山引起了轰动, 至于被悬赏之人犯了什么事, 万家并没有提及。 这也使得大戴山舞者议论纷纷, 觉得这可能是家丑, 因此不宜大肆宣扬。 更甚至有流言传出, 被悬赏之人对万家千斤使乱中气, 完了万家千斤撒腿就跑, 这才惹得万家如此大动作, 说得有鼻子有眼的, 八卦之事在大戴山传的沸沸扬扬。 许言人哪里去了, 为何一点踪迹都找不到? 难道还能凭空蒸发了不成? 凶煞面具人沉声说道, 找,继续给我找, 必须把人找出来。 凶煞面具人咬牙说道, 我就不信了, 以电影的耳目, 还能找不到他。 眼看着计划进行到了最关键的一环, 只要这一部成功了, 整个计划大体就完成了。 结果, 身为棋子的许言, 找不到人了。 这如何能忍? 哪个势力在遮掩许言踪迹? 万天灵目光阴冷地问道, 不知道。 该动用的力量, 都动用起来, 必须找到人, 否则我万家颜面何存? 万天灵杀意灵灵, 又说道, 那些流言蜚语都给我查查, 是从哪里传出来的, 兴许能够找到线索? 是, 少爷。 万家也在行动, 开始动用更多的力量, 只为了找出许言来。 除了天煞地银与万家之外, 另一方的几位真王天尊, 也是愁眉苦脸, 这许言究竟哪里去了? 几乎要翻遍大概山了, 都找不到人, 无法找到人, 又如何引诱人进入千叠山的乌魔天窟? 更令他们难受的是, 许言没找到, 反而被万家误以为, 他们是许言背后的势力, 因此还发生了一些冲突。 在万家的地盘上, 与万家发生冲突, 是极其不明智的事情, 因而果断认怂, 表明了自己一方, 也是来寻找许言踪迹的。 双方, 还彼此交换了讯息, 若有许言的踪迹讯息, 相互通告一声。 对于外界一无所知的许言, 全部心思都在修炼天意, 定神这门神通。 终于修炼成功了。 许言露出了笑容, 眉心之中, 一点光滑浮现, 宛弱一颗眼睛, 而在这颗眼睛之上, 更是阴晕着一股宛弱天意般的力量。 小天道之眼, 叠加天意定神施展, 成功率更高, 更容易定住敌人的神。 许言心中暗暗激动不已。 有了这门神通, 可以做不少事情了。 眉心光滑消失, 许言手掌抬起, 掌心仿佛有一股浩大的天意在营绕。 给人一种浩大, 不可违逆之感。 该出关了。 神通已经修炼完毕, 也该继续筹所需宝物, 积聚底蕴, 为突破做准备了。 万天灵, 准备好了吗? 我要给你一个小小的震撼了。 许言一脸笑容, 哪怕万天灵认怂, 也不会轻易饶恕, 胆敢派人袭杀自己, 就要做好承担后果的准备。 心面一动, 山河消失, 阵法收起。 许言挥手之间, 抹去了一切痕迹与气息, 一步之间就消失在了原地。 大盖山是万家地盘, 找个万家的大城, 了解一下万家的情况, 了解一下万天灵如何了。 若是他正在闭关参悟功法, 想好针对他, 就要等一等了。 万天灵乃是万家天骄, 闭关所在都是防守严密, 寻常万家之人是无法靠近的。 选定一个目标, 是一世天意定神。 许言决定去万家的大城里, 挑选合适的目标, 控制对方去给万天灵一点震撼。 行走在大盖山上, 许言循着一个方向而去, 前往其中一座万家的大城。 申魁是天煞地影里地影中的一员, 潜伏在万家, 在万家也是属于比较接近核心卫队中的武者。 这一次, 他接到了地影命令, 寻找许言, 袭杀许言, 彻底坐视万家袭杀许言之事。 虽然袭杀许言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 毕竟他只是练真境初期, 属于出入真王天尊的武者。 但身为地影一员, 为地影奉献一切, 乃是荣耀。 申魁心里是激动的, 终于可以为地影奉献了, 若是侥幸不死, 他在地影的身份将会得到提升。 在万家, 也有机会进入核心卫队之列。 甚至, 有机会获赐姓万, 真正地成为万家心腹成员, 乃至成为万家死士。 所以, 申魁寻找许言非常卖力, 一是为了地影的荣耀, 二是做给万家看。 哪怕最终没有找到许言, 兴许也会因为这一次的表现, 而获得进入核心卫队之中。 申魁不知道万家除了他之外, 还有没有其他地影成员, 每一个地影成员都无法知道彼此的真实身份, 甚至连相貌都无法知晓。 地影乃是负责潜伏, 伺机而动, 挑起矛盾等等, 而天煞乃是主导这一切的领头, 也是真正的最强战力。 天煞地影组织有多少天煞, 有多少地影, 申魁并不知道, 毕竟他在地影之中虽然不是最底层, 但也不算高层。 那是, 言? 突然, 申魁发现前方一名少年不正是苦苦寻找的许言吗? 顿时激动不已。 我的机会来了。 申魁身形一动, 气息变得虚淡了下去, 身形仿佛有一层阴影笼罩, 将整个人隐藏在了附近的阴影之中, 借此隐藏自身。 这是地影的手段, 潜藏与偷袭。 许言的实力很强, 当初袭杀许言的人, 一个都没有回来。 而他只是真王天尊初期, 正面交锋, 绝非许言对手, 唯有潜伏偷袭意图。 若是可以伤了许言, 而我也能够顺利逃脱。 申魁越想越是激动。 地影成员既然擅长潜伏, 自然也擅长偷袭与逃逆, 这也是有些底气, 可以偷袭完许言之后, 可以顺利逃得一命的底气。 来了! 申魁心里有些紧张。 哪怕潜伏的隐秘, 面对许言这样的强者, 一旦距离近了, 必然会被发现的。 必须掌握好距离, 在对方没有发现之前, 骤然发起攻击, 而距离又足够近, 攻击可以顺息而至, 对方来不及应对袭击。 所以, 这个距离尺度需要把控好。 这是每一个地影成员 必须掌握的, 也是最优先需要掌握的经验。 申魁自认为, 自己的经验也是非常老道的。 除了地影的修炼之外, 还接受了万家的培养, 为万家执行任务时 曾动用过这些手段, 可谓有了丰富的经验。 再靠近三丈, 就要出手了! 申魁心中激动的同时, 也有些紧张。 这万家的人, 倒是有些能耐, 隐秘之术还行。 许炎早就发现了申魁的存在。 论隐秘与潜伏, 许炎自认为难有人及, 申魁区区一个真王天尊初期的武者, 自以为玄妙的潜伏隐秘之术 根本不入许炎的眼。 莫说许炎已经修炼成功了小天道之眼, 任何隐秘与潜藏 都无法逃过他的双眸。 纵然没有修炼小天道之眼, 地影的潜伏之术 也是不够看的。 正好用他试一试天意定神 给万天灵一个震撼。 许炎暗暗兴奋起来。 此人必然是万家派遣出来袭杀他的, 既然如此, 便用万家派遣之人反杀回去。 万家会怀疑, 出了叛徒了吧? 许炎一步踏出, 原地留下了一道神圆化身, 迷惑住了申魁, 而他的真身, 悄无声息之间, 就来到了申魁的身后。 不好。 这一瞬间, 申魁只觉得头皮发麻, 身为武者的危机意识, 骤然浮现而出。 危险。 他没有认为危险来自许炎, 只以为是另外的强者, 准备对自己出手。 倒是警觉。 许炎对此不意外, 终究是真王天尊, 自己都靠近他身后了, 开始动用力量了。 若是还未曾发觉, 就太废物了。 但, 哪怕发觉了, 也已经迟了。 哼。 无形的山河, 已经包裹住了申魁, 瞬间束缚住了他。 而一只手掌, 掌心萦绕着淡淡光滑, 仿佛天意浩大, 按在了他的脑袋上。 哼。 这一瞬间, 申魁只觉得自己的神魂, 意识, 灵智都被定住了。 任何反抗都无法做出来。 更可怕的是, 他有一种面对浩荡天意之感, 仿佛一切都不可违逆。 意识仿佛是清醒的, 又仿佛是迷糊的, 他甚至都有点不明白 自己此刻是一个什么状态。 回去, 偷袭杀了吩咐你来袭杀我的人。 一股意志, 降临在他的神魂之中, 仿佛冥冥之中的天意, 无可违逆, 无法抵抗。 又仿佛一把天威之锁, 将他牢牢锁定了。 回去, 杀了吩咐我的人。 申魁脑海中, 只有这么一个浩大, 而不可违逆的意志。 是, 是。 申魁点头, 雪岩抬起手, 一脸期待之色。 第一次施展天意定神这门神通, 为了避免申魁挣脱了这门神通, 因此, 雪岩是全力施围, 在服以小天道之眼协助。 去吧。 为了避免时间拖得久了, 申魁半路挣脱神通的情形出现, 雪岩挥手吩咐道。 用你的方式, 取信对方, 靠近对方, 偷袭, 杀了他。 雪岩嘿嘿一笑。 是, 我一定办到。 申魁此刻, 变得恭敬了起来, 连脑袋都不敢抬起, 仿佛不敢指示天意。 身形一动, 瞬息离去, 疯狂赶回。 杀了天煞, 是天煞吩咐我袭杀许炎的, 所以杀天煞。 申魁很快就确定了目标。 虽然, 万家也吩咐了他, 不过他是地影成员, 真正吩咐他的, 他接受的命令, 实则是来自天煞地影组织。 既然是袭杀吩咐他的人, 目标自然就是天煞地影里, 那位下达命令的天煞了。 万天灵, 这只是开始。 看着申魁离去, 许炎眼中冷然一笑。 申魁是第一个, 但不会是最后一个。 师父说的, 真正的舞者不是莽夫, 我许炎岂会做莽夫之事, 这些手段, 我也是很娴熟的, 万家很强势吧, 且让你们见识一下, 我许炎的手段。 许炎继续前往大城, 继续行动。 而申魁, 一路上都不敢耽搁, 疯狂赶路, 直奔天煞地影隐秘据点之一。 我疯了吗? 竟然要杀天煞? 申魁的内心深处, 意识深处是有些清醒的, 知道自己这么做, 是不对的。 然而, 却是无法改变那冥冥之中的意志, 只能痛苦地看着自己, 一路狂奔, 直奔据点去。 临近据点了, 申魁戴上了面具。 这一路狂奔而来, 哪怕他是真王天尊, 也有些气喘吁吁的。 天煞大人何在? 申魁一入据点, 就急忙开口问道, 仿佛有什么要紧之事, 急需禀报。 天煞大人不在此地, 你有何要事? 据点负责人沉声问道, 快, 通知天煞大人来此, 我有密室禀告。 申魁急忙开口说道, 好, 你稍等。 据点负责人一证, 究竟是什么密室, 需要亲自禀告给天煞大人? 在天煞地影势力里, 有着严明的规矩, 既然只能禀告给天煞的密室, 其余人就不得过问。 而且, 对于密室的等级, 也有着严格的划分。 每一个地影成员, 对此都了如指掌, 不会胡乱禀告的。 申魁表现得很焦急的样子, 在等待着天煞的到来。 半个时辰后, 凶煞面具人出现在了此处据点, 看向申魁, 沉声道, 是你有密室禀告。 是的, 大人。 申魁郑重点头, 一边说着, 一边凑到了凶煞面具人跟前, 眼神凝重无比, 嘴唇如动着, 目光看向一旁的据点负责人, 同时准备传音禀报的模样。 凶煞面具人不宜有他, 反而凑近身去, 是关于万家。 破! 就在此时, 寒光一闪, 一道锋锐的光芒, 刺入他的胸口。 凶煞面具人惊呆了, 正准备离去, 避嫌的据点负责人也惊呆了。 哼! 这一击, 乃是申魁毕生之力, 是他一生之中, 自认为最强的一道攻击。 而被攻击者, 这一名天煞, 毫无防备, 距离又如此之近, 何况天煞地影势力, 从未出现过背叛者。 这种以下犯上的行为, 也是从未发生过的。 每一名地影成员, 都是忠心耿耿, 为了天煞地影的目标, 赴死也不会眨一下眼睛。 如此一个势力, 任谁也不会想到, 会有人以下犯上偷袭的。 哼! 凶煞面具人大怒, 然而身魁一击得手, 身上气势全力爆发, 一身力量瞬间倾泻而出。 哼! 凶煞面具人胸口炸开一个洞口, 纵然他是真王天尊巅峰, 距离不朽天尊, 只有一步之遥。 在这一击之下, 依然伤势惨重, 近乎陨落。 哼! 这一刻, 凶煞面具人惊怒交加之下, 猛地一掌将身魁击飞了出去。 而据点负责人, 此刻也出手了。 你竟敢背叛我天煞地影? 惊怒无比, 第一个背叛的地影成员出现了。 而且, 是潜伏在万家的地影成员, 难道他投靠了万家? 如此一来, 天煞地影的计划, 是否已经泄露, 被万家所得知? 杀了他! 凶煞面具人一边捂着伤口, 取出灵药吞服, 一边怒不可恶地吩咐道。 生魁此刻一颗心都在颤抖, 他内心深处的意识是清醒的, 这一刻他绝望无比。 自己背叛了天煞地影啊! 哼! 战斗不过短短时间就结束了, 生魁偷袭凶煞面具人, 已经耗尽了力量, 尚未来得及恢复, 据点负责人实力本就比他强, 因此, 生魁抵御没多久, 就直接自我了断, 当场陨落。 生魁死了, 虽然他偷袭, 没有杀了凶煞面具人, 但也重创了对方, 影响更大的是, 天煞地影势力中, 第一次出现这种事情, 掀起了波澜, 不过刚刚才开始。 凶煞面具人气息为米, 纵然如此, 他此刻伤势之惨重, 没有几年疗养, 是无法恢复如初, 甚至影响到了根基, 导致实力有所下滑。 大人, 杀了生魁的据点负责人, 慌忙过来, 想要救治凶煞面具人。 站住! 凶煞面具人眼神一变地沉声说道。 据点负责人顿住了身形, 他眼神无辜, 嘴唇蠕动了几下, 道, 大人, 此事与我无关。 他是冤枉的, 哪里会料到, 这名地影成员竟然会背叛的。 我知道与你无关, 但此事事关重大, 天煞地影的计划是否泄漏, 还有待调查。 你传讯其余人过来一趟。 凶煞面具人眼神变换了一下, 声音和缓了下来, 开口吩咐道。 是, 大人。 据点负责人面具下的脸色, 微微变了一遍, 他一颗心往下沉, 自己似乎面临危险。 天煞大人是他通知过来的, 再次遭遇袭击, 岂会不怀疑自己。 这么开口, 无非是因为遭受重创, 生怕自己趁机出手而已。 若是其余天煞地影成员到来, 自己是否会陷入危险境地, 甚至被当成叛徒处理。 天煞地影未曾出现过叛徒, 而第一个叛徒将会面临怎样的后果, 他不敢想象。 目光看向那张凶煞面具, 上面转刻着两片叶子, 代表着这是一位二叶天煞。 天煞以实力划分等级, 二叶天煞在天煞中不是最弱的, 但也说不上多强。 传闻七叶天煞, 乃是不朽天尊敬强者。 而地影则并非以实力划分等级, 而是以地影潜伏之能立了什么功劳, 完成了什么样的任务来划分。 大人, 已经传讯出去了。 据点负责人做完事情之后, 恭敬地回复道, 嘿嘿, 很好。 凶煞面具人点了点头, 哪怕伤势惨重, 依旧保持着警惕。 一时之间, 据点之中陷入了沉默, 气氛有些压抑。 据点负责人看向倒卧在地的生魁尸体, 眼神变换了几下, 真正的叛徒死了, 而这个叛徒最先接触到的是他。 也是他传讯, 让天煞来此。 越想一颗星月室往下沉, 再偷偷看了一眼凶煞面具人, 对方伤势惨重, 实力实不存一, 而且, 纵然如此, 依旧保持着警惕, 提防着他。 大人, 你在怀疑我。 最终, 据点负责人沉声开口道, 怎么会呢? 你不要多想, 雄煞面具人心里咯噔一下。 叛徒死了, 他死之前, 见的人是我, 又是我传讯给大人, 怀疑我也是正常的, 但我真的是无辜的。 据点负责人说着, 突然一咬牙, 抽出了武器。 大人, 你都被偷袭了, 为何不死啊? 你死了, 我就没这么多麻烦了。 据点负责人突然想通了, 只要天煞死了, 那么偷袭他的人, 就是身魁, 而自己是无辜的。 只是实力有限, 未能及时救下天煞大人而已。 对, 就是如此。 你个叛徒。 雄煞面具人怒吼, 顾不得伤势了, 气势勃发, 一击轰出, 转身就准备顿逃。 然而, 伤势惨重的他, 又哪里能逃得掉? 据点里爆发了短暂的交手, 很快就平静了下去。 雄煞面具人的胸口, 原本的伤口变得更大了, 而他此刻已气息全无。 大人, 你是死在叛徒手中。 据点负责人, 喃喃自语道。 天煞地影出现了一些动乱, 竟然出现了叛徒, 一时之间彼此都警惕了起来, 生怕身边之人突然向自己下杀手。 无形之中, 生魁之势对天煞地影的冲击会持续下去。 而这一切的始作勇者许言, 对此一无所知, 还以为生魁乃是万家之人, 回去之后也是袭杀万家之人, 是去袭杀万天灵的。 许言已经进入了大概山的一座大城, 然后, 他发现自己被悬赏了, 悬赏他的人, 乃是万家。 很好, 很好, 在我修炼这段时间, 一直在找我, 想要袭杀我是吧。 杀了万天灵, 且看你万家能奈我何? 许言心里大怒, 他甚至都没有遮掩身份, 大摇大摆在大城里转了一圈, 更是刻意去了万家的商铺里, 给出有意出售血腥果的讯息。 万家悬赏的人出现了, 快抓住他。 为家族立功, 为万天灵少爷立功的机会来了。 大城中的一些真王, 此刻激动不已。 苦苦寻找的许言, 竟然出现了。 尤其是万家的舞者, 仿佛看到了自己立功被提拔的情景。 许言大摇大摆从城中出来, 而身后则是追杀而来的真王天尊。 哪里走? 一名万家真王怒吼一声, 快速杀了过来。 许言一剑斩出, 神通绝天一剑。 杀? 一剑之下, 那名真王慌忙抵挡, 依然未能将攻击抵御下来, 瞬间就被中创。 仅仅是这一剑, 就让一众真王却步。 告诉万天灵, 想要血腥果, 想要杀我, 那就来吧。 许言冷笑一声, 身形瞬息消失在原地。 万天灵以身涉险, 想要引他前往, 许言干脆直接以血腥果, 引万天灵到来。 以万天灵的自傲, 以及背靠万家, 必然会现身而来的。 倒要看看, 你万家, 有多少真王来围杀我。 许言心中冷笑, 纵然是真王巅峰, 也不足以对他造成威胁。 他想要走, 谁也挡不住。 万家固然有不朽天尊存在, 但却是无法抽身而来, 轻易无法离开坐镇之地。 许言现身, 瞬间在大概山区域, 掀起了风云。 万家与从千叠上而来的真王天尊, 都开始了行动。 引起现身事吧, 我万天灵, 去救世了, 倒要看看, 你背后是什么事了。 万天灵冷笑一声, 不朽天尊, 固然轻易无法离开坐镇之地, 但万家并非只有不朽天尊, 才具有威慑力的。 真王天尊之间, 也是存在巨大差距的。 万家必然是要杀人的, 此人不能死, 必须把他带到千叠山, 所以不论如何, 若是其遭遇危险, 不惜代价, 也要助他逃脱。 来自千叠山的真王天尊凑在一起, 沉生说道, 他们的任务, 是把许言引到千叠山的乌魔天库, 若是许言死了, 他们如何完成任务? 计划是否会出纰漏? 另一边, 洞窟之中, 几道戴着面具的人聚在一起。 这一次聚在一起, 少了一个人凶煞面具人。 而且, 彼此之间都默契地保持一段距离, 隐约间相互提防着, 仿佛这里面有叛徒似的。 我们坐山观虎斗即可, 不论万天灵死, 或是许言死, 计划都算成功。 一人开口说道, 若是许言与万天灵, 握手言和呢? 笑话, 怎么可能握手言和, 他们仇恨深着呢? 你要知道, 许言与万天灵的仇怨, 是我们幕后挑拨的。 若是计划泄露了, 万天灵与许言, 还会彼此厮杀下去, 一时之间, 洞窟里安静了下来。 几人都沉默了。 那个叛徒, 出自潜伏在万家的地营, 若是泄露了计划。 他们不敢想。 新任天煞大人, 何时到来? 一人突破了沉默。 兴许就这两三天内吧。 上一任负责此地的天煞被杀, 消息传上去后, 他们就在等待着, 新任天煞到来。 等天煞大人到来, 再做决定。 最终, 几人都做出了相对有力的决定。 天煞地营里局势不明, 不能贸然行动, 否则一旦出现问题, 容易被针对。 大概山区域内, 有一座笔直的石峰处里, 许言傲然站在石峰之巅, 静候着万天灵到来。 他就这么直接, 丝毫不遮掩踪迹。 许言在那里, 要不要上去告诉他, 让他快逃, 或者以宝物, 又他前往千叠山? 不要现身, 等许言陷入危险了, 我们再出手相助, 如此必能让他跟随我们, 前往千叠山。 有道理。 从千叠山而来的真王天尊们, 此刻激动不已, 终于要完成任务了。 我万天灵来了, 有什么手段, 尽管使出来吧。 三道身影而来, 其中一人正是万天灵。 而在他左右的, 则是两名老者, 气息仿佛交融于天地, 远非一般的真王天尊巅峰可比。 万天灵也来得直接, 也不遮掩, 直接现身出来。 身边跟随的两名祖老, 都是实力强大的真王, 在万家地位尊崇。 许言眉头一挑, 万家这两名真王, 实力极强。 不过, 还不足以击破阴阳不灭剑的防御, 倒也无需担心。 手一抬, 一枚血腥果在掌心。 你要的血腥果在此, 能否获得血腥果, 且看你万天灵能耐了。 许言淡然一笑。 好。 万天灵深吸一口气, 寒光如皮练席卷而出, 灵缠刃出手, 柔软的寒风横扫而来, 卷向了许言。 你太弱了。 许言一剑斩出, 剑光浩荡, 宛若惊涛一般, 滚滚向前, 将万天灵的攻击彻底镇压了下去, 且剑光一直向前, 欲要将万天灵淹没。 万天灵只是真王天尊初期, 实力固然在铜镜之中属于顶尖, 比身魁强得多, 然而对许言而言, 却是有些弱了。 根本无法威胁到他嘶吼。 想要击杀万天灵, 难度也不会太大。 双眸之中, 阴晕着光滑, 万天灵的每一击, 在许言眼中都显得破绽百出。 每一剑都积在了万天灵攻击的薄弱之处。 轰隆。 交手不过刹那, 万天灵便不得不避开锋芒, 身形往后退去, 神色凝重无比。 心里也大为震撼, 此人年纪似乎比他还小, 实力竟然如此强大, 究竟是来自哪个势力的天骄, 尤其是其剑道之术, 当真玄妙非凡。 年轻人, 念你天赋不错, 交出血腥果, 臣服我万家, 可饶你一面。 万天灵抵挡不住许言的攻击, 一名万家祖佬踏不上前, 沉声说道, 莫说, 你并非不朽天尊, 纵然是不朽天尊, 也不配如此与我说话。 许言不屑一笑, 狂妄。 哄。 万家祖佬抬手就是一击, 这一击仿佛裹挟着天地之威, 如一支巨锤, 轰击而来。 哄。 许言深周, 阴阳不灭剑生生不息, 剑中山河呈现而出。 哄。 在阴阳不灭剑循环之下, 万家祖佬的攻击瞬息减弱, 旋即被反击了回去。 这是。 万家祖佬神色一变, 再次出手, 轰隆一声, 将反击回来的攻击抵御了下来。 万天灵脸色阴沉, 此人的武道手段, 玄妙不凡, 究竟出自哪一个势力? 一起出手。 万家祖佬神吸一口气, 他心里震撼地发现, 凭自己的实力, 似乎无法破开那神妙莫测的循环见光。 哄。 另一名万家祖佬, 气势爆发, 也准备出手了。 就在此时, 挤到身影飞尸而来。 万家不要脸啊, 以多其少, 你的对手是我吗? 几位真王天尊, 虽然实力不如人, 气势却是不输人, 一副要拼命的样子。 是你们? 万天灵目光阴冷, 你们果然是一伙的。 他认出来了, 这是寻找许言的那一群外来真王天尊, 似乎是来自千叠山。 难道, 针对万家, 针对他万天灵的是千叠山? 万家不可小觑, 此次万家有备而来, 不可轻敌, 快随我离去。 一名真王天尊来到十封前开口说道, 许言一脸诧异之色, 这些真王天尊为何出手相助自己? 来自清华境的真王天尊。 你们是何人? 许言诧异地开口道, 是贵人, 吩咐我等来护佑公子的。 真王天尊正色说道, 此人在说谎。 许言眉头一条, 小天道只眼施展, 此刻他发现了端倪了。 心智沦陷, 被魅惑了。 这些真王天尊被人控制了心智, 已经沦为仆从了。 谁在针对自己? 许言暗暗一宁, 自己出来九山镜, 从未与人结仇, 这些真王天尊又并非万家之人。 除了万家, 还会有谁针对自己? 小天道只眼, 当真神妙不凡, 若是此前, 我不可能发现他们迷失了心智, 被人给魅惑了。 许言突然一震, 魅惑了心智? 这一瞬间, 他有一种熟悉的感觉, 这些真王的状态仿佛在哪里见过? 冰州, 魅巫! 许言心头一领, 魅巫没死, 他是知道的, 毕竟师父已经说过了。 未曾想到, 自己出到九山镜, 就被魅巫盯上了。 他想要报仇? 许言心中凛然, 不敢大意。 魅巫的实力有多强, 暂时未可知, 降临在九山镜的魅巫之身, 实力如何, 也未可知。 许言此刻一脸警惕, 这突然杀出来的真王天尊, 看似帮助自己, 却也是居心不良, 显然是刻意来此寻找自己的。 受了魅巫的蛊惑, 侍奉魅巫之命行事。 魅巫要找自己, 能有什么好事? 报复! 我不需要你们所谓的护佑, 我与万家之事, 不需要你们插手, 滚一边去。 许言冷然一笑地说道, 公子, 万家实力。 那名真王天尊有些急了, 他们实力在真王天尊中, 算不上太强, 可拖不住万家族老多久。 滚! 许言目光一冷, 灵力的剑意激荡而出, 逼得那名真王慌忙后退。 而另一边, 万家族老打得阻拦的真王天尊, 节节败退, 眼看着拖不住了, 而许言却是不肯趁机离去, 这让这些真王天尊都焦急万分。 万天灵灵眉, 突然杀出来的这些真王天尊, 似乎并非许言幕后的势力, 而是另有目的。 灵缠刃一抖, 没有再次出手, 而是神色凝重地看向许言, 沉声道, 既然敢挑衅我万家, 可敢留下名号, 有何不敢? 许言傲然一笑, 听好了, 在下行不更名做不改姓, 见神许言。 你是许言, 清华镜的许言, 万天灵神色一正。 你知道我, 如此说来, 我许言也算是有些威名了。 许言诧异了一下, 自己在清华镜闯出了不小的威名, 尤其是传授剑道, 清华镜见修武者, 都对他尊崇无比。 未曾想到, 如此快就传到九山镜来了。 传闻, 见神许言, 见到神庙, 在清华镜见到武者中, 地位崇高, 又传闻许言, 长出真龙, 万天灵沉声说道。 许言抬手一拍, 金龙咆哮而出, 龙威浩荡。 见此一幕, 万天灵确定了, 这就是清华镜的许言, 已经被誉为清华镜年轻一代第一人。 关于许言的传闻众多, 传得玄乎齐玄, 不过在九山镜, 一般都只是认为, 清华镜遭受重创, 急需重塑清华镜之威, 不过造势夸张出来的而已。 今日一见, 万天灵直觉, 传言不虚。 许言见到神庙, 长出真龙, 一身实力, 纵然是身边的祖老, 也奈何不了他。 近乎有着, 不朽天尊不出, 他就立于不败之地的实力。 许兄, 我万天灵自温未曾得罪你, 也诚信与你交易, 即便你觉得我万天灵傲了一些, 也无需如此, 针对我万天灵, 我万家吧。 我万家, 也从未与许兄有过节吧。 万天灵深吸一口气, 脸色凝重地说道。 两名祖老也不再出手了, 既然少年是清华镜许言, 若是真的与万家有仇怨, 针对万家而来, 此事就不简单了。 甚至可能涉及, 清华镜与九山镜强大势力之间的矛盾与冲突。 两镜之间的冲突, 已经不是他们这个层次的舞者可以涉及的。 许言眉头一挑, 冷笑道, 我许言向来不惹事, 但也不怕事, 既然拿出血腥骨来交易, 自然是诚心交易。 你态度如何, 我不在乎, 只需要支付交易所需的宝物即可。 但你万天灵, 未免有些黑心了, 竟敢派人来袭杀我, 我许言岂是打不还手之人? 万天灵眉头一皱, 他的一名护卫去袭杀许言, 这是事实。 不过, 护卫之所以袭杀许言, 乃是他遭遇围杀之故。 对方既然是来自清华境的许言, 与万家也没有仇怨, 岂是贸然袭杀自己? 莫非, 这其中存在问题? 万天灵心里一沉, 他有一种嗅到了阴谋的味道。 身为万家的天骄, 除了天赋出众之外, 人虽然也自傲了一点, 却并非只知武力, 只知修炼的莽夫。 若万天灵仅仅是修炼天赋, 出众的莽夫, 也不会被万家如此重视, 当成万家未来当家之人来培养了。 万天灵深吸一口气, 拱手道, 许兄, 我在玉竹坡与你商谈完毕, 便准备返回万家, 筹集交易所需之物。 奈何途中遭遇袭杀。 既然意识到不对劲, 万天灵当即就将那天发生的事情说了出来。 我那名护卫, 也因此返回玉竹坡袭杀许兄的, 这其中恐怕有误会。 我万家愿为此, 向许兄做出赔偿。 万天灵沉声说道, 许颜眉头一挑, 他突然看向被魅巫控制的那些真王天尊, 这一刻他有些明白了, 这是有第三方势力, 在幕后挑起他与万家的矛盾。 我离开玉竹坡时, 遭遇死事袭杀, 抢夺血腥果。 我许颜岂是挨打不还手之人, 所以返回追杀你, 半路上遇到你的护卫。 万天灵脸色难看了起来, 血腥果交易呢? 这一刻, 他突然发现此事不寻常。 给你护卫了。 我护卫死了, 血腥果也没有拿到手。 此刻, 万天灵明白了, 暗中有人操控这一切。 许颜心里大怒, 竟然把自己当棋子耍。 目光冷冽地看向那几个真王天尊, 冷声开口道, 幕后之人, 是不是你们? 或者, 是你们背后的那一位? 刷。 直接一箭斩出, 杀向一名真王天尊。 不管是不是, 既然是受魅巫控制的人, 绝对居心不良。 抓活口, 万天灵一见许颜出手, 当即也出手了, 万家两名足劳也出手, 欲要抓活口盘问幕后之人。 千叠山来的几位真王, 此刻有些措手不及, 本意是来救许颜脱困的, 结果反而被双方针对了。 不是我们, 此事与我们无关。 慌忙解释起来, 然而, 不论是万家, 还是许颜, 都沉着脸, 疯狂出手, 欲要擒拿下他们。 我们只是, 奉贵人之命, 来找许公子的, 并非袭杀之人。 然而, 解释没有任何用处。 在许颜眼里, 他们已经被魅巫控制, 属于危险人物。 而在万天灵眼里, 这是调查幕后之人的线索。 逃。 眼看不敌, 这些真王也慌了, 只能顿逃。 然而, 面对万家两名足劳, 岂是容易顿逃? 不好。 小天道之眼下, 许颜目光一鸣, 一名被万家足劳困住, 就要被擒拿下的真王天尊, 体内一股力量在爆发。 哼! 强大的气势激荡, 有股浩荡的力量, 从那名真王天尊体内爆发出来。 随着这一股力量爆发, 仿佛汇聚了这名真王天尊的毕生之力, 轰开了万家足劳。 甚至那名万家足劳, 脸色一变之下, 往后退去, 避开锋芒。 而那名真王天尊, 则是直接炸裂了, 仿佛拼尽一身修为, 只为了这一掌。 在许颜眼里, 真王天尊炸开的刹那, 有一缕淡淡的粉色气息闪烁了一下, 玄机削米在天地之间, 那是魅巫控制真王天尊的魅惑之力。 对方, 也是在这魅惑之下, 当场自允, 也不要落入万家足劳之手。 死士! 万天灵脸色难看。 如此果决的自允, 也不愿意被擒拿, 除了死士, 别的武者都无法做到。 几名真王天尊, 最终有三人顿逃而去。 万天灵脸色难看, 既然这些是死士, 没有强大的手段, 是无法生情活抓, 更无法查问出线索来。 对许颜而言, 既然确定了是魅巫之人, 是为自己而来, 这就足够了。 想要生情活抓, 并不容易。 此事误会一场, 幕后之人, 我万家必定会揪出来的。 万天灵拱手说道, 你就如此确定, 与我无关。 许颜眉头一条地道, 许兄来自清华镜, 乃是代表清华镜的天骄, 纵然与我万家有过节, 也无需使用如此手段。 这毕竟牵涉太广, 所以我相信许兄与此无关, 而且是受害者, 幕后之人, 想要借许兄之手, 针对我万家。 顿了一下, 万天灵诱到, 甚至, 是为了引起我万家, 与清华镜的冲突。 许颜点头, 目光冷立, 胆敢利用我许颜, 就要付出代价, 万兄若是有线索, 可以通知我, 兴许你我有合作的机会。 这是必然的。 万天灵心中一动, 开口道, 虽然此事, 买是恶人挑拨, 终究是我万家未能及时察觉, 误会了许兄, 公然悬赏了许兄, 对许兄声誉造成了一些影响。 我万天灵愿意代表万家, 向许兄道歉, 愿为此事, 向许兄做出补偿, 也是为你我合作创造条件。 许颜诧异地看了万天灵一眼, 你准备如何补偿我? 万天灵正色道, 许兄所需之物, 我会尽快凑齐, 交于许兄之手。 当真? 自然。 许颜不由地高看了万天灵一眼, 既然对方如此诚心, 愿意为自己收集所需宝物, 自己也该有所表示。 既然如此, 这枚血腥果, 就送于万兄了。 许颜取出一枚血腥果, 直接给了万天灵。 另外, 有一名你万家之人, 曾欲要袭杀我, 被我使用了一些手段, 会反杀毁你万家, 你可以留意一番。 许颜抬手一划, 灵气汇聚, 波纹荡漾之下, 身魁的面貌呈现了出来。 多谢。 万天灵郑重地拱手道。 短则五六天, 长则半个月, 许兄所需之物便可凑齐, 若有线索, 也会告知许兄。 万天灵接过清单之后, 郑重地说道。 许颜想了一想, 取出一枚传讯符, 递了过去, 道, 此乃传讯符, 你可以凭此传讯给我, 五十万里内, 我都可以接收到讯息。 万天灵大为震撼, 此符竟然可以传讯。 许。 传讯符的重要, 不言而喻。 别找我, 传讯符我也没有多少, 都是备用的。 许颜摇了摇头, 一步踏出, 瞬息消失在原地, 声音摇摇传入万天灵耳中, 万兄, 静候你的好消息。 万天灵与两名万家祖老, 神色微微一变, 许颜的速度太快了, 刹那之间就消失无踪。 不朽天尊之下, 谁人能奈何他? 回万家! 万天灵脸色阴沉无比。 大盖山, 悬赏许颜的公告, 在一席之间全部撤下, 仿佛无事发生一般。 而在万家, 此事则交给了万天灵亲自负责, 算是万家的不朽天尊们, 对他的一个考验。 万天灵倍感压力, 但也开始做出部署, 尤其是从生葵开始调查, 令他意外的是, 生葵失踪了。 许兄说动用了一些手段, 难道生葵没有针对万家, 而是针对了幕后势力? 万天灵心中有了猜测。 以万家的底蕴与势力, 凑齐许颜所需的宝物, 大盖山暗流涌动, 万家的隐秘力量, 正在清查大盖山内的一些势力, 甚至开始变查整个九山境。 目的只有一个, 揪出幕后势力。 许颜在与万天灵达成协议后, 第一时间怀疑, 幕后势力乃是魅巫的手笔。 魅巫,在九山境? 许颜沉吟着, 等万天灵的宝物。 许颜评估了一下, 自己实力中就还是弱了一些, 待突破神香境后, 在探查幕后主使不迟。 天煞地影洞窟所在地, 新任天煞终于到来了。 几名面具人一剑顿时心中意领, 午夜天煞, 比上一任天煞实力要强得多。 针对万家与许颜的行动, 是否已经失败了? 戴着凶煞面具, 其上有五片叶子图纹的男子, 声音冷然地说道。 万家撤去了对许颜的悬赏, 而且也没有传出, 擒拿了许颜的讯息, 大抵是失败了。 一名地影小心翼翼地说道。 失败原因在哪里? 午夜天煞问道。 我们天煞地影内部, 可能出了叛徒。 在一阵沉默后, 一人低声说道。 我天煞地影, 自成立以来, 从未出现过叛徒, 如今竟然出叛徒了, 致使计划失败, 此事不能轻忽。 在接下来的行动之前, 清查内部, 务必救出有一星之人。 随着新任天煞下令, 大盖山的天煞地影, 开始出现一些动荡, 在清查内部叛徒。 而这一切, 许颜与万家都不知晓, 强如万家, 竟然都没有察觉到, 天煞地影这样一个隐秘的势力。 不到半个月, 许颜便得到了万天灵的讯息, 所需的宝物, 筹集齐全了。 时封所在, 再次见面, 万天灵讲述了万家的调查, 没有发现有价值的线索。 至于那几名真王天尊, 来自千叠山, 他们的身份都已摸清楚了, 可以确定与幕后势力无关, 至于为何寻找许颜, 贵人又是谁, 则暂时无法得知。 许颜心中了然, 魅巫在千叠山, 此次来九山镜, 前往千叠山的一个目的, 就是为了筹集继续抵运所需的宝物。 如今宝物筹集完毕, 千叠山之行就并非必须的, 是否避开魅巫, 许颜暂时没有做出决定。 拿到了所需宝物后, 得知了魅巫派来的真王天尊, 来自何处之后, 许颜便告别万天灵离去。 而万天灵也坦言, 接下来, 万家的调查会继续, 而他则需要用血腥果参悟功法了, 同样需要闭关一段时间。 终于可以继续抵运, 突破神香境了。 许颜心中暗暗激动, 闭关之时, 需要谨慎一些, 避免被人追踪上来。 许颜收敛气息, 变幻形貌, 避开了一切追踪与探查, 纵然是不朽天尊出手, 也无法追踪到他。 确定安全之后, 许颜在大概山处荒僻之地, 布置了隐匿阵法, 同时剑中山河, 也包裹住闭关之地, 可以继续抵运, 突破境界了。 许颜激动不已, 开始使用这些宝物, 继续足够抵运, 为突破时蜕变做准备。 继续抵运, 需要一些时间, 突破神香境时, 同样需要时间, 而许颜再一次, 从大概山消失了。 不论是天煞地影, 或是千叠山魅巫派来的真王天尊, 都再一次找不到许颜任何踪迹。 千叠山, 巫魔天窟所在。 此时的天窟里, 已经大变样了, 张灯结彩, 粉色美艳的花朵栽种在天窟之中。 这里, 已经不是昏暗的天窟, 仿佛是人间乐土。 雅致的小楼里, 沙漫垂落, 隐约可见, 里面慵懒地侧躺着一名家人。 修长雪白的美腿, 一半裸露在沙漫之外。 十几名美艳的女子, 正在雅致的小楼里伺候着, 这些女子, 无意不是真王天尊。 但, 早已并非最初的人了。 而小楼外, 拜扶着几位真王天尊, 他们眼神狂热, 迷恋沉溺那若隐若现的美妙身影之中。 所以, 没有把人找来? 妩媚动人的声音响起。 是。 拜扶在地的人, 身躯微微颤抖着, 额头冒出了冷汗, 眼神有些无措的样子。 什么原因? 暂时没找到人, 而且他不信任我们。 顿了一下, 其中一人开口道, 许颜他似乎在筹集天才地宝, 恐怕有大用。 雅致的小楼里, 一道曼妙的身影飞了出来, 落入说话之人怀中。 你能找到一些讯息, 算是利益工, 他就陪你玩玩, 必会让你找到快乐的。 是, 是, 多谢。 那名真王兴奋不已, 激动不已, 抱着怀中的美女, 眼神狂热无比, 匆匆离去。 低头看去, 怀中的人, 与女入心入魂的女神, 竟有三四分相似, 她更激动起来了。 天才地宝。 小楼里突然飞出一只七色花朵, 七片花瓣, 色光蕴仿佛具有不凡的神庙之用。 那就把讯息传给许言, 这里有一株七妙神花, 若是他不知道七妙神花, 就告诉他, 七妙神花可以弥补武者薄弱之处, 可以增强神魂, 纯净武道根基, 可令武者静心名神, 感悟武道之妙。 是, 一定办到。 几名真王看了一眼, 插在地上的七妙神花, 内心深处, 生出了无穷的渴望。 这是来自武者最深处的直觉。 直觉告诉他们, 若是可以得到七妙神花, 他们有极大的概率, 可以突破不朽天尊。 但, 渴望再大, 依旧生不出任何不该有的念头。 等到几名真王离去, 小楼里的人, 慵懒地翻了一个身, 嘴里喃喃着, 七妙神花都拿出来了, 就不信你徒弟不来。 你徒弟来了, 你也该来了吧。 得罪我魅巫, 岂是如此容易结果的, 且看你能如何。 脑海之中, 浮现出当初的那一幕, 尤其是那一件, 正是那一件, 突兀斩来, 使得他本尊在应敌之时, 失手一招, 险些遭受重创。 此仇必报啊。 你徒弟, 还真是俊呢, 我有些兴趣了。 魅巫嘴角微微翘起, 露出了魅惑众生的笑容。 在许言踪迹南巡, 万家又加强了 大概山的监视之后, 一直找不到许言的天煞地影, 行动越发变得小心谨慎起来。 这期间, 杀了几个地影成员, 理由自然是怀疑是叛徒。 这也使得一些地影成员, 心里有些不安, 对任务的执行, 也变得小心谨慎起来。 横峰山, 九山近九山之一。 此刻, 在横峰山一处天窟所在, 有一座巨大的铜殿, 镇压着这一处天窟。 坐镇此地的, 乃是横峰山一名不朽天尊。 此刻, 这名不朽天尊, 戴着凶煞面具, 而其面具上, 则是有着七片叶子。 七叶天煞。 大人, 接下来该如何行动? 几名午夜以下的天煞, 汇聚在铜殿里面, 恭敬地请示道。 既然万家识破了, 那就直接杀了许颜, 只要他死在九山境即可。 只要他一死, 终究有办法, 可以让清华境与九山境爆发冲突的。 另外, 清华境的天神梦冲, 也已经来到了九山境, 可以向他出手。 只要死在九山境, 后面的事情就好办多了, 大不了, 让横峰山认下此事又如何。 只需要与清华境爆发冲突, 什么手段都不必在意, 另外派地影去清华境潜伏。 齐门院、丹医院都可以潜伏, 伺机而动。 齐夜天煞声音冷淡地道。 是, 大人。 铜殿里的众人精神一阵露出了振奋之色。 齐夜天煞大人, 乃是横峰山不朽天尊, 完全可以代表横峰山将杀人之事承担下来。 进而让横峰山与清华境的天舞门也好, 万雷宗乃至大越国也罢, 爆发矛盾与冲突, 目的便达到了。 等到下属都离去, 铜殿里只剩下七夜天煞一人时, 他站在铜殿门外, 目光悠悠地看向天穷, 又看向他坐镇的天窟。 无人知晓, 这一处天窟原来的血子早已被杀了, 此时那名血子不过是有名无实的血子。 乃是他与对方达成的合作, 协助对方坐上血子之位, 然而实力却并不具备真正的血子实力。 这一处天窟不会动乱的, 他随时都可以暂时离开坐镇之地。 神域, 该乱了。 嘴里喃喃自语一句。 神域, 不仅要面对天窟入侵, 也该相互征伐, 这也是天煞地影的目的。 神域不乱, 征伐不起, 天地如何皈依? 目光悠悠, 他来此九山镜, 便是为了搅动神域, 三十六镜征伐不休, 唯有如此动荡, 才能完成任务。 清华镜与九山镜, 也该动乱了, 也该征伐不休了。 身形一动, 瞬间消失在了原地。 一位不朽天尊, 悄然离开了他坐镇之地。 灵尊山, 九山镜九山之一, 乃是灵寿盘踞之地, 由不朽镜的灵寿王坐镇。 与其余八山不同, 灵尊山地域, 只有一处天窟, 但这一处天窟, 实力却是极其强大。 因此, 除了灵寿势力外, 还有灵尊门这一个强大势力, 在此坐镇。 某种意义上而言, 灵寿王也属于灵尊门的一员, 可以称之为镇宗灵寿, 地位尊崇无比。 灵尊山, 餐厅的古树林里, 一只体形如小山大小, 呼吸之间仿佛有狂风喷涌, 周身亦有一股微风环绕的青涩虎兽, 正趴在地上休憩着。 风灵虎, 乃是灵寿之中, 实力极强的几种灵寿之一。 其血脉等皆极高, 在灵寿之中, 有着百寿之尊的地位。 这只风灵虎, 乃是灵尊山灵寿王, 传闻乃是神域虎类灵寿中最强的一只, 被誉为当之无愧的虎中之王。 灵尊山之名, 因他而起, 灵尊门之名, 也是因他而起。 风灵虎是灵尊门最强的存在, 哪怕是灵尊门宗主实力, 也稍训于他。 只不过, 知道此内情的人, 整个九山境, 一只手都数得过来。 风灵虎, 不会离开灵尊山范围, 但通常也不需要他出手镇压天窟, 除非天窟有失控的危险。 大多数时候, 风灵虎就趴在这一片古树林里。 能够来此古树林的人, 整个灵尊山, 唯有那些不朽天尊, 或是风灵虎重视的族中后辈, 才有资格来此。 一道身影, 迈步走入古树林, 来人戴着凶煞面具, 七片叶子, 图文印刻在面具上, 气势不显, 但每一步走来都仿佛融入天地之中。 天使妾, 我记得你好像叫这个名字。 风灵虎抬起眼皮, 看了来人一眼说道, 是我? 天使妾, 在风灵虎摆帐外顿住身形, 沉生说道。 风灵虎打了个哈欠, 百无聊赖地道, 你来这里, 又要说什么? 神域不乱, 三十六进步征伐, 你如何能更进一步, 如何能打破血脉稚骨, 进一步提升? 天使妾, 沉生开口说道。 你继续说。 风灵虎抬起一只爪子, 伸出舌头舔了舔爪子, 说道。 天使妾深吸一口气, 已经做好了抵挡袭击的准备, 沉生说道, 唯有天地归一, 才能打破智骨, 你才能继续提升。 神域灵兽十二王之一的你, 就甘心守在这里, 一生不得寸进, 无法再提升血脉。 风灵虎虎掌中, 伸出风锐的爪子, 抬起脑袋, 看向了天使妾, 天地归一, 这就是你们的目的, 且不说, 何谓天地归一, 就凭你们, 有此能力做到。 想要以所谓的天地归一, 才能提升血脉, 来骗我为你们卖领, 当真觉得我风灵虎好骗。 说到最后, 风灵虎身上一股威势的风在环绕, 不怒自威。 天使妻沉生道, 风灵虎, 你应该明白, 神域并非天地的核心, 我等的任务, 就是促成天地归一的条件, 真正实施天地归一的, 并非你我这个境界可以做到的。 我可以向你保证, 只要你参与进来, 血脉提升打破智骨, 只是一点小力罢了, 一旦天地归一, 这天地权柄说到后面, 天使妻没有继续说下去。 风灵虎若有所思, 抬起的爪子放了下去, 好伴赏才到, 我考虑考虑。 天使妻眼神一松, 既然是考虑, 那么答应下来, 也只是时间问题而已。 如此便不打扰了, 我会再来的。 天使妻说完, 转身离去。 等到天使妻离去, 风灵虎看着他离去的方向, 若有所思了起来。 神域并非天地核心, 这并不意外, 神域、灵域、内域、 天地归一, 打破屏障, 上古之变, 形成的如今天地格局, 竟然妄图恢复上古之时的天地。 谁能做到, 天窟外敌还世, 如今的天地, 早已不是当初的天地。 不过, 天使妻的来历, 恐怕不简单, 其背后有不朽之上的强者, 神域难道还能隐藏如此强者? 风灵虎闭上双眸, 沉思着自己要不要答应天使妻, 是否可以从中获得自己所需的好处, 但也需警方被利用了。 这里是九山境的云池山地狱, 也不知道大师兄在哪一山。 一处云雾缭绕的山峰湖泊前, 梦冲看着刚从湖泊底下采挖出来的神药, 心里琢磨着, 要不要去与大师兄会合。 在清华境闯荡出天神之名, 更是开创了体修这一修炼派别, 梦冲在突破神通境圆满后, 便离开清华境来到了九山境, 寻找积蓄底蕴的宝物。 而他所需的宝物, 自然是有所侧重的九山境山多厚重, 多有侧重肉身上的神药, 这也是他来此的目的。 小天道之眼, 我只差一点点就能参悟出来了, 只是这最后一步, 却是最难的, 也不知道大师兄修炼出来了没有。 四师弟的传训符又进行了提升, 顺便把新的传训符送一些给大师兄备用。 梦冲琢磨了一下, 决定去找一找大师兄, 交流一下小天道之眼的感悟。 九山境辽阔, 分属九大势力统域, 与大师兄的传训符, 传训距离有限能否留下一些讯息, 找到大师兄。 只能去九山境的大城里看看。 梦冲有了决定, 转身就要离去。 骤然之间, 脸色一凝, 轰隆一声, 身上神涛汹涌, 金光灿灿, 风雷环绕周身, 脑后一轮大日浮现。 轰! 一拳轰出, 与一道细小阴冷的寒芒撞击在一起。 破! 拳硬被冻穿, 那一道寒芒, 虽然减弱了, 却是继续杀来。 藏头鹿尾的鼠背! 梦冲冷哼一声, 不闪不闭, 抽刀出手, 一刀斩出, 刹那之间, 山石化为霸道的长刀, 疯狂轰杀而去。 与此同时, 四道身影杀了过来。 每一人, 都是真王天尊巅峰的实力。 梦冲目光一鸣, 看向四名戴着面具的真王天尊, 对方显然是为了袭杀他而来。 清华镜的舞者, 不对, 清华镜没有哪一个势力, 改来此袭杀, 我真若是动用四位真王天尊巅峰, 很容易就可以查到, 而且, 他们也并非名誉的血影。 梦冲眉头一皱, 这四人分明是冲着自己来的, 自己不过刚到九山镜, 从未得罪九山镜的任何一个势力, 而且, 这四人也不像是杀人夺宝的劫匪一类。 你们是何人? 梦冲持刀在手, 整个人金光灿灿, 宛若天神一般。 四名袭杀者一言不发, 从四个方向一起出手袭杀而来。 配合默契, 一出手就封死了梦冲任何躲避空间, 除了硬抗攻击之外, 没有任何可以避开的余地。 哄! 梦冲大日神烟施展, 风雷环绕, 刹那之间化作了十八丈小巨人, 手中的长刀也在刹那之间化为了一柄巨刀。 哄! 藏刀之意动用, 山石化作长刀, 从四面八方席卷向四名袭杀之人。 宛若天神一般的梦冲, 身上金色甲覆盖, 神涛滚滚, 然而四名袭杀者都是真王天尊巅峰, 实力不弱。 天神梦冲, 原来如此。 一人冷笑一声, 杀了他。 狂暴的攻击, 依然从四面八方轰杀而来, 封死了退路, 不给梦冲顿逃的机会。 轰隆! 强大的攻击, 轰在梦冲身上, 神涛激荡, 划去恐怖的攻击之力, 神涛之内更是一层金甲覆盖。 虽然被轰击的身形摇晃, 但却并没有伤到梦冲丝毫。 且看你们如何杀我。 梦冲左手一摘, 将大日神烟擒在了手中, 宛若手握大日, 轰然杀向身前的袭杀者。 这一瞬间, 他神通其出, 逮住身前那名袭杀者, 疯狂攻击起来, 至于其余三人的攻击, 他全凭神涛无量的恐怖的防御硬抗下来。 虽然每一次攻击都轰击得他身躯摇晃, 神涛震荡不停, 仿佛随时都会崩溃, 但终究是硬抗了下来。 而面对梦冲如此狂暴攻击的袭杀者, 却是有些手忙脚乱, 抵挡不住的样子。 虽然他是真王天尊, 然而梦冲不断靠近他, 仿佛要与他近身肉搏, 面对如此彪悍的攻击, 他一时之间也有些慌乱。 直觉告诉他, 一旦被梦冲靠近身, 进入了肉身搏杀阶段, 哪怕他是真王天尊巅峰, 也必死无疑。 然而, 为了避免梦冲趁机遁逃, 他又不能拉开太远的距离, 因此显得十分被动。 其余三名袭杀者, 也是眼神阴沉, 梦冲的恐怖防御, 与强悍的肉身超乎了意料。 轰隆! 三人也发疯地不断轰击, 然而每一道恐怖的攻击, 都有一种轰入了波涛之中, 在波涛荡漾之下, 力量被削米欲无形。 固然每一次, 都轰击得梦冲身躯摇晃, 甚至有些跟呛, 却是始终无法击伤对方。 轰! 梦冲手握大日, 刀卷风雷, 这一刻荡真如天神之威, 某一刻骤然猛扑上前, 原本小巨人般的身躯, 骤然恢复真身大小。 这突如其来的变化, 正在抵御梦冲攻击的袭杀者, 措手不及, 梦冲已经扑了上来了。 不好! 心头危机骤起, 他慌忙往后退去。 哼! 纵然如此, 梦冲的拳头, 宛若握着一轮大日, 擦过他的手臂, 刹那之间, 手臂咔嚓一声, 骨头断裂了。 梦冲正要城市攻击, 骤然脸色微微一变, 一道寒芒, 细细长长, 骤然飞射而来。 一名脸上戴着凶煞面具, 而面具上面 转刻着五片叶子的袭杀者, 突然出现, 手中纤细的利刃, 刺了过来。 铺! 细细长长的寒芒, 刺入神涛之中, 纵然神涛无量化去了 这一击的一半力量, 然而细刃依旧继续刺入。 铺! 神涛之内的金甲, 也被刺穿了一个小洞, 梦冲只觉得肩膀微微一痛。 受伤了! 轰隆! 大日至初, 轰然炸裂, 狂暴炽烈的光芒, 闪耀而出, 将凶煞面具人逼退。 记住你们了! 梦冲冷哼一声, 一步踏出, 宛若一轮大日, 刹那横空, 消失在天际。 最后出手的那名凶煞面具人, 实力非寻常, 真王天尊巅峰武者可比, 梦冲感受到了对方带来的威胁感觉。 那细长的历刃, 破防御之力不俗, 竟然刺穿了他的神涛无量, 伤到了他些许。 虽然这点伤算不得什么, 却也让梦冲意识到, 继续战斗下去, 恐怕就危险了, 毕竟不知道对方还会来多少人, 因此果断离去。 追! 凶煞面具人手持细长利刃, 率先追杀而去, 但梦冲速度极快, 不过瞬息之间, 只看到光芒一闪, 消失在了天际。 梦冲逃了, 怎么办? 不愧是天神梦冲, 太强大了, 肉身之强, 不输神器啊。 越强越妖孽越好啊, 杀了他引起的动荡也越大。 有道理! 几名天煞地影的成员, 此刻感叹不已地议论着。 继续追杀梦冲, 不论任何手段, 只需要他死。 午夜天煞冷声说道, 是, 大人。 一众天煞地影散去, 开始追踪梦冲的踪迹, 部署如何袭杀梦冲, 既然正面交锋, 难以破开他的防御, 可以暗地里下黑手的吗? 梦冲一入九山境, 就遭遇了围杀, 受伤而顿, 而在灵尊山地狱, 一虎一交一缠, 行走在山林之间。 大哥, 我们接下来该怎么行动? 玉小龙看向赤猫说道, 风炎老给的信息都知道了吧, 这灵尊山乃是灵兽之山, 那个灵兽王风灵虎, 比风炎老都强大得多。 所以, 妖族之事暂且不提, 我赤猫妖王是能屈能伸的, 如今实力不如人, 自然要低调一点。 风灵虎兽王, 乃是我虎族大能, 此去是为了拜见我虎族大能的, 都机灵一点。 赤猫一边走着一边说道, 是, 大哥。 玉小龙与小哈点头, 如何行动, 如何取信风灵虎兽王, 最后如何占据灵尊山, 接着创立妖族, 登上妖王宝座, 全看赤猫如何谋划了。 灵尊山, 一声虎啸传荡四方, 一只斑斓巨虎, 威风凛凛地行走在灵尊山上。 很快, 灵尊山的灵兽都惊动了, 看向外来的赤猫三兽, 一脸诧异之色。 赤猫凭借三寸不烂之舍, 很快就忽悠了一众灵兽, 在灵尊山众灵兽之中, 获得了不低的地位。 更是从这些灵兽口中, 得知了风灵虎的更多讯息, 很快赤猫便发现, 风灵虎由于地位尊崇, 少有人敢靠近它。 而偏偏, 风灵虎似乎是一个, 喜欢被吹捧的灵兽王, 赤猫在得知之后, 顿时就有了主意了。 一开口, 就是我们虎族。 不过十几天, 赤猫就混到了灵尊山古树林里来了, 见到了风灵虎。 趴在地上的风灵虎, 此刻一脸猛逼地看着赤猫, 这只本族灵兽似乎有些不太对劲。 那力量, 与灵兽有些差异。 不过, 也没有深思, 毕竟灵兽众多, 即便同为虎族, 也有一些灵兽会因为血脉缘故, 具备特殊的力量。 赤猫人力而起, 行走之间虎虎生微, 脖子带着大金链子, 腰间跨着一柄宝刀, 身后跟着一条玉胶和一只蛤蟆。 焦与蛤蟆, 抬着一张巨大的金灿灿的椅子, 一步一趋地跟在赤猫后面。 这一幕, 看猛了风灵虎。 尤其是赤猫, 人力行走, 腰胯长刀, 那姿势颇有一种威武之态。 赤猫, 见过虎族大能风灵大哥? 赤猫两只前找抱拳说道。 风灵虎继续猛逼之中, 下意识地站了起来, 你叫我什么? 我虎族大能, 风灵大哥啊! 赤猫一边说着, 欲小龙与小哈已经麻利地把椅子放了下来。 请风灵大哥上座。 赤猫一脸肃默地说道。 在来忽悠风灵虎之前, 赤猫已经了解清楚了, 整座灵尊山除去风灵虎外, 算上它只有三只虎。 另外两只虎, 在赤猫看来都是憨憨, 很容易就忽悠了。 也正是因为如此, 风灵虎这个灵兽之王, 对于它这只虎, 不会动辄出手教训。 毕竟虎少啊, 杀了一只, 那就少一只了。 也正是因为如此, 赤猫才会有了今日的行动。 身为一只文化虎, 赤猫自信自己现阶段实力, 虽然不如风灵虎强大, 但风灵虎脑子没有自己好使。 风灵大哥, 你神姿威猛, 盖世无双, 我虎族大能, 自然要坐在这宝座之上, 才能敬贤虎王之风, 敬贤你的神威盖世。 赤猫一连串马屁拍过去, 风灵虎从最初的猛逼, 到最后整只虎都飘飘然起来了。 不错, 不错, 你说得对。 越听, 越觉得这个虎小弟说得在里啊。 自己神姿威猛, 盖世无双, 岂能趴在地上? 岂非有损虎族大能神威? 风灵虎心情大好, 走到金灿灿的椅子上, 缩小了身体, 在椅子上趴了下来。 赤猫一看, 心里暗道果然, 这风灵虎脑子不大好使, 这趴着与趴在地上有何区别? 风灵大哥, 你听我说, 趴着无法彰显你的神威, 你应该坐着。 赤猫走上前, 指点着风灵虎如何高坐宝座上。 这是大金链子, 挂着36颗闪闪发光的宝石, 戴在身上可以激发大哥你的高贵气质, 这是虎威神杖, 净显我虎族大能的神威。 终于, 风灵虎脖子戴上了大金链子, 36颗宝石闪闪发光, 净显爆发护姿态。 一根虎头金杖, 被风灵虎一只虎爪握着, 处在地上。 此刻, 风灵虎端坐在宝座上, 带着大金链子, 处着虎头金杖, 威风凛凛。 大哥, 你看, 这不是净显我虎族大能神威吗? 赤猫爪子一招, 小哈与玉小龙抬着一面准备好的巨大镜子过来, 树立在风灵虎面前。 风灵虎一看, 顿时整只虎族高兴坏了。 好, 好, 果然如此, 才能净显本王神威。 大哥, 我看灵尊山的灵兽, 都太散漫了, 无法彰显大哥你的虎王之威啊, 必须操练一番才行。 赤猫趁机说道, 有道理, 此事就交给贤弟你去办吧。 大哥你放心, 一定办得妥妥当当。 赤猫拍着胸口说道。 接着, 赤猫在灵尊山挑选了四只卖象不错的灵兽, 来负责台宝座, 抬着风灵虎在灵尊山转一圈。 所过之处, 一众灵兽败福高呼, 恭迎神姿威猛, 盖世无双, 神威无敌的风灵大王驾铃。 风灵虎激动不已, 只觉得自己以前白活了, 这才是灵兽之王该享受的待遇啊。 赤猫贤弟啊, 还是你懂得彰显我虎族之威啊。 哪里话, 这全凭大哥你的神威啊, 若无大哥你的神威, 你的盖世无双, 哪里有此威武器是? 赤猫又拍一个马屁过去。 好, 好, 好。 风灵虎大喜当即就宣布了, 从即日起, 赤猫便是我灵尊山二王, 仅次于我风灵虎大王, 而等都务必听从赤猫贤弟命令行事。 赤猫, 成功在灵尊山站稳了脚跟, 统育除了风灵虎之外的所有灵兽。 灵尊门的不朽天尊们, 都有些猛逼了。 这风灵虎, 怎么突然变了似的呢? 灵尊门门主来到了古树林, 看到了坐在金色宝座上, 脖子带着大金链子, 宝石闪耀着光滑, 虎着处着一根虎头神杖的风灵虎, 不由地揉了揉眼睛, 自己看花眼了吧。 这只虎, 不是一直都是趴在地上的吗? 怎么像个人似的, 坐在椅子上了呢? 门主来了, 上茶。 风灵虎抬了抬爪子, 马上就有灵兽, 抬了一张桌子过来, 另一只灵兽麻溜的气茶。 门主, 坐! 风灵虎一指椅子说道, 灵尊门门主整个人都傻了, 这风灵虎脑子出问题了。 风灵虎? 嗯, 门主你应该叫我, 风灵太上长老, 或者叫我风灵王, 不要一点礼节都不懂。 你是灵尊门门主, 代表了我灵尊山的门面, 岂能不知礼节, 丢了我灵尊山的面子。 门主你也别怪我风灵已老卖老, 我这也是为了灵尊山着想, 是猫贤弟啊, 把那礼节手册给门主一份。 操! 灵尊门门主脸上肌肉抽搐, 看着递过来的一本小册子, 整个人都不好了。 竟然被一只灵兽, 骂自己没有礼节。 风长老, 你这是? 灵尊门门主有些坐不住了, 这风灵虎该不会真的精神出了问题吧? 灵尊山最强者, 就是他啊! 本王身为虎族大能, 理应以身作则, 教导后辈们之礼节, 懂荣辱。 你所见便是如此。 这位, 乃是我吃猫贤弟, 总管我灵兽之事, 门主若有任何事情, 找吃猫贤弟即可。 见吃猫贤弟, 理应如见我, 望门主能够明白。 灵尊门门主看了看, 那只人力而战, 脖子带着大金链子, 腰胯长刀的斑斓猛虎, 嘴角抽了抽。 操! 他怀疑, 风灵虎有此变化, 都是因为这只斑斓猛的缘故。 我明白了。 灵尊门主待不下去了, 敷衍了两句, 便告辞离去。 风灵虎现在说话, 变得斯文了, 不粗俗了, 他反而听不习惯了。 灵尊山因为赤猫的到来, 且把风灵虎给忽悠了, 正在处于变化之中, 而灵尊山的灵兽们正在接受训练, 在向一只妖族大军方向蜕变着。 而九山镜也正在处于暗流当中, 梦冲的到来, 接连遭遇袭杀, 或明面上的围杀, 或暗地里下黑手。 若非他实力强大, 肉身强悍无比, 武道手段不凡, 恐怕也要栽了。 谁在针对我? 梦冲已经改变了装束, 光秃秃的脑袋上, 戴上了假发, 遮掩了他这个最容易被人辨识的特点。 大师兄在大盖山出现, 不过踪迹消失了一段时间了, 是在闭关突破吗? 那些针对我的人, 究竟是什么势力? 暂且换个身份, 去天窟闯荡一番, 积攒宝物吧, 待实力突破之后, 再报仇不迟。 梦冲有了接下来的行动计划。 因为武道的特点, 一旦他在天窟出手, 踪迹很快就会泄露出去, 因此在天窟里不能待太长时间。 小天道之眼, 还差一点就参悟出来了, 多花点时间在小天道之眼上吧。 梦冲开始隐藏自身, 前往天窟闯荡。 李璇一如往常, 坐在椅子上悠哉悠哉地, 一手把玩着玉如意, 一手捧着太苍书看。 太苍书他已经看到了第十七页了, 只差最后一页便可以将整本太苍书看完。 如今, 李璇对于太苍天地道则, 对于道则的理解, 已经达到了一个极高的地步。 也正因为如此, 天地进之后的下一个境界, 李璇已经正在逐步完善当中。 而神通五点也在进一步完善。 距离三千神通的目标已经不远了, 这些神通涉及广泛, 各种妙用皆有, 并非只有功法与防御类。 神通知道, 当真玄妙啊, 有了道则作为参考, 开创神通也更容易了。 李璇心里感叹着, 自己的五道大业最近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许言去了九山境了, 梦冲也差不多该去九山境了吧。 五个徒弟当中, 目前就只剩下江不平, 还没有真正入门, 但不化之气, 已经接近解决了, 急魂五道入门也不远了。 日复一日, 身边之人都在拼命苦修, 包括他的侍女彩琳儿, 激活了血脉之后, 获得了海灵传承, 修炼也刻苦了不少, 而且实力进步飞快。 十二, 孟叔叔, 周英三人已经突破神异境后期了, 不得不说在丹药, 以及神域浓郁的天地灵气之下, 修炼速度提升不少。 方浩的阵法, 以及传训符都有了巨大的提升, 奇门五道自然也提升不少。 孟冲回来了一趟, 接着就离开, 去九山境了。 你徒弟许言, 明悟小天道之眼, 你小天道之眼大成。 大道经书的反馈来了。 李玄心中大喜, 这一瞬间, 他只觉得自己双眼, 仿佛可以看透天地一切。 眉心之中, 更可以浮现出第三只眼。 第三只眼, 乃是光滑阴晕而成, 玄妙非凡。 这就是小天道之眼啊, 许言果然不会让我失望。 获得了小天道之眼, 李玄感觉一切都不同了, 看向太苍书, 仿佛可以看到道则勾画的痕迹。 仿佛可以看到, 描绘道则之人的岁月痕迹。 观看太苍书, 更显得容易了起来, 抬头看向天穷, 看到了天地道则的运转, 看到了天地规律的存在, 看到了天地本源。 甚至于, 仿佛看到了天穷之上, 仿佛存在着一个轮廓, 仿佛一个世界。 李玄没有继续看下去, 同树类神通终于弥补了。 小天道之眼已经如此强大了, 真正的天道之眼又将何等强大? 李玄觉得自己编的这门神通太玄乎了, 想要修炼出来, 难度太大。 我以小天道之眼, 应该可以发现石屋里隐藏的存在吧。 李玄沉吟着, 吴国皇宫里的神秘石屋隐藏着未知的隐秘, 恐怕与太苍书主人有关。 不过, 李玄没有马上去吴国皇宫窥探一番。 不急, 破虚境还不够强, 太苍书也没有彻底掌握, 这天地之秘又跑不掉。 李玄按下蠢蠢欲动的好奇心。 你徒弟许言, 明悟大神通天意定神, 你天意定神大成。 许言又明悟了一门神通了。 天意定神。 这门神通是李玄编出来的大神通之一, 是一种特殊类神通, 未曾想到许言竟然当真参悟了出来。 不愧是我五道大叶的开拓者呀。 李玄顿时心情大好。 这心情一好, 就指点正在忙碌的封言关于神通的修炼。 封言大喜不已, 仔细倾听, 生怕遗漏了任何一丝。 这些日子来, 他一直待在奇门院, 单医院, 堂堂不朽天尊, 做一个跑腿的人, 不就是为了神通吗? 不就是为了获得高人的认可吗? 不就是为了抓住这难得的机缘吗? 如今, 这机缘就来了。 封言修炼的是一门小神通, 不过他, 毕竟是太苍武道武者, 想要修炼神通, 难度还是太大了。 但武天南既然修炼成功了, 这也意味着, 太苍武道也是可以修炼神通的。 哪怕修炼出来的神通, 比大荒武道弱一些, 终究也是神通, 也是可以提升太苍武道实力的。 指点了一番封言神通之法, 李玄就继续投入自己的武道大业中, 至于封言能否修炼出神通来, 全看他自己的天赋了。 江不平集魂武道入门, 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了, 也该为集魂武道神通做准备了。 集魂武道的功法自然也要有特殊之处, 乃至集魂武者的武器也要有所不同。 是时候编集魂武典出来了, 也该编专属于集魂武道的神通等等法门。 李玄觉得自己为了武道大业是一刻都不得闲, 看似悠然自在, 然而每天的时间都被安排得满满的。 时间就在编武道中流逝。 你徒弟梦冲, 早与真王天尊为杀, 以轻伤代价, 击杀一名真王天尊, 你武道经验获得提升。 突然,大道经书的反馈, 让李玄一愣。 梦冲遭遇为杀, 且付出轻伤的代价, 击杀了一人。 梦冲在九山境得罪什么势力了? 李玄诧异不已。 既然自己给的保命御服都没有触发, 意味着梦冲虽遭遇为杀, 却并没有生命危险。 不朽天尊都要坐镇天窟, 无法轻易离开坐镇之地, 以梦冲的防御, 真王天尊难以对他造成重创。 李玄沉吟了一下, 总觉得梦冲遭遇为杀, 似乎有些不寻常。 你徒弟梦冲遭遇真王天尊为杀, 强势击杀一人, 你五道经验获得提升。 结果, 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 大道经书反馈了几次, 都是关于梦冲被为杀的事情。 甚至, 有一次梦冲遭遇暗算, 身中剧毒, 以精神俏学吸纳剧毒, 化解剧毒, 假装中毒兵死, 反杀了一名偷袭者。 以梦冲的肉身之强悍, 肉身之玄妙, 寻常剧毒, 根本奈何不了他, 况且还携带有肃灵修炼制的化毒丹, 只是连这种下三滥手段都用上了, 梦冲得罪哪一个势力? 李玄不由的宁眉。 照此趋势发展下去, 不朽天尊都要亲自出手了吧。 以梦冲如今的实力, 自然不是不朽天尊的对手, 自己的保命御服, 必然会被触罚。 想了一想, 李玄以询问九山镜势力为由, 了解九山镜哪一个势力, 擅长使用毒或者修炼毒弓之类的。 结果, 出乎意料的是, 九山镜不存在擅长用毒, 且修炼毒弓的势力。 连知名的修炼毒弓的武者都没有。 李玄不由的诧异了, 难道梦冲并非去了九山镜? 封炎乃是不朽天尊, 在九山镜地位极高, 对九山镜自然非常了解。 强者都在逆境中成长, 梦冲遭遇如此危机, 实力提升也会更快。 李玄想了一想, 梦冲遭遇如此危机, 兴许也是一次提升自己的机会。 有欲服在, 哪怕遭遇不朽天尊袭击, 也能安然度过。 你徒弟许言, 突破神相境, 你破虚境大成。 许言突破神相境了。 李玄心中大喜, 实力终于又提升了。 破虚境大成了。 你徒弟许言, 突破神相境, 极境生华, 蜕变山河圣体, 你获得先天山河圣体。 又一次蜕变生华, 正如所料, 这一次蜕变乃是山河圣体。 圣谷, 圣体, 完美无瑕, 天赋又提升了。 李玄心里感叹不已。 许言这一次蜕变, 天赋, 实力都大幅提升, 随着天赋提升, 天地尽五道之法的参悟, 也将会容易不少。 山河圣体。 李玄体悟着自身, 只觉得肉身宛若孕育着一片山河, 仿佛自身乃是山河所化。 这岂非五道天地之雏形。 李玄沉吟着, 他相信许言蜕变之后, 山河圣体也是如此, 体弱山河之相。 天地尽不远了。 李玄心中松了一口气, 他有一种直觉, 许言很快就能够参悟明白天地尽功法。 一入天地尽, 将是一次巨大的蜕变与提升。 许言突破神香境, 极尽升华, 实力大幅提升, 反馈也接连至。 天地尽之上的五道之法, 也该完善了。 李玄觉得自己接下来的重心, 该放在后续五道之法上了。 这赤猫, 可真行。 赤猫前些十日去了九山境, 又要在神域再创妖族, 只不过, 以他目前的实力, 难度可不小。 没想到, 刚去了九山境没多久, 虽然妖族未创立, 却也统育了林尊山的灵兽。 李玄可以通过大妖神域, 大致掌握赤猫所处情形, 对赤猫能够这么快, 掌控了林尊山灵兽, 还是颇为意外的。 风铃虎是赤猫童族, 而且是灵兽王, 可没有一山不容二虎的说法, 反而由于虎少, 反而会对童族更宽容一些。 李玄有些明白, 赤猫是如何忽悠了风铃虎的了。 这两人。 李玄突然眉头一皱, 发现奇门院与丹医院里, 各有一人不寻常, 虽然是以正当身份进来的, 在奇门院与丹医院打杂。 但在小天道指眼下, 李玄一眼就看出来了, 这两人乃是奸细, 而且是极其高明的奸细。 一举一动, 各种言行举止都没有任何破绽。 毕竟, 能够被安排进入奇门院与丹医院的人, 都是经过了大月皇亲自确定的。 能够瞒过大月皇这位不朽天尊, 可见这两人的不凡, 培养如此奸细的幕后势力, 绝对不简单。 真王天尊后期, 李玄看向奇门院与丹医院里的其他人, 包括天舞门、万雷宗派遣而来, 交易合作的人。 又一位了, 来自天舞门, 还是万雷宗的人来自名誉的奸细, 还是别的势力。 李玄有些吃惊, 不论是天舞门、万雷宗的舞者, 能够被派遣而来, 必然是深得信任的人。 而这样的人, 竟然是奸细。 修炼了一种擅长遮掩气息, 用以潜伏的功法, 这功法气息, 潜藏极深, 表面上看, 是天舞门与万雷宗舞者, 实则是其他势力之。 这些奸细, 看似修炼的是天舞门、 万雷宗的功法, 然而五道根基, 却是并非天舞门与万雷宗的五道根基。 若非李玄的小天道之眼, 恐怕也不容易发现这一端倪。 连他都不容易发现, 天舞门主这样的不朽天尊, 更是无法发现了, 除非奸细主动暴露出来。 隐藏得够深的嘛, 都潜伏到我这里来了。 李玄沉吟了一下, 决定将奸细身份揭穿。 毕竟, 都潜伏到自己徒弟地盘上来了, 身为师父岂能无动于衷。 叫来十二, 这几人你去告诉封严, 拿下吧, 让大月皇好好审查一下。 李玄吩咐道, 是。 十二一正, 当即点头。 封严得到传令, 也不问缘由, 既然是高人吩咐的, 照办就是了。 他乃是不朽天尊, 一出手就将那几名奸细擒拿了。 封严大人, 何故擒拿我们? 一名奸细惊怒地道, 素灵秀与方号也是诧异, 封严何故突然出手拿人? 你们心中有朔? 封严冷笑一声。 几名地影成员, 心里一沉, 难道暴露了? 不可能啊, 以他们的潜伏之能, 绝无暴露的可能。 我乃是天舞们? 闭嘴吧! 封严直接擒拿人, 自然惊动了大月皇, 毕竟其中两人, 乃是他确定地, 安排到奇门院与丹医院负责杂事的。 城战代表万雷宗, 负责这边的事务, 此刻眉头皱起, 不知道封严何故针对万雷宗舞者。 封严兄, 你这是? 大月皇皱眉地问道, 奸细, 好好查一查吧。 封严直接将人扔给大月皇, 补充一句道, 前辈指点的不会有错。 大月皇, 城战与天舞门的负责人, 顿时脸色大变。 一听说是奸细, 大月皇脸色大变, 能够派遣来奇门院, 但医院的人, 都是属于高度信任的人。 而这样的人, 竟然是奸细, 大月国内, 又该有多少奸细? 甚至自己身边, 又潜伏了多少奸细? 光是想想, 都觉得心里发寒。 陛下, 我们不是奸细啊, 我们。 几名地影成员, 心里一沉。 他们潜伏之术, 自然非常了得, 能够潜伏到这一步, 都是今年累月一步一步走过来的。 一旦被怀疑, 细细审查之下, 绝对是瞒不过不朽天尊的。 是与否, 很快就能知晓。 大月皇目光阴冷, 高人前辈的指点, 他自然是一万个相信的。 城战与天舞门的那名负责人, 一颗心往下沉, 派遣来此驻守的宗门舞者之一, 属于宗门的高层之一。 若是这样的人, 都是奸细, 简直不敢想象, 宗门被渗透成什么样子了。 大月皇陛下, 此事事关重大, 我要禀告宗主, 在此之前, 不能泄露丝毫讯息。 城战沉声道, 本皇心中有数。 大月皇点头, 几名地影见此, 知道潜伏不下去了。 而在大月皇与风炎两位不朽天尊面前, 一丝逃顿的机会都没有。 一旦被深入审查, 将会存在暴露所属势力的可能。 破! 骤然之间, 几人身上气息瞬息萎靡, 神魂消散一空, 直接自允而亡, 并且极其果决。 就连大月皇这位不朽天尊, 都来不及阻止。 对方的自允之法, 相当霸道, 一旦自允, 便会瞬息陨落, 神魂消散根本无法逆转。 除了神魂消散, 生机流逝之外, 几人的尸体也在快速干瘪, 仿佛被风干了一半。 所有气息都消散一空, 目的就是不留下任何一丝线索。 到了这一步, 奸细的身份已经确定了。 承战与天舞门的负责人坐不住了, 亲自动身返回宗门, 必须隐秘地审查宗门才行了, 揪出其余潜伏的奸细。 多谢前辈指点。 大月皇恭敬地向李玄所在的方向抱拳道。 紧接着, 他便开始清查大月国京城, 而在此之前, 大月皇与隋鸿武亲自逐个清查心腹那位, 确定没有问题之后, 在派遣那位开始暗中搜查。 师父, 你是怎么知道, 他们是奸细的。 肃灵秀一脸好奇之色。 方浩也是点头, 同样好奇不已。 没有什么, 可以瞒得过为师的眼睛。 李玄笑了一笑, 又道, 你若是修炼出小天道之眼, 也能发现。 小天道之眼太深奥了, 我虽然有所明悟, 却依旧只差了一点。 肃灵秀一脸无奈地道。 小天道之眼, 玄乎异常, 他至今未能参悟明白。 为师便在指点指点你吧。 李玄一副无奈的神色。 如今, 他已经具备小天道之眼了, 不是瞎编的时候, 如何修炼心中了然着呢? 于是乎, 李玄指点肃灵秀与方浩, 如何修炼小天道之眼。 不过, 他只是指点, 并非一样化葫芦的传授, 毕竟要让肃灵秀去参悟, 兴许他参悟出来的小天道之眼, 也有一些不同之处呢。 独属于单一五道的小天道之眼。 指点完肃灵秀与方浩后, 二人回去继续参悟去了, 什么时候能够参悟明白, 能够修炼出来, 暂时不得而知了。 李玄继续铭记太仓书道则, 而神通五点, 则暂时减少编创的时间, 腾出更多的时间来, 完善疾魂武道的体系, 以及完善天地境之上的武道之法。 九山境, 梦冲从一处天窟出来, 避开了围杀之后, 躲入了一处隐蔽之地, 开始沉淀自身。 并非是来自清华境的势力, 也不是九山境极大势力之一, 究竟是什么势力在针对我? 梦冲心中疑惑。 那些面具人, 手段繁多, 鹰狠毒辣, 不少九山境的势力之中, 都潜藏了对方的人。 经过几次围杀之后, 梦冲觉得下一次, 这些面具人势力, 恐怕准备把他堵在天窟里。 天窟暂时不能去了。 梦冲沉吟着, 必须想办法调查袭杀者的身份。 大师兄在大盖山出现过, 去大盖山看看, 能否遇到大师兄? 梦冲有了决定, 于是遮掩自身, 动身前往大盖山。 终于突破了。 许言从闭关之地出来, 神色轻松。 突破神香镜了。 一入神香镜, 实力又大幅提升了。 一念之间, 一道神香浮现, 天地法则之力, 化作了一片山河。 山河之中, 有金色巨龙盘旋。 我嗯! 阴阳不灭剑浮现出, 宛若山河笼罩, 许言此刻身形隐没在神香之中, 唯有强大的神香处理天地。 神香与神通交融, 当真玄妙。 想要伤我, 第一步必须破了我的神香, 而破了神香之后, 才是真正面对我的本体。 神香之力交融于天地法则, 某种意义上, 有些类似不朽天尊的合于天地。 许言评估了一番自己如今的实力, 神香与阴阳不灭剑, 形成的强大防御, 寻常不朽天尊, 都无法伤到他。 不过, 若是遇到大月皇这样的强大不朽天尊, 还是会被一击崩溃, 但像隋鸿武, 风延这样的弱不朽天尊, 倒是不惧了。 许言瞬间底气十足了起来。 不朽天尊之下, 他无敌了。 这才神香敬入门而已。 像大月皇这样的不朽天尊强者, 哪怕是九山敬, 也是没有几位的。 当然, 比大月皇弱, 却又比风延强的不朽天尊, 对许言来说, 依旧是很危险的。 但境界提升到了这一步, 纵然不敌, 也真正具有了顿走的底气。 待我神香敬圆满, 哪怕是大月皇这样的不朽天尊, 也可以不惧了, 也无法奈何我了。 大月皇在不朽天尊里, 属于强者一列, 但必然不是最顶尖的, 大月皇自己也是明白的。 一入破虚境, 不朽天尊就真正无法威胁到我了。 唯有突破破虚境, 才真正地可以无视不朽天尊的威胁。 破虚境的破虚之力, 洞穿天地空间, 某种意义上正好可以破开不朽天尊和于天地之力。 像是克制了不朽天尊的执掌一方天地之力。 美无在千叠山, 要不要去看看, 以我如今的实力, 应该能够应付下来。 许言沉吟了一下, 决定去千叠山探探情况。 不过在去千叠山之前, 许言给万天灵传讯, 询问了一下幕后指使之人, 调查得如何了。 令许言意外的是, 即便是万家, 也没有查到幕后势力。 藏得挺深的嘛, 现在我现身了, 且看你们会不会继续来针对我。 许言心里冷笑一声。 只要来针对他, 那就好办了, 直接以天意定神, 控制对方的神魂意识, 自然就可以活至幕后势力了。 不过, 真王天尊后期, 和真王天尊巅峰的舞者, 想要定神控制, 需要削弱一番才行。 许言沉吟了一下。 哪怕他突破神相近了, 天意定神的威力大增, 但想要定住真王天尊后期, 与巅峰的舞者, 还是有些难度, 容易挣脱天意定神的控制。 天意定神神通固然不俗, 我修炼得终究不够精神, 还是需要花点时间, 将这门神通提升一番。 涉及到控制神魂, 控制意识的神通, 本身就比较难以跨越境界控制。 五师帝若是集魂舞蹈入门, 以他的集魂之力, 施展这类神通, 倒是比较厉害得多。 许言想到了江不平, 修炼的是集魂舞蹈, 神魂极致之道, 涉及到神魂上的神通与法门, 自然更强一些。 集魂舞蹈。 许言若有所思, 自己是否也可以参考集魂舞蹈之法, 将自身元神进行蜕变, 使得元神更为纯粹, 若是元神真正达到纯粹无瑕, 万邪不清, 必然又是一种蜕变。 许言心中有些名物, 还没找到人吗? 大盖山与千叠山交界处, 两名真王天尊碰头。 没有啊。 回答之人愁眉苦脸。 许言这丝当真是能躲呀, 一躲起来就怎么也找不到。 找不到人, 如何完成任务? 如何把人引到天窟里去? 为了引许言去天窟, 刻意准备了一株奇妙神花。 那可是真正的天才地宝, 莫说真王天尊了, 就是不朽天尊见了都要眼红, 都会出手抢夺。 若是无法引许言去天窟, 他们办事不利, 属于废物一个, 莫说没有奖赏了, 恐怕死无葬身之地。 要不要放出宝物的消息, 许言若是发现了, 必然会入天窟的。 那宝物是何等神庙, 一旦传出来, 不朽天尊都会进入, 计划如何进行? 两名真王一脸愁容。 突然, 其中一名真王天尊双眼一亮, 那是许言。 别去千叠山, 快走, 别被他发现端倪, 既然现身了, 那就好办了。 两名真王大喜不已。 不露声色, 仿佛只是路过的真王天尊, 一边低声交谈着, 一边继续前进。 物摩天窟里, 疑似出现了一株天才地宝, 不知道是否属实。 却有此事, 巨文是七妙神花, 乃是一种增强神魂, 纯净武道根基, 静心凝神, 令人感悟武道之玄妙的天地神物, 纵然是不朽天尊, 都要为之眼红。 如此神物, 你我突破不朽天尊的机会来了。 没错, 此事隐秘, 且不能泄露, 此天窟本就小天窟, 关注的人不多。 两名真王天尊, 假装没有发现许言的踪迹, 一边悄然前行, 一边低声交谈着。 无意之间, 就将乌魔天窟里, 存在一朵奇妙神花的宝物, 泄露了出来。 千叠山的这一处乌魔天窟, 美乌在这里。 许言无声无息地前行着, 这两名真王天尊, 故意显露一下踪迹, 让二人发现, 想要看一看这两人, 会有什么反应。 出乎意料的是, 这两人竟然泄露宝物讯息, 想要引诱他前往天窟。 七妙神花。 许言有些心动, 这七妙神花显然是好东西, 增强神魂倒是其次, 他真正在意的是七妙神花, 可以令舞者感悟舞蹈之妙。 连不朽天尊都心动, 显然七妙神花的品阶不低, 对现阶段的他而言, 也是具有不小的效用的。 血腥果可以短时间内, 使人更易于感悟功法, 而七妙神花比血腥果品阶更高, 兴许当真, 可以助他参悟明白天地境舞蹈之法。 纵然无法参悟明白天地境功法, 也能凭此梳理自身舞蹈, 感悟自身舞蹈, 甚至修炼更强大的神通, 许言心动了, 他悄无声息地跟在两名真王不远处。 那两名真王, 在低声交谈着, 眼神暗暗交流, 不确定许言是否已经听到了他们的隐秘。 毕竟, 许言踪迹隐秘, 若非刚才巧合撇见, 也无法发现许言的身影。 二人正式利用这一点, 让许言自以为没有被人发现, 无意之中听到如此隐秘。 慎言, 不要被人听去了。 交谈到最后, 二人仿佛突然警惕起来, 开始查看四周, 防止被人偷听去了的样子。 放心吧, 除非不朽天尊, 否则谁能瞒过你我的耳目? 有道理。 暗中却是传音交流, 许言呢? 没发现啊, 他不会没有听到我们的交谈吧。 不可能啊, 我们没有发现他, 以许言的实力, 肯定是发现了我们的。 二人心里有些忐忑, 万一许言没有听到隐秘呢? 或者, 对此不动心呢? 两名真王天尊心里愁闷, 却又不敢停下来, 只能继续前行, 以免被许言发现破绽。 咦, 怎么感觉有点不对劲? 突然, 一名真王天尊一正地开口道, 不知道为何, 他仿佛有一种走入了一处新的天地似的。 不好。 骤然之间, 他神色大变。 但已经迟了, 波纹荡漾之间, 一道天地法则环绕, 金龙盘旋的山盒遮蔽了他。 也在这一瞬间, 一只手按在了他的脑袋上。 嗡! 恍惚之间, 神魂动荡, 天意明明, 无可抗拒。 许言最终决定出手, 魅巫虽然威胁不小, 但奇妙神花太难得了, 而且极有可能是天地之外的神物。 魅巫既然要送给他, 岂能不取? 且去会一会魅巫。 不过, 在此之前, 需要做一些准备, 比如控制这两名真王天尊。 真王天尊后期的实力, 也不算弱了, 要控制起来, 需要动用一些手段才行。 许言山和剑义融入环境之中, 带两名真王天尊踏入境来, 便骤然出手, 打对方一个措手不及。 第一时间, 许言就以天意定神, 控制了一名真王天尊, 而另一名真王天尊, 发现不对劲, 怒吼一声, 气势爆发, 欲要冲出山和剑义的束缚。 战斗没有多久就结束了, 在许言成功控制了一人之后, 让被控制的真王天尊, 去偷袭准备盾逃的那一名位。 不过短短几夕, 那名真王天尊就受伤了, 更是被许言的驯风剑义, 将神魂撕裂了开来。 神魂一受伤, 在被削弱之后, 天意定神轻松, 就将其控制了。 说吧, 完完全全交代出来。 许言控制了两人之后, 便吩咐道, 与魅巫的魅惑相比, 天意定神显然更神妙不凡, 两名真王天尊, 根本无法抗拒神魂上的天意冥冥。 而且, 哪怕被控制了, 魅巫的魅惑却是并没有消失, 依然存在着。 即便是魅巫, 也无法发现, 他控制的人, 已经被许言控制了, 真正听命于许言的意志而行。 这也是许言控制下这两人的用意, 在关键时刻, 可以出其不意, 给魅巫制造麻烦。 两名真王天尊, 将魅巫的所有计划, 全都一五一十交代了出来。 许言心中暗喜, 七妙神花竟然是真的, 魅巫为了引他上钩, 当真是好大的手柄。 既然确定了七妙神花, 是确实存在之后, 更要去会议会魅巫了。 那处巫魔天窟, 是无法容纳堪比不朽天尊的强者进入, 所以, 哪怕魅巫实力再强, 也不会达到不朽天尊实力。 不过, 魅巫的力量有些特殊, 不能寻常看待, 纵然是寻常不朽天尊, 一个不慎也会着了他的道。 许言沉映着, 心里默默评估着。 魅巫的力量比较特殊, 而且, 他最恐怖之处, 莫过于吞食神魂之力。 神魂是神魂, 我的五道元神, 可不是神魂能比的, 想要吞食五道元神, 以魅巫连不朽天尊都不识的实力, 属于痴心妄想了。 许言对于魅巫的吞食神魂之力, 不怎么放在心上。 毕竟, 想要吞食同镜的神魂, 哪怕魅巫具有这个天赋, 也是不容易做到的。 而五道元神, 以魅巫的能力, 绝对是无法吞食的。 我元神有防御之力, 倒是不惧, 若是成其不义, 以驯风建议你变为神魂, 被他吞食进。 许言若有所思, 驯风建议如何伪装成神魂, 让魅巫吸食进去, 倒是一个问题。 办法总是有的。 许言琢磨了一番, 心里有了计划了。 把你们的人都一个一个召集起来。 许言看向两名真王天尊吩咐道。 是。 两名真王天尊慌忙恭敬地硬道。 他们意识深处依然清醒着, 头皮有些发麻, 这许言的手段太过匪夷所思了。 直觉告诉二人, 乌摩天窟里的美人, 这一次恐怕要吃大亏了。 许言不急于去乌摩天窟, 而是将魅巫控制的, 外派出来的寻找他的真王天尊, 逐一以天意定神控制了起来。 这些真王天尊, 完全没有想到, 自己的同伙会出卖自己, 完全没有防备之心, 骤然被偷袭, 就被控制了, 被许言轻松控制。 逐一控制完毕之后, 接下来许言就要摸清楚, 乌摩天窟的底细了, 是否真的无法容纳 不朽天尊级的天外强者进入。 经过一番摸查, 终于确定了, 魅巫在天窟里的实力, 并没有达到不朽天尊层次。 只是他的力量, 对于太仓武者而言, 显得比较诡异而特殊, 不容易防御而已。 但对许言来说, 这都不是问题。 你们现在很危险, 神魂随时会被吞噬, 我有一法门, 兴许可以在关键时刻, 保你们神魂无恙。 许言看向被自己控制的 一众真王天尊说道, 这些真王天尊, 魅巫是不会放过的, 最终必然会吞噬他们的神魂。 既然如此, 那就可以谋划一下了。 接下来, 每一名真王天尊的神魂里, 都融入了一团驯风剑意, 与他们的神魂融合在一起, 不分彼此。 驯风剑意, 既是针对神魂, 自然也能够融入神魂之中, 尤其是这些真王天尊, 主动将驯风剑意融入, 这就使得驯风剑意不会被发掘。 与此同时, 许言吞服了几枚丹药, 将驯风剑意融入其中, 隐藏在体内。 这几枚丹药, 是素灵秀炼制的, 名为假魂丹, 具有神魂气息, 可以化为神魂之形, 用以迷惑人的。 当然, 也具有蕴养元神之效。 许言想要用驯风剑意, 假冒神魂瞒过魅巫, 就想到了假魂丹, 正好可以派上用场了。 什么奇奇怪怪的丹药, 有些时候, 还是能够派上用场的。 太多丹药了, 各种奇奇怪怪, 功效特殊的丹药都不守, 如今这假魂丹就用上场了。 魅巫把驯风剑意, 吸食进入之后会怎么样呢? 许言充满了期待, 一切准备就绪, 该去会一会魅巫了。 千叠山, 乌摩天窟。 此时的天窟, 宛若家人的闺房, 布置雅致, 新乡迷人, 粉色的花朵, 有规律地布置着。 在小楼前, 是一朵盛开的七色花朵, 光蕴萦绕, 颇有一种神妙之感。 人呢? 魅巫慵懒地躺在 雅致小楼的床榻上, 在他左右, 是几个美丽的侍女在伺候着。 而这些侍女, 其实早已不是当初的人了。 几名真王贵妇在小楼外, 微微颤抖着身体, 显得颇为忐忑不安。 已经发现她踪迹了, 正在想办法将她引来, 相信要不了多久, 她就会进来的。 一名真王天尊, 颤抖着声音说道, 希望如此, 否则废物就没有必要存在了。 魅巫舌头, 舔了舔红润的嘴唇, 盯着几名真王天尊, 仿佛在看着美味的食物。 来了, 许言准备来天窟了。 两名真王天尊, 欣喜不已地, 从天窟外进来说道。 好, 很好。 魅巫欣喜不已, 魅惑的双眸, 闪过一丝冷意。 不是说许言正在来天窟吗? 一天后, 魅巫有些怒意地道。 许言为人谨慎, 正在探查四方, 我等不敢靠近, 生怕引起他怀疑, 相信就这几天会进入天窟的。 一名真王天尊颤抖着声音道。 最好如此。 魅巫深吸一口气, 眼眸之中冷光闪动, 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又是一天后, 魅巫等得有些焦躁了起来, 一名真王天尊飞快地从外归来。 许言来了。 好, 你们准备封锁离开天窟的退路。 魅巫当即下令道。 粉色的光芒, 阴晕在天窟之中, 这些真王天尊依照魅巫的指示 躲入粉色的光芒之中遮掩了身形。 不能让他警觉。 魅巫沉饮一番, 天窟里的粉色光芒逐渐收敛了起来。 此时的天窟接近入口的地方 与寻常天窟无异, 没有任何异样。 你徒弟在我手里, 且看你来不来救, 如何来救。 魅巫暗暗咬牙切齿。 许言来到天窟入口, 身上气息变化了一下, 实力气息降低到出入神通镜的样子。 奇妙神花我的了。 许言踏入天窟之中, 假装没有发现遮掩了身形的一众真王天尊, 小心翼翼的样子, 慢慢向着天窟深处而去。 来到了雅致小楼前, 看到了那一株奇妙神花。 原本小心翼翼的, 却是骤然速度暴增, 瞬息来到了奇妙神花前, 抬手就将奇妙神花摘取收了起来。 小子, 既然来了, 就别走了。 魅巫从小楼里走了出来。 是你? 许言假装脸色一变, 身形骤然后退, 仿佛欲要远顿而去。 哥哥, 姐姐有这么凶吗? 见了我就想走, 奇妙神花你已经拿到手了, 不留下来陪姐姐玩玩? 美无笑的妩媚, 粉丝的光芒阴晕而出, 整个天窟都弥漫了粉色。 而天窟入口处, 那些真王天尊身形浮现, 且缓缓靠了过来, 封锁住了顿逃的去路。 你想如何? 许言神色凝重, 持剑在手, 气势爆发, 一副随时准备拼命的架势。 心里却是松了一口气, 奇妙神花顺利到手, 接下来就好办多了, 从入天窟开始, 就假装小心谨慎, 目的是为了迷惑魅巫, 摘取奇妙神花。 事情一切都顺利, 接下来就是怎么因魅巫一把了。 粉色的光芒阴晕, 而魅巫也变得极具魅惑之色, 仿佛可以勾动人原始的欲望。 尤其是血气方刚的少年, 更容易在这魅惑之中迷失自我。 这是什么魅惑之力? 许言心中暗暗吃惊。 难怪那些真王天尊都着了道, 魅巫的魅惑之力非常强大且诡异。 不过,对我没有影响。 许言表面上做出苦苦之称, 抵御魅惑, 坚守心神的样子, 内心却是平静无比。 不论是会渐进的神庙, 早已不入魔障, 一切迷幻都对他无效, 小天道之眼同样看破虚幻, 也能无视魅巫的魅惑之力。 小弟弟, 你觉得姐姐如何? 魅巫双眸越发明亮, 身上的气息, 心香迷人, 不论许言喜欢的是哪一种女子, 他在许言的眼里, 就是那一种女子。 极致的美色, 世间几人能不沉迷。 何况是许言这种小年轻, 休想迷惑我。 许言额头冒着汗珠, 嘀吼一声, 一箭斩出。 剑光灵力, 杀伐无双。 魅巫先先欲指抬起, 手指一弹, 叮当一声, 便将攻击抵御了下来。 小子, 不愧是那个可恶家伙的徒弟, 倒是有些过人之处, 能够坚守到此时, 我倒要看看, 能坚守到什么时候。 魅巫冷笑一声, 许言能够坚守心神到现在, 没有彻底沉沦, 不愧是绝世天骄, 比那些真王天尊强多了。 哼! 许言冷哼一声, 额头冒着青筋, 嘀吼一声, 剑光环绕而出, 剑意层层叠叠, 宛若波涛一般, 环绕周身, 抵御着魅惑。 同时身形挪动之间, 瞬息变换了方位, 似乎想要顿逃而去。 来了, 就别想走了, 让你那个师父来救你吧。 魅巫对许言的挪移换位之术, 高看了几眼。 你留不住我的。 许言又一次移行换位, 而这一次, 竟然从一众真王天尊堵截中逃了出去, 直奔天窟入口而去。 都是废物。 魅巫秀眉一条, 看向一众真王天尊, 既然许言已经来了, 这些废物也没有用处了。 小弟弟, 乖乖听话, 你走不掉的。 一只仙长的御守, 骤然伸了过来。 许言持剑一展, 但是仙长的御守, 却是缠绕而上, 将他连人带剑擒拿了过来。 好君的小弟弟。 魅巫双眸明亮, 盯着许言, 那双眼睛, 仿佛有一种令人沉迷的美色。 许言咬牙坚持着, 在苦苦坚守心神, 一副随时都会沉迷的样子。 有意思啊。 魅巫笑叶如花。 你去将消息传出去, 许言在我手中, 且看他师父如何救人。 魅巫指了指, 一名真王天尊吩咐道。 是。 那名真王天尊, 慌忙恭敬后退离去, 飞快离开天窟。 其余真王天尊, 脸色微微一变, 内心深处意识到不妙, 却是无法挣扎, 无法抗拒。 一个一个来, 不要抵抗哦。 魅巫笑着说道。 一个接着一个真王天尊上前, 魅巫小嘴一张, 神魂就被吸了出来, 被他吞了进去。 扑通。 被吸走了神魂的真王天尊, 留下了一具没有神魂的肉身曲强。 等到所有真王天尊神魂, 都被他吸入之后, 魅巫秀眉巍微微皱了一下。 不知道为何, 总觉得这些神魂, 似乎有些不一样。 神魂味道, 似乎有一种仿佛辛辣一般的感觉。 你竟然能坚持到现在, 也是难得, 神魂我就收下了。 你神魂在我这里, 且看你师父, 如何救人, 想要拿回徒弟的神魂, 就要看看你师父, 有什么值得交换的东西了。 小弟弟, 记住一个忠告哦, 越是珍惜的宝物, 越不是好拿的, 都是存在一定的风险的。 当然, 前提是你还有下一次。 魅巫笑容灿烂, 嫩白的小手, 扶摸着许妍的脸颊, 感叹道, 好俊的小弟弟, 你这屈翘, 姐姐能玩好多年。 小嘴一张, 吞食神魂之力施展。 许妍此刻, 只觉得一股特殊之力, 仿佛又要包裹与束缚住原神, 将原神吸出体内。 只不过, 由于他修炼的武道, 并非太仓武道, 明炼的是武道原神, 这一股犀利, 其实并无法包裹与束缚住他的原神, 灵台之力可以将这股犀利抵御在外。 来了! 不过许妍早有准备, 将假魂丹与驯风剑意融合的假神魂, 一股脑地灌入这股犀利里, 让魅巫吸入体内。 魅巫一吸之下, 震了一下, 这小子的神魂, 为何如此磅礴? 转念一想, 也就释然了, 毕竟是一名强大无比的存在的徒弟, 特殊一些也是正常的。 这小子的神魂怎么回事? 有些太辣口了, 这究竟是什么神魂? 我吞噬过无数神魂, 从未吞噬过辣口的神魂。 魅巫有些猛, 这神魂的味道太辣口了。 魅巫, 具有吞噬神魂之能, 喜食武者神魂, 每一次吸入神魂, 并非当场消化掉的, 而是储存起来慢慢享用。 不过神魂一入口, 便能尝出神魂的味道, 这属于魅巫独有的天赋。 对于魅巫而言, 吸入神魂的过程是一种美妙的享受, 可以品尝到神魂的美味, 感受到吞噬神魂的舒畅之感。 在吞噬几名真王天尊的神魂, 虽然感觉这神魂, 虽然有那么一点微辣之感, 却也算是另一种美味的享受了。 结果, 在吸入许言的神魂时, 魅巫却是梦了, 这小子的神魂, 为何如此辣口啊? 而且, 许言的神魂也太磅礴了一些, 宛若一股风般, 不断吸入进来, 有种无穷无尽之感。 这小子的神魂都如此辣口, 他师父的神魂, 绝对是不能吃了, 味道一定极其不好。 魅巫心里如此想着。 许言此刻, 正在尽可能地将更多的驯风剑意, 被魅巫吸入体内, 所以就造成了, 神魂磅礴一直都吸不完的现象。 我的驯风剑意, 融入假魂丹中, 魅巫未曾遇到过这种情形, 绝对无法察觉出来的。 许言心里暗暗想着。 当然, 他却是不知道, 由于魅巫对于神魂的特殊天赋原因, 虽然没有发现这是假的神魂, 却是感觉到这神魂太蜡口了。 驯风剑意终究是针对神魂的剑意, 纵然许言让驯风剑意温和起来, 融入神魂之中, 其他舞者恐怕无法发现一丝不同。 魅巫却是不一样, 因此, 他感到这神魂有些蜡口。 当然, 也正如许言所料, 魅巫从未遭遇这种情形, 而且轻视大意之下, 也不认为这神魂会有隐藏杀机。 只以为, 许言乃是强者高徒, 凝炼的神魂易于寻常舞者, 也是可以理解的。 魅巫不断地吸许言的神魂, 终于感到神魂开始减弱, 快要被吸干净了, 他心里感叹, 这小子的神魂, 比得上六七个真王天尊的神魂了。 而他才什么实力? 神魂凝炼之法不凡啊。 魅巫心里感叹着, 而许言身上气息全无, 双眼依旧惊怒瞪大, 却是毫无声息, 仿佛只留下了一个肉身空壳。 并且, 随着神魂被吸走, 这一具空壳惯性般地倒了下来, 倒向了魅巫的怀里。 俊小子, 就算是一具空壳, 我也喜欢的。 魅巫笑容满面, 终于抓住了这个小子了。 他的神魂被自己吞在了体内, 肉身又在自己手上, 且看他的师父能如何。 虽然我的本体来不了, 但你想救徒弟, 就看你给得出什么代价了。 若是杀我, 你徒弟的神魂也会消散。 这一刻的魅巫自信十足。 本体虽然无法降临, 这一具分身的实力也有限, 自然不是那位的对手, 但他徒弟在自己体内, 一旦自己死了, 他徒弟神魂也会随之消散。 我就不信, 你能将你徒弟消散的神魂 重聚回来。 你若是真有这等实力, 我魅巫绝对不再招惹你。 魅巫心中冷笑。 进入他魅巫体内的神魂, 一旦随他魅巫之力消散, 就彻底消敏于天地, 纵然有通天彻地之能, 也绝无重聚神魂的可能。 若是当真能够做到, 他也认栽了, 再也不会想着与对方作对。 能够做到这一步的人, 实力有多强, 超乎想象, 绝非他能敌。 小弟弟, 姐姐会珍惜你的。 魅巫低头看着许言, 脸上笑容越发美艳动人。 破! 骤然之间, 他脸上笑容一僵, 一脸难以置信之色。 一柄剑刺入了他的体内。 恐怖的剑翼, 肆虐着, 在摧毁着他的这一具身躯。 捏! 魅巫惊怒不已, 就在此时, 体内一股狂暴的力量肆虐, 宛若体内凭空生出了一股毁灭的风暴。 那是许言的蜡口神魂, 这一刻变成了一股恐怖的剑翼。 非但如此, 吞噬进入体内的几名真王天尊的神魂, 这一刻也化作了风暴, 在他体内肆虐了起来。 破! 剑光, 仿佛具有灵智一般, 极大的破坏他的身躯, 由内而外, 横冲直撞。 你怎么? 魅巫震惊不已, 被自己吸走了神魂的许言, 此刻竟然睁开了双眼, 手中的剑刺入了他的体内。 我双神魂! 许言一本正经地开口道。 一击得手, 许言身形刹那消失在魅巫怀里, 紧接着一道黑色的剑光, 绝灭天地一般, 向着魅巫展落, 轰。 魅巫大怒不已, 小楼里的那些人瞬息倒在了地上, 所有的神魂刹那回归了魅巫体内。 粉色的光芒绽放, 粉色的月牙般的利刃正在浮现出。 然而, 体内的剑翼在疯狂肆虐, 化作了一柄剑, 不断在他体内钻来钻去, 持续重创着他。 你的剑往哪里钻呢? 魅巫愤怒不已。 哦! 许言一掌拍出金色巨龙咆哮, 恐怖的龙威激荡, 仿佛暴怒的真龙, 欲与敌人同归于尽。 神通, 真龙怒。 魅巫的粉色月牙刃还没出手, 真龙怒已经轰击而来, 扑的一声, 身躯炸裂成一团粉色光滑消散。 雅致的小楼, 所有的布置, 包括那些真王天尊的尸体, 也全都消散一空。 魅巫降临的身躯, 终究不具备不朽天尊之力, 体内又被驯风剑意侵入, 更是一开始就遭受了重创, 如何还有余力抵抗? 我师父能打抱你, 一声说道, 许颜小儿, 你卑鄙无耻, 你该死。 愤怒的吼声在天窟回荡着。 嗡。 骤然之间, 天窟上方, 粉色光芒浮现出。 许颜身形一动, 来到了粉色光芒下方, 剑一汹涌, 天窟里的一切都化作了剑, 层层叠叠, 布下了一座剑阵。 一道粉色的身影正在降临而来。 那时魅巫正在降临一具新的身躯。 哦! 许颜一掌拍出, 金龙咆哮, 杀了上去, 趁着这一具身躯尚未成形, 直接一掌打爆。 无耻小子, 你给我等着。 魅巫气炸了, 向来只有他暗算人的份, 哪曾想到, 今儿竟然被一个小子给暗算了。 欺人太甚啊。 吞噬了我一个神魂, 此仇我许颜与你结下了, 迟早打得你求饶不可。 许颜冷冷地说道, 一脸愤怒不甘, 仿佛他真的双神魂, 被魅巫吞噬了一个神魂似的。 魅巫身形继续浮现, 想要再次降临, 结果许颜又是一掌轰出, 将他刚降临一半, 还没成形的身躯给打了回去。 狗屁双神魂, 许颜小儿, 胆敢算计我。 你们师徒都给我等着, 我魅巫此生之敌, 便是你们师徒二人了。 魅巫狂怒的声音传来。 嗡。 一道粉色弯刃斩落而下, 向着许颜杀来。 轰隆。 许颜心念一动, 万箭洪流激荡而出, 剑阵散发强烈的光芒将这一道攻击斩灭。 我许颜, 凝炼一具本源神魂, 还凝炼了一具剑道神魂, 此乃是剑道天赋超绝的原因。 你把我剑道神魂给吞了, 此仇结下了, 不管你躲到何处, 我都会把你找出来的。 许颜怨愤地低吼着, 假神魂之事自然不能被魅巫知道了, 万一以后还有机会坑他一次呢? 进入魅巫体内的神魂, 为何会剑意汹涌, 为何会化作一柄剑肆虐, 只因那是剑道神魂? 如此一来, 就说得通了吗? 你的剑道神魂? 魅巫将信将疑, 不过想到那股神魂, 确实比较特殊, 化为汹涌剑意, 似乎也说得通。 毕竟, 吞噬了神魂的, 是他的一具力量分身, 隔了天地屏障与分身相连, 纵然意识, 感觉都本体都能够体会到。 但终究并非本体, 因此, 他也有些不确定起来了。 从许言的怨分的语气, 仿佛遭遇重大损失一般, 不由得有些相信许言所言。 那神魂, 如此辣口, 原来是剑道神魂? 我剑神许言, 宁恋剑道神魂, 岂不是再正常不过? 魅巫, 你的奇妙神花, 可无法弥补我的损失, 此仇必报。 许言冷冷地说着, 魅巫一听, 心里顿时好受多了, 自己虽然被暗算了, 虽然又损失了一具力量分身, 但终究毁掉了许言小儿的 魅巫等着你便是了, 你们师徒二人, 终有一天会栽在我手里。 魅巫冷笑一声, 你还不陪我师父出手? 许言蔑视地说道, 哼, 魅巫冷哼一声。 天窟上方, 粉色光芒开始消散, 魅巫不准备继续降临了。 毕竟, 下方被许言堵着, 他无法降临实力更强的分身, 想要再次降临天窟, 根本无法做到。 许言嘴角微微翘起, 此行收获颇风, 七妙神花到手了, 也把魅巫的分身打爆了。 魅巫, 我有种感觉, 我们还会再见呢。 许言喃喃自语了一句。 魅巫的实力, 无疑是极其强大的, 许言感觉自己, 哪怕突破破虚境, 恐怕也不是对手。 天地境, 是一个大跨远, 纵然不如魅巫本体, 也不会差多少了。 许言心头激动, 自己已经神相近了, 距离破虚境不远。 至于天地境, 虽然还没有参悟出来, 不过有了七妙神花在手, 应该差不多能够参悟明白 天地境武道之法。 想到这里, 许言看了一眼自己的山河圣体, 心中若有所悟。 以身为天地, 而自己的山河圣体, 仿佛可以容纳万物苍生, 某种意义上而言, 岂非也是天地之雏形, 没有在天窟逗留。 既然七妙神花到手, 自然是需要找个地方服用, 感悟自身武道, 参悟天地境武道之法, 以及修炼神通。 从天窟里出来, 那名被魅巫派遣传消息的真王天尊, 此刻正在等候着, 随着魅巫分身被灭, 他也从被魅惑状态中清醒了过来。 但, 依旧受控于天意定神神通。 你就继续在这里坐镇吧。 许言吩咐道, 是, 那名真王天尊点头。 许言正要离去, 迫不及待地想要使用七妙神花, 那名真王天尊却是突然说道, 许公子, 有件事不知道该不该说。 什么事, 直说。 许言眉头一挑, 他第一时间想到的, 就是, 难道这名真王天尊, 知道挑拨他与万天灵的幕后势力, 在你消失的那些时日里, 曾有人寻找过你。 那名真王天尊想了一想, 将他们寻找许言过程中, 获知的一些讯息说了出来。 曾寻找你讯息的那人, 似乎正在被什么势力追杀, 后来就再也没有讯息了, 具体的, 我们也不知道。 最后, 那名真王天尊说道, 许言眼神一冷, 从真王天尊的口中, 虽然只是模糊的一些讯息, 但他却是确定了, 寻找他踪迹的人, 乃是梦冲。 而梦冲, 竟然被神秘势力追杀。 此事, 我知晓了。 许言脸上不动声色, 一步踏出, 施展神通一念无踪, 瞬息消失在原地。 哪个势力在追杀二世帝? 难道, 是挑拨我与万家的幕后之人? 许言第一时间, 就想到了这个神秘的挑拨势力。 若是九山境几大势力之一, 追杀梦冲, 那名真王天尊必然是知道的, 既然不知道是什么势力, 显然不是九山境明面上的几大势力。 不知道万天灵是否查到什么线索? 许言只能暂时放下 闭关服用七妙神花的想法, 返回大概山, 联系万天灵, 打听一下那幕后势力之事, 以及寻找梦冲的踪迹。 若是我献出踪迹, 幕后势力之人也会找上我吧。 许言这般一想, 回到大概山后, 就直接显露踪迹, 去一座城里晃悠了一圈, 等待着袭杀者上门。 果不其然, 他才显露踪迹没多久, 两道身影就出现了。 戴着凶煞面具, 气息强大, 真王天尊巅峰的舞者。 约要激起我与万家仇恨的人, 是你们吧? 许言淡然地说道。 哄! 两名面具人, 一言不发, 一出手就是狠辣杀招, 显然是想要置他于死地。 哼! 许言冷哼一声, 神香浮现, 天地法则垂落, 刹那之间, 天地法则之力, 化作了浩荡山河神香, 瞬息之间, 将两名袭杀者笼罩了进去。 不好, 许言变强了, 两名面具人, 脸色一变。 可能, 他此前就在藏桌, 另一人目光阴翼。 而且, 许言展露出来的五道手段, 是他们从未见过的, 这神庙的山河之像, 有一种不朽天尊, 合于天地之感。 当然, 并非合于天地, 而是操控天地法则, 形成了这一道神香, 与合于天地, 终究还是有些不同的。 纵然如此, 二人也感受到了危险的感觉。 许言这一次出手, 没有遮掩实力, 神香镜的实力施展而出, 以神香操控一方天地法则之力, 彻底封锁了四方。 神通剑中山河施展, 浩荡山河, 融入神像之中, 而他的身形, 早已隐没在神香之中, 无法察觉。 嗡! 剑一浩荡, 草木画作剑到洪流, 浩荡而出, 杀向了两名面具人。 会渐进的玄妙, 露了出来, 每一柄剑都仿佛具有自我的灵智, 都具有自我的剑法。 相互之间, 自我配合默契, 剑阵配合越发默契, 威力自然也更强。 轰隆隆。 两名面具人, 终究是真王天尊巅峰的武者, 实力不弱, 出手之间, 天地法则之力激荡, 化作一道道攻击, 甚至直接施展了秘术, 欲要打破神香的封锁。 然而, 两名袭杀者却是心中一沉, 他们竟然无法以自身沟通天地法则, 受到了一层阻隔, 仿佛有一股更为强大, 更为玄妙, 更契合天地法则的力量, 将这一方天地法则之力, 都给抢夺过去了。 这是什么武道之法? 二人心头亥然, 逃, 许言实力太强, 已非你我可以对付。 两名袭杀者, 瞬间做出了决定, 逃, 你们逃得掉吗? 许言冷笑一声, 一剑斩出, 黑色的剑光, 绝灭天地一般, 斩向了其中一人。 同时, 十八条金色巨龙, 咆哮着从四面八方合击而来。 更有一股狂暴的剑意, 宛若裂风一般, 吹袭入他们的神魂之中, 此刻两名袭杀者, 脸色大变, 慌忙运转凝炼神魂之法, 抵御吹袭而来的裂风。 袭杀神魂之法? 此刻, 二人神色亥然。 攻击神魂的武道秘术, 都是极其稀有的, 并非所有武者都能够掌握, 也并非所有武者都能够修炼成功。 能够修炼成功攻击神魂秘术的武者, 无一例外, 都是神魂更为强大的武者, 毕竟攻击神魂的手段, 终究需要依靠自身的神魂之力配合。 而这样的武者, 无疑不是同径顶尖的存在。 许言以剑中山河, 困住其中一人, 所有攻击都针对另一人而去。 他要抓活口, 探查对方的底细, 属于哪一个势力? 此事, 一旦遭遇生死之危, 为了避免泄露所属势力, 以及任务目的, 通常都会自允而亡。 许言需要在对方自允之前, 以天意定神, 控制住对方。 但这两人, 都是真王天尊巅峰武者, 必须削弱其神魂, 或是伤到其神魂之后, 天意定神神通, 才能将其定住。 只能抓一个。 许言心中明白, 他只有抓住一个活口的机会, 另一人一见情势不对, 必然会立马自允而亡的。 能够抓住一个, 目的也达到了。 被许言压着打的那名真王天尊, 此刻脸色大变, 似乎知道了许言的意图, 怒吼声中, 气势瞬间暴涨, 一道幻影从他体内浮现出。 这一道幻影, 散发着一股阴冷的气息。 随着这一道阴冷的幻影浮现, 这名真王天尊的气息, 变得衰弱了一些, 显然施展这一道秘书, 代价不小。 轰! 阴冷的幻影, 骤然炸裂开来, 一股阴冷的力量, 与大地交融在一起, 刹那之间, 大地仿佛被掀翻了起来。 轰隆! 一股厚重而阴冷的力量, 从地下喷涌而出, 强大的力量, 轰开了神乡的封锁。 走! 施展了秘书的真王低贺一声, 身形一动就要顿逃而去。 却不知, 许言等的就是这个机会。 亡! 许言眉心, 浮现一只眼睛, 光滑阴晕而成的眼睛, 这一刻睁开了, 一股浩浩之微, 涌现而出, 小天道之眼。 正准备顿逃的真王天尊, 这一刻仿佛感受到了黄黄天威, 又似乎一切都被洞彻看透, 身形这一刻顿住了, 施展了秘书之后, 气息衰弱下来之后, 更是无法抵御这一道目光的注视。 糟糕! 许言要申请我! 这名真王天尊, 心头一沉, 意识到了许言的意图, 而此刻, 他难以成功顿逃而去了。 正要自允, 然而在这一道目光注视之下, 竟然变得迟缓了起来, 连自允都无法及时做到。 糟! 一股狂暴的裂风, 在他神魂之中肆虐, 搅动着他的神魂, 剧烈的神魂痛楚, 更是使得他无法做出自允之事。 眼睁睁地看着许言一掌暗了下来, 手掌心仿佛蕴含着明明天意, 仿佛蕴含着无上的意志。 这名真王天尊, 意识到不妙, 却是根本来不及做出任何抵御。 许言目光冷然, 抓住机会削弱对方神魂意识, 再以天意定神, 定住对方的神魂与意识, 彻底控制了对方。 整个过程连一息都不到, 就已经结束了。 而另一名袭杀者, 趁机遁出了封锁, 却是眼神大变, 不敢丝毫停留, 疯狂顿逃而去。 必须将许言的最新讯息, 传回天煞地影, 制定新的针对许言的计划才行。 你逃得掉吗? 许言冷笑一声, 一步踏出, 刹那之间消失在原地, 下一刻, 剑光浩荡, 山河降临, 笼罩像正在盾逃的那名袭杀者。 许言? 那名袭杀者, 嘀吼了一声, 身上气息瞬间消失, 神魂在这一刻泯灭, 生机全无。 哼! 许言目光冷立, 这个神秘势力的袭杀者, 当真是果决, 一旦发现无法盾逃, 丝毫犹豫都没有, 当即自允而亡。 而且, 明显修炼了某种自允的秘术, 似残留的意识, 避免被人从中得到一些讯息。 哼! 剑光斩下, 尸体化作飞灰消散。 两名袭杀者已经控制了一位, 目的也达到了。 许言愈发庆幸, 自己当初选择修炼这门天意定神神通, 是一件非常明智之举。 摘下面具吧。 许言看向被自己控制的那名袭杀者。 对方哪怕意识清醒, 也无法抗拒这如天意般的意志。 是! 对方摘下了面具, 露出一张中年模样, 苍白的脸, 眼神不带丝毫情感, 仿佛是没有感情存在。 说吧, 谁派你们来袭杀我的? 你们幕后的势力是什么? 许言开始盘问起来。 万家身为九山镜顶尖势力之一, 更是统于大概山之地, 竟然都无法查到这个神秘势力的蛛丝马迹, 由此可见这个势力隐藏之身。 而如此一个隐藏极深的势力, 究竟在图谋什么? 是天外敌人潜伏, 还是本身属于神域的势力? 现在, 都能有答案了。 是天煞吩咐我们来袭杀你的, 我们所属天煞地营。 这名真王天尊在许言的盘问下, 将所知道的全都说了出来, 没有一丝隐瞒。 天煞地营? 许言心中暗精, 终于知道了, 这幕后势力的名字。 为何想要挑起我与万家的冲突? 许言继续盘问。 为了制造清华镜与九山镜的冲突, 为了完成我天煞地影的无上任务, 也是为了恢复天地荣光, 说到最后, 这名真王天尊露出了狂热之色。 许言心中震撼, 天煞地影的目的, 竟然是想要挑起两镜的冲突, 而什么天地荣光似乎是某种信念。 至于什么是恢复天地荣光, 这名袭杀者也说不明白, 只知道天煞地影的任务, 是让天地更强大, 恢复天地曾经的荣光。 而想要恢复天地荣光, 需要打破格局, 神域大动乱, 引发天地浩荡, 如此才有机会恢复天地荣光。 天煞地影的存在, 便是为了此任务。 随着了解深入, 许言心里暗暗吃惊, 天煞地影里的人, 大部分都是一些疯杂。 为了所谓的天地荣光, 不惜牺牲一切。 汗不畏死。 为了不泄露天煞地影的秘密, 直接自我灭口, 毫不犹豫。 而且, 许言也了解到了, 大概删天煞地影组织, 因为他当初的举动, 使得一名地影偷袭杀了上一任天煞, 导致天煞地影内部出现了一些动荡。 怀疑, 出现了叛徒? 毕竟, 狂热的天煞地影组织, 为了任务, 可以毫不犹豫去死, 又怎么会出现叛徒呢? 结果, 第一个叛徒出现了, 这就导致天煞地影, 布置任务的时候都谨慎了一些。 难怪, 没有袭杀万家之人, 原来是袭杀了天煞。 许言择舌不已。 当初, 他吩咐去袭杀下令者, 本以为是袭杀万家的, 未曾想到下令者是天煞, 对方是天煞地影的人。 地影倒是不简单, 恐怕万家不止潜伏了一人。 九山境这些大势里, 必然都有地影成员潜伏, 只是想要揪出来, 就不是这么容易了。 你们天煞地影, 在追杀孟冲吗? 许言接着问道, 是, 据闻是七夜天煞下令, 杀了孟冲, 制造冲突与矛盾, 不惜一切都要挑动大战。 许言目光一冷, 七夜天煞, 按照这名袭杀者所言, 具有不朽天尊镜的实力。 不过, 只是七夜, 实力在不朽天尊里, 也只能算是一般。 九山镜不朽天尊, 都在九山之中, 难道除了九山之外, 潜伏了一名不朽天尊? 许言心头一宁, 一名随时可能出现的不朽天尊, 对于任何一个势力而言, 都是巨大的威胁。 而且, 天煞地影在追杀孟冲, 数次都失败了, 万一这名七夜天煞, 亲自出手呢? 虽然, 有师父的御福在, 不至于会出现危险。 但一名潜藏在暗处的不朽天尊强者, 无疑是巨大的隐患。 一名不朽天尊, 想要隐藏并不容易, 除非对方修炼了, 像铜臣树这样神妙的脸稀藏匿之法。 许言玄机否定了, 对方具有如此神妙脸稀藏匿之法的可能。 不朽天尊何于天地? 正因为如此, 不朽天尊是无法瞒过其余不朽天尊的, 想要隐藏起来, 几乎不可能。 九山境不可能存在隐藏的不朽天尊, 唯一的可能, 就是这些不朽天尊之中, 有一人是七叶天杀。 封言来自七段山, 而七段山与其余八山不同。 许言想到了封言所属的七段山, 这一山的势力并非宗门或世家, 而是联盟形似的势力称之为七段山联盟。 七段山的不朽天尊, 彼此都有属于自己的下属, 却又联盟在一起, 若说七叶天杀最可能出现在哪里, 无疑是七段山。 封言这家伙, 虽然在七段山也属于七段山联盟, 但他比较散漫, 而且没有组建属于自己的下属势力。 许言沉吟了起来。 封言正因为散漫, 七段山天窟威胁也不大, 所以他才会去清华境支援, 而且干脆留下来不走了。 许言回想着, 封言介绍的关于七段山不朽天尊, 没有发现哪一位可疑比较大。 也不一定是七段山。 许言眉头微微一皱, 这名七叶天杀, 身份隐藏极身, 天煞地影里, 竟然没有几人知道其在九山镜的身份。 这是九山镜的隐患, 万家也会着急, 此事万家会上心调查的。 万家乃是世家, 又是被天煞地影针对, 所以万家不朽天尊, 绝无可能是七叶天煞, 反而因为被针对, 所以对此事更为上心。 许言继续询问, 都是关于孟冲的讯息。 只知道, 孟冲来到了大概山地狱, 就失去了踪迹, 正在追查当中。 孟冲来了大概山, 而且也是为了寻找他而来, 万家是大概山的统域世家, 也该与万天灵见一见了。 天煞地影的情报, 也该告诉万天灵, 动用万家的力量搜寻。 尤其是, 潜伏在各大势力里的地影成员。 想到这里, 许言带着这名地影, 前往大概山时封, 用传讯符通知万天灵来见。 天意定神控制人的神通, 许言是不会泄露出去的, 而被控制者, 也不会被发现端倪。 此人, 还有大用处。 继续做地影成员, 做一个真正的天煞地影的叛徒。 直接下令反杀回去, 太没价值了。 许言既然知道了天煞地影的存在, 自然不会做这种低效率的报复行为。 他要把天煞地影一锅端了。 哪怕无法一次彻底端掉, 也可以将天煞地影的各据点逐一端掉。 许言要将这名地影的价值利用到极致。 你知道天煞地影据点吧, 把所在地告诉我。 我知道的据点不多, 除了我所在的据点之外, 只知道另外三个联络据点。 地影的据点之后, 许言盘算着如何行动, 凭他一人无法无声无息将一个据点端掉。 所以, 还是要与万天灵合作。 你回去吧, 就说遭遇万家来源, 你动用秘书才逃脱。 许言吩咐道, 是。 从今天开始, 你的身份叫影一, 潜伏在天煞地影, 明白吗? 影一明白。 许言看着影一离去, 脸上笑容灿烂, 地影擅长潜伏是吧? 可曾想过会被人反潜伏在内? 万天灵来了, 与他一起来的还有两名祖老, 而且, 这两名祖老的实力, 比寻常真王天尊巅峰武者强一节, 显然是万家内, 不朽天尊之下最强的祖老之一。 由此可见, 万家对万天灵的重视。 许言眼神微动, 万天灵实力突破了, 而且气息变得更明实, 显然是借助血腥果, 成功参悟了万家的那门秘法。 而此门秘法, 显然关乎着突破不朽天尊的基础。 虽然说, 修炼成功这门秘法, 未必就一定可以突破不朽天尊, 却是极大的提高了突破的几率。 万天灵在万家, 已经是被视为, 未来的不朽天尊强者。 每多出一名不朽天尊, 万家的实力自然更上一层楼, 对于天窟的镇压更具有优势。 许兄, 可是有收获? 万天灵拱手问道, 虽然实力突破了, 而许言看起来, 依旧如上次相见那般, 并没有什么增长, 但他心里丝毫不敢轻视。 不瞒万兄, 我用了一些手段, 从袭杀我的幕后势力死士口中, 得知了一些线索。 许言点了点头, 开门见山地说道, 万天灵目光一动, 许言口中的用了一些手段, 能够从死士口中挖出有价值的讯息, 这手段恐怕不简单。 许兄请说, 万天灵神色正重, 那个神秘势力一日不揪出来, 就仿佛有一双阴险的眼睛, 在暗处盯着万家。 天煞地影, 幕后势力, 名为天煞地影, 分为天煞与地影组成, 天煞为领队, 擅长杀伐之术, 地影擅长潜伏与暗杀。 许言也不隐瞒, 将天煞地影的讯息, 毫无保留地告诉万天灵。 天煞地影 万天灵与两名祖老, 越听越是心经, 这样一个势力, 竟然闻所未闻, 隐藏如此之身, 恐怕图谋不小。 上次袭杀我的万家之人, 实则乃是地影成员, 万家恐怕还有潜伏之人, 另外一只九山镜, 有一名七叶天煞, 统领天煞地影, 而七叶天煞的实力, 乃是不朽天尊。 许言沉生说道, 许兄, 七叶天煞, 当真是不朽天尊? 这一下子, 万天灵与两名祖老坐不住了。 这意味着, 有一名不朽天尊强者, 在谋算万家。 而九山镜内, 不朽天尊都是有数的, 不朽天尊之间都是认识的。 此事不会有假, 甚至是否只有一名七叶天煞, 尤未可知, 毕竟那名死士的地位有限, 未必能够知道太多, 许言郑重地说道。 万天灵神色沉重, 许兄, 天煞地影挑起你我矛盾, 究竟所谓何事? 为了挑起清华镜与九山镜冲突, 天煞地影的目的是为了激起神域动荡, 为了恢复什么天地荣光, 许言也不隐瞒, 将天煞地影的目的是为了制造动荡, 为了恢复所谓的天地荣光之势, 也全都告诉了万天灵。 至于他动用了什么手段, 如何获知这些事情的, 自然是只字不提。 万天灵也不问。 事关重大, 我需要禀告家族不朽老祖们, 才能知道下一步如何行动。 万天灵心中震撼不已。 天煞地影这个神秘势力, 所图竟然是如此害人听闻之事。 什么恢复天地荣光, 闻所未闻, 但也由此可知, 这是一群狂热的可怕之人。 神域三十六境, 面临着天窟的入侵, 彼此之间都是有默契的, 不会掀起剧烈的冲突, 更不会相互攻伐, 甚至某一境有被天窟侵占之威时, 会出手救援。 某种程度上, 彼此同气连之。 天煞地影竟然妄图, 掀起三十六境攻伐, 在神域制造动荡, 一旦成功, 岂非会被天窟所趁。 一旦神域有某一境, 甚至几个境遇, 沦落天窟之手, 后果不敢想象。 我探查所知, 天煞地影的据点, 我一人之力, 恐怕无法彻底灭杀, 所以找万兄一起出手。 除此之外, 还想请万兄, 帮我传讯息, 寻找一个人。 许言接着说出自己的目的。 除了联手去捣毁天煞地影据点之外, 自然是为了寻找梦冲了。 没问题。 万天灵一口答应了下来。 大盖山乃是万家地盘, 竟然有势力潜伏在此, 不论如何都要拔除。 至于传讯息找人, 这个就更简单了。 事不宜迟, 许兄, 我们这就行动吧。 万天灵有些迫不及待了。 好。 许言看了一眼万家的两名祖佬, 评估了一下此二人的实力, 足以捣毁天煞地影的一个据点。 毕竟, 按照影医的说法, 天煞地影每个据点的实力虽不同, 但也不会太强, 统领大盖山地狱的天煞, 实力也未必会比这两位万家祖佬强。 天煞地影的一个据点在此处。 许言将其中一个据点说出来, 毕竟论对大盖山的熟悉, 自然是万天灵更熟悉了。 原来在此处, 万天灵点了点头, 很快就从万家的大盖山地狱图上 找到了天煞地影所在的位置。 任务失败了。 影医已经回到了他所属的据点, 气息衰弱, 显然是使用了秘术, 付出了不小的代价。 为何会失败? 午夜天煞的身影浮现。 许言实力比预估的还要强, 而且有一名万家强者出手, 我动用了秘术, 才逃出来。 影医沉声说道, 你在此地疗伤吧, 待伤愈之后, 再安排新的任务。 午夜天煞吩咐道, 是,大人。 任务失败了, 若是以往, 午夜天煞也不会放在心上, 毕竟谁也无法保证, 任务可以百分百成功的。 但, 自从出现了一次叛徒之后, 就不得不谨慎起来了。 留下影医在此据点修养, 午夜天煞与据点的其余人, 都悄无声息地离开了据点, 在某处潜伏下来。 若是据点泄露了, 必然会有人来袭。 结果, 等了三天都没有人来袭, 午夜天煞心里松了一口气, 影医没有出问题, 更没有被人尾随追踪而来。 结果, 他刚松一口气, 一只二寸许长, 黑色的凌风突然飞了过来, 落在他的肩膀上。 嗡! 凌风触角摆动着, 传递出来了一股淡淡神魂波动。 午夜天煞瞬间脸色大变, 天煞地影的其中一个隐秘据点, 竟然被许言与万家剿灭了。 唯有一人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才逃出升天。 是出了叛徒, 还是泄露了行踪被万家查到? 午夜天煞目光沉宁。 回分部! 午夜天煞坐不住了, 率领人返回天煞地影在大盖山的分部。 他有种直觉, 天煞地影可能被万家调查出来了, 恐怕很快就会针对天煞地影展开追击。 尚未回到分部, 又一只凌风降临。 第二个据点也被剿灭了, 而出手之人依然是许言与万家联手。 这一个据点实力较强, 逃出两人, 同时泄露了两个据点, 而且是相连的据点。 午夜天煞沉饮了起来。 这些传讯的凌风, 乃是天煞地影独有, 速度快, 传讯隐秘, 可以确保传讯不会被截流, 而以凌风的速度, 从第一个据点被灭到第二个据点被灭, 间隔时间不长。 由此推断, 许言与万天灵在剿灭第一个据点之后, 就马不停蹄地绞杀第二个据点。 这说明, 他们早已摸清楚了这两个据点的情形。 唯一令他想不明白的是, 这一次出手的人, 有许言参与不意外, 但万家出手之人, 为何只有两个阻挠, 不应该一举将据点剿灭, 不会让任何一个人逃走吗? 旋即, 他脸色微微一变, 难道万家故意放走一些人, 然后尾随逃走之人, 想要以此方法, 寻找到天煞地影在大盖山的分布。 地影都擅长潜伏, 想要翘无声息追踪, 真王天尊绝无可能做到。 难道万家某一个不朽天尊, 亲自出手了? 一想到如此, 五叶天煞就心中一沉。 毕竟, 不朽天尊出手, 他们必死无疑。 虽然大盖山的天窟, 目前比较稳定, 没有大的动荡, 但万家不朽天尊, 也绝无可能轻易离开坐镇之地。 五叶天煞沉引了一番, 下令道, 通知逃出之人, 前往此地, 再次汇聚。 谨慎起见, 五叶天煞最终没有吩咐逃出之人, 前往分布会合, 而是让这些人, 前往其中一个隐秘之地。 这里, 是天煞地影的备用分布所在。 吩咐一叶天煞, 二叶天煞, 前往此地等候命令。 想了一想, 五叶天煞又下达了一个命令。 既然要迷惑人, 这个备用分布里, 岂能没有其余天煞地影成员? 必要的时候, 牺牲一些成员, 也是有必要的。 嗡! 两只凌风瞬息离去, 负责传讯去了。 而五叶天煞, 则是继续带领心腹, 返回大概山分布所在。 刚到分布所在地, 一只凌风飞了过来。 又一处据点被剿灭。 而这一个据点的作证者, 实力不弱, 在他拼死出手之下, 这个据点逃出了两人, 并且击伤了万家一名祖老。 有些不对劲, 五叶天煞沉吟了起来。 玄机脑海中灵光一闪, 似乎明白了什么。 万家, 这是以万天灵为耳, 欲要引诱我天煞地影强者出手。 五叶天煞此刻怀疑, 万家之所以没有彻底覆灭天煞地影据点, 每一次都有人顿逃而走, 这是故意向天煞地影传递一个讯息。 万天灵身边防护力量不强, 正是袭杀万天灵与许言的最佳时机。 哼, 原来如此, 想要引诱我等现身。 五叶天煞想明白了这一点之后, 不由得冷笑一声, 自己岂会上当。 杀万天灵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挑起冲突, 既然挑拨之势都已泄露, 再冒险去杀万天灵, 就得不偿失了。 许言? 五叶天煞喃喃自语了一句。 万兄, 有机会再合作。 许言拱手笑道。 好。 万天灵一脸笑容。 这一次联手拔除了天煞地影三处据点, 而且这三处据点都是许言提供的每一处据点都故意放走了人。 当然, 逃顿之人都施展了秘书, 且实力衰退。 而许言都会尾随逃顿之人而去, 不久后返回, 似乎从逃走之人口中获得了新的据点所在。 虽然不知道许言用了什么手段做到的, 显然这些逃跑的天煞地影成员会有大用。 这一次联手行动, 万天灵也获得了一部分, 潜伏在万家的地影成员名单。 这些都是许言提供的, 从逃走之人口中获得。 连死士的口都能撬开, 这手段当真不可思议, 也使得万天灵对许言敬佩加深。 六个了, 天煞地影等着我许言, 把你们一锅端掉。 许言目光冷然, 已经掌控了六人, 从影仪到影六, 只待合适的时机掌握了天煞地影的分布之后, 就可以动手把他们灭掉了。 等师弟找来。 寻找梦冲的讯息, 已经让万家传出去了。 只要梦冲在大概山, 必然可以得到这些讯息, 进而找来。 这一次剿灭天煞地影据点, 许言掌握了更多的关于天煞地影的据点所在, 但他没有行动, 只是灭了三个据点而已。 除了大概山的据点之外, 竟然还有千叠山等其余地域的据点讯息。 大概山, 某座城中, 一名头发浓密的壮汉正在出城而去。 大师兄在找我。 这名壮汉正是梦冲。 为了躲避追杀, 他刻意戴上了浓密的假发, 容貌也做了一些改变。 但由于他身材魁梧壮硕, 而追杀他的人, 对任何一个身材壮硕之人都会极其注意, 仔细探查一番。 不过, 梦冲的脸稀异形之术巧妙, 倒也可以轻松隐瞒过去, 甚至必要之时也可以收缩肉身, 将壮硕的身材缩小。 积蓄底蕴所需的宝物, 也差不多足够了, 正好可以突破。 梦冲离城而去, 避开了潜在的追杀者。 待我突破大日星辰不灭铁, 来一个杀一个。 梦冲眼神冷立, 刚入九山境就遭遇追杀, 甚至曾陷入险境, 岂能善罢甘休。 待境界突破, 不朽天尊之下, 他都无所畏惧, 真亡天尊都无法威胁到他时, 也该大展神威, 让这些袭杀者, 见识一下肉身舞蹈的狂暴了。 正在等梦冲现身的许言, 传讯符传来了梦冲的讯息, 双方距离已经在传讯符范围内了。 二师弟! 见到戴着假发的梦冲, 许言眼神又冷了几分。 天煞地影的追杀, 都逼得梦冲戴假发了, 由此可见, 梦冲这些时日遭遇了多少凶险。 大师兄! 梦冲欣喜不已, 将假发取了下来收好。 师兄弟相聚, 自然免不得叙述一番精力。 天煞地影胆敢袭杀师弟, 终有一天灭了他们。 许言冷然一笑地说道, 原来这势力叫天煞地影, 待我实力突破, 也该他们报仇了。 梦冲摸了摸光秃秃的脑袋, 咬牙粪粪地说道, 师弟, 你的小天道之眼, 修炼得如何了? 许言开口问道, 还差了一点。 梦冲叹了一口气道, 小天道之眼太过深奥, 虽然只差一点点就可以明误了, 然而就这一点点, 却是仿佛一道难以跨越的看。 而且, 来到九山镜, 一直都在躲避天煞地影的袭杀, 也没有空闲静下心来, 仔细参悟一番。 我这里有血腥果, 可以有助于参悟功法, 师弟可以服用血腥果, 参悟小天道之眼, 也该突破了。 许言取出三枚血腥果来, 将血腥果的神效介绍一遍, 又道, 师弟有什么想要修炼的神通, 也可以借此参悟。 多谢大师兄。 梦冲大喜不已。 有了血腥果, 他自信可以将小天道之眼参悟出来。 至于神通, 梦冲也有了需要修炼的神通之法。 天意定神这门神通, 对于梦冲而言, 不在他的修炼范围内, 毕竟他是肉身舞蹈的舞者, 这类神通并非他所长。 接下来, 布置隐匿阵法, 梦冲服用血腥果, 参悟小天道之眼和修炼神通, 以及积蓄自身抵蕴, 准备突破。 而许言, 则也是开始梳理自身舞蹈, 不过并没有服用七妙神花, 毕竟一旦服用七妙神花, 他需要闭关一段时间感悟才行。 现如今, 梦冲需要参悟功法与突破境界, 哪怕有隐匿阵法遮蔽, 也并非不会泄露踪迹, 因此他需要为梦冲护法。 虽然服用七妙神花的时机不适合, 许言却是并没有枯守着护法, 而是在书里自身舞蹈, 尤其是几门神通的运用。 以及一直以来, 他都在琢磨的, 如何运用不化之气。 随着梦冲闭关修炼, 许言为他护法, 一直追杀梦冲的天煞地影, 突然发现梦冲踪迹消失了。 而许言的踪迹也再一次消失。 万家却是正在清查内部, 揪出了潜伏的地影成员, 而这些地影成员一旦发现自己暴露了, 当即就自允了, 没有丝毫犹豫。 也正是因为如此, 使得万家的一众强者们心中凛然。 太果决了。 也意识到了天煞地影的巨大威胁。 直接就发出了悬赏令, 在整个大概山区域内, 悬赏天煞地影的线索, 以及击杀天煞地影成员。 随着万家的行动, 天煞地影内部又是一阵动荡。 负责大概山区分部的那名午夜天煞, 神色凝重了起来, 虽然那个假的分部, 没有万家强者现身袭击, 意味着当初的猜测是正确的。 万家故意示弱, 以万天灵为耳, 想要引他们现身。 虽然, 他没有现身去袭杀万天灵, 然而随着万家的行动, 让他意识到天煞地影内部出现了叛徒, 否则, 万家如何知道天煞地影之名。 洞窟之中, 午夜天煞目光冷厉地扫视着在座的所有人, 沉声道, 大概山区域为何会出现叛徒? 你们都是大概山区域的人, 从现在开始, 所有任务都要重新布置, 必须将叛徒揪出来。 一众天煞地影成员, 此刻目光沉重, 内部竟然出现叛徒了。 大家都是为了恢复天地荣光, 而不惜牺牲自己, 为何会有人叛变? 为何会有人新年动摇了? 大人, 所有地影都是从小培养的, 每一位成员都是精心挑选, 精心培养, 信念牢固, 理应不会叛变才是。 一人沉声开口道, 午夜天煞沉默了一会儿, 整个天煞地影组织成员都是从小培养, 包括他也是某位老天煞培养出来的, 信念坚固, 从未出现叛变, 也从未质疑天煞地影的伟大任务。 为了恢复天地荣光。 但, 为何如今会有人抛弃信念, 出现了叛变呢? 有人信念动摇了, 认为无法恢复天地荣光, 所以为了一己之私叛变了, 那是他们目光短浅, 不知道天煞地影的谋算。 如今, 时机已到, 恢复天地荣光的任务将会全面推进, 不仅仅是九山镜。 午夜天煞沉声说着, 眼神之中露出了些许疯狂之色。 让潜伏在各大势力的人准备好, 袭杀各大势力的重要人物, 挑起争斗, 另外准备以九山镜势力的身份, 进入天窟, 商议一些合作事宜。 最后, 准备组织人手, 占据禁门, 袭杀清华境。 午夜天煞开始下达命令。 此次行动, 我会上报七夜天煞大人, 获得大人的许可。 一众天煞地影文言, 顿时眼神激动, 露出了疯狂之色。 是, 大人。 纷纷激动地应道。 大人, 梦冲于许言, 还追杀吗? 杀, 如何不杀, 必须杀。 午夜天煞冷力地说道, 横丰山, 天时期坐在大殿上手。 一道身影走了进来, 脸上戴着面具, 面具上面撰刻了七片叶子。 大人, 我回来了。 来人恭敬地行礼道。 天时期点了点头, 他虽然戴着七夜面具, 实则地位远非七夜天煞可比, 来九山进横丰山, 只是暂时代替这名七夜天煞, 再次坐镇。 还有一个目的, 是为了风铃虎来。 如何了? 天时期沉声问道。 回大人, 一切顺利, 名誉, 巫魔都已达成了默契, 神域之乱可以开始了。 说到后面, 这名七夜天煞, 眼神狂热不已。 很好。 天时期点了点头。 大人, 午夜那边, 想要做一些行动。 将午夜天煞的布置说了出来。 天时期点了点头, 道, 时机已到, 想做就做吧, 也不怕泄露天煞地影之名, 我天煞地影, 也差不多到了现世的时候了。 是, 大人, 七夜天煞兴奋不已。 你继续在此坐镇吧。 是, 大人。 天时期吩咐完, 一步踏出, 瞬间消失在原地。 林尊山, 天时期来了。 来了。 风铃虎坐在金光灿灿的宝座上, 脖子带着大金链子, 三十六颗宝石闪闪发光, 净显爆发护气质。 天时期猛了。 眨了眨眼睛, 回头看了看, 又打量了一番四周, 这里是林尊山, 风铃虎所在地啊。 没有走错地方啊。 你是风铃虎? 天时期一脸愕然地问道。 这才多长时间啊, 上一次见风铃虎, 它是趴在地上的, 就是一头实力强大的灵兽嘛。 结果, 现在一见, 风铃虎整只虎都变了, 不但坐在金光灿灿的宝座上, 还带起了大金链子。 更离谱的是, 虎爪上处着一根虎头金杖。 看起来, 既像爆发护, 又威严了许多。 动。 风铃虎手中金杖敲了敲地上, 整个大的都震动了一下, 威风凛凛地道。 天时期, 你怎么如此没有礼数? 你该叫我风铃王阁下。 操! 天时期整个人都不好了, 狐疑地看着风铃虎, 一度怀疑这只老虎, 是不是忙于突破血脉稚骨, 导致精神出了问题了? 风铃虎金杖敲着地上, 一脸失望之色, 道。 你怎么也像灵尊门主一样, 一点礼节都不懂呢? 罢了, 看在你我相识一场, 我便送你一册礼一书册吧。 风铃虎胡找一挥, 马上就有伺候的灵兽, 捧着一本小册子, 送到了天时期面前。 天时期心里气炸了, 竟然被一只灵兽, 鄙视不懂礼术。 若非风铃虎实力强大, 他都要忍不住, 一巴掌拍死送小册子过来的灵兽了。 不用。 天时期面具下的脸色, 难看不已。 风铃虎摇头叹息, 天时期, 你这人不识好虎心, 迟早会吃亏的。 操! 天时期嘴角抽抽, 一段时间没见, 风铃虎怎么变得唠叨了? 风! 正好打断风铃虎的唠叨, 直接开门见山, 说明此来目的就见到一只斑斓猛虎, 腰胯长刀, 人形而来。 大哥, 有客来访。 赤猫一听到动静, 马上就赶过来了。 风铃虎的客人, 自然都是不朽天尊强者, 肯定是要见一见的。 贤弟来了, 这是天时期, 见过几次了。 风铃虎一脸笑容。 自从赤猫贤弟来了之后, 自己才是真正地过上了灵兽之王的日子, 才净显风铃虎王的尊崇。 赤猫打量着天时期, 这家伙一看就不像好人啊。 天时期也打量着赤猫, 这只灵虎是从何而来? 风铃虎的变化, 难道与它有关? 风铃王, 你考虑得如何了? 天时期直接开门见山地问道。 本王考虑清楚了, 利益呢? 好处呢? 不能画饼啊。 你要拿出实际的利益, 实际的好处才行。 否则, 本王岂飞给你们跑腿了? 风铃虎神色一正地说道。 赤猫默默听着, 心里开始盘算起来了。 这位天时期显然是找风铃虎合作什么事情, 很显然风铃虎动心了, 有了想要合作的念头。 只不过, 因为最近这些时日被他灌输了一些理念之后, 态度改变了, 没有马上答应下来, 而是权衡利弊。 天时期目光一鸣, 看向风铃虎身边的伺候的灵兽, 没有继续开口。 风铃虎挥了灰虎爪, 伺候他的灵兽当即离去, 退出了古树林。 天时期看向赤猫, 我贤弟乃是心腹之人, 可以代表我风铃王, 没有什么秘密不可知。 风铃虎沉生说道, 天时期点了点头, 道, 正如我所言, 神欲动荡, 天地归一, 你风铃虎也能更进一步, 打破血脉稚骨, 这是实打实的利益。 你只需要, 稍微出手一下, 将局势搅乱, 或者杀几个人即可, 以你风铃王的实力, 没有任何风险可言, 利大于弊。 见风铃虎沉吟着, 天时期进一步说道, 天地不归一, 你再无更进一步的可能, 而天地归一后, 你将更进一步, 成为真正的灵兽之王, 所有灵兽都要听从你的号令。 风铃虎目光一动, 有些心动的样子。 赤猫不动声色, 却是暗中传音给风铃虎。 大哥, 不要上当啊, 这家伙心眼坏着呢, 且不说天地归一, 能否成功, 即便最后成功了, 最大的获益者, 绝对不是大哥你。 另外, 仅凭他的实力与大哥你, 一旦出手, 必然得罪众多强者。 虽然大哥你不惧, 但这家伙万一失败了, 将所有货事都推给大哥你, 一旦遭遇强者围攻, 大哥你再强, 也难以抵御。 至于打破血脉稚骨, 大哥你都不朽了, 一旦失败, 后果太严重了。 让他交代一些底细, 为何笃定能够成功, 再索要一些实际的宝物, 不能空口白牙。 风铃虎对赤猫, 那是百分百的信任, 越听越觉得有理。 天使七, 交代一下你们的底细吧, 否则本王如何相信你们能够做到? 比如, 你我这个实力的不朽天尊有多少位? 甚至, 是否有不朽之上的参与? 天使七眉头微微一皱, 风铃虎脑子什么时候变得这么灵活了? 风铃王, 大可放心, 会有更强者参与的。 你我这个实力的不朽天尊, 不会少于双手之数。 天使七想了一想, 沉生说道。 风铃虎沉吟着, 似乎在思考, 实则在听赤猫的建议。 你们是什么组织? 既然要合作, 岂能遮遮掩掩掩, 隐瞒着呢? 另外, 我要见到你们的实力, 见到你们的行动, 见到你们行动的结果。 否则, 你们实力太弱, 我傻乎乎地参与进去, 岂非沦为打手? 合作嘛, 自然要有条件, 我出手了。 你们该如何给我报仇, 也该商议一下, 别说天地归一后, 我打破血脉稚骨这个好处。 能否天地归一, 尚是未知之术, 即便天地归一了, 能够打破血脉稚骨的, 又岂止我。 所以, 现成的好处, 不可少。 天石七惊异起来了, 风铃虎什么时候, 如此精明了? 下意识地看向那只斑斓老虎。 哼, 天石七, 本王此前藏桌罢了, 你真以为本王活了如此漫长岁月, 瞧不出你的意图。 风铃虎冷哼一声说道, 自然不能承认, 他以前傻乎乎的了。 天石七一想, 有些道理, 这风铃虎强大无比, 十二灵兽王之一, 岂会当真傻乎乎的。 我等天煞地影, 实力自然强大, 毫不夸张地说, 整个九山镜的实力, 我天煞地影都不放在眼里。 既然你风铃虎要见识一下我天煞地影实力, 那就看着吧, 我天煞地影接下来, 将会展开行动, 天石七将天煞地影接下来的行动, 稍微透露了一些。 天石七将天煞地影, 接下来的行动说了一些出来, 包括制造九山镜势力之间的冲突, 占据九山镜禁门所在的九山城, 以及挑起九山镜与清华镜之战。 而其中一个行动, 是袭杀许炎与梦冲。 赤猫一直不动声色地听着, 听到后面却是暗暗吃惊了起来。 天煞地影的其中一个任务, 竟然是潜伏清华镜, 袭杀宿灵秀或者方号。 还包括, 破坏丹药与阵法。 如, 在丹药上抹上毒素, 一旦武者服用, 就会中毒而亡。 更重要的一个行动, 是杀了方号与肃灵秀其中一人, 一旦成功, 不论是大粤国、 天舞门还是万雷宗, 包括整个清华镜都会群情汹涌, 势必与九山镜爆发冲突。 毕竟, 方号与肃灵秀关乎着清华镜的整体实力, 关乎着清华镜的武道前途。 短短几年时间, 清华镜已经翻天覆地的变化, 武道实力大幅提升, 所有人都认识到了 阵法与丹药带来的好处。 而且, 各大势力都有天交在丹医院, 奇门院学习炼丹与阵法, 一旦方号与肃灵秀其中一人死了, 损失之大不可想象。 而且, 天时期更是隐隐透露, 不排除偷袭暗杀奇门院 与丹医院幕后的那名强者, 也就是李玄, 这天煞地影实在太歹毒了, 却是不知道他哪里来的底气。 赤猫心里暗暗嘀咕着, 原来梦冲这个大哥子, 来到九山镜就被追杀啊。 赤猫折舌不已, 这位天时期该不会准备亲自出手吧? 风铃狐也是一脸诧异, 天时期竟然如此疯狂。 天煞地影为了所谓的天地皈依, 有些疯狂了。 天时期, 你能做到再说吧, 九山镜与清华镜, 那些不朽天尊又不是傻子, 再者说了, 你天煞地影暴露了出来, 谁都知道, 那是你们干的。 天时期微微一笑, 道, 风铃王, 你太瞧瞧我天煞地影了, 而且, 谁会当真认为, 我天煞地影能够做到这一步? 即便知道了, 认定是我天煞地影做的, 想要围剿我天煞地影, 不一样会造成神域动荡。 目的也达到了呀, 风铃狐你觉得如何? 风铃狐笑了一笑, 道, 那就, 让本王见一见你们的能耐吧, 是否值得合作? 顿了一下, 说道, 不要想着针对灵尊山, 打扰了本王清静, 休怪本王出手。 天时期笑了一笑, 心里暗暗讥讽, 灵兽脑子终究不大好使, 九山竟其余势力都出问题了, 偏偏你灵尊山一点是没有, 别的势力会怎么看? 风铃王, 等着我天煞地影的消息吧, 告辞。 天时期告辞离去。 等到天时期离去后, 赤毛开口道, 大哥, 其余势力一旦出事了, 我灵尊山, 也要弄出点动静来才行, 不能一点事都不出。 为何? 风铃虎疑获道, 九山同气连芝嘛, 大家都出事了, 所有人心里都平衡, 更容易获取彼此的讯息, 对我们好处大着呢。 赤毛乐呵呵地说道, 他也没想着给风铃虎仔细解释, 在赤毛看来, 这风铃虎脑子不大好使, 没必要浪费精力去解释。 大哥, 你宽心, 我会安排妥当, 必然只会大转, 不会吃亏的。 赤毛拍着胸口说道, 贤弟办事, 我放心。 风铃虎点头, 这些反虎的事情, 就交给贤弟去办, 自己继续享受虎王尊崇就行了。 意外获知了天煞地影的计划, 竟然意图袭杀方号或素灵秀, 虽然不可能会成功, 但也有可能造成损失, 哪怕是损失一些丹药, 都让虎心疼。 所以, 赤毛第一时间就找来了玉小龙和小哈。 老三, 你现在回清华境一趟, 将天煞地影阴谋传回去。 赤毛看向小哈, 必须在天煞地影掌控九山境境门之前返回清华境, 否则一旦境门被掌控, 无法从境门返回, 就需要跋涉漫长距离, 才能回到清华境。 时间上就来不及了。 没问题。 小哈点了点头, 身躯缩小成小蛤蟆模样, 而且气息不显, 飞快地离去。 它是吞山禅, 而且修炼了大妖之法后, 也修炼出了妖族神通, 擅长一道隐秘之法, 不容易引人注意。 这也是赤猫让小哈返回通风暴行的原因。 玉小龙毕竟是骄, 太容易引人注意了, 毕竟骄类灵兽, 毕竟稀有, 神域十二兽王之中就有一个骄王。 赤猫接着去找来灵尊门一名长老, 以风铃虎的名义, 让他忽悠玉小龙前往大盖山一趟。 去大盖山的墓地, 自然是为了给孟冲和许颜通风报信了, 传讯符的传讯范围终究有限, 而孟冲与许颜在大盖山, 缩小范围之后, 倒是容易用传讯符联系上。 一切安排妥当之后, 赤猫也开始了部署起来。 以及, 接下来该思考, 怎么从天煞地营里获取足够的好处, 对方找风铃虎合作, 这就是一个机会。 由此也可以知道, 风铃虎的实力在不朽天尊尽忠, 必然是顶尖的。 赤猫感觉, 风铃虎的实力比大月皇都要强, 我什么时候才能超过他? 赤猫心里叹气。 他可是大妖王, 如今因为实力不如虎, 只能屈居二把手, 心里颇有不甘。 而且, 也因为他实力不足够强大, 大妖之法, 暂时还不敢传给其余灵兽, 只能继续苟着发展了。 大越国, 天舞门与万雷宗, 乃至整个清华境都有一股暗流涌动, 这股暗流的源头正是揪出间隙开始。 清华境三大势力都在行动, 而正因为有了警觉, 不朽天尊亲自出手探查宗门, 因而一些潜伏的地影成员被揪出来了。 但, 并没有获得什么有价值的信息。 这些潜伏之人, 一旦发现自己暴露, 果断地自允了。 也正因为如此, 才使得这些不朽天尊极其重视, 神色凝重无此, 如此死侍潜伏在宗门里, 图谋必然不小。 甚至, 不朽天尊之中, 是否也存在问题? 或者, 所有奸细都揪出来了? 清查行动依旧在继续, 由于天窟被镇压, 清华境占据了优势, 故而, 这些不朽天尊, 都能够腾出手来了。 大越国的风波, 乃至整个清华境的风波, 对于李璇来说都不值一提, 他也不怎么关注。 依然全身心, 投入到他的五道大业中。 第十七页, 终于铭记下来了。 李璇和尚太仓书, 吐出一口气。 太仓书已经铭记了十七页, 只差最后一页, 就可以彻底将太仓书铭记下来, 彻底掌握太仓天地的道则。 正确地说, 是整个太仓天地本源核心, 都将被他掌握。 包括, 太仓天地的运转, 这种预感, 第十八页的道则总纲, 囊括了整个太仓天地本源, 甚至包括天地的诞生之源。 太仓书的主人, 可能就是一名超脱天地的至强者。 李璇此刻几乎确定, 太仓书的主人, 必然超脱了天地, 否则无法将太仓天地的法则, 道则都给描绘下来。 这样的一个强者, 哪里去了? 太仓书在吴国皇宫宝藏发现, 而吴国的神秘石屋, 那个神秘的声音。 李璇不由地陷入了沉思当中。 神秘石屋里的人, 是太仓书主人, 还是被太仓书主人封禁的存在? 但我完全掌握了太仓书, 实力再提升一点, 就可以去找他聊聊了。 李璇心里有了计划, 以他小天道之眼的神庙, 以及掌握了太仓天地道则, 对方的身影所在, 无法瞒过他的。 只要找到了对方, 太仓天地之秘都将尽在他掌握之中。 也不知道许言, 什么时候可以参悟出天地进武道来? 李璇心里琢磨着天地进之上的武道之法, 他已经编出来了更后面的武道之路, 他也有了明确的方向, 梦冲不知道是否还被追杀着。 灵开之中, 元神睁开双眼, 看向大道经书。 五天南可以啊, 实力又提升了, 谢天恒也不错。 通过与这些人的一些渊源, 李璇可以察觉出他们的实力变化。 大荒也在变强了。 大荒舞者越来越多了, 实力上限也在提升当中, 许君和已经神异境后期了, 在大荒属于第一强者, 距离神异境也不远了。 灵气已经不会弱于灵域了。 大荒经过布置之后, 灵气不断提升, 这些年下来, 灵气水平不比灵域差多少了。 再过些年, 大荒的灵气恐怕会反超灵域。 不过, 灵域恐怕也会随之出现变化, 灵气也会随着提升, 与大荒形成一个平衡点。 你徒弟梦冲, 明雾小天道之眼, 你小天道之眼获得提升。 大道经书的反馈来了。 梦冲明雾小天道之眼了。 梦冲的小天道之眼, 与许言的有些差别, 如今我的小天道之眼叠加在一起, 变得更强了。 梦冲参悟出来的小天道之眼, 与许言的有所差异, 比如, 没有眉心的那一只虚眼, 但双眼之中, 却是多了一种大日之相。 具有震慑邪魔, 焚化乌浊之力, 威力也是极其惊人的。 素灵秀这丫头还差了一点, 她参悟出来的小天道之眼, 也会有所不同, 每一门五道参悟出来, 都会有所差异。 李玄决定把素灵秀叫过来, 再次指点她一番, 助素灵秀早日参悟明白, 如此一来, 三门五道的小天道之眼叠加, 自己的小天道之眼就更强了。 指点完素灵秀, 李玄开始钻研太仓书第十八页。 只看一眼, 虚幻的天地呈现在其中, 难以逐一铭记每一条图纹。 天地道则总纲, 甚至是整个天地的总纲, 果然深奥啊, 以我破虚境的实力, 都感到无比吃力。 越是如此, 李玄越是惊叹太仓书主人的实力。 哪怕我突破天地境, 也不是太仓书主人的对手。 以此推论, 李玄估摸着, 天地境的实力, 也比不上太仓书主人。 但也不远了, 天地境之上, 大抵就差不多, 也算是超脱天地了, 应该不会弱多少。 李玄沉吟着, 太仓书主人的实力, 究竟有多强, 其实无法估算, 毕竟太仓书是对方描绘所留, 若是写这本太仓书, 只是挥手之间便完成, 那实力就远非可以以太仓书来估算了。 最多不超过三个境界, 所以其实我距离太仓书主人的实力, 也没这么远嘛。 李玄心里嘀咕着, 许言要加把镜啊, 快点把天地境参悟出来, 如此, 我就可以把天地境之上的境界传给你了, 为时什么时候可以超过太仓书主人, 可就全靠你了呀。 李玄对自己的五道大业充满了信心, 你徒弟梦冲, 明悟神通擎天灭地, 你擎天灭地大成。 沉浸在铭记太仓书最后一页的李玄, 突然得到了大道经书的反馈。 死, 梦冲竟然把这门神通参悟出来了。 李玄有些诧异, 擎天灭地这门大神通, 乃是他专门为肉身五道鞭的, 净显肉身五道的狂暴, 神通之威强大无比。 施展之时, 宛若擎天巨人, 守擎天穷猛然砸落, 具有灭地之威。 这一击完全是狂暴的一击。 当然, 神通施展时出的擎天巨人, 只是肉身之力的异象, 并非真的化作了擎天巨人, 纵然如此, 也是极其震撼的。 而且, 在李玄对这门神通的设定中, 一旦境界提升到一定的高度, 施展神通时, 就是真的化作擎天巨人了。 本以为, 孟冲现在的境界, 是无法参悟出来的。 未曾料到, 孟冲竟然在神通境, 就将这一门神通参悟出来了。 难道是被追杀, 激发了钱呢? 李玄诧异地想着。 不管什么原因, 孟冲参悟出来了这门神通, 使得他增加了一门威力强大的神通。 在孟冲参悟出, 擎天灭地这门神通不久, 大道经书的反馈又浮现了。 你徒弟孟冲, 明悟神通金刚怒雷掌, 你金刚怒雷掌大成。 这也是神通五典里的神通, 虽然不如擎天灭地这般强大, 但也属于大神通之一, 施展之时, 浮现一只金刚巨手, 雷霆震怒之相, 轰然拍下, 威力也是极其强大的。 不错,不错, 大徒弟与二徒弟都开始展露天赋了, 为武道大业添砖加瓦, 肃灵秀这丫头, 也得努力才行。 还有方号, 奇门武道也该拓展前路了, 把为师的奇门武道也给提升上去才行啊。 江不平这小子距离成为疾魂武者, 还差一点点。 李璇感觉自己为三个徒弟操碎了心了。 李璇忍不住又把肃灵秀叫了过来, 指点一番顺便给他一点压力。 接着, 就是方号了。 较为详细地花费更多的时间指点他的奇门武道, 将奇门武道扩展开来, 让方号多花些时间去参悟奇门武道更广阔的前路。 最后, 指点了一番江不平, 就让他继续闭关去了。 做完这一切, 李璇心情大好之下, 又指点了一番采灵而修炼神通, 顺便也给岳长明、岳儿指点一番。 最后, 自然是指点十二与孟叔叔、周英三人了。 如今, 三人已经是神缘进武者。 但这个实力, 在神域, 依然属于底层。 最后, 李璇更是通过妖祖真身之能, 给赤猫指点一番, 自己养的这只大猫也该上点心。 指点完赤猫, 也不等赤猫准备说什么, 李璇直接收起妖祖真身, 从赤猫的梦境中离开。 继续参户太仓书。 李璇再次将心思投入太仓书中。 时间就在参户太仓书中流逝, 经过他几次指点之后, 收获也终于来了。 你徒弟方号, 明雾奇门, 五道进阶之路。 你奇门五道, 提升到破虚境。 终于, 奇门五道也提升了。 四门五道都破虚境了, 实力又强大了。 李璇一脸笑容。 四门五道叠加, 区区不朽天尊, 只手捏爆。 哪怕是大月皇这样的不朽天尊强者, 也是如此。 神域无敌了吗? 李璇沉吟着。 是否神域无敌, 暂且不可而知, 但可以确定还没有达到天地无敌的实力。 还要继续努力才行。 在方号明雾奇门五道进阶之路后, 肃灵秀也有了明雾了。 你徒弟肃灵秀, 明雾小天道之眼。 你小天道之眼获得提升。 肃灵秀在他指点下, 终于参悟出来了小天道之眼。 若不是为师辛苦指点, 都不知道什么时候, 才能参悟出小天道之眼啊。 还是我大徒弟厉害, 没有为师指点, 就参悟出来了。 李璇心里感叹, 五个徒弟里, 还是许言最妖念。 不愧是为师的五道开拓者。 肃灵秀的小天道之眼与梦冲, 许言的也有所差异, 属于单一五者的一些特有能力了。 你三门小天道之眼叠加, 你小天道之眼提升蜕变为天道之眼。 大道经书的反馈继续而来。 李璇顿时欣喜不已, 这算是意外的收获了。 三门五道的小天道之眼叠加, 竟然蜕变为天道之眼了。 这一刹那之间, 李璇抬头看向天穷, 看到的一切都不同了。 天道之眼, 洞彻一切。 而且, 具有更玄乎的能力。 天地法则, 天地道则, 那是。 这瞬间, 李璇看到了天地法则之上, 仿佛另有天地一般。 神域之上。 李璇收回目光, 心头震撼不已, 那是接近道则的地方, 那是神域之上真正的天地核心, 或者说天地起源所在。 不朽之上的强者, 都在那里吗? 李璇心里嘀咕着。 太仓天地出了一些问题, 仿佛以道则为大阵, 将天地分隔开来, 而中央之地才是天地最核心, 真正的最强者汇聚所在。 只看了这么一眼, 便窥探到了天地核心隐秘的一角。 李璇感叹天道之眼的强大之外, 也有些沉重。 自己还是太弱了呀。 否则, 天道之眼, 何至于才这么一点神妙? 也不知道, 这太仓天地究竟出了什么变故? 李璇沉吟着。 想要了解太仓天地的真正隐秘, 巫国皇宫的小石屋, 是一个不错的途径。 尽快铭记太仓书, 尽快提升境界。 李璇继续看向太仓书总纲, 此刻一看, 已然不同了。 天道之眼下, 仿佛可以动彻本源一般, 看起来没有这么尖色难懂了。 而且, 李璇看一眼太仓书, 便抬头看一眼道则, 天地道则运转, 仿佛都与太仓书对应得上。 这道则, 就是这一条, 原来如此。 李璇越看, 对天地道则越了然。 此道则, 可以这么用, 可以传讯整个天地。 李璇越看越是兴奋, 有一种不断明误, 实力不断提升的快乐。 天地境之上的两个境界, 我已经有了想法了, 超脱天地, 原来也不算太难啊。 随着对天地道则的了解, 李璇对于超脱天地之路, 有了更明确的方向, 也更确定了, 该如何超脱天地了。 在李璇将太仓书道则, 与天地道则一一对应, 一一铭记之时, 小哈也终于回到了大岳国, 回到了奇门院, 找到了方浩。 小阿, 你是说, 这什么天煞地影, 即将针对我和师姐, 甚至是师父? 方浩大吃一惊, 当即就找素灵秀, 告诉他天煞地影的阴谋。 此事, 不容轻视, 可以找大岳皇。 岳长明沉声说道, 我去告诉师父。 素灵秀急忙忙去找师父了, 小事罢了。 李璇听完之后, 淡然地说道, 这什么天煞地影, 胆子挺大, 不但袭杀梦冲, 许妍, 还敢这里搞偷袭暗算这一套, 甚至还动了偷袭自己的心思, 这是谁给他们的勇气啊? 师父, 大师兄和二师兄, 会不会有事啊? 素灵秀担心地说道, 问题不大, 李璇老神在在, 自己给徒弟的保命御服都没被触动, 说明梦冲与许妍, 哪怕遭遇袭杀, 也未曾遇到真正的危险。 放心好了, 什么阿嬷阿狗, 都瞒不过你师父这双眼睛。 李璇笑着说道, 天道之眼的强大, 一切隐秘, 一切不良企图, 都无法瞒得过他。 那我就放心了。 素灵秀松了一口气, 你这丫头, 该努力一点了, 神通多修炼己门, 有好处的。 李璇一副严师的模样, 知道了, 师父。 素灵秀离开之后, 李璇沉吟了起来。 天煞地影想要制造神域动荡, 天地归一, 更有不朽之上的强者在幕后推动。 抬头看了看天穷, 若有所思了起来。 天道之眼下, 这一方天地, 他可以看到更多的不同之处, 也有了更多的理解。 内域, 灵域, 神域。 李璇有些明白了, 天煞地影的目的, 所谓的天地归一, 就是打破屏障, 从此之后, 不再划分出内域, 灵域, 神域。 神域动荡也无法归一的, 这天地划分成这样, 可不简单。 李璇摇了摇头, 神域动荡就能够天地归一。 纯属想太多了, 兴许神域动荡只是第一步, 后续还有行动。 且看你们怎么折腾, 不过既然惹到我头上, 就要做好被灭的准备, 我这个高人, 自然轻易不出手, 一出手, 就杀真正的主导者。 李璇又抬头看了看天穷, 估摸了一下, 以自己目前的实力, 似乎还不足够强大。 倒要看看, 天煞地引来什么样的强者, 可以偷袭暗算我。 李璇心里冷笑一声, 徒弟就在自己眼皮子底下, 若是被人伤了, 自己这个高人的脸往哪里放? 至于像丹药里下毒, 制造各种动乱之事, 这些是大月皇, 天武门主, 万雷宗主该操心的事情, 最急的人, 莫过于他们了。 竟然有此事? 大月皇听完岳长明讲述, 脸色顿时一变。 大月皇, 天煞地引是什么试炼? 岳长明沉声问道。 大月皇神色凝重地道。 与岳长明不同, 在得知天煞地引, 以及其目的之后, 大月皇就意识到, 这是一个潜藏极深的势力。 恐怕不仅仅在九山境, 清华境, 极有可能遍布整个神域三十六境, 如今时机到了, 银而开始浮现出来。 此事, 我会解决, 你告诉方兄弟与肃姑娘, 一些暗地里的肮脏手段, 他们不用操心, 自然会有我等解决。 大月皇深吸一口气, 沉声说道。 明白了。 岳长明拱手离去。 随着岳长明离去, 大月皇当即叫来了隋红武。 你亲自去一趟天舞门与万雷宗, 亲自将此事告诉他们, 暂时不要打草惊蛇, 这也是一次, 揪出潜伏者的机会。 大月皇吩咐道。 是,陛下。 隋红武神色凝重地点头道。 风炎迟迟不回九山镜, 有没有可能与天煞地影有关? 大月皇想了一想说道。 不可能, 风炎老哥一直比较散漫, 其实也是个心思玲珑之人, 他这时看到了自己的机缘, 一而才留下来的, 他在九山镜七段山也没什么下属, 散人一个。 隋红武摇了摇头道。 大月皇点了点头, 风炎若是有问题, 那位前辈岂会留着他? 况且, 在那位前辈眼皮子底下, 风炎纵然是不朽天尊, 也做不了什么。 齐门院里, 风炎刚回来将收集的一些珍贵材料与神药放下, 就一脸猛逼地看着方浩几人围着他看。 怎么了? 发生什么事了? 风炎被盯得有些慌。 难道, 要赶自己走? 不可能啊, 自己一直以来都卖力干活, 努力修炼神通, 没理由赶自己走啊。 不论是月长明, 还是孟叔叔, 十二这些, 没有一个可以替代自己的位置, 毕竟自己的实力可是比他们强得多了。 风炎老哥, 我感觉你有点危险了。 方浩沉吟了一下说道, 危险。 风炎诧异, 自己好歹也是不朽天尊, 更是修炼了神通, 纵然是大月皇也不可能轻易击杀自己。 打不过, 逃还是可以做到的。 风炎自信, 若是当初有现在的实力, 也不会被血子涂打得陷入危机。 前辈对我不满, 他第一时间就想到了高人。 除非高人对他不满, 一巴掌就能拍死他, 否则何谈危险。 脑海中不断回忆着这些时日做的事情, 没有任何一件会惹得前辈不满啊。 你知道天煞地影吗? 方浩沉声问道, 不知道。 风炎摇头, 天煞地影是什么? 方浩将天煞地影, 准备针对他与苏灵秀的事情, 告诉风炎, 最后道, 你实力最强, 第一个必然会想办法除掉你, 或者引走你, 所以你危险了。 风炎神色凝重了起来, 不过却是丝毫不惧, 道, 放心, 天大的事, 也引不走我, 至于想要杀我, 不朽天尊以下, 是万万做不到的。 至于不朽天尊, 想要忙过过, 绝对不可能, 方浩点了点头, 你自己小心一点就是了, 有我风炎在, 什么阿猫阿狗, 都别想混进来。 风炎双眼瞪得老大, 心里却是兴奋不已, 立功的机会来了, 该到自己表现了, 展现属于自己价值的时候了。 奇门院与丹医院, 一如往常, 没有丝毫变化, 方浩与苏灵秀, 偶尔抽空指点一下学阵法, 与学炼丹的天骄们。 大部分时间, 都投入了自己的武道修炼当中。 十二, 孟叔叔, 周英等人, 也是如此。 唯有风炎, 开始对奇门院与丹医院的人, 逐一进行排查, 确定万无一失, 更是亲自坐镇门口, 任何一个进入之人, 哪怕熟悉的, 也要经过他检查之后, 才能进入。 我就不信啊, 天煞地影的杀手, 能忙过我这个不朽天尊混入进来。 风炎心里冷笑着。 清华镜, 三大势力已经联手, 暗中行动着, 欲要借此机会, 剿灭潜伏的天煞地影成员。 不论是阵法, 还是丹药, 都涉及他们的核心利益, 关乎整个清华镜武道的崛起, 天煞地影的行动, 已经触及了他们的红线了。 外界暗流涌动, 大越国京城, 尤其是奇门院与丹医院, 依然平静无波, 除了风炎坐镇门户, 严查出入者之外, 没有任何波澜。 李玄依旧老神在在, 继续钻研着太仓书总纲, 继续为自己的五道大业, 绞尽脑汁。 你徒弟梦冲, 突破大日星辰不灭体。 你大日星辰不灭体第二重小城, 大道经书的反馈来了。 梦冲突破了, 踏入了神香境, 成功修炼出大日星辰不灭体。 你徒弟梦冲, 极尽升华, 蜕变为金刚圣体。 你获得先天不灭山河金刚圣体。 李玄只觉得整个人都舒爽了起来。 果然, 世间最大的快乐就是实力提升。 梦冲突破神香境了, 肃灵秀也在进入积蓄底蕴阶段, 要不了多久也会突破了。 方浩也是如此, 他的奇门五道距离神香境层次也不远了。 我有种预感, 天地境不远了。 李玄满怀期待, 一入天地境将是一个巨大的飞跃。 真正地踏入了超脱天地之路。 梦冲突破了, 应该准备对天煞地营展开报复了吧。 李玄心里嘀咕着, 天煞地影的不朽天尊恐怕会亲自动手了, 而自己似乎也有机会出手了。 嗯? 李玄突然眉头一挑, 看向天际露出了一丝诧异之色。 大越国京城外天际一道身影翘无声息, 缓缓而来, 仿佛融入云层之中, 纵然是大越皇都没有发现来人。 不朽天尊因为合于天帝, 具有执掌一方天帝之能, 所以不朽天尊之间是很难潜藏起来, 瞒过其余不朽天尊的。 更遑论无声无息, 进入一名不朽天尊执掌的一方天帝之内。 此时, 竟然有人做到了。 有点意思。 李玄颇有些意外, 这天煞地影的幕后不愧是有不朽天尊之上强者操控。 云层之中的人乃是一名不朽天尊, 论实力不如大越皇, 却也比随红武强, 险。 在不朽天尊里, 不算顶尖, 却也不是最弱的。 脸上戴着阴云面具, 上面转刻着七片叶子。 七叶天煞, 不对, 小蛤蟆说的天煞是凶煞面具, 而不是阴云面具。 目光落在对方身上的黑色长袍上, 这件衣服有着一丝道, 则之运缭绕。 也正是因为如此, 将对方同于天地之力隔断开来, 且不被执掌一方天地的不朽天尊发掘。 这件长袍, 不朽天尊是无法制作出来的, 必须凝聚一丝道则之运, 环绕其上才行。 李玄可以确定, 这件长袍必然是天煞地影幕后的强者之作, 赐予下来给这些天煞执行任务所用。 除了这件长袍之外, 这名不朽天尊也是极其擅长潜伏之道。 这名袭杀者, 宛若一片阴云, 隐藏在云层之中, 飘到了大越国京城上空, 探寻了一番之后, 目光锁定了奇门院与丹医院。 对方没有出手, 而是静静等候着, 似乎在等待时机。 若是靠近大越国皇宫, 哪怕有长袍阻隔, 也无法瞒过大越皇, 不过这一段距离, 若是没有不朽天尊出手阻拦, 他一击之下, 丹医院与奇门院, 所有人都会被杀。 李玄饶有兴趣地默默关注着。 接着, 抬头看了看天穷, 喃喃道, 幕后之人大抵不在神域, 也不知道这幕后者实力, 与我如今相比, 如何? 冷笑一声, 我虽然只是破虚境, 但不朽之上。 哪怕我无法做到一巴掌拍死, 但也未必是我对手啊。 敢针对自己徒弟, 等自己实力提升上去了, 就会让对方知道, 招惹高人的下场。 咦, 这天煞地影倒是阴险。 李玄突然眉头一挑, 一名不朽天尊来拜访大月皇了, 从九山境而来, 似乎有重大事情似的。 丰岩眉头一挑, 诧异不已, 断霞山的平秋来做什么, 出了什么事了不成? 断霞山, 九山境九山之一, 平秋乃是断霞山的一名不朽天尊。 要不要去看看? 丰岩有些好奇, 不行, 不能离开。 深吸一口气, 忍住好奇心, 继续坐镇。 平秋兄, 此来所为何事? 大月皇接见了平秋。 大月皇, 出大事了。 平秋一脸凝重之色。 大月皇好奇地道, 出了什么大事? 可是九山境天窟动荡, 需要支援。 并非天窟之事。 平秋深吸一口气, 神色凝重无比地道, 大月皇可曾听闻天煞地影。 大月皇一脸疑惑, 天煞地影, 未曾听闻。 我断霞山得知消息, 天煞地影此事里, 欲要挑起九山境之间的争斗, 更有一个险恶之计, 欲要在清华境。 平秋将天煞地影的计划, 一五一时告诉大月皇, 与小哈带回来的讯息, 吻合度极高, 其中更有小哈都未曾知晓的一些信息。 大月皇吃了一惊, 道, 此事当真? 千真万确。 平秋脸色沉重, 接着又抛出, 一个连大月皇都为之震撼的信息。 天煞地影似乎暗中与天窟达成了协议, 九山境的天窟都已经不再动荡, 甚至部分天外之敌撤离了天窟。 而且, 天煞地影很快就会在神域制造大的动乱了。 大月皇这一下子有些坐不住了。 天煞地影勾结了天窟, 难道准备里应外合, 借助外力达到天地皈依? 随着平秋的到来, 以及带来的讯息震撼了一众不朽天尊, 而平秋将消息告知大月皇后又匆匆离去, 前往天舞门与万雷宗。 这天煞地影根本不在乎计划被人所知, 只有一个目的, 只要神域乱起来就行了, 不管是相互之间的厮杀, 或者为了围剿天煞地影。 李玄心里感叹, 天煞地影都是一群狂热分子啊。 为了所谓的天地皈依, 为了所谓的恢复天地荣光, 有些疯狂了。 时机还没到吗? 要等什么时机才出手? 李玄看向云层中的那名习杀者。 几天之后, 平秋又来了, 从万雷宗而来。 这一连串的动作, 打消了大月皇几人对他的怀疑, 以为他是真的来通风报信的。 确实有些高明。 李玄点了点头, 心里有些好奇, 这两位接下来会怎么出手? 两位不朽天尊, 其中一位隐秘极深, 一鸣一暗, 难道是冲着自己来的, 准备习杀自己, 不会真的冲着我来的吧? 李玄嘀咕着, 顿时来了兴致了。 且看看你们怎么出手。 李玄依旧仿佛没有发现一般, 默默地等待起来。 不久之后, 平秋与大月皇来了。 这是平秋请求的, 在获知阵法与丹药的神效之后, 就恳求大月皇, 让他亲自建一建方号与苏灵秀, 购买阵盘与丹药。 目的自然是为了加强断霞山的防御, 为了警戒天煞地影的袭击。 大月皇沉吟了一下, 也不好服了平秋的面子, 终究是一位不朽天尊, 而且是代表断霞山而来, 是带着善意来的。 所以, 只能亲自带着平秋来了。 平秋, 你爱做什么? 丰岩一脸疑惑道。 丰岩, 既然你也在此, 再好不过了, 包美颜几句, 我是来购买阵盘和丹药的, 拜访一下方号兄弟与苏灵秀姑娘。 平秋稍微意外了一下, 玄极高兴地说道, 想要丰岩看在同为九山精不朽的情分上, 帮忙美颜几句, 可以让他顺利买到阵盘与丹药。 没问题, 只要你出得起宝物。 丰岩点头道, 美颜不美颜的, 这些都不重要, 只要平秋出得起宝物, 自然就能够购买到所需之物。 方号与苏灵秀, 只看宝物出售阵盘与丹药。 不论是大月皇, 还是丰岩都没有怀疑平秋, 毕竟这么些天来, 已经确定了平秋是没有问题的。 若他是袭杀者, 岂会合盘拖出天煞地影的计划。 要出手了。 李玄看了一眼, 此刻云层中的那名不朽天尊, 已经稍微靠近了过来, 距离把握得非常巧妙, 既不会被大月皇发掘, 又能瞬息发出毁灭一击。 一看就知道是个老杀手了, 经验非常丰富的那种。 方号与苏灵秀走了出来, 平秋正在掏出宝物来, 与二人商议着购买阵盘与丹药, 以及了解阵盘与丹药的用法。 他没有出手的意思, 哪怕隔得如此之近, 也没有一丝动手的想法。 毕竟, 身旁有大月皇以及风炎在, 以他的实力, 哪怕突然出手, 也未必就一定可以将人杀掉。 何况, 还有一个未知的神秘强者在。 你要的警戒阵法, 就这一套最适合, 覆盖范围广, 一旦有外人潜入, 就会发出警报, 激发阵法之力, 方号取出一套阵盘, 给平秋讲解着说道。 哼! 骤然之间, 一股恐怖的气息降临, 迅疾无比, 气息一浮现, 强大的攻击就已经降临了。 小心! 平秋骤然大变, 身上气势涌动, 猛然一击轰出, 仿佛欲要抵挡来袭的攻击。 而大月皇神色一变之下, 大己瞬间出手了, 轰然杀象, 骤然从云层中降临的这一尊不朽天尊。 天煞地营 大月皇心中震怒不已, 一味不朽天尊潜藏进来, 而自己竟然丝毫没有发觉, 对方是如何做到的。 恐怖的天帝之力, 在这一颗倾线下, 对方一出手, 就是狂暴的一击, 不是冲着自己来的, 也不是冲着风炎来的, 而是冲着方号与素灵秀来的。 这一击的威力, 覆盖极广, 而且隐藏了一道真正的杀机, 若是无法全部抵挡下来, 一点余波扩散, 都足以灭杀真王天尊以下武者。 好胆! 风炎大怒, 亦曾如岩石般的力量, 从他身上浮现出, 轰隆声中中岩石一般的防御, 直接撑开, 将肃灵秀与方号防御在内。 Pull! 一道阴冷的光芒, 骤然刺在了他的防御上, 扑的一声, 岩石仿佛被冻穿了一个缺口。 风炎脸色一变, 身上气势涌动之间, 一拳轰出, 一股强大的崩灭之力, 冲天起, 杀向了来袭之人。 这一股崩灭之力, 大跃皇都尉之一惊, 风炎竟然有如此强大的武道。 单纯一霸道之力而言, 风炎这一拳, 比他的大几都要狂暴得多。 这正是风炎辛辛苦苦, 才修炼出来的小神通, 大崩灭拳。 死! 杀来不朽天尊, 这一刻身上涌起了一股阴冷之气, 气息变得狂暴了起来, 竟然在这一瞬间, 施展了代价不小的秘书。 连手挡住他! 平秋怒吼着, 气势勃发, 双眼发红, 似乎对来袭者愤恨不已。 哄! 他出手了, 强大的一击杀向了半空, 身形移动之间似乎欲要冲天起, 阻截来袭之人。 然而, 就在这电光火石之间, 平秋骤然身形一转, 趁着风炎防御被洞穿的瞬间, 撕开了那一层岩石般的防御, 抬手就斩向方浩与素灵袖。 这一刹那的变故, 完全出乎了大月黄与风炎的意料。 平秋, 早已获得了他们的信任。 而且, 刚才可是竭力出手, 抵御袭杀。 根本未曾料到, 他竟然才是真正的袭杀者。 平秋! 大月黄怒不可遏, 然而此时, 他根本无法回身救援。 风炎脸色胀红, 一声怒吼, 竟是任由上方的攻击, 向他倾泻而来, 身上覆盖着岩石般的铠甲, 使出了平生最快的速度, 就要以自己的身体, 替方浩和素灵袖挡下攻击。 死不了的, 只要不死, 那就值得。 风炎心里咬牙想着。 李璇嘴角抽了一抽, 风炎这老小子, 为了表现自己是真的够拼的, 但是在自己这个高人面前, 徒弟需要人以肉身为盾挡下攻击, 自己这个高人的面子往哪里放? 他一直在看着, 想要看看平秋如何与那一位打配合, 也在等着是否来袭杀自己。 不过在半空中那一位出手时, 李璇就确定了, 对方的目标不是自己, 而是方浩与素灵袖。 这是杀了我这个高人徒弟, 必然触怒我, 劲儿让我出手, 在神域掀起大乱, 有点意思。 李璇顺心明白地方的意图了, 而且, 几乎可以确定, 天煞地影潜伏在神域不少大势力之中, 其中不乏地位尊崇的不朽天尊。 想要剿灭不朽天尊, 某种程度上, 必然会与各大势力为敌。 哼! 李璇一声轻横响起, 却是宛若炸雷一般, 震动着不朽天尊的心神。 平秋的攻击, 还没有触及方浩与素灵袖, 风炎还没来得及, 借助上空的攻击, 在催动自身速度, 替方浩与素灵袖抵挡下攻击, 一只怒雷缠绕, 霸绝无匹的金刚巨长, 骤然浮现而出。 随着这一只金刚巨长浮现, 一切攻击都仿佛云烟消散, 怒雷滚滚, 仿佛可灭世。 金刚巨手一握, 直接将平秋握在了手里, 任由他如何挣扎, 如何疯狂攻击, 全都无济于事。 怒雷惊涛, 金刚霸道, 五指一握之下, 平秋的惨叫之声, 甚至都没有传出来, 便已经化作飞灰消散。 金刚巨手向着半空一抓, 那名袭杀的不朽天尊, 神色骇然无比, 哪怕拼尽全力, 动用一些秘术, 也丝毫无法顿出。 蝼蚁也赶在无面前玩小伎俩。 威严无上般的声音响起, 金刚怒雷, 一握之下, 袭杀者飞灰烟灭。 一切攻击, 一切狂暴的不朽天尊力量, 都在这一刻被抚平了。 从袭杀开始, 到平秋偷袭, 都不过刹那之间, 岳长明等人, 甚至都没有来得及反应, 一切都在一只怒雷滚滚的金刚巨手下, 平静了下来。 不朽天尊战斗的余波, 甚至都没来得及传档开来, 就已经被抚平了。 仿佛一切都没有发生, 似乎那一场不朽天尊的袭杀, 只是一个幻觉。 唯有大月黄与风炎, 深深地震撼了。 前辈高人, 当真深不可测。 在高人面前, 平秋的偷袭, 大月黄心中感叹。 风炎心里却是懊恼不已, 我真迟钝啊, 竟然没有发现平秋这个真正的杀手, 不然好歹也要以肉身挡下他的攻击啊, 如此立功表现的机会, 就这么浪费了。 李璇依然风轻云淡地坐在椅子上, 仿佛刚才没有出手似的, 竟显深不可测的高人形象。 该干什么干什么吧? 李璇阻止了大月黄准备来败谢的想法。 低头看了一眼, 手里的长袍, 这是那位袭杀者的, 也是凭此潜伏过来, 而没有被大月黄发现, 手一挥将长袍给了方浩, 让他自己琢磨去了。 好好努力修炼吧, 你们哪, 还是太弱了。 李璇一脸无奈地感叹道, 必须给徒弟一些压力, 不能太安逸, 懈怠了。 知道了, 师父。 肃灵秀气呼呼不已, 这天煞地影当真可恶, 直接来不朽天尊偷袭自己与师弟, 欺人太甚啊。 段霞山莫非是天煞地影显露在外的势力? 大月黄怒不可遏, 此事不能就此罢休。 封言也是气愤不已, 本想着返回九山镜一趟, 找段霞山算账的, 不过万一再有袭杀者来呢? 自己不在, 岂非错过了立功表现的机会? 大月黄躬身向李璇行礼后离去, 至于接下来他会如何行动, 李璇就不关注了。 既然知道了天煞地影的意图, 大月黄又不傻, 自然不会掀起青华镜与九山镜之间的讹冲突。 以目前青华镜的情况只需要稳住, 整个青华镜武道界的实力会越来越强, 贸然掀起大战或冲突, 不是明智之举。 但也不能毫无反应。 袭杀方浩与素灵秀, 已经不是大月黄一个势力的事情, 而是青华镜三大势力, 乃至是整个青华镜武道界的事情。 当然, 目前而言, 此事不宜广传, 避免天煞地影抓住机会, 制造一些动乱。 经过这次袭杀之后, 方浩与素灵秀开始闭关苦修, 争取早日突破。 面对不朽天尊, 实力终究太弱了。 风波不大, 刚掀起波澜, 就已平息, 所以大月国依旧平静, 丹医院与奇门院依旧如常。 风炎一边修炼神通, 一边坐镇门户。 月长明几人, 也纷纷开始苦修了起来。 神域要乱了呀。 李玄抬头看了一眼, 神域的某一处, 天地法则波动剧烈, 显然是动荡起来了。 乱, 也好啊, 天骄在乱世中崛起, 我的徒弟也该到了大显身手的时候, 也更有利于许言和梦冲崛起。 神域乱不乱, 李玄并不在意。 这是神域那些强者该操心的事情, 他一个世外高人, 不操心这些。 一场袭杀, 仿佛没有掀起任何波澜, 然而风波却是才刚刚开始而已。 清华境三大势力都开始了行动, 对清华境加强统御, 尤其是清华境境门所在, 更是直接派遣了不朽天尊坐镇。 甚至于, 大月皇, 天武门宗主、万雷宗主三人, 对各自势力所属的不朽天尊, 进行了一次排查, 确定没有天煞地影的人。 直接两位不朽天尊来袭, 其中一位更是九山境内, 断霞山的不朽天尊, 可见天煞地影的渗透之深。 不过, 由于清华境在三十六境中, 并非大境, 而且是与灵域相连的一个境, 因此并没有太受天煞地影重视, 故而渗透不太深。 小的动荡在清华境各地出现, 但影响并不大, 整个清华境武道界依然蓬勃发展, 见到武者, 体修武者相继开始崭露头角。 方浩在钻研那一件长袍, 略有所悟之后。 师父, 这件长袍里, 蕴含的某种气息, 有些像天地法则之气, 但更显得深奥一些, 究竟是什么? 李玄抬手一划, 一缕道则之蕴, 被他印刻在了一枚玉符上, 道, 这是道则之蕴, 你若是能够参悟明白, 那么炼制的传讯符, 可以传讯整个天地, 而无距离限制。 这一条道则之蕴, 乃是太仓道则之一, 也是李玄近些时日, 参悟最多的道则之一。 是, 师父, 弟子明白了。 方浩心中大喜, 拿着那枚玉符琢磨去了。 小阿, 你暂时就不要回去了, 九山静静门可能已经被控制了, 再稍等一些时日吧。 方浩叮嘱小哈道。 呱。 小哈点头。 李玄继续参悟太仓书总纲, 神通武典也在继续完善当中, 正在朝着三千神通的目标迈进。 集魂武道专属的神通, 武道秘术, 集魂兵器等等也在持续完善当中。 不出意外, 江不平距离集魂武道入门, 已经不会太远了。 由于江不平本身是真王天尊敬武者, 天生神魂, 融合不化之气, 转修集魂武道之后, 实力不会弱于真王天尊敬武者, 只会更强。 集魂武道应有的武道之法, 必须尽可能完善, 尽可能安排上。 你徒弟许炎, 孟冲, 连斩八位真王天尊, 你武道经验得到提升。 大道经书的反馈来了。 许炎与孟冲会合了, 这是对天煞地影展开报复了呀。 李玄眉头一挑, 许炎与孟冲联手, 斩杀如此多的真王天尊, 很有可能是对天煞地影的报复。 毕竟, 孟冲刚被天煞地影追杀过, 许炎也被针对过。 九山竟恐怕要乱了, 天煞地影的不朽天尊会不会亲自出手? 李玄沉吟着。 以许炎的阴阳不灭剑神通, 寻常不朽天尊, 无法一击破开他的防御的。 况且, 以许炎与孟冲的速度, 纵然是不朽天尊也未必可以追得上。 且看看如何吧, 许炎与孟冲不是初出茅庐的武道心嫩了, 懂得如何规避危机, 如何避开强者追杀。 李玄继续将心思投入自己的武道大业中。 纵然是顶尖不朽天尊出手, 有自己保命御符在, 也不会遭遇生命之危。 若是御符被触动了, 他也就该去九山境走一趟了。 你徒弟素灵秀突破神像境, 驾破虚境小城。 素灵秀终于突破了。 而李玄的单一武道, 也随着素灵秀的突破, 提升到了破虚境小城。 你徒弟素灵秀, 极境生华, 蜕变为常青圣体, 你获得先天不灭圣体。 素灵秀也在突破中, 完成了蜕变。 实力又变强了。 李玄心中大喜不已。 先天不灭圣体, 仿佛有一种永恒不灭之意。 元神也发生了变化, 蕴含着一股圣运。 李玄发现, 灵台蕴含着不灭之意, 元神蕴含了一股圣运, 似乎不具任何阴邪, 污秽轻, 可以净化一切阴邪污秽。 随着素灵秀突破, 他也开始了参悟神通, 继续在闭关巩固当中, 单一院里的事物, 就交给了月儿几人处理。 跟随在素灵秀身边, 月儿也好, 周英, 孟叔叔也罢, 早已懂得了如何炼丹, 已经学会了炼丹之术。 教导出入门, 来学习炼丹之术的天骄们, 绰绰有余。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 素灵秀相继参悟了两门神通, 提升了自身实力。 单一之道, 有了更大的提升。 单一宝典, 又一次更新换代了, 又一次有了巨大提升。 炼丹术更是出神入化, 素灵秀已经可以, 轻松凝聚天地法则之力, 融入炼丹之中了。 这一天, 大月皇等人期待已久的, 可以提升突破不朽天尊几率的丹药, 终于要炼制出来了。 素灵秀出关后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炼制辅助突破不朽天尊的丹药。 也是一种增强神香的丹药。 将几种珍贵神药, 按照各自不同的功效配比契合, 在凝炼天地法则之力, 融入其中, 开始炼制丹药。 而到丹药即将炼制完成之时, 素灵秀更是摄取一缕天地气息, 融入了丹药之中。 这是素灵秀第一次以天地灵验, 叠加天地神炉炼丹树, 在服以神通神炉百炼, 炼制而成的丹药。 承担不过三枚而已。 丹药一成, 有着丹蕴环绕的丹药, 仿佛有一种契合天地之感, 如同神香的玄妙。 亦如不朽天尊, 同于天地一般。 终于成功了。 素灵秀露出了笑容。 他当即服用下一枚丹药, 瞬息之间就感觉刚突破的境界, 有了一些提升, 实力增强了, 五道神香变得更凝实, 更强大了一些。 依照我的推算, 这丹药可以提升五成, 突破不朽天尊的几率吧。 素灵秀沉吟了一下, 给出了判断。 如此珍贵的丹药, 自然是要卖一个好价钱的。 接着, 素灵秀又开始了炼丹, 这一次他增加了炼丹的数量, 炼制出了五枚丹药来。 大岳皇得知之后, 大喜不已, 有了丹药辅助, 这意味着可以增加不朽天尊强者。 每增加一名不朽天尊, 都对清华镜的实力有巨大的提升。 莫说整个清华镜, 仅仅是大岳国自身就有不少曾经的天骄, 卡在了真王天尊巅峰, 乃至半部不朽天尊镜, 迟迟无法突破, 再无寸镜。 而有了丹药辅助之后, 必然会有人因此而突破不朽天尊镜。 哪怕靠丹药突破的不朽天尊, 实力稍微弱了一些, 但终究也是不朽天尊, 远非真王天尊可比, 亦非半部不朽可比的。 天武门宗主与万雷宗主, 得知消息之后, 亲自赶过来了。 而且, 三大势力非常默契地, 封锁了这一个消息, 毕竟天煞地影这个潜伏的势力, 依旧在虎视眈眈, 避免出现一些波折。 接下来, 自然就是商议丹药价格了, 炼制丹药所需的神药, 自然是三大势力提供, 按照素灵秀的条件, 五份神药换取一份丹药。 毕竟, 炼制丹药也是会有失败的情况发生的。 大月皇三人, 哪里敢讨价还价, 全都一口答应下来。 炼制丹药所需的神药, 终究比较稀少珍贵, 也注定了, 无法短时间内大量炼制。 况且, 素灵秀炼丹也是看心情, 并非所有时间都花在炼丹上的。 不管如何, 这一场交易皆大欢喜。 在素灵秀突破不久, 方浩的奇门舞蹈也有了提升, 境界堪比神相近了。 神域又有地方动荡了。 李玄突然看向某处, 天穷一脚, 天地法则动荡了起来。 大乱, 也是大事啊, 天地似乎出现了一些变化。 李玄微微皱眉, 在他天道之眼下, 可以看到天地的一些细微变化, 显然这些变化来自神域的动荡。 而这些动荡, 必然是天煞地影的手柄。 九山镜似乎也要乱了。 李玄突然看向九山镜, 如此近距离之下, 他看到了天地法则的动荡, 仿佛即将爆发一场大战。 不过, 都是小事而已。 李玄淡然一笑, 收回目光, 正要继续钻研太仓书, 骤然之间, 他神色一鸣。 抬头看向天穷, 这一瞬间, 看到了天穷震动了起来, 道泽之力这一刻, 竟然被激发了。 动! 仿佛有无形的声音, 在天地之间响起。 纵然是大月皇这等顶尖不朽天尊 都没有发觉这一个声音, 但对于李玄而言, 却是听到了。 在他的眼里, 整个神域的天地 都宛若波纹一般动荡了起来。 天地动荡, 发生了什么事情? 难道有志强者, 又要从上面降临神域? 不对啊, 若是如此, 岂会无法瞒住人? 李玄宁眉不已。 神域天地动荡, 只是一瞬间便消失了, 但那一瞬间的动荡, 仿佛有一股力量在冲击神域屏障, 又要进入神域中来。 这一股动荡, 也不算大, 对我没有任何威胁。 哪怕一拳打不爆, 两拳也能打爆了, 小事一桩。 评估了一番之后, 李玄继续老神再再了起来。 不论发生了什么, 引起这一瞬间天地动荡的力量, 对他而言, 还是弱了一些, 不足以构成威胁。 这太仓天地, 是越来越有意思了。 为何我总感觉, 有一只黑手在图谋着什么呢? 李玄心里嘀咕着。 几天之后, 动。 天地又动荡了起来, 与上一次一样, 李玄看了一眼, 就继续钻研太仓书总纲了。 三天后, 又动荡了一次。 接下来半个月, 都在无动荡, 神域恢复了平静似的。 九山镜快要爆发大战了呀, 咦, 这是? 李玄看了看九山镜, 突然发现, 似乎有天地之外的气息, 进入了九山镜之中。 在以前, 他可能无法发现, 如今有了天道之言, 且对太仓天地的熟悉, 马上就发现了。 名誉靴子啊, 天煞地影为达目点, 不惜引入外敌啊。 李玄感叹一声, 虽然许颜与梦冲在九山镜, 不过李玄丝毫不担心。 神域某处, 武天南已经是真王天尊了, 实力之强在同镜真王天尊中 属于顶尖的存在。 神通也修炼出了三门。 此刻, 武天南眉头微皱, 不知道为何, 他总感觉自己似乎运气太好了一些。 而且, 自从来到神域, 自从成功修炼了神通之后, 武道修炼似乎越来越顺畅, 越来越快速了。 为何会如此? 武天南疑惑。 他看向躺在一块大石头上, 不修蝙蝠, 头发凌乱, 胡须拉扎的老者, 眼中闪过一丝忌惮之色。 这名老者, 武天南遇到十几次了, 每一次遇到对方, 都是躺在距离他不远处。 最初, 以为只是偶遇。 武天南确定了, 对方是刻意跟着自己的。 深吸一口气, 正要上前直言询问, 却见老者突然坐起身来, 抬头看向天穷, 一脸吃惊和诧异之色。 武天南疑惑, 一边警惕着对方, 一边看向天穷, 没有任何发现。 而对方也没有, 趁他看天穷之时, 突然出手袭击。 怪了。 老者嘴里嘀咕了一句。 前辈, 何故跟着我? 武天南深吸一口气, 沉声问道。 老者收回目光, 看向武天南, 笑呵呵地道。 不是我跟着你, 这是缘分啊。 你小子的气韵, 为何如此不凡? 武天南还没反应过来, 老者已经到了他身前, 绕着他转了一圈, 嘴里嘖嘖道。 不简单, 真的不简单, 修炼的武道有些不简单, 气韵不简单。 你师父是何人? 我? 武天南心中震惊不已, 老者的实力远非他能比的, 若是要杀他, 根本不费吹灰之力。 难道是不朽天尊? 心里如此想着, 张口却是一时半会儿, 不知道如何回答。 师父是何人? 自己的武道引路人并非师徒关系, 而自己与前辈高人之间也非师徒关系, 较真而言, 他没有师父, 晚辈没有师父。 那你的武道是何人所传? 老者饶有兴致的样子。 一位前辈高人所传, 前辈高人比我如何? 前辈你比不上? 有意思。 老者笑了一笑, 道, 你这浑厚的气韵, 仿佛天帝独钟, 是你口中那位高人赐语的。 武天南疑惑, 摇头道, 不知道。 他也感觉自己的运气, 似乎太好了一些, 比如前些十日, 看到两位不朽天尊爆发大战, 与他同行的武者, 全都死了。 而他却是毫发无伤地逃了出来, 甚至还捡到一笔神器。 这种化险为夷, 收获宝屋的经历, 不是一次两次了。 此刻老者问起, 武天南也不由地怀疑, 自己如此浑厚的气韵, 难道与前辈有关? 是因为, 自己修炼成功了前辈传的神通, 与这一位前辈, 建立了武道上的渊源, 故而得到了气韵反馈, 毕竟, 前辈可是超脱天地的无上存在。 你口中的高人, 在何处? 老者饶有兴趣地问道, 武天南沉吟了一下, 开口道, 可能在清华境, 也可能不在, 我也不确定。 老者点了点头, 掏出了一块令牌, 塞入武天南手中, 这个给你了, 到哪都遇到你, 也是烦人的, 真把我当成机缘了不成, 你这气韵, 有些离谱了。 武天南猛逼, 明明是这老者跟着自己, 怎么他反而认为, 是到哪里都遇到自己呢? 这是, 看向手中的令牌, 觉得有些不凡, 却又不明所以。 什么时候, 去了太和境, 时机到了, 你这傻小子, 就知道令牌用处了。 老者摇摇头, 这天地, 怎么会有如此气韵之人呢? 奇了怪灾了。 前辈, 稍等一下, 我向你打听个人。 武天南突然开口道, 以你的气韵, 很快就能找到的, 不用问我了, 老头在神域, 不认识什么人。 老者摆摆手就走了, 消失无影无踪。 武天南一脸无奈, 将令牌收起来。 太和境吗? 神域第一大境, 最强一境, 我迟早要去的。 重新踏上寻人之路。 这武天南, 有些不对劲啊。 清华境, 李玄突然诧异了起来。 武天南修炼出了神通也就罢了, 而且不止一门, 更令他诧异的是, 通过这武道上的渊源, 他惊异地发现, 武天南的气韵似乎非常浑厚。 当真是气韵之子不成。 李玄纳闷不已, 武天南竟然是气韵之子。 武天南在的时候, 还没有天道之眼, 否则就可以一眼看透他的气韵, 究竟是怎么回事了。 算了, 再怎么气韵之子, 也比不上我徒弟啊。 李玄摇摇头, 注意力重新回到太仓书上。 快了, 就快将太仓书总纲铭记了。 距离彻底洞悉太仓天帝道则, 已经不远了, 也意味着, 可以去吴国皇宫那座小石屋里, 看一看那神秘的家伙, 探寻太仓天帝之秘。 在李玄小日子如常, 一边钻研太仓书总纲, 一边为自己的五道大业天砖加瓦之时, 一道消息传来了。 九山静静门所在的九山城沦陷了, 出乎大月皇等人意料的是, 并非天煞地影占据, 而是一名名誉静子, 杀入了九山静静门, 与一名九山静的不朽天尊对峙者。 整个九山城崩塌大半, 死伤无数。 不朽天尊的大战, 持续了很长时间, 一直没有奋出胜负。 而九山静静门, 可是能够直达清华境内, 为此再次增加了一名不朽天尊, 前往清华境门坐镇。 毕竟, 与名誉静子对峙的那名不朽天尊, 有一定的几率, 是天煞地影的人。 正在大月皇, 天武门宗主, 万雷宗主三人商议, 准备前往九山静支援, 击溃那名名誉静子之时, 清华境的天窟, 再一次出现了大举入侵的状况。 大月天窟所在, 更是有强大的名誉静子, 意图降临, 不得已之下, 大月皇只能亲自去坐镇。 名誉天窟此时动荡, 显然是为了牵制清华境, 阻止大月皇等人, 前往九山静支援。 又一名名誉静子啊, 真够乱的。 李璇看向九山静方向, 不由得感叹一声。 咦, 这次出现一支名誉大军? 李璇看了一下, 便不再关注了, 不过是一支数千人的名誉武者军队而已。 许言与梦冲的保命御符, 至今没有被激发, 说明二人没有遭遇什么危险, 既然没有危险, 那在纷乱中崛起, 在战斗中提升, 已经是必然的了。 九山静越来越乱了, 不朽天尊大战, 都爆发了几次。 闭关势力将不凭神魂浮现, 而肉身则是在神魂之内被神魂之力包裹着。 此刻, 一缕缕不化之气, 正在融入他的神魂之中, 与他神魂合在一起, 或者说, 同化在一起。 随着不化之气的融合, 神魂也在发生了变化。 本就强大的神魂, 此刻随着不化之气的融入, 变得越来越凝实, 逐渐与肉身无异。 某一刻, 最后一缕不化之气, 彻底散入了神魂之中, 彻底融合在了一起。 淡淡的光滑从神魂上阴晕而出, 一股不化之意, 呈现在了神魂上。 碰! 神魂炸开, 化作一团迷雾般, 旋即又合在了一起, 完好如初, 没有任何削弱之感。 越来越凝实的神魂, 不断蜕变着, 一股强大的神魂之力, 激荡而出, 而且越来越强, 越来越凝实。 此时将不平的神魂, 早已与太仓舞者的神魂, 有了巨大的区别, 仿佛有一种不化不灭之意。 碰! 神魂再次散开, 变成一团迷雾, 弥散在闭关势力, 接着再重新聚合在一起。 我终于成功了! 江不平激动不已。 日日夜夜苦修, 从最初忍受着困乏, 无精打采的困扰, 靠刺激肉身的剧痛, 靠吞服丹药, 强制自己清醒, 集中精神修炼。 到现在, 终于将不化之气, 彻底融入了神魂之中了。 神魂在不化之气融入, 合而为一, 开始了蜕变之后, 终于修炼出了不化神魂。 他再也不会受到不化之气的困扰, 再也不用担心, 自己有一天会失去灵智, 变得混混沌沌了。 这只是第一步。 江不平平复了一下激动的心情, 再次开始了修炼。 他要踏入疾魂武道, 成为一名疾魂武者, 融合不化之气, 蜕变为不化神魂, 只是第一步而已。 此时的他, 还不是一名疾魂武者, 还没有真正地踏入疾魂武道的门槛。 虽然, 因为不化之气的缘故, 他又是天生神魂, 修炼疾魂武道的起步阶段比较高, 省去了一步一步, 一个境界, 一个境界的苦修, 直接融合不化之气, 一举修炼出了不化神魂。 也正因为如此, 他修炼出不化神魂, 却并没有踏入疾魂武道门槛。 疾魂武道我已参悟明白, 成为疾魂武者, 不会太久了。 江不平眼神坚定, 自己终于再次崛起了, 曾经气他, 辱他, 嘲讽他的人, 恐怕都想不到, 自己会再次崛起, 会再次出现在他们面前吧。 太坤剑, 我会回去的。 江不平神色坚定, 疾魂武道, 神魂之极致, 神魂之极道, 在于一个疾, 肉身可有可无, 但疾魂武者并非舍弃肉身, 而是将肉身逐渐炼入神魂之中。 以肉身养神魂, 此肉身已非血肉之身, 乃是疾魂之身。 江不平看向自己的肉身, 神魂之力包裹进入, 开始了真正修炼, 疾魂武道。 你徒弟江不平, 融合不化之气, 蜕变为不化神魂, 你原神蜕变为不化不灭原神。 大道经书的反馈来了。 江不平终于彻底融合了不化之气, 蜕变为了不化神魂, 疾魂武道的修炼, 迈出了至关重要的一步。 这就是不化不灭原神啊。 李玄一脸笑容。 第五个徒弟也开始给自己反馈了, 新的武道收获又要来了。 原神蜕变, 不化不灭, 这也意味着他的实力有了提升, 而且哪怕肉身毁灭, 原神也不会灭。 想要彻底杀了他, 几乎难以做到, 只能把他给封印起来。 李玄又不由地想到了, 巫国皇宫小石屋里的那一位, 难道也是因为有这样的特殊, 无法彻底灭杀, 才被封印起来的? 以我现在的原神, 施展杀伐神魂的神通, 纵然实力与我相弱的武者, 也无法抵挡啊。 武道也快修炼出来了。 李玄满怀七代, 将不凭成功修炼集魂舞道之后, 自己又会获得什么反馈? 这第五门舞道, 乃是在于神魂上的舞道, 难道反馈自己原神再一次蜕变? 时间在李玄满怀七代中度过。 九山境越来越乱了, 不朽天尊大战, 隔三差五的就会爆发, 而清华境的各大天窟, 也开始了动荡, 逼得这些不朽天尊, 不敢贸然离开天窟。 大岳皇已经坐镇天窟一段时间了, 大岳京城如今是隋弘武坐镇。 虽然有阵法辅助, 可以极大降低名誉入侵的威胁, 不过不朽天尊却也被牵制住了, 无暇顾及九山境之乱。 这兴许便是天煞地影的目的。 至于封严这个不朽天尊, 他只当不知道九山境动乱了, 反正他在九山境也没有什么门人属下, 他散人一个。 因而, 继续在奇门院丹医院坐镇一边修炼神通, 一边卖力干活。 机缘来了, 一定要牢牢把握住。 封严心里坚定地想着, 任何事情都无法动摇, 他把握机缘的坚定决心。 他能够成为不朽天尊, 除了自身的天赋与努力之外, 还有一个巨大的优势, 就是懂得把握机缘。 正在钻研太仓书中的李玄, 突然看到大道经书翻开了, 反馈出现了。 江不平修炼成功, 即魂舞蹈了。 李玄第一个想法, 便是江不平成为即魂舞者了。 你徒弟许言, 修炼出不化剑意。 你不化剑意百倍之强。 不化剑意。 李玄顿时欣喜不已, 许言不愧是我的舞蹈开拓者, 这是将不化之气, 用以修炼剑道了。 不化剑意, 永恒不灭。 不禁感叹, 许言确实妖念。 不化剑意, 绵绵不绝永恒不灭, 这意味剑意更难以被击溃, 而且一缕剑意残留在某地, 哪怕历经岁月都难以消散。 不化剑意与阴阳不灭剑合一, 这防御之强, 以许言如今的实力, 寻常不朽天尊, 都无法破开啊。 李玄又想到了训风剑意, 乃是杀伐神魂的剑意, 具有不化特性之后, 一旦斩入敌人神魂, 纵然敌人抵御下来了, 但残留的剑意敌人将难以驱除。 残留剑意会时时刻刻都在影响着神魂, 变成神魂上永恒的伤势, 一旦某一天, 神魂出现衰弱, 将会被剑意灭杀。 不化剑意, 终于是找到了, 如何利用不化之气增强实力了? 李玄有一种直觉, 许言恐怕最终会参悟出, 如何用不化之气, 修炼出原神一类的神通, 甚至哪怕沾染不化之气, 也不会失去灵智。 集魂舞蹈之法, 许言也是在听的, 虽然他天赋不在集魂舞蹈上, 修炼的是纯粹的舞蹈, 但以许言的妖孽, 以集魂舞蹈为参考, 参悟出不受不化之气影响之法, 也并非不可能。 纯粹舞蹈, 因为纯粹, 所以能够容纳万道。 李玄心里感叹一声, 许言终有一天, 会走出属于自己的舞蹈之路。 李玄想到, 梦冲与许言在一起, 既然许言修炼出了不化剑意, 那么必然会传授给梦冲的, 这也意味着, 梦冲也会修炼出不化刀意来。 不化之气, 除了可以修炼入剑意之中, 那么神通呢? 相信许言会参悟出, 更多运用不化之气的舞蹈之法。 不化之气, 也是有上限的, 并非真的不化, 所以这只是一个起步阶段罢了, 到了最后, 最终也是需要, 依靠自己的舞蹈, 真正地达到不化不灭。 李玄对此很清醒, 毕竟, 不化之气也是可以炼化的, 只是对境界的要求太高罢了, 而这个境界, 距离许言他们还太遥远, 借助不化之气, 不过是踏入一个不化不灭的修炼起始, 随着境界不断提升, 终有一天, 自身的不化不灭会超过不化之气的上限。 距离许言修炼出不化剑意半个月后, 许言突破了。 你徒弟许言突破神香进小城, 你破须之力增幅十倍。 李玄顿时觉得整个人都舒爽了, 实力又提升了呀, 看了一眼九山进方向, 越来越乱了呀。 果然, 乱世出妖孽, 我徒弟就是妖孽中的妖孽, 这段时间恐怕没少战斗, 才会如此快提升实力。 许言与梦冲可不是挨打不还手的人, 既然是敌人, 那就要灭杀。 所以, 这些时日肯定在不断找天煞地影报复。 几天后, 一道消息传来了, 清华境有真王天尊冒险跨越境门, 进入了九山城, 原本对峙的不朽天尊与明玉血子 都已离开境门一段距离。 这也使得这名真王天尊 可以趁机从境门离开, 获取了九山镜的一些讯息带回来。 一, 九山镜内乱了, 横峰山封主的独子 被灵池山不朽天尊所杀, 哪怕传言是天煞地影的阴谋, 也无法令横峰山封主幸福。 与灵池山爆发了冲突。 接着, 千叠山与大盖山万家也出现了冲突, 千叠山的顶级天骄, 传闻被一光头壮汉所杀, 而杀人者在大盖山。 千叠山要求大盖山骄人, 最后一则消息, 则是其中一名名誉雪子 正在准备追杀许炎与孟冲二人。 总而言之, 如今的九山镜动荡不安, 混乱无比, 杀戮不断, 不朽天尊之战, 隔三差五爆发。 依照此趋势发展下去, 恐怕迟早会有不朽天尊陨落。 一旦某一方出现不朽天尊被杀, 矛盾就真的一发不可收拾了。 至于天煞地影这个势力, 也一直在被各方围剿, 也不断制造动乱。 至于九山镜不朽天尊中, 有几人是天煞地影的人, 无从得知, 这也使得局势更混乱了。 其余不朽天尊都彼此防备着, 生怕被偷袭。 真够乱的啊。 李玄感叹一声, 大师兄与二师兄, 他们的对手已经是不朽天尊了。 素灵秀惊叹不已。 方浩整个人热血沸腾, 蠢蠢欲动, 又要前往九山镜, 一展其门武道之威。 时机, 还不到啊。 最终方浩叹息一声, 清华镜的精盈不能半途而废。 至于明玉穴子准备追杀许颜与梦冲, 李玄倒是并不担心, 到现在为止, 宝命玉符都没有触发, 说明证明玉穴子 没有对许颜与梦冲造成太大的威胁。 可能都无法追踪到许颜与梦冲的踪迹。 神域之乱不可避免了, 天煞地影这只幕后黑手, 恐怕布局了不短时间了, 挑选在这个时候出手, 必然是有缘由的, 恐怕是布局已经成熟了。 即便无法如愿天地归一, 但神域之乱已是不可阻挡。 李玄心里沉吟着, 努力修炼吧, 能否在大乱中登陵巅峰, 就看你们自己了。 李玄看向方浩说道, 是,师父,弟子明白。 方浩郑重地点头, 既然是神域大乱, 而自己经营清华镜, 必须将清华镜打造成 强大无比, 坚不可摧的一个镜。 他心中已经有了一个大致的目标。 当然, 这一切都需要足够强大的实力来完成, 所以, 努力提升实力, 才是当务之要。 九山镜的混乱, 一直在持续, 甚至有越来越乱的迹象, 偶尔有真王天尊, 穿过镜门进入九山镜, 将消息带回来。 但也有真王天尊, 遭遇危险, 陨落在了九山镜。 种种迹象表明, 九山镜的镜门所在, 对峙中的不朽天尊与那名血子, 是故意让清华镜一些真王天尊进入, 获取九山镜的情报的。 动。 这一天, 久违的天地动荡, 又一次出现了, 李玄眉头轻皱, 看向天穹。 越来越有意思了。 继续钻研太苍书总纲, 距离彻底将总纲铭记下来, 已经不会太远了, 对于太苍天地道则的了解, 也越来越明误。 乃至对整个天地的本源, 都开始有了一些了然。 你徒弟孟冲, 修炼出不化刀意, 你不化刀意百倍提升。 正如所料, 孟冲也修炼出不化刀意来了。 不朽天尊大战, 这是好几名不朽天尊之战。 李玄突然抬头看向九山镜, 天地法则剧烈震荡, 显然爆发了不朽天尊之战, 而且极有可能是好几名不朽天尊之战。 这是九山镜混乱以来, 不朽天尊参战最多的一次。 摇了摇头, 继续钻研太苍书, 突然侧头看向江不平闭关士所在。 快了, 急魂舞蹈就要出来了。 李玄兴奋了起来, 将太苍书收起, 取出了耗费不少精神, 才编出来的急魂舞蹈宝典, 终于快要派上用场了。 急魂舞蹈宝典, 乃是记载了急魂舞蹈之术, 神通, 急魂武器的炼制等等。 一旦江不平修炼成功, 踏入急魂舞蹈之门, 就可以将宝典上的急魂舞蹈之法, 全都传给他了。 尤其是最为重要的, 独属于急魂舞蹈的, 急魂神兵, 这是一种特殊的武器, 整个太苍世界从未出现过。 与传统的武器, 都是不一样的。 杀神魂之兵啊, 这可与神通, 见义都不同, 而且, 杀的不仅仅是神魂, 也是具有破灭肉身之力的。 神魂素来最难防御, 也比较难以攻击, 而一旦急魂神兵, 却是可以如杀伤肉身的兵器一般, 可以轻松攻伐神魂。 对于太苍舞者而言, 一个大义, 就会被斩杀。 李玄露出了笑容, 急魂神兵一出, 对于缺乏神魂防御之法, 缺乏神魂上的神通的太苍舞者而言, 稍有不慎, 便是神魂被杀的下场。 急魂神兵第一次现世, 哪怕是不朽天尊, 一个大义之下, 都会被重创神魂, 一旦神魂被重创, 不, 哪怕没有重创, 仅仅只是神魂受伤了, 对于不朽天尊而言, 也是极其危险的, 尤其是如今混乱之时。 李玄期待着江不平大杀四方, 竟显急魂舞蹈之威, 杀的太苍天帝舞者, 弹之色变。 不过, 太苍天帝也是有极强者的, 必然也存在一些防御神魂的法门, 乃至防御神魂的至宝, 但这等舞者终究是太少了, 况且同镜之下, 绝对不是急魂舞蹈的对手。 除了靠境界优势之外, 没有任何有效的抵御之法。 李玄看向九山镜, 等到江不平踏入急魂舞蹈之门, 也会外出闯荡了, 九山镜是一个不错的地方。 师兄弟联手, 搅动九山镜风云, 给这即将大乱的神域添一把火。 闭关事中, 江不平静静地悬浮着, 此刻的他仿佛没有任何变化, 更看不出他是神魂之体。 他的肉身早已融入了神魂, 如今他的身体已经不是血肉之身, 乃是神魂之身。 轰隆! 某一刻, 江不平只觉得一股强大的力量浮现, 整个人都蜕变了。 一念之间, 他的身体化开了, 极致的神魂之力激荡在闭关事里, 下一刻再次凝聚而成, 他又恢复了过来。 这, 就是急魂舞蹈, 这就是急道神魂。 江不平神色激动不已, 他感觉到了自己久违的强大, 如今的他才是真正的一名舞者, 似乎以前纵然修炼到了真王天尊, 也算不得是真正的舞者。 我, 江不平回来了。 这一刻, 他几乎忍不住欲要长笑一声。 急魂舞蹈之力, 比他当初巅峰之时更为强大。 我江不平, 终有一天会荡尽心中不平。 从这一刻起, 他就是急魂舞者, 修炼的是急魂舞蹈。 你徒弟江不平, 修炼你边的急魂舞蹈入门, 你获得急魂肢体, 百倍提升。 你急魂肢体, 境界提升与纯正舞蹈齐平。 在江不平踏入急魂舞蹈的一刻, 大道经书的反馈来了。 急魂肢体, 百倍提升, 而且更重要的是, 急魂肢体的境界, 提升与纯正舞蹈齐平。 破虚境大成的急魂舞蹈。 李玄心中大喜不已, 江不平已踏入急魂舞蹈, 由于他起步较高, 且修炼出了不化神魂。 本以为, 急魂舞蹈的反馈, 境界不会太高, 按照李玄的推算, 应当在神相近左右。 出乎意料的是, 大道经书的反馈, 除了急魂肢体, 百倍提升之外, 更是将境界提升到, 与纯正舞蹈齐平。 同为破虚境大成。 如此一来, 他五门舞蹈, 都是破虚境。 强大, 我又强大了。 李玄兴奋不已。 灵台之上, 除了元神之外, 还有妖祖真身, 如今又多了一道急魂肢体。 这一句急魂肢体, 与妖祖真身不同, 是他第五门舞蹈肢体, 仿佛是他辛苦修炼出来的急道神魂。 不论多远距离, 意识都与他相连, 也可以算是他的真身。 强大啊! 这一刻, 急魂肢体挥动了一下手臂, 急魂之力的强大与霸道, 令李玄忍不住感叹。 不愧是自己精心编出来的第五门舞蹈。 我五门舞蹈齐出, 别说不朽天尊了, 就算是不朽天尊之上, 我也能打爆。 这一刻, 李玄充满了自信。 急魂舞蹈, 功伐神魂, 肉身无匹, 单一舞蹈生机无限, 纯正舞蹈统筹一切。 完美, 无敌。 不知不觉, 我已经这么强大了。 李玄心里感叹着。 如今, 五门舞蹈之中, 纯正舞蹈已然是最强的, 其次是急魂舞蹈, 毕竟比肉身舞蹈高了一个小境界。 每一门舞蹈, 都是同径百倍的提升, 不管徒弟怎么修炼, 都永远无法赶上为师了。 李玄脸上笑容灿烂, 心情大好了起来。 这心情一好, 李玄抬手之间, 摄取了一缕道则之运, 炼制了几枚丹药。 萦绕着道运的丹药, 纵然是不朽天尊, 看了都要眼红。 一人一枚, 自己参悟吧。 李玄随手一扔, 丹药美人一枚。 素灵秀看着丹药, 一脸震惊之色, 如此神妙的丹药, 他远无法炼制出来啊。 风言大喜不已, 为自己牢牢把握机缘的决心点赞, 果然留下来卖力干活, 才是明智之举。 有了这枚丹药, 他自信自己终于可以突破了, 有望晋升为顶尖不朽天尊。 当然, 这一枚丹药, 炼化起来比较困难, 而且并非单纯的炼化, 而是需要感悟其中的韵。 师父, 我成功了。 江不平兴奋地出关, 贵福在地, 热泪盈眶地道。 很好, 没有让为师失望。 李玄点了点头。 素灵秀与方浩一脸吃惊地看着江不平, 别人或许没有太大的感受, 但二人都感到了江不平的不寻常了, 此身已非当初的血肉之身了。 这, 就是急魂舞蹈。 恭喜武师弟成功踏入舞蹈大门。 武师弟, 我感觉你好像很强啊。 方浩与素灵秀笑着开口道, 多谢三师姐和四师兄相助。 江不平感激不以地道, 若非三师姐与四师兄相助融合不化之气, 岂会如此顺利? 自家师兄殿, 没必要客气。 方浩笑着说道, 武师殿, 我们切磋一切, 让师兄见识一下, 急魂舞蹈之威。 方浩跃跃欲试地道, 这, 江不平有些犹豫, 论实力而言, 他自问如今的自己不会比方浩弱。 而且, 急魂舞蹈之力乃是功伐神魂, 他刚成为急魂舞者, 恐怕掌控力不足, 万一伤到四师兄了就不好了。 毕竟, 四师兄擅长的是炼气、 阵法之道, 而非直接的武力战斗。 方浩一见江不平迟疑着, 不由地无奈道, 武师殿, 你尽管出手就是, 有师父在, 还能出事不成, 况且, 你也太小瞧四师兄我了, 奇门舞蹈可不是只有炼气和阵法的。 江不平一听, 觉得有道理, 当即点头道, 好, 四师兄你小心了, 尽管出手就是了。 方浩笑容灿烂, 一念之间, 天地奇门浮现, 如同深渊一般的漩涡, 以方浩为中心, 缓缓旋转着。 哼, 江不平抬手一掌拍出, 急魂之力宛若惊涛一般, 刹那斩出。 哼, 漩涡激荡, 却是仿佛无法防御急魂之力一般, 一股强大的力量, 似乎锁定五道原神而来。 方浩眉头一挑, 这股力量与大师兄的驯风剑意, 略有相似之处, 却是更为极端, 更为狂暴。 刷! 一道光芒浮现, 方浩踏步而行, 奇门舞蹈之力化作一道静致, 奇门之局环绕, 刹那之间变成了针对神魂的封禁 与奇门之局。 哼! 终于, 与江不平的急魂舞蹈之力冲撞在了一起, 防御了下来。 五十殿, 你这急魂舞蹈, 当真霸道啊! 方浩不由地感叹一声。 不过, 你还不是四师兄我的对手, 你空有力量而已。 方浩没有动用奇门兵侠, 而是挥手之间, 以天地奇门布置大阵, 静置之法, 也不断施展而出, 封禁守护自身原神。 江不平神色不变, 手中一柄长枪在手, 枪芒绽放急魂之力, 不断地出手。 战斗持续时间不长, 江不平毕竟刚入门, 而且没有修炼属于急魂舞蹈的神通, 自然不是方浩的对手。 毕竟, 方浩如今的奇门舞蹈堪比神相静。 江不平也大致处于神相静阶段, 而且第一次与奇门舞蹈交手, 对奇门舞蹈了解不足。 且自身舞蹈不够娴熟, 缺乏急魂舞蹈之法, 自然不是方浩对手了。 原来, 这就是奇门舞蹈啊。 江不平并不沮丧, 感叹一声说道, 五师弟, 你的急魂舞蹈其实很强, 但以杀伐之力而论, 其实我有所不及的。 方浩赞叹说道, 奇门舞蹈并非以强烈的杀伐为主, 而是在于一个奇, 在于多变, 在于手段众多。 而且, 五师弟你缺乏一箭神兵, 杀伐神魂的神兵, 带我抽空, 为你炼制一箭吧。 针对神魂的武器, 只要有适合的材料, 方浩也是可以炼制出来的。 他的奇门兵侠就具有防御原神之兵。 不论是许炎, 梦冲, 还是素灵秀, 其实在蕴养的神兵都具有防御原神之力。 五师弟, 我也来试试。 素灵秀也跃跃欲试地道。 三师姐, 这。 江不平真就犹豫了, 三师姐擅长炼制丹药, 医治伤病, 战斗力似乎一般吧。 素灵秀秀没一咒, 哼哼着道, 真以为师姐我没有战斗力, 那是我不喜欢战斗罢了, 并不是单一舞蹈, 缺乏战斗之力, 你尽管出手就是。 心里有些郁闷, 自己怎么给人的印象, 属于只懂得炼丹, 制人, 而不懂得战斗的人了? 他可是也有杀伐神通的。 好吧。 江不平见此, 一枪出手, 急魂之力, 瞬息就刺入了素灵秀体内。 师姐! 江不平大惊, 师姐怎么连这一击都抵挡不住? 小意思! 素灵秀昂起脑袋, 只见院子不远处的一株树, 咔嚓一声裂开了, 瞬息之间, 生机全无。 而素灵秀, 安然无恙, 一点伤势都没有。 哼哼, 真以为师姐我这么容易受伤呢? 你的实力虽然不错, 但还不足以伤到我。 素灵秀得意洋洋, 转移伤害。 江不平吃惊不已, 这一刻他深刻明白, 师兄姐们没有一个简单的, 都有各自独特舞蹈。 这一番简单的切磋, 反倒让江不平感觉自己的急魂舞蹈, 似乎是最弱的。 自己竟然连三师姐都伤不了, 甚至可能不是三师姐的对手啊, 而三师姐是实力最差的一个。 现在, 实力最弱的变成自己了。 你刚入门, 空有急魂之力, 而无急魂舞蹈之法, 一身实力无法发挥出来也是正常。 你的舞蹈思维, 依旧停留在太仓舞蹈上, 这是不行的。 李玄这个时候开口道, 师父! 江不平恭敬地看向师父, 师父的意思是, 我虽然修炼成功了急魂舞蹈, 却是并没有急魂舞蹈之心, 缺乏急魂舞蹈之法。 正是! 李玄点头, 陈生道, 急魂舞蹈, 杀伐神魂之极, 乃是极致杀伐的舞蹈, 自有其舞蹈之法, 舞蹈神通, 以及舞蹈之兵。 你还有不少的路要走, 接下来该凝炼属于你的急魂舞蹈, 修炼急魂舞蹈神通, 急魂舞蹈之法。 而急魂舞蹈之兵, 乃是杀伐神魂之兵, 与寻常神兵不同, 需要你靠自身去炼制。 李玄讲解了一番急魂神兵, 除了需要寻找, 独特的, 强大的宝材之外, 还需要急魂之力的炼制与酝酿。 炼制之法, 你可以向方浩请教, 大差不差, 最核心的, 无非是以急魂炼制, 炼制神兵之才, 你自行寻找。 急魂神兵是可以不断提升的, 酝酿越久, 神兵越强, 可以伴随着你的实力提升而提升。 江不平听得神往不已, 急魂神兵竟是如此玄妙与强大。 只是, 炼制所需的宝材都比较稀缺, 毕竟是属于涉及神魂一类的宝材, 本就相对稀少。 这是急魂舞蹈宝典, 你好生参悟, 尤其是参悟明白, 如何炼制急魂神兵? 李玄手指一点, 将急魂舞蹈宝典, 传入江不平神魂之中。 是, 师父! 江不平只是粗略一看宝典, 就激动不已, 急魂舞蹈之法, 急魂舞蹈神通, 太玄乎, 太强大了。 莫说全部修炼出来, 只需参悟明白一两门, 实力都会大幅提升。 接下来, 江不平开始向方号请教基本炼器之法, 急魂舞蹈炼制之法, 虽然是以急魂炼制, 但炼制之法与炼器方法差别不大。 而论炼器, 谁能比得上方号? 炼器, 其实也很玄妙, 师兄我也不过, 在炼器一道上, 略有小成而已, 不过师弟你的神兵炼制, 需要靠急魂来炼制, 虽然外人无法帮你炼制, 但炼制之法, 也是关乎神兵的强弱的。 神兵强弱, 关乎很多因素, 师兄我便传你最核心, 但也是最基础的, 只要明误此法, 师弟你就能明白, 如何不断地炼制提升神兵了。 方号开始传授江不平炼制之法, 其中结合急魂神兵的特点, 对炼制之法进行了调整, 以更适合江不平。 传授了江不平如何炼器之后, 方号将适合江不平炼制急魂神兵的宝材, 给他挑选了出来。 现如今的方号, 是不缺炼器材料的, 哪怕再稀缺的材料, 也会有一些, 毕竟清华晋三大势力, 以及那些不朽天尊都有求于他, 请他炼制神兵时, 付出的珍稀材料可不少。 对于江不平现阶段来说, 不用担心材料的问题, 足够他炼制出急魂神兵来了, 至于后续的酝养以及提升神兵, 则就要靠他自己了。 但只要有了神兵的根基, 往后就简单多了。 江不平得了炼制神兵的材料之后, 便重新开始闭关, 一边参悟急魂舞蹈宝典, 修炼急魂舞蹈神通, 一边参悟如何炼制属于自己的急魂神兵。 方号也开始忙碌了起来, 既然神域要开始大乱了, 而他经营侵华镜也该付出更多的行动了, 同时为了提升实力做准备。 他修炼的是奇门舞蹈, 修炼之法比较特殊, 阵法之道也到了进一步提升的阶段。 传训符的传训距离终究范围太小了, 不过新的传训符, 不过传训整个天地, 传训整个神域倒是问题不大了。 方号首先开始了炼制迭代版的传训符。 如何令传训符传训范围更广? 唯有一个途径, 以天地法则为传训根基。 更上一个层次的传训符则是以道则为根基, 不过方号现阶段无法炼制出来。 但以天地法则为根基, 它现在却是可以做到了。 天地法则运转天地, 纵然是不朽天尊乃至更强者也无法破灭, 而这一天地法则, 传递训息方号越想越觉得可行, 在诸多天地法则中挑选出了一条天地法则, 以此法则为气息, 炼制入传训符中成为传训符的桥梁。 如此一来, 传训符的传训范围必然极大的扩大。 炼制成功传训符后, 方号开始计划着下一阶段的部署, 他已经有了一个计划了。 布置一座大镇将侵华镜笼罩在内, 或者说以整个侵华镜为大镇根基。 大镇布置一城, 便是我实力大跃升之时堪比破虚镜吗? 方号心里激动不已。 不过, 要布置这样一座大镇, 需要三大势力, 需要大跃皇三人协助才行。 正值神域混乱之时, 为了确保清华镜稳定, 这座大镇有必要布置, 而且大镇一城, 天库再无威胁了。 天外之敌, 一入清华镜便会被大镇击杀, 以清华镜为根基的大镇, 岂是不朽天尊镜实力武者可以抵御的? 方号觉得, 大跃皇等人应该会支持自己的决定, 只要有三大势力协助, 完成大镇的布置, 只是时间问题而已。 布置大镇所需的材料也是极其庞大的, 而且, 这也关乎着他的天地奇门之局, 他要将天地奇门融入大镇之中。 以清华镜天地为局, 越想方号越是兴奋, 脑海中浮现出了清华镜, 化为自己天地奇局的那一天, 一旦成功, 他在清华镜内操控天地奇局, 挥手之间便可轻松灭杀不朽天尊。 当然, 大镇一城, 他可以掌控整个清华镜天地, 以清华镜天地为奇局之事, 是不能告诉大月皇等人的, 否则那些不朽天尊感到对自己有威胁, 岂会答应下来? 哪怕有师父威慑, 也不会诚心协助, 甚至故意制造出漏洞来。 每个不朽天尊都需要给一个阵盘, 尤其是大月皇三人, 必然要求维持实力上的优势的这一点不难, 如何才能让他们更卖力地干活呢? 方浩不由地陷入了沉思中。 不朽天尊似乎修炼到顶了, 不朽镜之上, 是什么境界呢? 若是布置大镇之后, 有机会突破不朽镜呢, 是否会更卖力干活? 不朽镜之上, 是什么? 怎么修炼? 方浩疑惑了, 于是找来封岩。 不朽镜之上, 是什么境界? 封岩眨了眨眼睛, 又挠了挠头发, 道, 不太知道啊, 不朽除非被人打死, 已经没有寿命之忧了, 至于不朽之上, 我也不懂了。 顿了一下, 又道, 只有一个模糊的概念, 可能是合于天地, 真正的合于天地, 而非不朽镜的同于天地, 只长一方天地。 毕竟不朽镜的同于天地, 毕竟不是真正的与天地合一, 只是如何合于天地, 距离我来说, 还是远了一些, 就算是大月皇, 也暂时无法触及。 甚至, 神欲天地灵机, 是否足以支撑武者合于天地, 也是一个未知数。 方浩若有所思, 合于天地。 既然封岩问不出个所以然来, 他只能问师父了。 李玄对于不朽镜之上, 是一个什么境界, 自然是不知道的, 但身为绝世高人, 怎么能不知道呢? 而且, 他虽然不知道, 不朽镜之上, 是一个什么境界, 但以他对太仓武道的了解, 不朽镜之上的修炼, 是有一定的理解的。 刚才封岩所言, 李玄也听到了, 不朽镜之上的突破, 是合于天地。 不朽镜同于天地, 执掌一方天地, 但这种执掌, 终究是以一种外力的形式执掌, 而合于天地, 则是真正的以天地合一。 李玄心里沉吟着, 不朽镜之上, 合于天地, 目的为何? 自然是凝聚天地道则, 感悟道则了, 这必然是不朽镜之上的修炼。 想到如此, 李玄笑着开口道, 不朽之上, 无非感悟道则, 具道则之力罢了。 你要做的, 无非以大阵牵引天地道则之运, 增强天地灵机, 如此在大阵之下, 不朽天尊更容易修炼, 也就有了突破的机会。 李玄没有说明不朽镜之上, 究竟是什么境界, 毕竟他也不知道, 但不妨碍他给方浩指点, 如何才能让一群不朽天尊卖力干活? 道则之运。 方浩若有所思, 那件长袍上, 萦绕着的便是一缕道则之运。 李玄指点道, 师父, 我明白了。 方浩双眼一亮, 他心中明雾了, 该如何牵引道则之运了, 这不是有一个影子吗? 虽然, 一时半会儿, 未必可以做到, 但大镇布置到最后, 彻底完成之时, 必然是可以做到的。 终于, 有了一个让大月皇这些不朽天尊, 卖力干活的目标了。 方浩开始以清华镜为天地棋局做准备, 构思着清华镜大镇的布置, 忙碌得不行。 而布置大镇需要对清华镜有足够的了解。 所以, 他正在观看清华镜的地图来自三大势力的珍藏。 除此之外, 真正布置镇法时, 他还需要亲自去一些重要之地, 进行了解与布置。 这是一个繁琐的过程, 并非一两年可以完成的。 如今, 清华镜天窟大乱, 大月皇等不朽天尊都无法腾出手来, 所以布置大镇需要等天窟平静一些才行, 这些不朽天尊才能腾出手来协助。 至于天窟何时能够平静下来, 方浩也不知道, 但可以主动出击让天窟平静下来的。 比如, 师父出手一下。 素灵秀也在谋划着自己的单一五道, 正在琢磨着布置天地神卢, 以此摄取天地法则乃是道则之运来炼丹。 他也算是找到了, 如何提升实力之路。 当然, 布置天地神卢需要不少材料, 也需要一些时间来完成, 不过一旦完成了布置, 就到了收获阶段, 实力将会快速提升, 一切都值得的。 江不平在参悟集魂神兵炼制, 参悟集魂神通。 你徒弟江不平, 明悟如何炼制集魂神兵, 你获得集道魂兵? 大道经书的反块来。 灵台之上, 一柄长枪浮现, 落在了集魂之体手中。 长枪森冷, 萦绕着一股灵力的气息, 仿佛望一眼都会神魂撕裂。 好, 不错, 有了此集道魂兵, 集魂舞蹈之威, 真正能够施展出来了。 李玄大喜不已, 以我现在的实力, 就算是不朽镜之上, 何于天地的舞者, 也挡不住我一击啊。 破虚镜, 破碎天地虚空, 这破虚之力, 足以将何于天地的舞者, 给轰出来了。 天地镜是一个大飞跃, 超越不朽镜两三个境界, 不成问题。 李玄再次评估了, 一下自己的舞蹈。 从神通镜开始, 就并非与太仓舞蹈境界一一对应了, 神通镜已经超越炼神镜, 直达宁法镜, 而又比宁法镜更强一些。 神香又强于炼真镜的真王天尊, 而破虚镜具有破碎天地虚空之力, 以实力而论, 同样是超越了不朽天尊镜的。 太仓舞狄已经越来越近了。 李玄充满了期待, 太仓舞狄之后就是超脱天地了。 超脱天地, 应该足以比肩太仓书主人了吧? 甚至超越。 不能膨胀, 毕竟致强者还是很多的, 太仓书主人, 未必就是最强的。 李玄心里告诫自己, 不能膨胀了。 继续沉心静气, 钻研太仓书总纲。 而接下来的时间, 江不平开始参悟出集魂神通, 李玄自然也获得反馈, 集魂舞蹈之法开始完善了起来。 这九山镜的不朽天尊之战, 到现在还没结束啊。 李玄抽空看了一眼九山镜方向, 不由地择舌不已。 师父, 你说, 我以天窟为神炉之口怎么样? 素灵秀给师父捏着肩膀开口问道, 他琢磨了一些时日, 觉得以天窟为天地神炉, 似乎是最佳的选择。 天地窟窿为神炉, 正好匹配啊。 偌大的天窟之口, 就是神炉之口, 一炉丹药该有多少啊, 又能炼制何等强大的丹药。 你能掌控住如此大的天窟? 李玄眉头一挑地说道, 不得不说, 素灵秀的想法是真的很好, 但以他目前的实力, 想要掌控如此的的天窟, 化为天地神炉可做不到。 大天窟暂时做不到, 但小天窟还是可以的, 慢慢一点点地改变天窟嘛, 无非耗费一些时间而已。 素灵秀信心满满。 你能做到变形? 李玄点了点头。 师傅, 现在天窟都乱了, 不容易办啊。 素灵秀嘻嘻笑着。 你找封炎, 去灭一个小天窟, 以他实力, 足以做到。 你从小天窟练手做起, 大月天窟你, 暂时别想了。 李玄摇了摇头。 这丫头, 直接盯上了大月天窟, 想要他出手, 把大月天窟给荡平了, 让他做天地神炉。 我不想离开师傅太远吗? 素灵秀盘算着道, 大月天窟虽大, 不过未必需要将整个天窟 变成天地神炉, 可以将其中一部分 变成天地神炉吗? 慢慢再覆盖整个天窟。 李玄一边听着素灵秀的计划, 一边沉吟了起来。 大月天窟, 似乎真的是一处不错的地方, 毕竟是清华境三大天窟之一。 若是变成天地神炉, 也是最合适不过了, 当然这需要不短的时间。 正如素灵秀所言, 可以一点点慢慢布置, 一旦成功化作天地神炉, 名誉之气都会被摄取进来, 炼制成丹药。 不论怎么想, 似乎都好处多多。 也罢, 为了徒弟的武道精进, 我就再出手, 装逼, 一次。 李玄心里嘀咕着。 行了, 等你五师弟出关了, 为师就帮你荡平一下。 李玄装作无奈地点头。 谢谢师傅。 素灵秀大喜不已。 至于师傅要等五师弟出关, 必然是为了言传身教, 让五师弟见一见, 集魂武道之威, 让五师弟对集魂武道有更深的了解。 素灵秀不由地期待不已, 师傅又要出手了, 这是难得的机会啊。 也正好可以借此看一看, 集魂武道之威。 大月天窟血光翻涌, 大月皇等几位不朽天尊, 正在借助大阵, 抵御意图踏入天窟的名誉削子。 而一众真王天尊, 正在维持阵法运转, 借助阵法之威将意图侵入进来的血涂灭杀。 纵然如此, 血光依旧渗透进来, 翻涌之间宛若血浪滚滚。 若非阵法加持, 恐怕天窟又要沦陷, 我等又不得不退守天窟入口了。 大月皇感叹一声, 这一次名誉入侵比以往更为激烈, 出手的名誉削子更多, 更强, 甚至于将天窟可以承受的实力上限都提高了一些。 纵然有阵法协助, 大月皇等人依旧感受到了压力。 名誉这一次入侵, 似乎也动用了强大的名誉至宝, 哪怕只是一部分微能渗透过来, 也使得阵法摇晃不已, 天地法则动荡。 天窟乃是天地窟窿, 对方似乎想要进一步扩大这个天地窟窿。 不过, 天地法则依旧坚固, 将一些渗透入内的力量都给消灭了, 这才保证了天窟不至于被扩大。 轰隆! 骤然之间, 天窟上方大阵封锁之处, 一道深红色的光芒涌现。 全力出手! 大阅黄心中一惊, 这一道深红色的光芒涌现, 强如他都感到了一股危机之感。 大己绽放神威, 强大的威能, 加持着阵法, 涌向天窟之上。 其余不朽天尊, 也慌忙出手。 然而, 那一道深红光芒并没有消散, 也没有渗入天窟, 似乎在凝聚着。 天窟边缘的天地法则都呈现了出来, 缭绕在天地屏障之上, 似乎为了阻止这一道深红光芒的渗入, 甚至隐约之间, 道则之运也若隐若现。 这是什么? 一名不朽天尊震惊地道, 明玉血灵的手笔! 大月黄脸色阴沉, 且暗暗吃惊地道。 什么? 其余人都骇然失色。 难道, 明玉血灵可以进入天窟了? 他们一颗星往下沉。 明玉血灵若是可以踏入天窟, 绝非他们可以抵御的。 那是超越了不朽天尊的存在。 血灵无法进入天窟, 但他以某种方式将一道攻击渗入境来, 阵法必破。 而阵法一破, 我等就难以将明玉之敌阻击在天窟之外。 而且, 血灵的攻击对我等威胁很大, 必须小心谨慎, 不能硬抗。 大月黄沉生说道, 他神色沉重无比, 若是猜测正确, 大月天窟又会沦陷, 变成以往那般镇守天窟入口, 阻止明玉之敌从天窟里冲出来。 一旦如此, 大月国的优势将不存在。 难道, 请前辈高人出手? 大月黄可开不了这个口, 也没这个脸开口。 况且, 前辈高人岂会自降身份出手? 都小心一点。 大月黄深吸一口气, 只能靠自己了。 看向一众加持阵法的真王天尊, 吩咐道, 退出此地, 在外层布置防御大阵。 他已经做好了 天窟核心之地沦陷的准备。 但, 若是可以将明玉之地封锁在天窟核心之地, 也是可以接受的。 是! 一众真王天尊, 神色一变之下, 纷纷后退, 在天窟核心区域外, 取出阵盘来, 开始布置防御大阵。 动! 在大月黄等人, 神色凝重的注视之下, 天窟上方, 一滴深红色宛若血液的力量, 穿过了天地屏障, 滴落而下。 随着这一滴深红血液滴落, 刹那之间, 一股恐怖的气息弥漫, 宛若炼狱般的气息激荡而来。 全力出手! 大月黄神色大变。 哄! 几位不朽天尊, 爆发强大的一击, 加持着大阵, 欲要抵挡下这宛若血液滴落的力量。 动! 深红色的血液骤然化开, 变成了一股星红的光芒, 宛若炼狱里的血火, 骤然燃烧了起来。 一道阴沉的声音, 从天地屏障外传来。 区区蝼蚁, 也妄想抵挡名骨血液。 轰隆! 纵然穿越天地屏障, 这名骨血液已经被阻隔了一半力量, 但依旧强大无比, 化作星红血光席卷之下, 原本的大阵瞬间崩塌。 天窟的边缘, 天地法则闪耀着光芒, 不断消磨着外来的力量, 阻止这股力量进一步扩大天窟。 快退! 大月黄心头凛然, 知道无法抵挡住, 若是不退, 恐怕会被这一击所伤。 一旦受伤, 实力受损, 就更难以抵御接下来的 名誉血子的冲击了。 一众不朽天尊, 纷纷后退, 天窟核心所在的阵法, 已经消失了, 滚滚血光汹涌而入, 一道又一道血色身影降临。 一如天窟出现实那般, 最终没能将敌人抵御在天窟之外。 轰隆! 一道血色身影, 强大无比, 不弱于大月黄丝毫。 其余几位血子, 也是不弱。 准备大战吧! 大月黄深吸一口气, 天窟核心之地已经沦陷了, 这意味着无法将名誉之敌阻击在天窟之外。 好在, 天窟核心之地外仍有防御阵法存在, 可以协助防御, 减轻压力, 而血灵渗透而来的力量被局限在天窟核心之地范围, 无法波及到外围来。 倒也不用担心, 血灵的力量破开阵法。 杀! 血浪滚滚, 血光冲天, 一道道血色身影, 正在疯狂冲击而来。 大月黄手持大己, 立于阵法之中, 迎向了那一位最强的血子。 大阵开启, 一位为不朽天尊, 一位为真王天尊, 借助大阵之力抵御者名誉来袭。 天窟再一次进入了剧烈厮杀之中。 大月国, 一位又一位真王天尊, 开始奔赴天窟, 而方浩炼制的阵盘也不断被携带进入。 大月天窟, 竟然沦陷了。 方浩诧一步已。 是的, 一位名誉血灵, 渗透力量进来, 击溃了防御阵法。 从天窟回来, 求取阵盘的真王天尊, 一脸沉重地道。 这是石绝杀阵, 你带去布置吧。 方浩点了点头, 将几个阵盘取了出来, 交给那位真王天尊。 多谢方院长。 那名真王天尊感谢道。 拿了阵盘, 正要前往大月天窟, 突然一道讯息传来。 大月天窟沦陷了, 名誉血子竟然直接血练了数千血奴数十血徒, 布置下了名誉的沙伐大树, 击溃了防御阵法。 大月皇等人, 被迫退守大月天窟入口。 情势骤然之间就危急了起来, 方浩见此, 说道, 我与你一起去吧。 轰隆。 纵然在大月京城, 也能看到天窟上空, 有一抹淡淡的红色。 可见这一次名誉入侵, 是何等坚决, 竟然血练一众血徒, 施展沙伐大树。 八道天地大势, 骤然汇聚而来, 雷霆、火光等等, 在天窟上空浮现出, 方浩以天地奇门之局, 借助天地大势, 布下了大阵。 这大月天窟, 想要布置成天地神炉, 难度不小啊。 素灵袖则舌。 不过, 难度越大, 收获也必然越大, 我就要这个天窟做天地神炉。 江布平出关了。 手中握着一柄长枪, 一股极致的气息, 营绕在长枪之上, 而且, 这一柄长枪仿佛是神魂炼制而成。 这是什么神兵, 我看一眼, 就有一种神意被撕裂之感。 十二吃惊不以地道。 素灵袖一看江布平出关了, 顿时欣喜不已, 摇着李玄的手臂道, 师父, 师父, 武师弟出关了, 你该出手了。 行吧。 李玄拍了拍他的手掌, 看向大月天窟所在, 也是时候再出手一次了。 第五门舞道, 既然已经出来了, 也该施展施展一番。 这一次出手, 李玄只准备施展疾魂舞道, 顺便教一教武徒弟, 让他知道自己这个师父, 是何等的强大。 李玄端坐不动, 一道身形, 却是浮现而出。 与他无二, 却是有着一股极致的气息, 多了几分霸道之意。 你既已入门, 今日为师便显露一首, 让你见一见, 何谓疾魂舞道。 疾魂之体, 看向江布平开口说道, 是, 师父。 江布平一脸震撼之色, 看了看疾魂之体, 又看了看依然悠哉坐在椅子上的师父, 一时之间都分不清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素灵秀瞪大一双美眸, 上下盯着疾魂之体, 看了好半天, 发现这似乎并非神缘分身之类的分身。 仿佛, 这就是师父。 师父, 你这是? 李玄淡然一笑道, 为师的手段, 岂是你们能够理解的? 这不是分身, 这也是为师之身。 没有过多解释, 疾魂之体看向大月天空所在, 笑着说道, 走吧。 是, 师父。 素灵秀兴奋不已, 姜布平满脸激动, 师父要出手了。 而十二级人, 也是如此。 风炎更是满脸期待之色, 同时心里也震惊前辈高人的身不可测。 大月天空, 虽然方浩以天地大势布置下了大阵, 然而依然受到了强烈的冲击, 仿佛随时都会被冲垮。 大月天空下, 数名血子正在出手, 在天空后面则是密密麻麻的血奴与血徒。 轰隆。 骤然之间, 一道强烈的血光化作新红的长刀, 狠狠地斩了过来, 长刀之上宛若燃烧着新红的火焰。 而随着这一刀斩出, 后面数千名蟹奴, 十几名蟹徒都被血炼成了这一刀的威力。 挡住! 随着这一刀而来, 还有血子的强大攻击。 一众真亡天尊, 慌忙联手, 借助阵法之威抵御这强大的一刀。 大月黄脸色阴沉无比。 我就不信你名蟹血奴, 可以源源不断, 可以肆意血炼。 他咬牙切齿。 这名蟹疯了不成, 难道准备清名蟹之力, 也要攻入清华境来不成? 否则, 如此大肆血炼血奴, 难道不怕损伤名蟹实力? 他不由地想起了曾经的惨烈大战。 名蟹也曾做过类似的攻伐之术, 而清华境到了最后, 也一个接着一个舞者, 动用燃烧自己的秘术, 最终惨重的代价将名蟹击退了回去。 而自此之后, 名蟹再也没有动用这种攻伐之术了。 如今, 再次动用这种攻伐之术, 难道是为了逼清华境舞者, 以命换命, 消耗清华境的整体实力? 他不由地想到了天煞地影的目的, 这背后恐怕与天煞地影有关。 入侵九山境天窟的名蟹力量, 全都调集到入侵我清华境来了。 大月黄脸色难看无比。 如今, 九山境动乱不已, 清华境想要求援都比较难。 而像九山境之外的其余境求援, 路途较为遥远, 而且需要穿过九山境, 这就导致了, 哪怕成功发出了求援, 援兵到来也需要不短的时间。 这一次, 不会伤亡如此惨重的。 大月黄看了看大阵, 有了大阵协助, 不至于会有如此巨大的伤亡。 旋即, 他神色又是一变。 身形一动, 瞬间来到了方号面前, 大己轰击而出, 抵御从天窟里, 斩来的一柄新红利刃。 这一柄利刃, 竟然是数十名血徒血炼而成。 名誉封了不成, 纵然血徒众多, 也不是如此消耗的。 而为了撕开大阵, 不惜下次血本, 难道下一次, 血炼血子来爆发沙伐大树吗? 轰隆! 在大阵与大月黄出手之下, 这一刀抵挡了下来。 然而, 下一颗大月黄脸色再次大变。 在天窟后方, 一名血子正在走来, 向着天窟入口走来, 随着他靠近, 血色的火焰环绕着他, 气息越来越强。 旋即, 在他四周的血奴, 也纷纷化作一股血色光芒, 涌入了他的体内。 等到这名血子到了天窟入口前, 已然化作了一柄新红, 森冷, 杀意凛凛的长刀。 为首的血子, 抬手一握, 手持着一柄新红长刀, 目光阴森, 看向了大月黄, 也看向了方号。 不好, 方兄弟你快退! 大月黄亥然失色。 一名血子, 烈恋而成这一刀, 威力之强, 完全超乎想象, 纵然是他, 不动用秘术, 恐怕都难以抵挡下来。 其余几名不朽天尊, 也是神色一变, 其中一人迈不上前, 身上气息涌动, 陛下, 陈拼尽这一身修为, 与他拼了。 这个时候, 不拼命不行了, 否则大阵逼迫, 明玉之敌, 必然能够趁机, 侵入清华境美。 方号也是一脸吃惊, 这明玉血子, 是疯了吧? 这么疯狂? 这一瞬间, 他有些无奈了, 实力终究弱了一些啊。 否则, 何至于被这区区一刀给威胁到? 动念之间, 天地大势如金涛涌来, 天地法则之力垂落, 方号身上光芒涌动, 奇门兵侠浮现, 一件件奇门神兵飞纵而出。 他准备布下一座天地奇门大阵, 抵御明玉血子的这一刀。 就在此时, 几道身影降临而来。 师父! 方号一愣, 有些疑惑, 师父为何有些不大一样了? 李玄点了点头, 看向天窟下方, 尤其是血子血链自身形成的那一刀, 回头看向江不平道, 为师只出手这一次, 能学多少, 能感悟多少, 全看你自己了。 江不平神色肃穆, 恭敬地点头道, 是, 师父。 大月皇等人一听, 顿时大喜不已。 高人前辈要出手了, 大月天窟必被荡平。 看向江不平, 不由得感激不已, 若非高人前辈要教徒弟, 恐怕都不会出手啊, 多亏了江不平啊。 天窟下的那名鸣玉血子, 手持那柄星红长刀, 神色有些凝重, 目光盯着李玄的疾魂肢体, 感觉到了强烈的危险之感。 李玄手一抬, 急到魂兵出现在手中。 急到魂兵一出现, 大月皇等人, 神色骇然不已, 慌忙移开目光。 太可怕了。 只是看了一眼, 竟然有一种神魂撕裂之感。 这是什么神兵? 江不平看了看师父手中的急到魂兵, 再看一看自己的急魂神兵, 顿时感叹不已, 差得太远, 太远了。 这就是急到魂兵, 你还需要努力酝养。 你的魂兵只能算是基础罢了。 李玄一只手轻轻抚着急到魂兵, 目光看向那名脸色沉重的血子, 面无表情, 淡然地说道, 你茗玉喜欢血炼, 现在给你机会, 继续血炼, 否则没有机会了。 你是何人? 那名血子沉声问道, 吴之明, 而等承受不起。 李玄目光淡漠, 仿佛在漠视蝼蚁。 哄! 天窟下, 一众血奴化作了血光, 不断涌入那名血子手中的长刀之中。 就连剩下的血子, 这一刻都发狠了, 血炼了自身。 轰隆! 天窟入口边缘的天地法则都在动荡着, 天窟里的血奴瞬间消失了大半, 而血子只剩下了三人, 每一人手中都持着一柄星红长刀。 它们的实力已经提升到了天窟所能允许的极限, 而血链成的杀伐之刀则是更强了。 仅此而已。 李玄淡漠一笑, 目光深邃般看向天窟深处, 随着血徒、血奴与血子减少, 天窟又能容纳新的名誉血子进入。 故而, 天窟深处又由血子降临。 疾魂五道, 灭魂杀身, 攻伐无双, 以灭魂为主, 杀身为辅, 一切之法皆是在灭魂之上。 世间任何生灵魂灭则空, 一切成空。 神魂难防御, 却也不容易杀伐, 但疾魂五道便是为杀神魂而生, 疾魂一道, 以己极致之魂, 杀世间生灵万魂。 李玄口中给江不平讲解着, 抬起疾到魂兵, 缓缓地一枪刺出。 这一枪, 缓慢无比, 仿佛任何一名宗师舞者都能轻松躲避。 然而, 面对这一枪, 对面的三名血子却是骇然无比, 根本无法逃避, 更有一种大恐怖降临神魂的感觉。 杀! 怒吼一声, 手中的长刀爆发出了瓶声最强一击。 施展了出了, 这血链来得杀伐大树。 江不平握紧了手中的枪, 瞪大一双眼睛, 盯着师父出手, 这一枪分明平平无奇, 然而却是疾魂五道之大成。 大月皇等人, 更是震撼不已。 明明感觉前辈高人这一枪, 似乎只是以不朽天尊之境施展, 显然是压低了实力, 只是为了教徒弟。 但, 大月皇等不朽天尊, 看到这一枪却有一种无法躲避, 无法抵御, 神魂危机剧烈飙升之感。 这一枪并非针对他们, 都有此恐怖之感。 由此可知, 那三名血子面对这一枪, 是何等的大恐怖了? 一枪刺出, 缓慢无波, 然而在三名血子出手的刹那, 森冷的寒芒, 这一刹那映照了天窟入口。 这一道森冷寒芒, 并非肉身所见, 而是神魂所感。 Pull! 三名血子眼神瞬间空洞了下去, 刚刚爆发的攻击, 也在削米当中, 仿佛神魂意识已经彻底泯灭了。 李玄踏前一步, 持枪进入了天窟。 随着他一动, 血子肉身化作飞灰烟灭, 而天窟入口处剩余的血奴、 血徒纷纷倒卧在地, 神魂意识全无, 只剩下了空壳。 随着李玄的踏入, 这些空壳也化作飞灰消散。 咕咚! 大月黄等人咽了一口唾沫, 心肝都在发颤。 如此强大的名誉舞者, 都快要击溃天窟防御了, 结果前辈只出了一枪, 所有敌人都飞回烟灭了。 更可怕的是, 前辈似乎压制了自身修为, 仅仅以不朽天尊敬出手。 高人就是高人啊! 这就是疾魂武道, 这就是疾魂神通。 江不平激动又震撼, 嘴里喃喃自语。 五十殿, 你要好好努力修炼了。 素灵秀从震撼中回过神来, 拍了拍江不平的肩膀笑道。 紧接着, 兴冲冲地跟着进入天窟。 我会努力的。 江不平握紧手中枪, 神色坚定, 他脑海中浮现出, 自己一枪刺出, 不朽天尊与灭的景象。 太震撼, 太激动了。 我江不平, 必将急魂武道发扬光大, 威震神域。 这一枪, 还不错。 李玄心里暗暗嘀咕着, 他确实没有施展真正的实力。 不过这一枪, 也足够强大了。 一枪之下, 血子神魂泯灭, 根本毫无抵御之力。 攻伐神魂之道, 果然霸道而强大呀。 踏入天窟之后, 前方血浪滚滚, 血子带领着血徒、 血奴杀来。 李玄手中枪微微一抬, 一道寒芒瞬间灭杀了血子, 泯灭了大半血徒、 血奴, 回头看向江不平道, 练练手吧。 是, 师父。 江不平兴奋不已, 手持疾魂神兵杀了过去。 轰隆。 一道恐怖枪芒, 在半空裂开, 化作星星点点, 袭杀而去。 疾魂神通, 星灭。 李玄点了点头, 江不平天赋果然妖念, 不愧是天生神魂, 不愧是具有大器韵的人。 这一门疾魂神通, 星灭, 他已经修炼得不错了。 扑通。 一道道身影, 在星灭之中倒下, 全都眼神空洞, 神魂泯灭。 不过, 肉身依旧残留, 却是已无任何生机。 这也是江不平第一次施展神通, 而且还无法做到, 瞬息之间灭魂杀身, 因而神魂泯灭了, 肉身却没有化作飞灰。 江不平抬手一掌拍出, 掌心之中, 宛若一个黑色深渊, 瞬息没入一名血徒身上。 在这名泻途意识之中, 只觉得一道深渊降临, 神魂在这一刻, 没有任何抵御之力, 被深渊吞没, 刹那之间就神魂泯灭了。 这是江不平修炼的又一门神通, 吞渊。 目前为止, 江不平只修炼出了这两门神通, 至于后续的疾魂神通 与疾魂武道之法, 他在闯荡神域, 在不断的战斗中, 自然会不断参悟出来。 我也练练手。 方浩看得热血沸腾, 一拍奇门兵侠, 刹那之间, 万兵洪流倾泻而出, 席卷向名誉舞者。 天地齐局, 大阵也玄机浮现。 轰隆! 天窟核心之地, 血光绽放, 三道身影降临, 乃是三名血子。 显然, 名誉也发觉了天窟的变故。 李玄长枪微微一台, 刚降临的血子就扑通一声, 跌落在地上, 眼神空洞, 神魂静灭。 师父留下他们的尸身。 素灵秀慌忙开口道, 回头向风炎吩咐道, 快去, 把血子的尸身带回来。 好嘞。 风炎一听, 顿时来精神了, 终于轮到自己表现了。 屁颠屁颠地跑了过去, 抓起三具血子尸身就要返回, 然而就是这一刻, 危机骤然降临, 他只觉得强烈的危险浮上心头。 天窟上方, 天地屏障上一滴深红的血液 正在滴落而来。 风炎抬头看去, 一滴深红的血液正在滴落, 顿时头皮发麻, 强烈的危机感笼罩着他, 呼吸都为之一顿。 这一滴血液蕴含恐怖的力量。 纵然他是不朽天尊, 然而,面对这一滴血液, 却是依然自敢无法抵御, 纵然不死, 也要被重创。 这一滴血液的渗透而来的力量, 还是被天地屏障给削弱了, 否则足以灭杀了他。 不朽镜之上的存在, 名誉血灵? 风炎神色狂变, 危机已然来临。 大月皇神色一变, 惊呼道, 名鼓血滴, 小心。 李玄眉头一挑, 长枪一点, 轰隆一声, 名鼓血滴瞬息, 被他击溃, 不朽镜之上的出手, 名誉血灵? 李玄一步踏出, 就来到了天窟核心之地, 抬头看向天地屏障之外。 风炎此刻有种如获重生之感, 抓起三具血子尸身, 慌忙离开。 阁下何人? 阴冷的声音, 从天地屏障外传来。 无名之因果, 蝼蚁承受不起。 李玄淡默地说道, 来天窟的, 虽是疾魂之体, 但这毕竟不是分身, 因而与本尊无异。 天道之眼, 这一刻浮现出。 疾魂之体所看, 也是李玄所看, 而李玄也可以在疾魂之体上, 动用天道之眼。 道则环绕, 道则之力化作屏障, 阻挡了更强的天外之力进入, 阻止了更强的天外之敌侵入。 这是天地的自我防护。 而天地屏障, 却又阻挡了天地内的武者, 脱离天地屏障而出。 李玄对于太仓天地, 已经是非常熟悉了, 尤其是关于道则的, 在天道之眼下, 他看到了更多。 混蒙, 黑暗, 血光阴暈出现在天地之外, 一名血色长须, 眼眸阴冷的身影, 立于血光阴暈之中, 正式出手的那一名名玉血灵。 也就这样吧。 看了对方的实力, 李玄目光淡然, 这名名玉血灵, 实力虽在不朽镜之上, 但与自己相比, 还差了不少。 所以, 我如今的实力, 其实比不朽镜之上的境界, 还是要强不少的, 至少差不多堪比不朽镜之上的两个境界。 纵然不如, 也不会差多少。 他虽是破虚镜, 毕竟是百倍增幅的实力, 不能以正常的破虚镜而论。 五门五道叠加, 诸多神通, 都超乎想象。 狂妄。 那名血灵冷然一声, 抬手之间, 一滴更为深红的血滴, 正在凝聚, 这是准备再次出手了。 李玄淡然一笑, 抬起长枪, 向着天外一点。 虽然, 有天地屏障阻隔, 但以他对太仓道泽的了解, 避开天地屏障的阻隔, 将这一击透出去, 也是没有什么难度的。 无在此境, 蝼蚁不可来扰。 李玄淡默的声音, 也传了出去。 Pull! 这一击, 李玄看似风轻云淡, 实则近乎是 急魂五道的权力一击了。 刚准备出手的血灵, 顿时亡魂大冒。 窒息之感浮现, 神魂站立, 神色狂变之下, 纵然想要顿逃, 都已经来不及了, 神魂仿佛已经被锁定, 一点寒芒在神魂之中浮现。 哄! 血灵气势爆发, 血光冲销, 血煞滚滚的神魂之上, 凝炼出了一道屏障, 这是神魂防御之术。 然而, 这神魂防御之术显得如此脆弱, 宛若纸壶一般, 瞬间被寒芒洞穿。 噗通! 血灵倒下了, 眼神空洞无比, 神魂已经泯灭, 气息全无, 生机全无。 就留你一句全尸, 看谁还敢来扰。 李玄淡然一笑。 至于杀了这个血灵, 是否会得罪名誉的更强者, 李玄丝毫不在乎。 更强者, 若是可以进来太仓天地, 可以进入神域, 早就进来了。 比如魅巫, 肯定恨死自己了, 若是能够进来, 早就进来找自己报仇了。 等我突破天地境, 就更强了, 丝毫不惧。 李玄淡定不已。 抬手之间, 几缕不化之气, 没入天地屏障, 形成一个封印禁止, 由此封印在, 名誉血灵也无法将力量渗透进来。 进入天窟的血子实力, 也会被削弱。 素灵秀想要将大月天窟, 化成天地神炉, 若是封死了天地之外的渗入, 对于天地神炉而言, 少了一些熔炼之物。 李玄转身离开, 即到魂兵已经收起。 好了, 自己布置吧, 短时间内, 不会有名誉入侵了。 素灵秀文言欣喜不已, 谢谢师父。 多谢前辈。 大月皇等人, 慌忙恭敬地行礼道。 李玄点了点头, 一步踏出便消失在天窟里。 此天窟已平定, 诸位前往万雷宗与天武门支援吧。 大月皇看向其余不朽天尊道。 是。 一众不朽天尊, 纷纷离去, 前往支援天武门与万雷宗。 清华进天窟之战, 又以这样的方式落下帷幕。 战后之事, 也需要一点时间处理。 素灵秀等人回来了, 方浩继续开始构思自己的大阵。 素灵秀也为天地神炉准备着, 江不平正在吸收参物这一次的收获。 清华进天窟之战, 逐渐平息。 而九山境之乱, 却是远没有平息的迹象, 反而越来越乱, 大战不休。 九大势力都牵扯其中, 混乱不堪, 更有名誉学子在制造杀戮。 整个九山境已经沦为了混乱战场。 随着各大势力的核心弟子, 接二连三陨落, 纵然背后有天煞地影的因素, 但各大势力也都红了眼, 混乱厮杀不断。 又一个净乱了。 李璇抬头看向某处, 那里天地法则波动剧烈, 显然又爆发了大战, 又一个净乱了。 神域三十六景, 最终会如何? 天煞地影渗入太深了。 神域之乱, 已经不可阻挡了。 天地归一兴许, 是某些强者, 默默许可的, 没有强力出手干预, 显然也是在观望, 天煞地影能够做到哪个程度。 方浩也在这一天, 找来了大月皇、 万雷宗主、 天舞门主等清华镜数位实力最强, 话语权最大的不朽天尊, 开始了他的大计。 布置清华镜大镇? 没错, 一旦大镇布置完成, 整个清华镜皆无忧了, 别说名誉学子, 纵然是名誉血灵, 也可借助大镇之力, 调动清华镜天地之威, 将其灭杀。 只要大镇布置完毕, 清华镜必能置身大乱之外, 积蓄强大的实力, 天窟也不再是危险。 而且, 我师妹以天窟为天地神炉一旦成功, 不但可以炼制更高品阶的丹药, 更能摄取天地之外的宝物, 炼制成丹。 更重要的一点, 清华镜天地灵机将会得到提升, 并且可以牵引道泽之运降临, 如此一来, 就可以在清华镜突破了。 随着方浩讲解与忽悠, 大月皇等人心中震撼, 脑海中已经浮现出了, 清华镜被大阵笼罩, 天窟化作神炉, 天地灵机暴涨。 而他们也借此突破不朽镜极限。 能够在清华镜就可以突破不朽镜, 这是何等的诱惑, 没有哪个不朽天尊可以抵御这种诱惑。 一旦成功, 清华镜真正的固若金汤, 神域之乱, 也无法波及到来, 纵然是名誉血灵降临, 也能调动清华镜天地之威, 将其灭杀。 名誉血灵再强, 又如何抵御得了清华镜浩大的天地之威? 不朽天尊, 不敌名誉血灵, 无非是执掌一方天地的范围太小而已。 好, 很好, 一切听从方兄弟安排。 大月皇激动地说道, 对, 一切听方兄弟安排。 一切所需, 方兄弟尽管开口, 此阵一定能成。 万雷宗主与天舞门主, 也是激动地开口。 好, 那就这么定了, 大阵一成, 任由神域再乱, 清华镜也无忧了。 方浩欣喜地说道, 以整个清华镜为大阵, 并非容易的事情, 也并非一朝一夕可以完成, 方浩下来有的忙了, 哪怕有一杆不朽天尊协助, 但真正的大阵布置, 仍旧需要他亲自出手。 一些不重要的, 非核心的阵法布置, 以及阵法宝器炼制, 倒是可以交给齐门院的其余人负责。 整个清华镜都开始活跃了起来, 甚至为了防止消息外泄, 清华镜进门, 直接不允许任何人进入了。 肃灵秀带着月儿, 周英, 孟叔叔也是忙忙碌碌, 到最后, 彩铃都被他拉去帮忙了, 为了布置天地神炉做准备。 师父, 我要去九山镜。 江不平出关了, 他要外出闯荡了, 而九山镜之乱正是他大显身手的地方, 况且, 大师兄与二师兄也在九山镜, 并且正在与天煞地影交锋。 师兄弟三人联手, 闯出一番威名来。 去吧。 李玄点了点头, 抬手一枚玉符没入江不平体内。 呱! 小哈蹦跳了过来, 他也想回九山镜了。 毕竟, 大哥与二哥都在为妖族事业忙碌着, 他岂能闲着? 正好可以与江不平一起去九山镜, 有江不平在, 跨越镜门就不会如此危险了。 方浩与素灵秀, 抽空过来送行。 这是传讯符, 整个神域内都可以畅通五组传讯, 你此去也带给大师兄与二师兄。 这是我最新的阵盘, 也带去给大师兄与二师兄。 方浩取出一叠传讯符与一堆阵盘交给江不平。 这些丹药拿好, 大师兄与二师兄的也给带去, 你击魂五道神魂不化, 应该不容易受创, 但也不能排除出现意外。 所以, 这一瓶是我炼制的, 可以治疗神魂, 恢复神魂的丹药, 而且是专为师弟你炼制的, 里面我融入了一丝不化之气, 增强效果。 不化之气对于师弟, 已无危害, 浮以丹药之效后, 足以恢复师弟的不化神魂之伤。 素灵秀将一些丹药交给江不平。 其中, 有专门为江不平炼制准备的丹药, 虽然他还无法炼化不化之气, 但让不化之气融入丹药之中, 却是可以做到的。 而这蕴含了不化之气的丹药, 正好适合江不平的急魂五道。 多谢三师姐, 四师兄, 江不平将东西一一收好。 小哈, 这些带给吃猫吧。 素灵秀又给了小哈一些丹药, 这是给吃猫他们的。 瓜! 小哈点头, 师兄在清华镜, 镜厚师弟的威名。 方浩笑着开口道, 一定不会让师兄失望的。 江不平郑重点头一笑, 师父, 弟子走了。 江不平向着师父恭敬行礼道, 去吧, 急魂五道宝典, 好好参悟。 李玄淡然点头。 这一天, 江不平带着小哈来到了清华镜进门, 踏入禁门之中, 进入了九山境。 泰昆弃子也终于在这一刻, 踏上了逆袭崛起之路。 九山境, 混乱不堪, 大战不休。 大盖山, 万家的不朽天尊, 正在与千叠山, 横峰山不朽天尊对峙着, 彼此已经爆发了一场大战了。 整个大盖山, 此刻混乱不堪, 名誉血徒潜入了进来, 正在四处杀戮, 更有一名血子, 进入了大盖山, 似乎在伺机而动。 轰隆。 大盖山某处, 一道金光灿灿的巨人, 手持巨刀, 风雷环绕, 脑悬大日, 霸道无匹, 气势骇人, 宛若天神一般。 死。 一刀卷风雷, 宛若蔑士一般斩落。 破。 一名凶煞面巨人, 在这一刀之下, 彻底被斩杀, 飞灰烟灭。 另一边, 剑光重重叠叠, 剑意映照半空, 山河倒悬之像, 笼罩着三名凶煞面巨人。 破。 随着山河倒悬之像中, 苍生直剑而斩, 黑色的剑光, 宛若绝灭一切, 凶煞面巨人, 在这一剑之下, 接连陨落。 这里, 是大概山天煞地营总部, 这一日, 到了拔除的时候了。 孟冲突破神像镜后, 许颜与孟冲二人, 就开始针对天煞地营展开报复, 凭借着天意定神掌控的天煞地营成员, 逐一获得各据点所在, 而今日, 则是灭杀大概山天煞地营总部的时候了。 九山境大乱, 横峰山, 千叠山都分别有强者, 指控许颜与孟冲, 斩杀了他们的天煞后裔, 大概山的万家承受了很大的压力。 而且, 大概山也有天煞被杀, 虽然知道背后是天煞地营的阴谋, 但根本无法改变混乱的局势, 整个九山境万家是唯一的家族势力。 自然而然的, 也就成为了天煞地营最针对的目标, 尤其是许颜与孟冲都在大概山。 毕竟, 万家没有任何一位不朽天尊, 是天煞地营成员, 天煞地营也无法真正渗透万家核心之中。 大概山, 从今日开始, 在无天煞地营势力, 也算还万家阻挡不朽天尊之情了。 许颜持劲力, 大战之后的剑意, 依然有些许残留, 仿佛永远不会消散。 这里, 将会成为剑道武者的修炼宝地。 哼! 骤然之间, 一道血光浮现, 强大的气势笼罩而来。 堪比不朽天尊的气息, 激荡天地, 许颜与孟冲神色不变, 似乎早有所料。 薛子墨, 你这一次来得稍微快了一点。 许颜淡然地说着, 说话之间, 与恢复了体型的孟冲, 瞬息消失在原地, 远顿而去。 且看你们能逃到几时。 薛子墨目光阴冷, 玄疾又追杀而去, 不久之后, 便失去了许颜与孟冲的气息, 石树里外云层之中, 气息不显, 仿佛与云层融为一体的许颜与孟冲二人, 看着前方薛子墨的身影消失。 薛子墨不依不饶, 只能摆脱他一时, 除非我们离开九山境。 孟冲宁眉说道, 不接, 迟早斩了他。 许颜冷笑着说道, 天煞地影真有能耐, 竟然让名誉雪子敬若神域, 而且九山境各大势力, 都有他们的人, 包括不朽天尊。 倒是赤猫这只大虎, 混乱不堪, 原本可以置身世外的灵尊山, 也被卷入进来, 灵尊门主甚至都受伤了。 至于真受伤, 还是假受伤, 只有他自己知道了。 灵尊山的风铃虎, 更是发威了一次, 震慑了众多不朽天尊, 这也使得灵尊山大乱没有, 小乱却是不断。 至于这乱, 是如何造成的, 只有赤猫知道了。 那位天时期, 是否一直在追踪我们? 梦冲神色凝重。 天时期的实力, 比血子墨强大得多, 一旦遭遇上, 想要顿逃可不容易。 也许吧。 许言吐出一口气, 看向四周, 道, 接下来该清扫那些血徒了, 清扫完毕, 离开大概山。 他许言不喜欢欠人情, 与万家的合作, 也该告一段落了。 而且, 万家现在面临的压力巨大, 什么时候撑不住, 不再为他与梦冲 阻挡不朽天蹲的针对, 都是一个未知数。 好。 梦冲点头, 二人身形一动, 开始在大概山清扫, 潜入近来的血徒。 万家族地, 万天灵抬头看向天穷, 脸上露出些许不甘之色。 身为万家天骄, 更是被记忆厚望, 不朽天尊苗子, 他现在只能待在族地, 并且时刻有不朽天尊关注着他, 避免被人袭杀了。 为了他的安全, 万天灵如今是一步, 都不能离开族地。 有时候, 真羡慕许兄, 潇洒自在, 强者的威胁都不放在眼里。 许颜在清扫大概山的天煞地影, 而且接连拔除, 斩杀一众天煞地影成员, 更是逼得一部分天煞地影成员, 退出了大概山。 这对万家而言是好事, 但名誉血徒潜入了大概山, 尤其是血子墨, 在大概山杀戮, 正在追杀许颜与孟冲, 给大概山造成了不小的损失。 而万家的不朽天尊, 都无法腾出手来。 能在血子手中逃脱, 许兄与孟冲, 才是当时真正的天骄啊。 万天灵不得不承认, 论天骄自己, 远不如许颜与孟冲。 若是他处在许颜二人的处境, 恐怕早已被杀了, 面对血子墨的追杀, 哪里还有一丝顿逃之机, 但愿许兄能够逃脱吧。 万天灵很无奈, 此刻他帮不上什么忙。 能够说服家族不朽天尊, 抵挡下千叠山, 横峰山的不朽天尊, 已经是他能做到的极限了。 轰隆! 孟冲一拳轰杀, 打爆了一名血徒。 还差七个血徒。 许颜沉声说道, 天际一道血光浮现, 那是血子墨追杀而来。 二人瞬间离去。 潜入在大概山的血徒, 在二人的绞杀之下, 如今只剩下了七名。 大师兄, 最后一处地方, 七名血徒皆在, 恐怕有诈。 孟冲摸着光秃秃的脑袋说道, 许颜冷笑道, 血子墨不在, 而现在不朽天尊之战爆发, 气机混乱, 擅长潜伏之道的不朽天尊, 可以趁机潜伏进入大概山, 而不被发现, 必然是不朽镜的地影。 会不会是天时期? 天时期是天煞, 他实力极强, 一旦出现, 万家不可能发掘不了。 许颜摇了摇头, 去探一探, 这位不朽镜地影的实力, 若是可以。 许颜眼中凶光展露, 杀了如此多的天煞地影成员, 但对于天煞地影而言, 损失算不上多大, 若是斩杀了一尊不朽镜, 才是真正地对天煞地影造成了大损失。 逆伐一尊不朽镜, 让天煞地影肉疼。 梦冲也是露出凶光, 刚进入九山镜, 就被天煞地影追杀, 这口恶气, 不是杀一些喽啰就能出的。 一处洞窟之中, 七名血徒各自盘膝而坐, 似乎在炼化吞噬的精血。 看起来没有任何异常, 十几里外, 两道身影悄无声息地出现。 没有不朽天尊存在。 梦冲诧异了一下, 许言双眸泛着光滑, 扫视着四周, 眉头微微一挑, 旋即看向半空的云层之中。 梦冲双眼在这一刻, 宛若变成了两颗小太阳, 也在扫视着四周。 在小天道之眼下, 再强的藏匿之树, 也能看破。 何况, 论脸兮藏匿, 谁能比得上二人? 则则, 堂堂不朽天尊, 竟然躲到泥土里, 也真是难得呀。 许言呵呵一笑, 目光落在了那七名血徒身下的泥土上。 不得不说, 天煞地影也是深知, 一般的藏匿之法, 无法瞒过二人, 竟然直接藏入了地下。 更是借助血徒的气息遮掩, 如此藏匿之树, 纵然是另一位不朽天尊来了, 恐怕一时半会儿都无法发现, 甚至会被其偷袭成功。 然而, 如何瞒得过许言与梦冲, 在小天道之眼下, 一切都毫无遮掩。 纵然没有小天道之眼, 以二人的脸稀藏匿的手段, 也是可以发现的, 只能说对方太自信了, 也太小瞧了许言与梦冲二人。 就当没发现这几个血徒, 去六一六血子墨吧。 许言沉吟了一下说道, 且看这名不朽天尊, 有多少耐心, 可以一直潜藏下去。 二人翘无声息离去, 在某地现身, 吸引血子墨追杀而来, 玄机继续顿逃, 将血子墨引走, 远离那名不朽天尊所在之地。 林尊山, 赤猫正在训练灵兽大军。 小哈回来了, 一起来的还有江不平。 大师兄和二师兄在何处? 江不平对于九山境的混乱, 不由得折舌不已, 神域三十六境, 如此激烈的内斗, 这还是第一次听闻。 由此可知, 天煞地影布局之身, 一旦行动, 马上就引发了如此剧烈的大战。 在大概山, 那个什么血子墨, 正在追杀他们呢。 赤猫抬起爪子, 指了指大概山所在。 告辞, 我去大概山了。 江不平也不逗留, 转身就离去。 你可要小心一点, 大概山万家与千叠山, 横峰山在对峙, 可不要卷入进去了。 赤猫提醒道, 小事罢了。 江不平笑了一笑, 他又不是五道心嫩了, 沦为弃子, 从泰昆境流浪到清华境, 早已是惊艳老道了。 何况, 如今他非但已经恢复, 实力更是大胜巅峰之时, 一生武道之玄妙, 远非当初能比, 行走混乱九山境, 自然更是轻松自如。 大带山, 许言与孟冲二人, 将血子墨远远地引走之后, 便又翘无声息地返回。 师爹, 若是我牵制对方几息, 可有把握伤了他。 许言看向不朽天尊潜藏之地道。 孟冲沉吟了起来, 六成把握, 但不确定能伤他几分。 不朽天尊确实强大, 尤其是执掌天地之力, 但也未必不能逆伐斩杀, 有六成把握, 可以试一试了。 许言目露凶光地说道, 好, 那就试一试。 孟冲摸了摸光秃秃的脑袋, 一脸振奋之色。 逆伐不朽天尊, 让这神域武者知道, 不朽天尊也是可以逆伐的。 许言冷然一笑, 大师兄, 那七名血徒怎么办? 想要逆伐不朽天尊, 这七名血徒却是一个阻碍。 万家也想猎杀潜伏的血徒, 让他们派遣强者来, 既然那名不朽天尊妄图偷袭, 那你我就反过来偷袭他好了。 许言乐呵一笑, 论偷袭之术, 他自问已经很娴熟了, 不朽天尊也比不上他。 孟冲点头, 骤然, 许言眉头一挑, 取出传讯符。 咦, 武师弟来九山静了。 许言诧异了一下, 本以为是万天灵或者赤猫传讯, 未曾想到竟然是江不平。 哦, 武师弟成功入门了。 孟冲双眼一亮地道。 武师弟已经来大概山了, 在传讯符的传讯范围内, 密伐不朽天尊之士, 暂且搁置, 去见一见武师弟。 许言一边与江不平传讯, 约定见面之地, 一边转身离去。 大概山某地, 师兄弟三人相聚。 这就是疾魂舞蹈啊, 杀伐神魂之力, 比我的驯风剑意更为霸道, 也更具有针对性。 许言感叹一声地说道, 我也才刚入门, 江不平摇头说道, 论实力, 比大师兄与二师兄, 终究稍弱了一下, 疾魂舞蹈神通, 掌握的还是太少了, 而且也不过刚入门而已。 纵然在师父言传身教之下, 又参悟出了一门杀伐极慎的神通, 然而也不过才入门。 武师弟的疾魂舞蹈, 寻常舞者更难防御, 以你现在的实力, 出其不易, 纵然是不朽天尊, 也会被伤到神魂。 许言郑重地说道, 疾魂舞蹈在于一个极致, 也正是因为如此, 更难以防御, 神域舞者未曾面对这等舞蹈, 出其不易之下, 不朽天尊也要吃大亏。 没想到四师弟已经炼制出新的传训符来了, 如此就不用担心距离问题, 而无法传训了。 孟冲手里拿着传训符, 正在与方浩传训着。 师兄第三人叙旧之后, 江不平开口道, 大师兄, 二师兄, 听说血子莫在追杀你们, 不如他跃跃欲试, 眼中凶光闭露。 师弟有此想法, 不错, 不错, 我们师兄弟三人联手, 斩一尊不朽, 震撼一下天杀地影。 许颜哈哈一笑, 血子莫, 暂时留在后面, 我们要杀另一位不朽天尊, 五师弟你的脸稀藏匿之术, 应当也能瞒过不朽天尊。 江不平的道来, 而且实力不弱, 尤其是疾魂舞蹈, 杀伐神魂, 三人配合联手之下, 斩一尊寻常不朽进强者, 应当是没有问题的。 三人开始商议, 如何袭杀那位天杀地影的不朽天尊? 而在行动之前, 自然需要将血子墨再次引走, 远离那名不朽天尊所在, 避免袭杀不朽天尊时, 血子墨及时来源。 七名亵徒所在, 已经等得有些焦躁了, 都故意泄露踪迹了, 为何许颜与孟冲还没前来袭杀? 但他们不敢妄动, 这是血子墨的命令, 况且, 他们身处的地下, 潜藏着一名不朽天尊。 名誉砸碎, 给老夫死来。 骤然之间, 两道身影出现, 袭杀而来, 竟是万家的两名祖老。 不好。 七名血徒脸色一变, 血严与孟冲没来, 万家的祖老竟然来了。 轰隆。 战斗爆发, 七名血徒与两名万家祖老交战, 纵然是七打二, 却是依然不敌万家祖老, 被打得节节败退, 如此一来就远离了不朽天尊潜藏之地。 地下树杖的泥土里, 一名戴着阴云面具的不朽天尊, 双眸看向远去的战斗, 迟疑着要不要经退万家祖老。 一旦泄露气息, 必然会被万家不朽进知晓, 大带山潜伏了一名不朽天尊, 而许言与孟冲也会得知消息, 便不会上当了。 若是出手斩杀万家祖老, 他一旦出手, 踪迹也会暴露。 正在迟疑着, 骤然之间, 泥土翻涌, 剑一滔滔, 一片山河景象浮现, 凌厉沙伐的一剑, 已然斩了下来, 轰。 许言? 这一刹那, 他气势爆发, 不朽天尊的实力激荡四方, 山河景象崩塌, 一名少年持剑斩来, 剑轮环绕周身, 生生不息。 你来得正好, 今日斩你。 这名不朽天尊冷然一笑。 轰隆, 不朽天尊之微爆发, 然而他玄机神色微微一变, 只掌一方天地之力, 竟然受到了阻制, 仿佛有另一道力量, 在阻挡着他。 那是一片山河之象, 那是天地法则之力, 垂落而成。 这是什么武道? 心中亥然, 杀意愈发凛冽, 如此妖孽必须死, 许言越是妖孽, 死了制造的动荡就越大。 轰隆! 一刀斩出, 不朽天尊之微, 强大无比, 撕裂了山河之象, 直斩许言而去。 嗡! 许言神色不变, 身形一边后退, 阴阳不灭剑, 不断卸去这一盏之力, 不化剑意, 更是如波涛汹涌。 不朽天尊, 不过如此。 许言轻蔑一笑, 做事又要退走。 你走不了了! 那名不朽天尊冷然一笑, 一步踏出, 杀法而去。 哦! 金色巨龙发出咆哮, 一股龙危激荡, 仿佛真龙暴怒。 紧接着, 山河降临, 十八条金色巨龙 在山河之中咆哮, 一道道虚幻般的人影, 抬起手中的剑, 猛然斩了下来。 阴阳不灭剑轮生生不息, 却又化作了漩涡一般, 束缚向不朽天尊。 这一刻, 许言目光冷凝, 真龙暴, 剑中山河, 降龙掌, 阴阳不灭剑等神通, 瞬息而出, 相互融合叠加。 那名不朽天尊, 神色冷然, 心中震撼, 许言明明并非不朽天尊, 为何具备如此强大的实力? 而且, 这五道之法, 当真强大无比, 平生所未见。 气势勃发, 刀光层层, 天地之力在刀光之中汹涌。 即便如此, 他瞬息之间, 也无法轰开山河之巷, 而且处于被动抵御状态, 这对他而言, 是不可思议的事情。 他可是不朽天尊啊, 竟然被一名非不朽禁武者, 逼到了这一步。 正在与血涂交战的万家祖老, 神色惊骇不已, 回头看去, 只觉得头皮发麻。 不朽天尊! 大盖山竟然潜伏了一名不朽天尊。 更震惊的是, 许颜竟然与不朽天尊交手, 他嫌命长了。 纵然许颜实力之强, 真亡天尊无人能敌, 终究是远不如不朽天尊的, 除非他已经踏入了不朽天尊之境。 疯了吗? 这一刻, 两位万家祖老惊骇莫名, 想要趁机顿逃而去。 然而, 这一刻, 那七名血徒却是发了疯一般, 疯狂攻击而来, 甚至不惜以命相搏, 也要阻止二人顿逃。 糟糕! 只能祈祷, 那名不朽天尊看在万家的份上, 放过二人, 只是这个希望太过渺茫了。 万家祖地, 两道不朽天尊气息骤然浮现, 两人神色凝重, 看向大概山某地。 一名不朽天尊出现在了大概山, 而且正在与人交战中。 我去看一看。 其中一名万家不朽天尊, 沉生说道, 身形一动, 快速向着交战之地而去。 大概山某地, 血子墨骤然抬头, 嘴角露出了冷笑。 你, 终于上钩了。 身形一动, 快速赶向埋伏之地。 许言这一刻几乎神通进出, 眉心一道光芒浮现, 形如一只眼睛, 那是小天道之眼。 哇! 一直未曾师长过的这一只眼睛, 骤然射出了一道光滑, 宛若浩荡天意, 亦如莫大不可侧之神威。 光滑射向了那名不朽天尊, 只是短短的一刹那, 但那名不朽天尊却是震骸莫名。 这是什么秘书? 光光笼罩而来, 他竟有一种面对黄黄天威, 有一种面对浩然至上之感, 并且不论是攻击, 还是强大的一身实力, 都出现了这一刹那的缓慢。 竟然能够越境迟至他的实力, 这是何等强大的秘书? 如此秘书, 付出的代价定然不小吧。 也就在这一刻, 轰隆之间, 一道恐怖的身影在他身后浮现。 金光灿灿, 宛若天神一般。 更令人震撼的是, 这一道身形之上, 仿佛出现了一个恐怖巨人之像, 巨人守秦苍天, 发出了恐怖的怒吼, 双手砸了下来。 仿佛秦苍天而砸下。 神通, 晴天灭电。 梦冲抓住这一刹那, 施展了这一门霸道无匹, 也是恐怖爆发力的一击, 将一身肉身舞蹈神通, 尽数展露出来的一击。 轰隆。 远处, 万家族老与七名血徒, 此刻都下意识地停止了交战, 脑海中浮现出了一个名字。 天神。 这一刻, 他们终于明白, 为何梦冲号称天神了。 轰隆。 狂暴的一击, 轰在了那名不朽天尊的身上, 哪怕对方危机时刻, 撑起了一道防御, 但在如此狂暴的一击之下, 瞬间崩塌。 破。 这一击, 地面上直接出现了一个巨坑, 而不朽天尊则是口喷鲜血, 近乎半跪在地上。 他一脸难以置信, 自己竟然受伤了。 感受着五脏六腑的刺痛, 紊乱的气息杀意在汹涌, 呼吸粗重了起来, 双眼变得血红。 他, 堂堂不朽天尊, 竟然被人逆罚受伤了。 奇耻大辱。 给我。 然而, 也就在这一刻, 除了不觉的剑椅, 除了一条宛若暴怒的金色巨龙, 除了一道黑色的剑光, 绝灭一切般的沙发之外, 还有一柄长枪, 泛着一点寒芒, 刺了过来。 死字尚未出口, 他暴怒的一刀斩出, 欲要将长枪斩灭, 但这一枪, 却是仿佛虚幻的, 又仿佛并非肉眼所能见的。 一枪寒芒, 已然临近。 这一刻, 强烈的危机涌现, 甚至有一种亡魂大帽子感。 双眼下意识瞪大, 此刻他骤然惊觉, 这一枪并非肉眼所见, 乃是神魂所观, 这是杀伐神魂的一枪, 扑。 纵然他最后时刻, 运转凝炼神魂之法, 甚至欲要使神魂暂时顿出肉身, 避开这一枪, 然而一切都无用功。 寒芒刺入神魂, 在他的神魂上刺出一个伤口, 而且这个伤口不断扩大, 长枪所刺所在, 神魂仿佛在不断消融。 神魂上的剧痛袭来, 双眼血丝遍布, 眼球都几乎突出了眼眶, 纵然是不朽天尊, 猝不及防之下, 也承受不住这等神魂剧痛。 几乎是本能的, 几乎是下意识的, 双手抱住脑袋, 发出凄厉的惨叫。 而惨叫之声才发出来, 他才后知后绝斑, 意识到自己正在激烈战斗当中, 但一切都已经迟了。 轰隆! 黑色的剑光, 仿佛比任何一次都要恐怖, 大坑上空化作了一片黑暗, 仿佛绝灭一切。 灵力无匹, 绝灭之意, 令他遍体生寒。 神魂上的剧痛, 使得他反应迟钝, 防御也迟钝了, 唯有身为强者的本能, 做出了仅有的一道防御。 然而, 这一道防御, 却是显得有些脆弱。 Po! 一箭之下, 身体被展开了, 肉身在消融。 旋即, 愤怒的真龙轰击而来, 仿佛要与他同归于尽。 又是一道枪芒浮现, 刺入了他的神魂, 更有星星点点, 宛若星辰陨灭一般的光芒, 便洒在他的神魂上。 轰隆! 更有一股裂风, 吹袭在神魂上, 这股裂风恐怖无匹, 吹散神魂, 撕裂神魂, 而肉身之上, 仿佛有一名巨人, 手握苍天砸了下来, 砸在他的身躯之上。 纵然是不朽天尊, 号称可以与天地骑兽, 但在如此狂暴的攻击之下, 肉身崩灭, 神魂撕碎, 一样会陨落, 一击得手, 不论是许炎, 孟冲, 还是江不平, 都在疯狂出手。 孟冲针对他的肉身攻击, 他使肉身舞蹈舞者, 自然更懂得, 如何崩灭对方的肉身。 而许炎宇将不平, 正在攻伐对方的神魂。 轰隆! 这一片天地, 仿佛摇晃了一下, 似乎有一股同于天地的气息崩灭了。 一尊不朽镜存在, 陨落了。 正在赶来的万家不朽镜, 此刻骤然指住身形, 一脸惊骇之色, 甚至有些惊惧。 九山镜混乱至今, 大战至今, 尚没有一位不朽镜陨落。 而今日, 而且是死在了大改山。 更可怕的是, 他只感应到了一位不朽天尊的气势, 而且陨落的这一位不朽天尊 正是他感应到的那一位, 谁杀了他。 没有第二位不朽天尊存在, 那这位不朽天尊是怎么死的? 被真王天尊为杀了? 开什么玩笑, 纵然万家所有真王天尊一起上, 都不够一尊不朽天尊杀的。 发生了什么事? 这一刻, 万家这名不朽天尊退缩了, 他怕自己去了之后也死了。 太可怕了。 不朽天尊啊, 竟然陨落了。 稍一沉吟, 他转身就返回万家族地, 这个显貌不得。 正在赶往大战之地的血子墨, 骤然顿住了身形, 一脸震惊之色, 那位不朽天尊死了。 谁杀的? 许言与梦冲? 不可能。 许言与梦冲在墙, 终究并非不朽天尊, 若是二人联手, 可以杀不朽天尊, 岂会被他四处追杀。 谁杀了他? 只有一名不朽天尊的气势, 这意味着并非两位不朽天尊大战, 若是许言与梦冲二人, 绝无可能。 血子墨沉吟着。 一时之间, 他有些迟疑, 要不要赶过去探个究竟? 嗯, 那是万家不朽镜。 骤然之间, 他发现了万家那名返回的不朽天尊, 心里咯噔了一下。 难道, 是万家动用了什么神秘底牌, 一击袭杀了对方? 那名万家不朽天尊, 正在返回万家族地, 看方向正是从大战之地而来。 万家毕竟是九山镜大概山市家, 传承久远, 底蕴自然有一些, 若是机缘巧合, 获得了特殊至宝, 出其不意斩杀那名不朽镜, 也并非没有可能。 但为何只感应到一名不朽天尊的气息? 他突然想到了天煞地影, 似乎就具备隔断不朽天尊气息的宝物, 万家难道也有这等宝物? 若是如此, 也就解释得通了。 万家那名不朽天尊也发现了谢子墨, 身形顿了一顿, 心中顿时一惊, 难道是名誉强者袭杀了那名不朽天尊? 稍一迟疑, 没有向谢子墨出手, 而是速度更快地返回万家族地。 谢子墨一见, 愈发觉得自己的怀疑正确了, 万家族老必然也付出了不小的代价, 因而才不敢向他出手, 甚至反而担心他出手。 万家这是要警告其余不朽天尊, 任何潜伏大盖山意图不轨者, 都会被毫不留情地斩杀。 谢子墨心中了然, 自己刚才纯粹想多了, 许焉宇梦冲怎么可能杀得了不朽天尊? 他身形一动, 继续赶往不朽天尊陨落之地, 不过一路上小心翼翼, 速度也放慢了下来, 生怕遭遇万家伏击。 而大战之地, 一尊不朽天尊, 在许焉室兄弟三人联手之下, 已经飞回湮灭了。 远处的两名万家族老, 以及七名血徒, 此刻已经震撼莫名, 心肝都在发颤, 身子经不住地微微颤抖起来。 不朽天尊啊, 竟然陨落了。 更可怕的是, 这名不朽天尊, 并非死于另一位不朽天尊之手, 而是被人跃进秘乏而亡。 这是闻所未闻的事情啊。 这是什么妖孽啊? 万家两名族老浑身颤抖着, 万家麒麟万天灵, 已经是绝世天骄了, 结果与眼前这三人一比, 简直就是垃圾啊。 天骄与天骄之间的差距, 为何会如此之大? 还有七名血徒? 许焉目光冷然地看了过来。 杀? 梦冲低吼一声, 气势勃发, 瞬间杀了过来。 那七名血徒早已没了斗志, 转身就要顿逃, 然而又岂能逃得了。 不过几夕之间, 就已全部被灭杀了。 多谢两位协助, 否则也没有机会 斩了这位不朽天尊。 许焉拱手说道, 不敢,不敢, 我们一点忙都没帮上。 两名万家族老慌忙摇头, 一脸苦笑之色。 寒暄几句, 万家族老就告辞了。 此事, 太可怕了, 必须尽快回禀家族的不朽天尊, 而且大概山陨落了一名不朽天尊, 必然震动九山径。 二人都不记得, 有多漫长岁月, 未曾有不朽天尊陨落了。 依稀记得, 上一次不朽天尊陨落, 是天窟大乱, 天外之敌大举入侵之时, 在惨烈的大战中, 才有不朽天尊抵御外敌而陨落。 许焉三人此刻都心情振奋, 逆罚不朽天尊啊, 这是前所未有的壮举。 江不平更是如此, 他是神域之人, 并且曾是大足天骄, 更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还有血子墨, 也该杀了。 许焉目光冷然地说道, 血子墨实力与这名不朽天尊, 相差无几, 若是正面交锋, 恐怕会被他给顿逃了。 孟冲宁眉说道, 他肯定在赶往这里, 这是一个机会, 二位师弟可以做好准备了。 许焉乐呵一笑, 很快就制定了 袭杀血子墨的计划。 接着, 三人快速离去, 在距离不远处, 找到一个合适的袭杀之地后, 孟冲与江不平, 按照计划藏匿了起来。 许焉则是返回不朽天尊陨落之地, 假装过来探查的模样, 一旦遭遇上血子墨, 他岂会错过这个机会, 面对血子墨, 许焉必然是要逃的。 如此一来, 血子墨追杀许焉, 来到扶杀之地, 就在河里不过了。 很简单的一个计划, 血子墨会上钩, 在于三人逆罚不朽天尊之事尚未传开, 既然遭遇上了, 血子墨岂会不追杀而来, 就是这里了。 血子墨小心翼翼地靠近大战之地, 骤然之间, 他神色一宁, 发现了一道身影, 同样小心翼翼地探查而来。 许焉? 一见许焉这般模样, 定然是察觉到了这边的大战, 一而过来查探一番。 好机会。 血子墨双眼一亮, 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啊。 许焉注意力, 全都在前方大战之地, 没有发现他的踪影, 此时不出手, 更待何时。 血光刺眼, 强大的气势骤然笼罩而来, 将这一片天地, 都给映照成了血红之色。 正在小心翼翼探查的许焉, 骤然神色大变, 阴阳不灭剑浮泻而出, 生生不息, 剑光浩荡而出, 金色巨龙咆哮。 轰隆! 仿佛所有手段都施展而出, 为了挡下这突然而来的攻击。 与此同时, 身形盗飞, 欲要顿逃而去。 Pull! 剑光在这一刻崩碎了, 金色巨龙也崩碎了, 所有的攻击都在瓦解, 许焉仿佛遭受了巨大的冲击, 盗飞而出的身形, 虽然变快了, 但却是喷出了一口鲜血。 许焉, 今日便是你的死期。 血子墨此刻大喜不已, 身形飞略, 追杀而至, 星红长刀战放凌冽杀意, 又是一刀斩落。 至于不朽天尊陨落之地, 他不去探索了, 若是有埋伏, 此刻他现身了, 也早就爆发出来袭杀他了。 斩了许焉, 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 血子墨! 许焉脸色阴沉无比, 一剑又一剑疯狂斩出, 身形也不断倒飞而出, 显得颇为狼狈的样子, 似乎正在竭力顿逃, 竭力摆脱血子墨的追杀。 此次若是不能杀了他, 以后再无机会了。 血子墨心中凛然。 以他的实力, 竟然只是纠缠住了许焉, 不给他顿逃之机, 但并无法做到, 一击将其灭杀, 这是何等妖念。 这是什么剑道? 太强大了。 不论是因为天煞地影的合作, 还是为了名誉自身, 这等绝世天骄都必须死。 否则一旦成长起来, 必是名誉的心头大患。 你逃不掉的。 血子墨整个人都被血光笼罩, 星红的刀芒, 映照半空, 强大的气势激荡着天地。 许焉依然疯狂后退, 欲要顿逃而去, 剑轮环绕着他, 不断旋转, 却又似乎快要崩碎了, 一剑又一剑竭力斩出。 梦冲呢, 逃了吗? 血子墨冷笑着, 心头浮现出了, 扼杀一名绝世天骄的兴奋之感。 诗殿, 不要管我, 快逃! 许焉高声叫道。 战斗之中, 血子墨看到远处, 一道身影瞬息远去, 那是梦冲。 杀了你, 梦冲也逃不了几天了。 血子墨骤然化作一道血光, 速度暴增, 杀向了许焉, 一刀之下, 破开了许焉层层见光, 仿佛下一刻就要将人斩杀。 埋伏着的江不平, 心里感叹不已, 大师兄不愧是大师兄, 这演技自己远远不如啊。 想当初, 为了逃出太坤镜, 他可是装成浑浑噩噩的傻子的, 自以为自己演技无双了, 结果今日一见, 才发现自己装傻子可能在行, 论演技远不如大师兄啊。 这才是真正的舞者, 而不是莽夫啊。 这一刻, 他有些明误了, 四师兄曾说过的, 师父的教导, 舞者不是莽夫的一些深奥之理。 大师兄深得精髓啊! 二师兄看似一个莽夫, 却也是个擅长随机应变, 老谋深算的人啊。 江不平感叹, 恐怕只有三师姐, 是一个心思单纯的人了。 难怪三师姐不闯荡武道界呢, 师父也不放心他吧, 毕竟心思比较单纯。 刚才顿逃而去的, 是二师兄的一道神缘化身, 距离遥远, 又在大战之中, 血子墨岂能分辨出来, 况且, 神缘化身除了实力较弱之外, 与本尊无二, 自然无法发现端倪了。 现在, 血子墨的警戒之心, 已经降低了, 不用担心梦冲的偷袭了, 毕竟梦冲已经顿逃而去了。 轰隆! 血子墨, 血子墨, 想杀我许颜, 你也不会好过的。 骤然之间, 许颜顿住了身形, 似乎知道逃不掉了, 准备拼死一搏了。 嗡! 阴阳不灭剑刹那之间变大, 山河神像浮现, 十八条金色巨龙盘旋, 这一瞬间, 许颜神通尽出。 血子墨也神色凝重, 心中暗暗震惊不已。 许颜的实力, 竟然如此强大了, 不朽天尊之下无敌。 我承认, 你很妖念, 不朽天尊之下无敌, 阴晕而出, 仿佛有一种类似不朽天尊, 同于天地的气势。 今日, 便斩了你, 太仓不该有你这种天骄存在。 血子墨踏步上前, 血光激荡, 在他身后, 更是浮现出了一道凛冽的血色刀光, 这一道刀光处立天地, 杀伐凌厉。 许颜目光一凝, 深吸一口气, 身上一股淡淡的光滑萦绕, 这一刻, 山河圣体被他催动了, 一股浩大的光滑, 在他体内浮现出。 光滑阴晕之间, 呈现出山河意象。 血子墨心头震害, 这是什么体质? 心头沙翼更加凛冽, 抬手一点, 身后矗立天地的血色刀光, 凌空斩了下来。 天地之间, 出现了一道血线, 这一道血线, 宛若天地的伤口一般, 横灌了半空, 向着许颜斩了下来。 哦! 许颜一掌又一掌拍出, 真龙目神通, 一口气拍出了十八道, 紧接着十八道黑色的剑光浮现, 绝灭天地的气息, 震荡天地。 旋即, 一层又一层山河浮现, 山河之中, 苍生直剑而斩。 不化的剑意, 融入了山河之中, 加持着山河, 更有金色巨龙咆哮。 这一瞬间, 许颜几乎是全力出手, 剑中山河, 绝天一剑, 真龙目, 不化剑意等等, 包括五道神香, 都融入了其中。 如此众多强大的神通叠加在了一起, 瞬息之间与血子墨的这一刀轰击在了一起, 相互冲击着。 血子墨大为震撼, 许颜竟然抵挡住了他这一刀。 而且, 更令他感到不可思议的是, 那山河之象固然在崩碎, 却是弥漫而来, 连他都处于山河之象的边缘之中。 哼! 血子墨冷哼一声, 血色刀光更为刺眼, 他气势勃发, 抬手向前斩去, 原本相互抵在一起的刀光开始斩破山河, 斩破金色巨龙, 不断向着许颜靠近。 而这瞬间, 他也被许颜的攻击给纠缠上了。 虽然只能缠住他短短一两膝, 但也由此可见, 许颜的可怕实力, 而他并非不朽天尊啊。 若是同镜交战, 血子墨不敢想象, 自己恐怕会被对方轻易斩杀。 刀光距离许颜越来越近了, 许颜口中在喷涌着鲜血, 似乎快要支撑不住了, 血子墨嘴角露出了阴冷的笑容。 轰隆! 骤然之间, 霸道无匹的气势在身后浮现。 仿佛有一尊恐怖的巨人, 手倾苍天砸了下来。 不好! 血子墨脸色一变, 嘀吼一声, 欲要闪避, 欲要防御, 便在此刻, 许颜眉心一道光滑映照而来。 本就被许颜的力量缠绕了进去, 这一刻在光滑映照下, 血子墨只觉得力量变得迟滞了一瞬间, 短短的一两膝就足以改变结果了。 危机时刻, 他也只来得及, 浮现出一层血色顿光, 欲要扛下这一击。 轰隆! 狂暴无匹的攻击砸在了他的身上, 肉身在开裂, 肉身在崩溃, 令他骇然的是, 这一击似乎抓住了他肉身的薄弱之处, 所有力量都为了崩碎他的肉身。 仿佛出手之人对于肉身的了解, 达到了一个不可思议的程度。 破! 忍不住喷出一口鲜血。 想杀! 血子墨神色扭曲, 壮若疯狂, 便在此时一点寒芒浮现。 一柄长枪绽放着寒芒, 杀戮无匹的一枪, 刺了过来。 血子墨此刻稍稍缓了过来, 正要抵御这一枪, 却是骇然惊觉, 这一枪并非肉眼所见, 乃是神魂所观, 这是刺向神魂的一枪。 嗡! 血子墨神魂之中, 浮现出了一层血魔, 包裹着神魂, 这是仅有的, 也是为了进入九山境, 而被传下的神魂防御之术。 Pull! 血魔却是宛若纸糊一般, 一枪扎入了神魂之中, 一个巨大的窗口出现, 长枪所赐的位置, 神魂仿佛在消融一般。 从未感受过的剧痛涌来, 强烈的神魂之剧痛, 使得它双眼突出, 发出凄厉的惨叫, 所有的应变危机之法, 这一刻都凝至了刹那。 纵然, 意识深处, 浮现出了强烈的危机, 意识中不断告诫自己, 危险, 致命的危险, 必须忍痛做出应对。 但, 从未有过的神魂之痛, 岂是这一刹那, 就能做出应对危机之法。 Pull! 一股狂风又吹袭在神魂之上, 撕扯着神魂。 而这一刻, 狂暴的力量再次砸落, 砸得它肉身已经崩碎, 神魂仿佛失去了依靠。 Pull! 最后一刻, 血子墨看到了画作巨人般的梦冲, 看到了一名持枪青年, 身上的气息极其诡异, 仿佛克制神魂一般。 看到了许言斩落的, 绝灭一切的那黑色剑光。 这一刻, 他突然迷雾了。 那名不朽天尊, 是被许言三人斩杀的, 对方又来埋伏斩杀自己。 心中涌现出懊悔之色, 大意了。 但, 一切都迟了。 血子墨死了, 灰飞烟灭。 梦冲喘着气, 这接连出手, 袭杀不朽天尊, 心神紧绷, 而且倾尽全力, 擎天灭地这门神通, 消耗还是极大的。 纵然是许言, 此刻也微微喘气。 血子墨那一刀, 极其强大霸道, 他不得不全力出手, 不但要挡下这一刀, 更要缠住血子墨一瞬间, 给梦冲创造出手的机会。 江不平胸口起伏着, 疾魂武道之力消耗极大, 不论是袭杀那名不朽天尊, 还是斩杀血子墨, 他都倾尽全力, 施展了他目前掌握的 杀伐神魂最强的神通, 也是师父言传身教之后, 才参悟出来的。 神通, 陆神, 天煞地影的不朽天尊死了, 血子墨也死了, 接下来该离开大概山了。 许言沉生说道, 九山镜, 云落一名不朽天尊, 云落一名名誉血子, 而且都是被他们师兄弟所杀, 消息传开, 整个九山镜都会动荡, 恐怕那位天使妻要坐不住了, 要亲自出手了。 以现如今的实力, 绝非天使妻的对手, 若是正面交锋, 也不一定能杀得了不朽天尊。 这一次逆罚不朽天尊, 酣畅淋漓的战斗, 也有了一些感悟与收获, 也该沉淀一番了。 走吧, 去灵尊山。 灵尊山都快成赤猫的地盘了, 那里有赤猫打掩护, 不会被人发现踪迹。 师兄弟三人当即动身, 前往灵尊山。 那是, 血子陨落了? 大概山不朽天尊, 都察觉到了一尊不若于不朽镜的存在陨落了。 既然并非神域不朽天尊, 必然是名誉血子了。 这才过去多长时间, 一名不朽天尊陨落之后, 接着又陨落一名血子。 谁能做到? 万家族地, 此刻不平静。 你说, 许颜与孟冲, 还有另一人, 三人联手, 斩杀了不朽天尊? 看着两名祖老, 万家的不朽天尊一脸难以置信之色。 是的, 那名不朽天尊, 是许颜三人杀的。 万家族老神色之中, 依旧残留着震骸之色, 至今都仿佛宛若在梦中。 妖孽啊, 真的是妖孽啊, 还好我万家与许颜交情尚可。 这一刻, 万家的不朽天尊有一种头皮发麻的感觉。 虽是三人联手, 但也由此可知, 这三人的妖孽程度简直不可思议。 若是同境交战, 岂非会被轻易斩杀? 陨落的, 难道是血子墨? 万家不朽天尊, 想到了他返回族地途中遇到的血子墨, 对方似乎正在前往不朽天尊陨落之地。 大盖山不朽天尊的对峙结束了, 九山境陨落不朽天尊, 堪称惊天动地的大事。 而紧接着, 消息传来, 陨落的不朽天尊, 来自天煞地影, 是为了袭杀许颜与梦冲, 结果被反杀了, 许颜与梦冲, 逆罚不朽天尊。 消息传开, 九山境震动, 许颜与梦冲, 心中有些惊颤不已, 许颜与梦冲已经可以杀不朽天尊了。 太可怕了, 若是他突破不朽境, 又该是何等恐怖? 灵尊山, 赤猫, 玉小龙与小哈凑在一起, 不愧是我妖族至尊啊。 赤猫一脸于有容颜地感叹道, 玉小龙与小哈点头, 横峰山。 许颜, 梦冲, 断不可留了。 天时期震害地站起身来, 在他身后, 是一名戴着七叶凶煞面具的男子, 大人, 许颜与梦冲, 连不朽天尊都能杀, 其余天杀无一是其对手, 纵然属下出手, 恐怕也有危险。 太吓人了。 若说杀一名不朽天尊, 有取巧的可能, 但接着又斩杀了血子墨, 这意味着, 许颜与梦冲平的是强大实力做到的。 两人联手, 已经可以斩不朽天尊了。 实在太害人了。 千叠山与横峰山都与许颜梦冲有仇怨, 现如今天窟平静, 不朽天尊不必一直坐镇天窟了, 也该可以行走行走, 出手一番了。 天时期目光冷冽地说道, 如今天窟平静, 名誉不会大举入侵。 而我横峰山与你千叠山, 与许颜梦冲师兄弟结下仇怨, 若是不趁其位突破不朽境前将其扼杀, 将来你我都要危险了。 横峰山的七夜天煞, 以横峰山不朽天尊的身份, 来到了千叠山, 劝说千叠山那名不朽天尊 联手扼杀许颜与梦冲。 千叠山与许颜之间, 恐怕有些误会, 我赔偿一二, 此事结果也未必不可。 千叠山不朽天尊迟疑着, 一旦参与袭杀许颜, 就真的再也无法挽回了。 袭杀成功, 自然隐患消除, 一旦许颜顿逃而去, 后果难料。 糊涂啊, 许颜这等天骄, 骨子里凹得很, 岂会接受你的赔礼道歉? 难道你堂堂不朽天尊, 真的会就此一笔勾销。 千叠山不朽天尊文言, 神色变换着, 最终一咬牙, 沉声道, 你说得有道理, 既然已经结怨了, 那便倾尽全力, 扼杀了他。 堂堂不朽天尊跪地求原谅? 他可做不出来, 丢不起这个脸。 既然如此, 唯有一条路可走, 与横丰山不朽天尊联手, 扼杀许颜与梦冲。 如此甚好, 你等我消息。 七夜天煞满意地点头离去, 回到横丰山。 黄师兄, 你这是做什么? 找许颜梦冲道歉? 横丰山的脸面不要了, 你可是堂堂不朽天尊啊。 回到横丰山后, 第一时间找到 与许颜梦冲有怨的那一位师兄。 千叠山的柯兄已经来训, 邀请黄师兄一起出手, 扼杀许颜与梦冲, 将隐患消除在萌芽之中。 黄师兄你放心, 此事我也会参与进来, 堂堂不朽天尊。 难道要受许颜小儿的羞辱? 许颜自视绝世天骄, 目中无人, 岂会把你的道歉放在眼里? 唯有一条出路, 斩杀了他, 死了的天骄就不存在威胁了。 在师弟的劝说下, 黄师兄觉得有道理, 并且感谢师弟出手相助。 也在这一天, 横丰山与千叠山联手发出了悬赏, 追击许颜与梦冲, 更是直接踏入大盖山, 要搜寻许颜与梦冲的踪迹, 与万家不朽天尊对峙。 直到得知, 许颜与梦冲已离开大盖山之后, 才退出了大盖山。 而灵尊山, 许颜三人找了个隐秘之地, 布置阵法之后, 便各自开始沉淀自身五道所得。 横丰山与千叠山是铁了心药 与我们师兄弟作对了。 许颜看了一眼赤毛发来的讯息, 冷笑了一声。 迟早端了横丰山。 梦冲冷笑一声。 这些不朽天尊有了防备, 想要袭杀, 感叹一声道。 正面交锋, 哪怕三人联手, 也无法斩杀布朽天尊的, 不论是斩杀天煞地影那一位布朽天尊, 还是斩杀血子墨都在于出其不意, 在于对方大意轻敌了。 现在消息传开, 这些布朽天尊有了防备, 即便受创了也会有机会顿逃而去。 不必理会, 神域如此之大, 又不是非要在九山静耗着。 许颜淡然一笑说道。 大师兄说的是。 江不平点头。 师兄第三人, 在灵尊山某地潜藏了起来, 沉淀这一次的收获。 九山静的动荡在持续中, 横峰山, 千叠山布朽天尊, 开始在九山静搜寻许颜与梦冲的踪迹, 结果自然是一无所获。 反而与其余势力爆发了冲突, 于是乎九山静又爆发了一次布朽天尊之战。 动荡的九山静, 各大势力之间早已没有了往日交情, 反而争斗不休。 风灵王, 我天煞地影已经展露实力了, 考虑得如何? 天势七再次来到了灵尊山。 天煞地影, 实力也就这样吧, 就看你们能拿出多少诚意来了。 风灵虎淡然地说道, 诚意自然是有的, 风灵王杀两个人如何? 许颜与梦冲, 只要你亲自出手, 杀了他们会有你想要的东西的。 天势七沉生说道, 风灵虎眼珠子一转, 说道, 先把东西给我, 否则我出手了, 结果你给我一垃圾玩意儿, 我难道还能杀了你? 风灵王, 我天势七? 少废话, 我与你天势七不熟, 想要我出手可以, 东西送上来, 否则免谈, 另外, 许颜与梦冲的踪迹, 你们提供给我。 怎么? 难道还想要我亲自去找人? 我风灵王何等身份? 风灵虎端坐在椅子上, 霸气无比地说着。 天势七眉头皱着, 在考虑着还要不要继续找风灵虎合作, 然而风灵虎实力极强, 而且又是神域灵兽十二王之一, 更是虎类灵兽, 没有比他更适合的了。 稍一沉吟, 点头道, 可以。 那便如此说定了, 不过事先说好, 若是你们没有提供目标踪迹, 而没有把人杀了, 这可不能怪我, 东西不退。 风灵虎又沉声说道, 没问题。 天势七点了点头, 他还是很有自信的, 平天煞地影的情报能力, 许颜与梦冲只要稍微显露踪迹, 马上就会发现。 一旦发现了二人踪迹, 以风灵虎的实力, 轻松就能把人击杀。 如此, 便等你的东西送来, 是否满意了? 风灵虎点头答应下来, 白嫖的东西, 为何不要? 至于出手, 赤毛贤弟可是说了, 尽力便可, 毕竟身为风灵王, 每次出行都是比较隆重浩大的, 速度慢一点, 很正常嘛。 至于人逃了, 那是天煞地影准备不足的问题, 可不是他风灵虎王的问题。 天势七不知道风灵虎的想法, 心满意足地离去了, 准备着接下来的谋划与行动, 心里暗暗冷笑着, 许颜与梦冲死在风灵虎手中, 大战必然爆发。 风灵虎如何扛得住抱负? 最终, 必然只能投靠天煞地影获得庇护, 任由他们驱使了。 天势七, 记住你了, 天煞地影还不死心是吧? 许颜眼中冷光一闪, 看了一眼赤毛传来的讯息, 心中有数了。 经过这些天的沉淀, 梦冲突破神乡境小城, 许颜也有了不小的提升, 虽然距离神乡境大城仍旧有一段距离, 但也不算远了。 神通的运用也经过逆罚不朽天尊, 而有了不小的提升。 五十殿, 你接下来, 有何打算? 许颜看向江不平问道, 我想要更快速提升实力, 需要在战斗中获得感悟, 也需要不化之气, 用以修炼集魂舞蹈, 所以我准备前往其他境, 去不化天枯历练。 江不平想了一想说道, 太坤境他终有一天会回去的, 但不是现在, 实力还不足以支撑学耻。 大师兄与二师兄呢, 继续在九山境闯荡吗? 许颜摇头道, 九山境, 没有意思了, 神域如此之大, 何必在九山境纠缠, 行走神域天地, 感悟天地万物。 孟冲摸了摸脑袋, 嘿嘿一笑道, 我准备一路前往大岩境, 去找一找故人。 五十殿, 他日在太坤境再见吧, 大师兄会去太坤境祝你一雪前耻的。 许颜笑着说道, 我也是, 太坤境终究会去的, 那便约好在太坤境在重聚。 孟冲也笑着点头, 多谢二位师兄, 那便太坤境在聚。 江不平感谢地道, 九山境, 不过是三人五道路上的一小端路而已, 不管天时期与千叠山, 横峰山有何算计, 三人都不准备继续奉陪下去了。 神域之乱, 也是天骄阳明之时, 在三人眼里, 这些不朽天尊, 都不过是蹦条一时地骂着罢了。 江不平离开了, 他没有从九山境境门前往下一端, 而是直接跨越荒野, 进入下一端。 九山境境门, 血子与不朽天尊, 依旧在对峙着, 而且天煞地影等势力, 正在搜寻三人踪迹, 必然封锁了境门。 对于江不平而言, 跨越荒野前往下一端, 也是一种五道历练, 无非花费多一点时间, 才能跨越一境之地, 进入下一境而已。 二十殿, 太坤境见。 许颜笑着说道, 太坤境见。 梦冲摸了摸光秃秃的脑袋, 笑着说道, 师兄弟二人, 再次分别, 各自踏上五道征途。 不过, 这一次彼此都有传讯符, 可以保持联系, 不论在神域何处, 都能够联系上, 相互交流各自的所见所闻。 神域三十六境, 境与境相连之地, 乃是一片漫漫荒野, 除了跨越境门往来, 就只能跨越漫漫荒野了。 纵然是不朽天尊, 想要跨越漫漫荒野, 也是需要耗费不少时间, 也正是因为如此, 境与境之间往来, 都是以境门跨越, 便捷而方便。 漫漫荒野空际无物, 仿佛连一只虫蚁都不存在, 行走在这样的地方, 会令人心生不安, 心生无尽孤独之感。 传闻, 有真王天尊, 在跨越荒野之时, 因为空际而孤独, 竟然精神出了问题, 变成了一个疯子, 修养了好长一段时间, 才慢慢恢复了过来。 荒野空际, 置身其中, 净显孤独, 强大如武者的意志, 都无法忍受, 正因为如此, 来到荒野的武者, 寥寥无几, 跨越荒野的武者, 近乎没有。 曾有置强者告诫, 荒野之地的天地法则, 是孤寂的, 是蕴含着悲伤之意的, 故而, 武者置身其中, 会受到影响, 意志不够坚定者, 将会在孤独中, 导致精神错乱。 空际的荒野中, 一道孤独的身影行走其中, 放眼望去不见人烟, 不见草木, 乃至连一声, 虫鸣都听不到。 我曾经在泰昆镜江家的书歌中看过, 关于荒野的介绍, 传闻乃是天地大变, 神域划分三十六境时, 被遗忘的地方, 又称之为遗落之地。 遗落之地的天地法则, 是孤独的, 是悲伤的, 也有传言, 荒野之地的存在, 也是为了祭奠某个存在。 江不平行走在荒野之中, 清华镜相邻外, 还与长云镜和渊平镜相邻, 我从这一边荒野过去, 便是渊平镜, 大师兄你和二师兄跨越的荒野, 应该是前往长云镜。 荒野估计, 只有江不平一人独行, 天地之间有一股寂寥之意。 跨越荒野, 不能飞纵在空中, 据闻飞纵半空而行, 会存在未知的危险, 纵然是不朽天尊, 也容易出现意外, 所以跨越荒野, 只能在地上而行。 江不平讲解着他所了解到的, 关于各境之间漫漫荒野的传闻。 毕竟曾是泰昆江族之人, 观看过的典籍不少, 关于荒野的记载, 也有一些的。 我曾在一本游记中看过一个记载, 荒野之中也是存在危险的, 曾有人进入了一处荒野古墓, 见到了一根未知的海谷, 结果出现了意外, 血肉消失, 变成了一个骷髅人。 并且, 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意识迷失, 变得癫狂与试杀, 最终被击杀了。 江不平说起曾看过的游记, 继续传讯道, 行走荒野, 不能有太强的好奇心, 更不能被所见的宝物迷惑, 跨越荒野就直接跨越, 不能进入奇怪之地。 估计荒野, 越是深入, 越是有一种孤独之感, 孤独寂寥之意, 仿佛弥漫在天地之间。 江不平虽是在地上行走, 但速度却是不慢, 没有眺望着仿佛无际的荒野, 而是注意力在传讯符上, 正因为可以传讯交流, 才不会让人陷入孤独之中。 越是眺望荒野, 越是容易产生孤独与悲观之意。 除了与大师兄, 二师兄相互传讯交流之外, 自然也与远在清华境的三师姐, 四师兄传讯。 荒野独行, 天地寄寥, 尤其到了夜幕降临, 空寂无声, 就连徐徐微风都已消失, 处于这样的环境之中, 纵然无辙也会生出一些负面情绪。 江不平抬头看向黑沉沉的荒野, 他盘膝坐下, 夜晚的荒野会有一定的几率, 迷失方向, 所以夜晚还是修炼吧, 待天亮了, 再继续赶路。 黑沉沉的荒野之中, 唯有江不平这里一点微微的光亮, 在黑暗的荒野之中, 显得极其渺小。 布置下警戒阵法之后, 江不平就开始修炼了起来, 等待天亮之后再继续前行。 不知道过了多久, 骤然之间, 有风呼啸的声音在远方响起, 打破了黑暗空气的荒野。 江不平骤然惊醒, 当即收起了月时, 气息收敛, 整个人融入了黑暗之中, 稍一迟疑, 挥手将阵法收起, 悄然换了一个位置。 呼! 风呼啸的声音在响起, 由远而近, 却是并没有感受到风吹拂而来。 荒野出现了风声, 我看到了一朵绿色的火焰在跳跃着, 像是一张人脸。 传讯符上传来了大师兄的讯息。 江不平心中一惊, 大师兄距离他所在极其遥远, 竟然也出现了风声, 而且更是看到了一朵绿色的火焰, 大师兄, 小心一点, 不要靠近火焰。 江不平慌忙提醒道, 我倒是没想着靠近, 只是这怪火向我靠近过来了, 暂且不聊了, 我且看看这火焰有什么诡异之处。 看到大师兄传来的讯息, 江不平不由的惊疑, 大师兄遭遇的情形, 他从未在任何点击中看过。 这风声越来越大了, 黑暗中竟然出现了两个大眼睛, 也是稀奇不已。 这个时候, 二师兄也传来了讯息, 江不平吃惊了, 难道整个荒野都出现了风声, 出现了这些不寻常的东西? 大眼睛过来了, 我且看看怎么回事。 江不平看着二师兄的讯息, 不由得心头一紧, 他慌忙警惕着四周。 大师兄与二师兄都遇到了不寻常之物, 自己怎么没有遇到? 黑沉沉的荒野之地, 有风声呼啸之音, 却是不见一点风吹拂而来, 骤然之间, 江不平发现在黑暗之中, 出现了一棚白色如雾一样的东西, 那是,江不平神色一凝, 感应到了白色雾中, 弥漫着一股从未见过的阴森气息, 有一种邪恶之感。 残魂! 江不平修炼的是疾魂舞蹈, 对于神魂之类的尤其敏锐, 因此他第一时间就察觉了, 那白色的雾气, 其实是某种未知的残魂。 残魂飘荡, 覆盖范围不小, 阴森之气极其浓郁, 更有一种妄知变觉的森然邪恶之感。 荒野出现了什么变故? 江不平凝眉不已。 他没有躲避, 静静地等着残魂飘荡而来, 身为疾魂舞者, 区区残魂岂能威胁到他。 若有恶意, 这残魂便炼化了吧。 江不平心中冷然地想着, 呼! 残魂飘了过来, 覆盖了他, 骤然之间飘荡地残魂停顿了, 开始向他所在方位凝聚而来。 身处于残魂之中, 那种阴森邪恶之意, 尤其明显, 寻常真王天尊遭遇了, 若是没有办法摆脱, 甚至会疯癫。 这一刻, 江不平有些明白了, 跨越荒野而疯癫的真王天尊, 恐怕就是遭遇了 类似这一片残魂之物的东西。 有些不寻常, 真王天尊无者以下, 无法击溃这些残魂之物, 甚至会迷失在其中, 留下如此残魂的强者, 生前实力有多强。 江不平心中震撼, 想到了关于荒野的一些传闻。 不过, 遇到我, 算你倒霉吧, 炼化了这残魂之力, 我的疾魂武道也能有所提升。 既然残魂之物存在恶意, 江不平也就不客气了。 轰隆。 抬起手掌, 掌心之中, 宛若出现了一个黑色的漩涡。 疾魂武道神通, 吞渊。 轰隆。 一掌拍出, 残魂之物中, 一个黑暗深渊浮现, 吞噬着这些残魂之物。 隐约间, 江不平仿佛听到了残魂之后物中, 响起了阴森怪异的声音, 如邪恶的笑声。 哼, 想要影响我神魂意志, 太天真了。 江不平摇了摇头, 给大师兄与二师兄传训, 没有得到回训, 不由得宁眉, 但也没有太多担心, 不论是大师兄与二师兄, 武道手段都不凡, 这些不寻常之物, 可以威胁到真王天尊, 甚至不朽天尊, 但以两位师兄的武道手段, 却是能够应付下来的。 残魂之物消失, 荒野恢复了孤寂无声。 江不平重新布置下阵法, 进入修炼之中, 炼化残魂之物的力量。 绿色的火焰跳跃着, 仿佛一张再扭曲的脸, 阴森的气息弥漫在四周。 火焰越来越大, 覆盖的范围越来越广, 甚至于宛若一张巨大的绸缎, 将一片黑暗包裹了进去。 许言处于绿色火焰之中, 阴阳不灭剑生生不息, 不化剑意也环绕着它, 一股淡淡的龙威也浮现而出。 绿色的火焰突然出现, 且速度极快将它包裹了进去。 火焰如人脸, 时而看起来像是一个憨厚稳重的男子, 时而看起来像一个阴森邪恶的人。 仿佛是两个人在纠缠着, 在争斗着。 这是什么? 许言凝眉不已, 他没有在绿色火焰中 察觉到任何一丝危险的气息。 纵然如此, 依旧不敢大意, 这绿色火焰非常诡异。 嗡! 一丝不化剑意荡漾而开, 激荡在绿色火焰之中, 骤然之间变故陡声。 跳跃着的绿色火焰, 轰然之间变得激烈了起来, 有轰鸣之声响起, 也有厮杀之声响起, 更有一声极其愤怒的咆哮, 还有低沉的音响。 轰隆! 绿色火焰变了, 恍惚之间, 周围的景象都出现了变化, 不再是黑沉沉的荒野。 许言心头一紧, 警惕着四周, 一条金龙在体内若隐若现, 不化剑意, 化作徐徐威风, 环绕在深周。 这是, 骤然之间, 许言露出了震撼之色。 仿佛身处混蒙之中, 无边无际, 混混顿顿, 朦朦胧胧, 似乎有不化之气漂浮, 无穷无尽的不化之气。 而这些不化之气之中, 夹杂着爆裂的灵气。 许言看到这些灵气, 有一种回到了边荒之地的感觉, 边荒的灵气, 因为失去天地灵机, 因而是爆裂的。 而这里的灵气也是爆裂的, 却是比边荒之地的灵气, 爆裂了百倍不止。 若说天地灵机内的灵气, 是温和的水, 边荒的灵气, 是滚烫的水。 而这混蒙之中, 不化之气里夹杂的灵气, 则是翻滚的铁水。 这是什么地方? 许言有先明白了, 绿色的火焰, 接触到了不化剑意, 感应到了蕴含的不化之气, 因而才出现了如此变化。 杀? 一声仿佛久远的怒吼响起, 混蒙之中, 数十道强大无比的身影, 杀向了混蒙之中的某一处。 大战爆发, 激烈的大战, 看得许言震撼不已。 不朽天尊之战, 在此面前, 都宛若是蝼蚁之斗。 骤然之间, 一团淡淡的光滑, 在混蒙之中出现, 隐约看到了一道身影。 这是什么强者? 这一刻, 从这道身影上, 许言有一种面对师父的感觉, 此人给他一种 与师父一般高深莫测之感。 不! 这些不同, 师父是神秘, 身不可侧中, 却又仿佛普通而平凡, 更近乎道。 而此人, 却是一种, 可令舞者膜拜, 可令舞者心生尊崇, 似乎如同伟岸的圣人。 圣! 骤然之间, 许言脑海中划过一道灵光, 圣见静, 见之大圣, 无见不败, 无见不从, 无见可敢与之敌。 他一直不明白, 圣见静, 究竟是一种怎样的意境。 如何, 才能修炼出圣见静? 此刻, 看到了这一道身影, 他恍惚之间, 有些明悟, 有些明白, 圣之伟岸, 有些明白, 何谓无见不败了圣见静? 许言喃喃自语着, 脑海中灵光一闪, 隐约之间, 近乎明悟圣见静, 该如何修炼了。 只差一戳破一层纸, 便能明悟出, 圣见静该如何修炼出来。 此人, 是什么境界的强者? 许言心中震撼着, 这一道只见背影的伟岸身影, 竟是如此强大, 竟然能令舞者膜拜。 我不是太仓舞者, 若是太仓舞者见此, 岂非顿时就会生不出任何斗志。 许言心里震撼地想着, 我会渐进小城, 此身影却是影响不到我, 对于大慌舞者, 影响也有限。 混蒙之中, 那一道身影, 踏步而出, 挥手之间, 混蒙破开, 光滑阴晕, 杀向了混蒙深处。 骤然之间, 许言听到了一声愤怒的吼声。 迷雾! 所见画面一变, 呈现在他面前的, 是漂浮在混蒙之中, 阴晕着光滑的天地。 这是天地? 这一瞬间, 许言再次震撼了起来。 画面急速拉近, 发出愤怒吼声之人, 正在降临这一座天地。 随着靠近, 天地的轮廓越来越明显, 也越来越看到天地的浩大。 许言脑海中轰隆之中, 天地静的五道之法浮现而出。 以身为天地, 又浮现出了自己的剑道, 山河万象, 以及神通剑中山河。 明雾在心头涌起, 仿佛下一刻, 就能明雾天地静五道之法。 轰隆! 大战爆发, 天地震荡, 厮杀惨烈。 绿色的光芒枯萎着天地, 腐蚀生灵, 另一股强大的力量, 不断轰碎着绿色光芒。 骤然之间, 随着一声轰鸣, 一团光芒炸裂, 战斗逐渐平息。 同归于尽吗? 许颜喃喃自语着。 此刻, 他有些明白了, 这绿色的火焰, 变换的人脸, 不过是曾经两个至强者同归于尽, 参与的意志纠缠在一起而形成的。 自己所见的画面, 也是这两位强者曾经所见的一些画面。 远非不朽天尊能比啊? 许颜心中感叹, 仅仅是同归于尽的两位, 实力之强, 不朽天尊在其面前都宛若蝼蚁一般。 而那一尊伟岸的身影, 实力之强, 更是恐怖无比。 如此强者, 显然也是有对手的。 我还是太弱了, 这世间强者, 超乎想象啊。 许颜心中感叹不已。 不过, 旋即他又振奋了起来, 自己终有一天, 也会变得如此强大。 混蒙消失, 画面消失, 所见依然是跳跃的绿色火焰。 许颜脑海中, 浮现出刚才所见的景象, 有了一些感悟, 距离仓物明白天地境, 只差了灵门一角而已。 圣剑境的修炼, 也有了一些明悟。 七妙神花, 应该能够助我彻底明悟。 许颜兴奋地想着, 既然遇到了, 就不能错过, 画人我的山河万象中吧。 看着绿色的火焰, 这是两位至强者, 残留的一丝丝意志, 纠缠而成。 许颜一念之间, 山河万象浮现出, 直接将绿色的火焰包裹了进去。 他要炼化绿色火焰, 将其中的景象, 画入山河万象之中, 成为山河万象中的大战之景。 其中一人叫明屋, 另一人叫什么? 许颜记住了其中一位至强者的名字, 回头问问师父。 山河万象, 威风徐徐, 正在吹拂着绿色的火焰, 不画剑意激荡其中, 所见的画面又一次呈现了出来, 黑暗将去, 天际微白, 绿色的火焰消失了。 许颜露出了笑容, 一念之间, 山河万象之中, 呈现出了一幅大战景象。 苍生于其中, 大战化作恐怖的力量, 杀法而来。 山河万象变强了, 尤其是这大战之景, 纵然是不朽天尊, 也会被震慑。 许颜兴奋不已, 实力又变强了。 荒野已经大白, 空寂无声, 天地寄寥之意, 散落在荒野之中。 许颜取出传训符, 给江不平回训, 便开始给师父传训, 询问那名叫 明屋的至强者。 此去长云镜吗? 到了长云镜, 找个地方闭关, 服用七妙神话。 许颜继续前行。 而荒野的另一处, 梦冲睁开了双眼, 露出了欣喜之色。 一念之间, 翘穴之中, 两颗星辰浮现, 星辰之中, 仿佛鸣渊之象, 可以沉溺敌人肉身。 这是他遭遇的两颗巨大眼睛, 在他动用不灭星辰之力, 克制了这两颗巨大的眼睛, 化作了两颗星辰, 这两颗星辰之力, 仿佛幽冥深渊, 可以沉溺肉身。 这两颗肉身星辰, 一旦施展, 同镜之中, 能不受影响的舞者, 寥寥无几。 实力比我低的舞者, 照射之下, 全都肉身沉溺, 行动困难, 肉身疲乏, 战力大将。 梦冲欣喜不已, 这算是意外收获了, 也是机缘一桩。 明屋, 这是什么强者, 不过是双眼毁灭后的残余之力, 都有这样的用处。 梦冲心生好奇, 取出传讯符来, 问一问师父。 从炼化两个大眼睛时, 他看到了一些画面片段, 可以确定, 这名叫明屋的至强者, 实力极其恐怖。 此去长云镜, 全当路过, 一路游历过去, 直到大炎镜。 梦冲继续前行, 长云镜, 只是路过而已, 他并不打算进入长云镜天窟历练。 清华镜。 李玄感叹, 自己的徒弟就是猛, 都逆伐不朽天尊了, 震撼九山尽武者了吧。 你徒弟, 逆伐不朽天尊, 你获得逆伐绝杀。 逆伐绝杀, 可以逆境绝杀, 实力不高于自身三倍的敌人。 实力更强了, 底气更足了。 李玄欣喜不已。 有了可以无视距离传讯的传讯符, 许言三人的讯息, 可以轻松掌握, 师兄弟几人, 隔三差五地交流一番, 李玄全程掌握。 跨越荒野吗? 这荒野, 既然有这种特殊情况出现, 不会有危险吧? 我给的御符都没被处罚, 看来不至于有危险。 结果, 许言传讯找他了。 那些都是超脱天地的武者, 当初爆发了什么大战, 恐怕就是太仓天地变故之事吧。 那位伟岸的身影, 强得离谱啊。 看着许言传来的讯息, 描述所见所闻, 李玄心中有些感叹。 明巫? 为师从来不计蝼蚁之名。 李玄淡淡地说道。